408章 惊心 徐焕得了常规让人传的话 积极让人拿了鸡饼好茶过来 再随便拿起什么赶紧切码 他得赶紧去猴家 管事木瓜抱了一大堆茶饼过来 刚要说话 徐焕一步冲上前 伸手抄了两块 揣进怀里就往外冲 急冲了两步突然顿住 回头点着瞪着他的木瓜 找个人去跟老祖宗说一声 让他去一趟李府 还有你们太太也去一趟 好几个李家呢 老爷 木瓜将满怀的茶饼子放在桌子上 伸手揪住徐焕 出什么事了呀 要是老祖宗问去李府干嘛 哎 看看我这没出息的 这是慌的什么呀 徐焕顺手敲了自己一茶饼 跟老祖宗说 王妃让我去一趟猴家 吃个饭再回来 就这个 这就行了 老祖宗啊就知道了 不是 哎 老爷啊 那茶饼子您别揣怀里 那个不哑笑 木瓜见徐焕 吹起茶饼子又要走 急忙伸手再拉一把 哎 瞧我这 慌了是什么呀 徐焕顺手又敲了自己一茶饼 干脆不往外冲了 先将茶饼子递给木瓜 站住 深吸了几口气 哎 这事太大了 也不能怪我 你说的对 是不能慌 也不用慌 行了 还是你跟我走一趟猴家吧 在这儿啊 好好替我挑鸡饼好茶 我进去一趟 跟老祖宗说一声 多挑鸡饼啊 再备点别的 徐焕交代了一句 急急往后宅冲进去 片刻之后 徐焕急急出来 木瓜已经挑好了茶 和四五样明州过来的土味特产 带着四五个小丝 跟着徐焕往侯府奔过去 几乎同时 霍老夫人和江上文 两辆车一起出来 走到离李家不远的巷子口 江上文直奔李家三房 霍老夫人的车子 往李家掌房过去 李学章这一阵子 倒是正正经经地闭门首校了 拘着老大李文斌 也不许随便外出 只有老二李文立 因为在太子府领了差事 每天早出晚归 到太子宫当差 李文立还在太子宫 金明池这一场 即将轰动京城的大事 这会儿还没轰动到京城各处 李家掌房 这会儿正安安静静的 听说霍老夫人来了 严夫人急忙迎出来 霍老夫人进了二门 没走几步 见严夫人急不迎出来 站住 等严夫人走近了 看着她直接问道 金明池出事了 你知不知道 啊 严夫人一呆 随即一声惊呼 金明池 嗯 霍老夫人推了一把 严夫人 推着她一边往正院走 一边语气淡然地道 说是有人行刺皇上 严夫人腿一软 幸好霍老夫人正挽着她 软一软赶紧站住 惊恐地看着霍老夫人 有人行刺皇上 谁 秦王府吗 这是刚刚阿夏打发人到我们家说的 阿夏打发人到我们家呀 不是为了传这个话 她是让她舅舅赶紧去一趟侯远 说是侯家被御前侍卫团团围上了 严夫人猛地抽过了一口气 用力地拍了两下胸口 连吸了几口气 缓过来了 看着霍老夫人关切地道 还有谁家呀 没说 别让人去打听了 就光阿夏让他舅舅去侯家坐着喝茶这一条啊 这会儿就够了 他舅舅让我赶紧过来一趟 一来是免得你们听到什么话 吓着了 二来呀 如今咱们这几家 最好关门庇护 什么动静也没有最好 老刘妈呢 严夫人立刻扬声叫人 老刘妈跟在严夫人身后 支着耳朵听话 正听得两眼圆瞪 听到严夫人叫她 急忙应了一声 抬手用力揉了一下眼皮 垂手上前 叫上赵大家的 孙中媳妇 还有老沈 把各处查看一遍 这一阵子 第一 没有我的吩咐 除了膝脚门和后脚门 其他珠门 一概不许随意开启 第二 府里诸人 后巷各家 不许随意外出 第三 不许聚众议论 先这些 严夫人 严夫人 一二三 吩咐了 又加了一句 二房那边 也一样的规矩 一会儿你走一趟 跟三奶奶说一声 老刘妈连声答应 一路小跑赶紧去传话 查看 老祖祖 那太子 严夫人看着老刘妈 跑远了 转头看向霍老夫人 提着一颗心 问道 霍老夫人看着严夫人 没说话 严夫人呆了片刻 眼泪夺眶而出 都还不知道呢 先别想那么多 就算怎么着 立刻一个小书办 能怎么样 别多想 霍老夫人看着气 滴滴地安慰严夫人 没事 我没事 我 严夫人声音耿住 也不是没想过 我 严夫人喉咙紧地 说不下去了 哎 进去说话吧 霍老夫人 滴滴地叹了口气 推了一把 严夫人 一起进了正院 软时期 银子慢洒 人手又足 路一带着 横冲直撞过去 两三刻钟 所有受伤的人 轻伤重伤 统统地 抬进了茶坊和客栈 分出轻重伤 擦破皮 摔青摔肿 养两天就能好的 阮世七 一人二两银子赔罪 一个个送走的欢天喜地 稍重一些的 都集中在客栈里 请了一束好的爹打大夫 一个伤者 至少三个大夫看过 至于再重的伤 还真没有 路一和他那些 长随的奇数极精 就是那样的横冲直撞 也能保证 不冲撞出重伤来 东山带了几个人 把打翻了摊子 撞翻了挑子的 挨个儿照长假 双倍赔了一遍 回到客栈禀报 阮世七插着腰 听得一个劲儿的稀奇 他这一场 该干什么就干什么的 拆扇下来 小一万两银子 没了 万圣门里 这一场鸡飞狗跳 真是飞一般快地 传进了黄福尹的耳朵里 黄福尹还不知道 金鸣池的事 一听说有人飞马 冲进万圣门 冲飞了整条街 顿时全身的汗毛 根根竖起 整个人都要着火了 皇上正在金鸣池看延武 紧挨着万圣门 这要是闹得惊动了皇上 他这条小面 都得交代进去 黄福尹叫上吴推官 带上猪牙翼 急如星火地往万圣门赶 一群人连走带跑 赶到万圣门大街时 街上已经收拾出来 迎头撞脸 竟是紧紧握着 或是几串钱 或是一块银子 眉开眼笑的泛夫走足 黄福尹和吴推官对视了一眼 顺手揪了一个小贩问了 赶紧一溜小跑进了客栈 一眼看到 一只脚踩在椅子上 正立着嘴 一脸心疼地 听算账的阮石漆 黄福尹这颗心落下去 又呼地提了上来 这事沾着这位石器爷 那就必定不简单 诶 你来得挺快呀 阮石漆看着黄福尹 挥手示意小思 先别禀报 站起来迎上去 你看你这跑得 汗也出来了 从你们衙门 一口气跑过来的 黄福尹见阮石漆 这样的态度 再次松了口气 这才觉得两条腿 软得想哆嗦 急忙一屁股 坐在了阮石漆 旁边的椅子上 顺手抓起了桌子上 不知道谁的蒲扇 扇得扑塔扑塔乱响 这一坐下来 才觉得身上热的 能冒出火苗来 歇一会儿啊 赶紧回去吧 阮石漆拉过了一把椅子 紧挨着黄福尹坐下 压得滴滴的声音里 透出了一份 难得的凝重之意 金明齿出事了 大事 这口气能传过来啊 就赶紧回去崖湾守着 阮石漆拍了拍 黄福尹的肩膀 刚刚站起来 又微微欠身 看着一脸愕然 看着她的黄福尹 拧眉道 听说这金府福尹 从前不是一刃到底 坐得老死的 听说从前在你 这金府府补衙的位置上 坐上一刃两刃 放出去就是一方大圆 黄福尹更加恶然 阮石漆看着半张着嘴 大瞪着双眼 恶然到呆滞的黄福尹 黑黑笑了两声 用力地在黄福尹的肩膀上拍了两下 拍得黄福尹的肩膀 应声往下挨 转过身 悠悠哉哉地 往客栈后面去了 她刚才说 黄福尹转头看向吴推官 吴推官猛地咽了一口口水 下意识地扫了一圈 又扫了一圈 拉了拉黄福尹 好像 福尹啊 咱们得赶紧回去 快走吧 黄福尹呼地站起来 往前一步 却正好撞在了吴推官的身上 撞得吴推官往前 她往后 要不是牙翼扶得快 两个人差点一起摔在地上 不过 不管是黄福尹 还是吴推官 都顾不得差点摔倒这件事了 两人一起往外冲 出了客栈 一口气走出半条街 黄福尹总算缓过了身 猛地顿住脚步 呆站了片刻 才接着往前 却慢了许多 老物 出大事了 黄福尹伸手拉了一把吴推官 两人肩挤着肩 黄福尹压着声音道 是出大事了 父尹啊 你要是能外放一方大圆 你上回怎么说的来着 那岂不是 吴推官一只手紧紧地抓着黄福尹的袖子 一只手往上捅捅 乱滑了几下 又往上捅捅 到底要表达什么意思 其实他自己也不知道 我说过 除非皇上 黄福尹还真答了一句 一句话没说完 戛然而止 脚步再次顿住 定定地看着吴推官 老吴啊 我还年轻着呢 我离六十 还差好几岁呢 黄福尹的思绪跳跃的 吴推官愣了好几愣 差点想跌跟头 老吴 我是说出大事了 那个石器爷 头一句金鸣池出事了 这不是大事 出事不是一回两回了 大前年两个人吵将 还当场吵死了呢 也是大事 可后头 老吴啊 加上后头 一方大圆 老吴 这不是大事 这是天大的事 天 天大 我懂我懂 我也是这么想 哎 这太吓人了 副尊 咱们先回府衙 回头再说 这是大街上 大庭广众之下 这是天大的事 我的天哪 吴推官比黄福尹还要慌乱 推着黄福尹 嘴里也不知道念叨什么好了 心里纷乱一片 突然想到了什么 顿时腿都有点哆嗦了 这一天 各处传回来的消息 源源不断地汇到常柜手里 在一趟一趟地抱进暖阁 李夏听常柜禀报了京畿大营传回来的信 神情微微有几分怅然 沉默片刻吩咐道 把江炎氏交给陆将军看管 不必下大牢 就 李夏想了想 庆安宫吧 那里正好空着 告诉陆将军 一应供奉 照江炎氏的平时喜好 不要委屈他 他身边有个叫枫叶的小丝 让枫叶跟在他身边 随身侍候 庆安宫在静中侧后 金水河从宫中流出 紧挨着护城河 一侧是太史局 另一侧就是庆安宫 最早是一位据说法力高深的道士清修之处 后来给青天剑用过一阵子 现在空着 虽说有几封荒凉 却清静宜人 景色极佳 常柜垂首英式 看了李夏一眼 迟已道 还有一件小事 宫里传了旨意出来 查找缉拿曹善 就刚刚曹善闺女曹娘子 和她的阿娘柳娘子 被女送进了金府衙门 李夏眉头皱起 谁送的 因为什么事 曹善这头是金贵的首尾 曹善闺女媳妇被扭送到金府衙门 也是递到金贵手里的 叫金贵进来 不等常柜解释完 李夏就吩咐 叫了金贵 你也过来 常柜急忙退出 片刻带着金贵一起进来 不等李夏问 金贵先解释了曹善闺女 这桩烂乌糟的婚事 接着道 把曹善闺女媳妇 送到金府衙门的 就是曹善那个女婿 潘大郎和她爹 她娘 宫里啊 刚刚搬了纸出来 潘大郎她娘 留婶子 就把曹善媳妇 留娘子骗到家里 一根绳子捆了 送进了金府衙门 听说 潘大娘她爹 还问衙役 是不是有赏去 杀了潘家三人 李夏听完 几乎是立刻吩咐道 常柜和金贵 都是一个正审 金贵下意识地 看向常柜 她怀疑她听错了 曹善没做错什么 不得已而已 她媳妇闺女太蠢 潘家人过于无耻 不杀了潘家满门 没有曹善之称 在潘家人的手里 曹善媳妇闺女 能逃过这一劫 也必定过不了下一关 曹善若是有什么遗愿 必定就是她媳妇闺女 总要替她看着些 等曹善闺女 再嫁的时候 你们两个帮着留心看看 找户能过日子的好人家 李下看向常柜 这不是小事 人命关天 是 常柜心甘情愿地 垂手受教 金贵跟着受教 迟疑了一下 抬头问道 那 那五家 捆曹善媳妇闺女 送官府这事 五家参与其中了 李下反问道 没有 金贵答得极其干脆 五家当家的是那个前娘子 虽然颇得厉害 倒不是个能做这种事的人 那就都是颇妇撕头发打架的小事 随他们打 李下淡然地答道 金贵硬了 见李下抬手示意 忙垂手退下 赶紧去办这桩差事了 宫里搬出的一道道纸意 经由胡影送到李下的手里 李下一张一张地细看 一张一张地排在小小的书案上 书案太小 很快排不下了 李下让人搬了长案进来 靠墙放好 将旨意挪过去 再一张一张地排好 站得稍远一些 这样看看 又那样看看 看得笑意融融 这会儿他有一种恍惚前世的感觉 那一回的登基大典 是他抱着皇帝 高高地坐在玉座上 接受百官的朝贺 退朝回到后点 他也是这样 将经由他的手 新朝搬出的纸意 也是这样一张一张地排出来 路易站在他身后 看着他笑 金卓妍的嘴角往下撇成了八字 说他这幅小人得志向 史上不是第一 也能排进前三 这回 不会像从前那样了 那一次史上前三的 志得意满之后 他一头跌进了 千疮百孔的帝国臭泥坑里 拼死挣扎了十年 才勉强爬出来 透过了一口气 李下正正地站着 好半天 深吸了一口气 慢慢呼出来 这一回 从搬进宫里头的 头一天开始 他就能安守后宫 释花弄草 宽宏慈爱 摆足母仪天下的范儿 他该喜欢哪一种花草呢 牡丹 大伯娘最爱牡丹 感谢您收听 闲听洛花大作 圣华 播讲 舒舒 后期制作 舒舒 欢迎您点赞评论 打赏 更多精彩内容 尽在喜马拉雅 四百零九 标配老和尚 临近傍晚 几家被团团围住的高门大族 以及所有入皇城不得出的官员小丽 给繁华热闹的京城 笼上了一层压抑 却没能真正影响这座繁华的大城 华灯照旧高高挂满 九楼花坊 人生鼎沸 今天的旨意太多 小豹更是满天飞 要言论得太多 多到简直不知道该议论哪个才好 天色落黑 郭胜一身平实的打扮 下马进了秦王府 大步流星 直奔暖阁 李夏站在暖阁门口 看着脚步清洁 大步而来的郭胜 眼前的郭胜神采飞扬 仿佛还是李夏初见他那年 三十来岁的样子 这些年他真没怎么见老 郭胜停在台阶下 看着冲他屈膝扶下去的李夏 急忙长衣到底 不敢当 不敢当啊 说起来 先生还是我的受益恩师呢 李夏扶了半礼 直起身 侧身让了郭胜一回 转身先进了内阁 那是眼人耳目 郭胜几步上了台阶 跟进暖阁 先生教了我不少 特别是在高游县的时候 辛苦了一天 坐下说话吧 李夏坐下 示意郭胜 郭胜刚要落座 又站起来 冲着李夏拱手长衣 我想给姑娘磕个头 说着 跪倒在地 连磕了三个头 站起来 坐到椅子上 双手按在膝上 笑起来 古往今来 第一人 李夏看着笑个不停的郭胜 慢吞吞地道 是 不是为了这第一人 名头什么的 那没意思 在下就是 姑娘都知道 郭胜竟然有几分不好意思 李夏 斜着他看了片刻 微微挑眉道 说正事吧 是 郭胜挺直了上身 收起了笑容 王爷进宫之后 世子护卫王爷 陆将军带人清理皇城 我带人打扫宫里 姚仙妃很能干 苏贵妃是真疯了 凤王妃吩咐 后代不惊动 姜皇后已经照皇后里 脸肉观中 凤王妃欲止 暂时放在推恩殿 等待发丧 顿了顿 郭胜看了李夏一眼道 老四和老五 一直守在秦政殿的寝殿 示亲尽孝 他们两个 现在是王爷的事了 咱们不管 傅平呢 收敛了没有 已经收敛了 下午就火化了 有个去年从内侍卫 退出来的陆家侍卫 没回南 一直在京城住着 陆将军请他 护送傅平回南 一个时辰前 已经启程南下了 说是心愿已了 想紧快回南 郭胜声音低沉下去 低低地叹了口气 这一趟多亏傅平 刀一出鞘 义无反顾 我没能赶过去 让傅棍 替我磕了几个头 他了了心愿 好一会儿 李下低声地倒 随即转了话题 王府的素位 陆将军交给你了 是 昨夜今天 大家都很劳累 你更辛苦 不过 今天夜里 还是要辛苦你 我要好好睡一觉 李下站起来 郭胜说 宫里打扫干净了 他就放心了 王爷从今天起 就要留宿宫中 掌控中枢 一个安全稳妥的后宫 极其要紧 现在他可以安心地 去好好睡一觉了 是 郭胜跟着站起来 侧身垂手 看着李下出了暖阁 紧跟在后面出来 李下往后 他往前大步出去 他昨天夜里歇得极好 这会儿可是半点也没觉得累 他精神正好得出奇呢 夜色垂落 秦政殿里灯火通明 除了躺着皇上的那间寝殿 秦殿里只点了一只细细的白蜡烛 呼闪跳动的晕暗烛光下 床上直挺挺地躺着皇上 并排靠门口墙角坐着的 陶姓玲和胡太一 缩在床头挨在一起的 四皇子和五皇子 鸦雀无声中 透着一股诡异的 仿佛不是人间的感觉 仿佛就在不远 几声缓慢的 跟帮声传进来 人定时分了 五皇子挪了挪 将滑下来的加倍 再次盖到斜靠着床脚 也不知道是晕迷 还是晕睡的四皇子的身上 天落黑的时候 宁剑送了几床夹背进来 明明是将要入夏的天了 这屋子里却寒气逼人 四皇子半梦半醒 仿佛在一只梦中 从他压压血雨跌跌撞撞 眼前一朵接一朵的燕红的花 扑过来又扑过去 花儿飞走 一团高高的 亮丽刺眼 却又模糊无比的明晃 在他的头上 他挥着手 也不知道是恐惧 还是向往 扑了两步 眼前突然站着水淋淋的六哥 惨白着脸 冲他伸出手 四哥 四皇子惊恐地跌撞往后 头不知道撞到哪儿 一阵刺痛 让他仿佛清醒了些 用力睁开眼 面前蹲着一个看起来极其清爽的老和尚 正看着头 仔细地看着他 醒了 老和尚微笑道 四皇子用力地挤了两下眼 梦中竟然有人问他醒了没有 真是诡异 跟我走吧 老和尚伤伸手去拉四皇子 四皇子被他这一拉竟然轻轻松松地站起来 加倍从他身上滑了下去 四皇子回头 从堆在地上的加倍上看到恶然无比的五皇子的脸 困惑无比地皱着眉 这个梦跟真的一样 老和尚拉着四皇子走出一步 四皇子看到了直挺挺地躺在床上 死气笼罩的皇上 有几分厌恶地移开了目光 又看到了并排蹲在屋角 也和五皇子一样 一脸惊恐恶然地看着他 不对 是看着老和尚的两个太医 他好像真站起来了 这个梦真好 就这样吧 他不想醒过来了 老和尚拉着他出了寝殿 守在寝殿门口的明剑大瞪着双眼 不敢置信地看着两人 不对 还是看着老和尚 没人看着四皇子 从他生下来就是这样 没有人看他 没有人理会他 他也只有没人理会时 才能得到一份安全和安心 自己大概是死了吧 可还是没人看他 这样很好 他很安心 他害怕看向他的目光 不管是谁 朱喜一只手提着一只不算小的红漆蹄盒 一只手提着一坛子酒 进了从大理寺后面 沿出去的那座颇为清幽的牢狱 陈江从朝堂上被拿下大牢 先是送到刑部大牢 送到半路就掉头转向大理寺的牢里 上头递了话 好好看管 这句好好看管的 好好两个字的意味 全在传话人的眉眼之间 陈江就被从刑部大牢 掉头送到了大理寺后面的 这座清幽的院落里 住到了婆台山一岸中 须宜君参赞胡先生的隔壁 朱喜到院门口时 陈江正隔着院墙和隔壁的胡先生 下盲起 狱卒一路小跑过来开了院门 喀着腰让进了朱喜 也不锁门 只随手眼上就赶紧远远地 退回了自己的那家小屋 你可是有两天没来了 胡先生先隔着围墙笑道 嗯 出了点事 朱喜隔墙答了一句 将石盒里的几样下酒菜 一样一样地摆到廊下的小桌上 提盒最下一层是一个大床盒 朱喜拿出来 陈江已经拿了两只壶 从酒坛子里倒了两壶酒出来 朱喜拿了一壶 踩着放在墙边的一张破椅子上 将床盒和酒壶递过了墙 胡先生忙踩着椅子举手接过 托陈侍郎的福啊 早就跟你说了 早就不是侍郎了 正往杯子里倒酒的陈江 一边笑一边摇头 我也早跟你说了 就看老猪能隔三差五地 这么过来看你 你这侍郎啊 早晚还是侍郎 也许啊 还不止侍郎呢 胡先生隔着围墙 哈哈笑道 托胡先生急引 朱喜扶着墙下了椅子 眉开眼笑地冲着墙那边拱了拱手 他有个屁的急银 这酒不错 真不错 这酒难得 少说也有三十年了吧 陈江抿了一口酒 慢慢品了品 赶紧再抿一口 再细品 两根眉毛一起抬起 轻轻地呼了口气 落下眉毛 连声夸奖 嗯 确实是好酒啊 有什么喜事 一句有什么喜事 胡先生和陈江隔着墙同时问道 先啊 不提一个喜字 至少是大事 朱喜在陈江对面坐下 端起酒 抿了一口 片刻 轻轻地呼了口气 放下杯子 笑道 这是我 澄清那年 满京城啊 挑着买了十坛子 绝好的酒 埋在后园子里 是打算着满六十那天 起出一坛子 满六十五那年呢 再起出一坛子 要是能喝完这十坛酒 我这人生啊 就圆满了 陈江听得哈哈大笑 隔壁的胡先生 一边笑一边问道 感情你今天满六十了 真看不出来 你看这年轻得很呢 恭喜恭喜 哪有啊 离六十还差不少呢 朱喜笑着 连喝了几口酒 只不过 我这一辈子 活到现在 已经圆满了 今天来看老陈 就起了一坛子 出来 出什么事了 陈江放下杯子 仔细地打量着朱喜 隔墙的胡先生 也竖耳细听 天天金鸣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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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江和隔壁的胡先生本来就没说话 周围一片安静 可朱喜这一句话说出来 周围却好像从喧嚣中 一下子安静下来 静得吓人 昨天宫里一长串的旨意出来 昨天宫里一长串的旨意出来 皇上伤住 今天一早啊 又连出了几道旨意 皇上已经驾崩了 太子谋逆 四爷昨天夜里自裁于皇上的面前 眼下使秦王爷赞赦朝政 朱喜的话一字一句 慢悠悠的十分淡然 陈江直直的呆坐着 好一会儿猛抽了一口气 真是太子 瞧你这话问的 朱喜斜偏了陈江一眼 这种事我能知道 还真假呢 陈江再次抽了口气 没等他说话 隔壁胡先生声音悠悠 大约明后天 秦王爷就要登基了 唉 我竟然从来没想到过这个 从来没想到过呀 陈江慢慢地靠到那把竹椅背上 压得竹椅一阵鸡鸽闷响 朱喜端着酒 微微提着一颗星 看着他 怪不得这两天你没来 这两天京城必定血雨腥风吧 我这方小院竟是世外桃源了 好半上陈江低低地道 没有 京城啊 一切如常 就是小报卖得特别好 京城所有的小报啊 全是不眠不休 茶坊爆满 朱喜看着手 昨天下午 金相 卫相 严相 还有诸位尚书 就各自在各部长走了 哦 对了 礼部正尚书 替皇上以身挡刀 昨天傍晚的时候啊 官国运回了政府 卫相 陈江 诗声惊叫 一脸的不可思议 嗯 朱喜的脸上带着说不出来的得意 前天午后啊 皇上的御驾一路跑得跟飞一样 回到宫里也就半刻钟 御前军就把江家 魏家 正家 还有侯家几家呀 团团围上了 到昨天早上啊 除了江家 别的几家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撤的 有精神头好的闲人 说是昨天 人定前后 御前侍卫就撤走了 到今天 一切如常 正家的灵堂已经搭起来了 听说 长沙王府上那位民老夫人呢 已经过府 祭祀过了 陈江的神情有几分呆 戈壁的胡先生一声长看 真是好手段啊 这样的事 竟能做到水到渠成 那位秦王爷 不声不响的 没想到竟然有这等手段 都说秦王非不简单 朱喜阁墙接了一句 伯家呢 陈江突然问道 伯淑密啊 还在京畿大营 以防有变 伯晓将军 今天早上我碰巧看到他一眼 眼睛啊都抠了 大约是这几夜都没睡 听说皇城以内 现在是陆将军同管 秦王爷从侍候皇上进了宫 就一直在宫里没出来过 京城没风没波 没血没泪 外地进城的人 听闲话 都以为啊 是听不知道哪朝的画本子呢 唉 半晨 陈江一声长看 慢慢地流出了两行眼泪 上午 王非身边那位郭先生 你是知道的 朱喜看着陈江脸上 那两行慢慢滑下的泪 陈江点了一下头 那位郭胜郭爷 他自然是知道的 他呀来找我 让我过来看你一趟 说是王非的意思 托我问问你 往后领了个虚职 专职查办 他交代的案子 问你可愿意 说是 有一男 一个要求 和一个便利 一男呢 是但凡能惊动 他的案子 必定是极其重大 艰难 而且十有八九 试涉官员豪族 高门大户 要求呢 是你必须铁面无私 一个便利啊 是如今 运河上有名的胡大当家 听你的号令 朱喜顿了顿 接着道 还有一句话 不知道是郭爷的意思 还是王非的意思 说是 让你想好了 这一桩差事 你做得再好 也是无名无利 不过呢 朱喜 话锋一转 郭爷说 你办的案子 不写下来 警示后人 就太可惜了 他愿意替你在 百年之后 将这些案子 结书复印 百年之后 史书上 必定记你一笔 隔壁 胡先生 哈哈大笑 一边笑 一边感叹 中间夹杂着 声声拍桌子的声音 我懂了 为什么这京城风平浪静 真是功其必就啊 佩服 佩服啊 朱喜 没理会 隔壁的胡先生 只看着陈江 陈江直视着 看着他的朱喜 张了张嘴 没能说出话来 又张了张 一声长叹 点了一下头 老朱 你知道我 这是我的梦想 也是我的 朱喜 拿起陈江的杯子 塞到陈江的手里 举杯重重的 碰在陈江的杯子上 一会儿 我就发几分 卷宗拿来 老陈 我老伴已经走了 这你知道 儿女都大了 个个好好的 孙子 孙女儿也都好好的 都不用我管 我已经把家分了 从今天起啊 我跟着你 好好见识见识 这天下的奇案 怪案 好好见识见识 这世间人心 这世间的黑暗 好 把咱们见识过的黑暗 都踩烂踢破 去他娘呢 陈江仰头喝了杯中酒 猛的呼了口气 朴家的案子 还跟从前一样 戈壁的胡先生 声音悠悠 嗯 朱喜 看了一眼陈江 接话道 这是王妃的意思 朴家满手 无辜鲜血 若还能绵延浮寿啊 天理难容 胡先生 哈的一声冷笑 朴家手上的鲜血 和他手上的鲜血 有什么分别 不过是 窃钩者诸 窃国者 为诸侯而已 王妃心里 先有万民 朴家和先生 心里呀 只有自己 这份分别 足够了 朱喜 接得极快 隔壁 胡先生 慢慢哼了一声 没再说话 感谢您收听喜马拉雅出品 闲听落花最新大作 圣华 叔叔欢迎您点赞评论打赏 更多精彩内容 尽在喜马拉雅 四百一十章 落花如雪 李夏在庆安宫门口下了车 站住 转头打量着四周 庆安宫已经有些破旧了 褪色的宫墙 长着几棵细瘦野草的屋顶 棘兽们已经破损不全 却依旧安静地坐在月光下 淡然地看着世事变幻 李夏仰起头 看了一眼圆圆的 银盘一般的月亮 今晚这月 这月色 真好 片刻 李夏收回目光 提着裙子 缓步上了台阶 进了庆安宫 郭胜一见月白长衫 提了一只小小的提核 落后四五步 一路跟进 成颖走在最前面 穿过三四道宫门 成颖垂手立在最后一道宫门前 宫身让进了李夏 李夏越过成颖 进了宫门 郭胜跟了进去 宫门内是一大片园子 园子的一边 一弯湖水中 河叶甜甜 虽然疏于达理 在月光下 整个园子 却有一种生机勃勃的 别样的美 湖水边上 一间亭子外 斜歪在一张紧踏上的 江炎氏 微微撑起上身 看向宫门 见识李夏 江炎氏眼睛微微眯起 片刻疏开 仔细地打量着他 李夏穿了一件竹青长衣 茶白抹胸 茶白裙子裙幅极宽 用银线绣着百叠穿花 行动间 银线映着月光 银叠闪动飞舞 江炎氏笑起来 他的这一身 真是太合自己的心意了 李夏迎着江炎氏的目光和笑容 走到紧踏前四五步 微笑屈膝 视力在旁边的枫叶 瞪着李夏 郑重的神情中 透着一丝丝的惊恐 搬张椅子给我吧 李夏转头看向枫叶 微笑吩咐道 枫叶立刻看向江炎氏 江炎氏一边笑 一边冲他挥手 看我做什么 没听到王妃的吩咐吗 李夏转个身 站在江炎氏的踏前 转身打亮着四周 从这儿看着月下的园子 和这翁湖 果然是极佳呀 我算着 也就是这两天的事了 没想到是你亲自来了 江炎氏说着 显眼看向锤手 站在亭子旁的锅上 和锅上手里的那只 小小的蹄盒 我想过 很久以前就想过 要是有今天这一天 我一定要亲自来送你远行 要是我要远行 有王爷相伴 倒是不用你相送了 李夏看着江炎氏笑道 枫叶很快就搬了一张椅子过来 犹豫了一下 放到了离榻子不远的地方 退到锅上的对面 垂手站住 目光落在那只小小的蹄盒 半晌才慢慢地移开 多谢 江炎氏慢慢地转着手里的折扇 看着李夏坐下 慢吞吞地倒 为了我自己而已 李夏微笑 江炎氏没烧扬起 笑起来 那就更要多谢了 李夏看着江炎氏飞扬的煤烧 片刻一开目光 笑着没说话 外面都收拢清爽了 登基的日子也定下来了 江炎氏沉默片刻 转着折扇 闲闲地问道 嗯 我带了一份抵抄 不想看 你说说吧 江炎氏打断了李夏的话 卫相还是卫相 几位相公上书 还是相公和上书 哦 李夏顿了顿 郑志远护驾而死 护驾而死 江炎氏失笑出声 我唐突了 你接着说 郑志远既然死了 也确实只好这么说了 护驾而死 对郑家好 老四入了空门 皇上大行前 将朝政托付给了王爷 就这样 李夏说着笑起来 那老五呢 留着粉饰太平 彰显圣德 总得留一个吧 再说 我答应过他 江炎氏沉默了片刻 撇了撇嘴 道 这大热的天 放了几天 收敛的时候都臭了吧 隔天就收敛了 还没怎么臭 顿了顿 李夏补了一句 我没进宫 想着应该没怎么臭吧 天太热 势不能多放 再说 朝中当天就安抚下来了 也用不着多放 太子谋逆 江炎氏 携着李夏 李夏迎着他的目光 眉梢微挑 难道不是吗 江炎氏头往后仰 片刻纵声笑起来 一边笑一边摇头 可不是吗 半点虚言都没有 是谁杀的皇上 郭胜还是陆仪 陆将军不合适 李夏微笑 江炎氏 江炎氏微微撑起上身 转头看向郭胜 郭胜迎着江炎氏的目光 欠身致意 那这京城除了江家 都在欢欣鼓舞 庆贺新潮了 江炎氏收回目光 看向李夏道 李夏想了想 点了一下头 江家现在怎么样了 江炎氏的这一句问话里 听不出情绪 团团围着呢 正好问问你 你觉得江家该怎么办 李夏看着江炎氏 认真地问道 江炎氏斜斜地看着他 这趟 要是登基的是太子 那江家 会有哪些人享受这份荣耀 得到一份丰厚的恩恩 会有很多人 几乎所有的成年男女 片刻 李夏才看着江炎氏 语调中 透着说不出的复杂情绪 接受荣耀 就得承担失败 把这些人都杀了吧 江炎氏愉快地抖开折扇 好 片刻 李夏一个好字 答得虽低却急干脆 魏夫人呢 江炎氏手里的折扇一致 整个人定住 好一会儿 才滴滴地叹了口气 能送他回四明山吗 好 这次 李夏答得快而干脆 多谢 好半天 江炎氏慢慢地吸了口气 滴滴地谢道 这些年 我常常地想 要是没有我 阿娘的日子 是不是能比现在好过一些 好半天 江炎氏慢慢地转着折扇 目光茫然地看着不知道哪里 声音滴滴地倒 阿爹是心疼五哥走的 大姑娘劝我 说儿女给了父母多少痛苦 就给了父母多少快乐 李夏看着神情茫然郑重的江炎氏 心里涌起了一股酸涩 江炎氏沉默片刻 看着李夏 似有似无地 欠身垂了垂头 你五哥的事 对不起 五哥的事怎么能怪你呢 要怪 也只能怪我 怪我们 我和五哥 你 还有王爷 很多人 大家选了这条路 九死一生 生和死 都是怪不得旁人的 李夏慢慢地叹了口气 他们自己选的路 自己要承担 这样的话 阿娘也说过 两人沉默良久 江炎氏的语调微微上扬 仿佛要把他和李夏之间的沉闷 挑起来抛出去 是我闹着 要从四名山的庄子里出去读书时 阿娘说 我要是走进江家 就是走上了擂台 上了擂台 就要愿赌服输 殊死 迎生 江炎氏的话顿住 片刻笑起来 摊着手 舅舅说得对 我是江家人 从骨子里救世 我当时跟阿娘说 这很公道 我就喜欢这样 我要杀了他们 傻光 江炎氏一边说一边笑 就是现在 我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好 人活着 不是为了活得长 是不是 我从四名山里走出来 走进京城 遇到太子 后来又遇到你 十四五岁就开始手握江家 后来更是手握重拳 调度过整个帝国的前两 从容自若 从未时期 谋过腻 这一生虽然不长 却热闹精彩 我觉得这样很好 不是为了活得长这样的话 柏桥也说过 李夏笑起来 你把柏桥 拉拢过去了吗 江炎氏突然问了一句 李夏摇头 没有 顿了顿 李夏眉梢微挑 带着几分戏谑地 看着江炎氏 博家的事 说起来要托你姑母的福 你姑母当初要趁着 柏丁宁一家南下赋任时 截杀博家父子 这桩事 偏巧让郭盛遇上了 算是救过博家父子 从此有了交往 李夏的话顿住 看着江炎氏 话里有话的道 博桥已经上折子请辞 都指挥使一职了 姑母过于暴躁了 当时我跟姑母说过 伯家联姻苏家 不一定就是联手苏家 还得看一看 确实不是联手苏家 伯家极疼孩子 联姻苏家 不过就是因为伯月 爱慕苏彦 仅此而已 李夏想着已死的伯月 和出家的苏彦 滴滴地叹了口气 在江家 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 所以 姑母想不到 我想到了 却觉得可笑 大家联姻 要考虑的因素极多 只是没有你情我爱 江炎氏的话 说到一半 沉默下来 好一会儿 怅然地倒 那一年上元节隔天 我跟阿娘说 当初我从四名山里走出来 走进江家 是我做得最对的一件事 因为那时 我就能决定我的婚姻 我想娶谁 江炎氏 怅然失笑 还是没能娶回来 李夏看着他 片刻移开了目光 看向湖中 悠然摇曳的荷叶 古家是怎么回事 江炎氏声调微挑 划断了刚才的话题 古家啊 李夏抿嘴笑起来 娘娘说过一回 说江家心贵乍起 知道的太少 江炎氏高挑着眉毛 哈了一声 拱了拱手 愿闻其想 古家是怎么兴起的 你总听说过吧 李夏看着江炎氏笑道 因为出了一位文曲星 是因为古家 养大了先李太后 这文曲星 是在先李太后手里 陷于世人面前的 有爷使说 古状元那三首小词 是先李太后的手笔 长商王府收着 先古太夫人的一本手渣 里面提过这三首小词 说这三首小词 是先李太后 对古家最大的馈赠 江炎氏听得眉梢羔羊 折扇拍着手掌 有意思 你接着说 古家大约也是知道一些的 这百余年 古家一直严守 先李太后定下的家规 从不和皇家联姻 可是古家的家规 除了先李太后定下的 还有一条 历代只在家主之间 口耳相传 这一条 是严太夫人定下的 李夏的话遁住 看着挑眉事宜她赶紧说的江炎氏 鸣嘴笑道 严太夫人交代 若有夏里镇李家姑娘欲燃指地位 古家可围棋 马首是瞻 江炎氏的两根眉毛飞起又落下 哈了一声 随即摇头而笑 真有意思 简直是荒唐 有意思 那位先李太后 真是有那么神奇吗 我读过很多她的小传 过于神奇了 我倒是觉得 先李太后真正神奇之处 世人并不知晓 李夏笑眯眯地看着江炎氏 江炎氏迎着李夏的目光 能让你这么说 想来是我浅薄了 这位严太夫人也有意思 只从这句交代来看 就不是个安分的 她对夏里镇李家姑娘 过于迷信 江炎氏话没说完就笑起来 一边笑一边摇头 是我又犯了蠢 不是过于迷信 而是太有先见之名了 你是本朝第一位 燃首皇位的李家姑娘 忠兄弟己 平稳至此 真是 这位严太夫人了不起 那陆家呢 先正太后生前 身边有一位陆将军 后来陆一进京 跟在金太后的身边 这又是什么家规 感谢您收听喜马拉雅出品 闲听落花最新大作 圣华 叔叔欢迎您点赞评论打赏 更多精彩内容 尽在喜马拉雅 四百一十一章 落花如雪 二 嗯 陆家先祖是高祖的师兄 听说脾气和性情都十分的古怪 当年高祖带着先李太后避走南边 陆家的这位先祖奉命留下 助太祖成就大事 如听宫里的内侍卫 就是陆家这位先祖 奉了先李太后的吩咐 一手打造出来的 内侍卫只卫护皇上一人 只卫护 于事不做 将也是一个正审 于事不做 嗯 那位崔太监跟在皇上身边几十年 你见他做过别的事吗 皇上承受祖训 还没开过指使内侍卫 做其他事的先例 内侍卫首领 师徒相授 皇上可以不同意 却不能指派 他也没办法指派 内侍卫训练新人的法子 诸多规矩讲究 只有内侍卫最清楚 我也不是很清楚 这些规矩讲究 从陆家那位先祖定下来 直到今天 几乎没有变动 内侍卫训练新人的法子 和陆家训练子弟的法子 一脉相承 当初先正太后身边那位陆爷死后 他带进京城的护卫 有不少补尽了内侍卫 江爷氏 眼睛微微眯起 似有似无地叹了口气 崔太监没有辜负你 李夏听到了江爷氏的那声叹气 笑着解释了一句 可是他坏了规矩 坏了规矩就能杀了 陆家那位先祖 后来奉先李太后的吩咐 退居南边 替成家和白家接掌南方诸步 卫护帝国南端 除了这个 陆家还领着一份差事 卫护后卫之人 江爷氏眉头微醋 有几分不解地看向李夏 陆家的每一代家主 接家主之位后 就要到京城辅助皇后 或是太后 一旦辅助 终这位家主一生 整个陆家都对齐忠贞不二 李夏解释道 可是陆一到京城时 皇后是姑母 江爷氏飞快地道 可是还有金娘娘啊 都是游子之后 陆家可择其一而辅助 择谁全看陆将军自己的心意 李夏顿了顿 眼睛微眯又疏开 陆将军的大伯 辅助先正太后几十年 在先正太后病死前一天 被先正太后镇杀 我懂了 江爷氏长叹了一口气 都是孽宅 嗯 到现在 该还的都还了 江爷氏微微眯眼 想了想 笑起来 你这么说呀 我觉得好多了 你也债太多 须怪不得我也 是 李夏也笑起来 那这规矩 也是先李太后定下的 江爷氏兴致盎然 是 李夏点头 了不起 江爷氏啪啪地拍着折扇 怪不得 你这样推崇这位先李太后 了不起 你说得对 相比之下 江家确实根基浅薄 过于狂妄了 倒是不能这么说 江家能在短短几十年内崛起 很不简单 哦对了 我带了些好茶还有酒 有些渴了 你要茶还是酒 郭盛期的茶也很过得去 李夏看着江爷氏问道 哦 是我失礼了 江爷氏坐职 招手叫封宴 正巧 今天刚刚让人回府 取了些四明山的新茶过来 我七茶给你喝 怎么样 好啊 求之不得 李夏笑应了一句 心里一阵酸痛 眼泪差点涌出来 江爷氏干脆吩咐枫叶 抬走紧榻和椅子 在亭子前铺上厚厚的席垫 摆上茶桌 江爷氏端坐在茶桌后 备茶 碾茶 李夏盘膝坐在茶桌一侧 微微侧头 看着七茶的江爷氏 听说你大伯娘最爱牡丹 江爷氏一边碾着茶 一边和李夏说着闲话 嗯 我阿娘也喜欢牡丹 我刚会走路的时候 就常常跟着阿娘从山庄的后面 穿过牡丹丛往茶园里去 茶树之间 但凡有些空隙的地方都种着牡丹 牡丹在京城极好养 在四明山却很难养 不过茶园里的牡丹 每一株都很好 采春茶的时候 牡丹盛开 阿娘就带着我看茶园的女子采茶 一看就是半天 阿娘说喝茶的时候 一想到这茶是那些欢快的女孩子 在牡丹花丛中采下来的 这花就有了牡丹花的香味 江爷氏语调轻快 嗯 我好像闻到了牡丹花的香味了 李夏轻轻地抽了抽鼻子 今年这茶呀 花香确实比往年浓郁 很不错 你尝尝 江爷氏吸了一杯茶 推到李夏的面前 李夏端起杯子 闻着茶香轻轻地吹了吹 慢慢戳了一口 享受地眯起了眼 江爷氏不错眼地看着李夏 看着他一脸享受地眯起眼 笑着移开目光 微微垂头 脸上的笑容有几分凝色 这茶他是最后一次漆 而他是最后一次品了 去移山看过雪吗 江爷氏再抬起头 脸上的凝色已经消失不见 雨调轻快依旧 没有 我在恒山县的时候 看过一回西湖的雪 比水墨画还好看 移山的雪也像西湖的雪吗 李夏抿着茶笑问道 西湖我去过 雪 江爷氏侧着头想了想 我能想象得出 那样的山水树木 落上一层雪 确实极美 婉约清秀的美 移山的雪不一样 移山的雪是苍凉枯寂的美 你肯定喜欢 别人嘛就不一定了 不过 你以后怕是难有机会去看移山的雪了 是啊 以后就不能再像从前那样 到处逛 到处玩了 李夏叹了口气 阿夏 你当初要嫁给秦王 是因为这份黄泉吗 江爷氏突然问道 不是 李夏摇头 沉默了片刻 才接着道 那时候 我就觉得 我要是不嫁给王爷 他就要死了 一想到他要死 我就难过得透不过气来 那 你没选过我吗 半啥 江爷氏悠悠地问道 没有 好一会儿 李夏看了一眼江炎氏 垂眼答道 江炎氏 长长地叹了口气 阿夏 你这么说 我有点难过 李夏捶着眼帘 慢慢地喝完了一杯茶 江炎氏也喝完了杯中茶 放下杯子 看着李夏问道 你什么时候进宫 日子已经定下了吗 嗯 后天吧 又说回到这些无聊的事上了 江炎氏 贪手苦笑 说到这儿 有几件小事 想托付给你 也只有你能托付了 李夏微微欠身 示意着他说 法云寺的那个傻和尚 你替我照应一二 其实 我不怎么喜欢他养的牡丹 太降气 远不如四明山里 茶树下那些自由自在的牡丹好 好 还有些跟了我不少年的 江炎氏的话 顿了一会儿 才接着道 可怜人 活着就是为了死 早就没有了名字 我死后 这些人就交给你了 随你安置 能善待他们 最好 李夏沉默片刻 点头 好 江炎氏微微仰头 看着湖面 和清冷的月光 好一会儿 有几分自私的笑道 没有了 要托付的 竟然只有这两件小事 你的身后事 交给 枫叶吗 李夏看了一眼 垂手站在亭子外的枫叶 好 江炎氏答得极其干脆 多谢你 神鬼之道 是有的 李夏看着江炎氏 话说得轻而慢 人 是有三魂五魄的 生死 也许就是一场奇遇的开始 照你这么说 那人 那人也该是有前世 和来世了 江炎氏 不知道想到什么 笑起来 片刻 笑容顿重 神情严肃地 看着李夏 上身微微前倾 阿翔 如果有来世 你嫁给我 好不好 好 李夏迎着江炎氏的目光 达得快而干脆 江炎氏顿时眉梢飞扬 愉快地哈了一声 我简直有些迫不及待了 李夏看着他 片刻 移开了目光 什么时辰了 江炎氏看向枫叶问道 陰众 枫叶话没说完 喉咙梗住 我不想再看一回日出了 江炎氏淡然地看着李夏 微笑道 好 让他们把香汤送到 李夏站起来 话没说完 就被江炎氏白手打断 不用 就这样 在这里 江炎氏指着衣经 这儿到处都是你的气息 就这样走 最好 来世 好让你能认出我来 我 自然是能认得出你的 好 李夏的喉咙猛地梗住 片刻才说出话来 那我走了 希望你跟我一样 有个来世 希望来世 是你的来世 多谢 江炎氏 理了理衣服 端正做好 仰头看着李夏 笑容明朗 李夏看着他 往前一步 弯下腰 在他的额头上 轻轻地吻了一下 直起身 转身往前 头也不回地走了 江炎氏不错眼地 看着李夏的背影 直到李夏走得看不见了 才调转目光 看向郭盛 郭盛 紧屈几步进了亭子 微微欠身 能使后公子上路 是圣的荣幸 得你送走 我也很高兴 江炎氏微笑着 看着郭盛伸出手 郭盛从手里 那只极小的蹄盒里 端出了一杯酒 放下蹄盒 将酒双手奉给江炎氏 李夏脚步极快 出了庆安宫 路易站在庆安宫的门外 秦王从大车旁的 阴影中闪身出来 李夏微一正神 往前两步 扑进了秦王的怀里 车链掀起 秦王扶着李夏上了车 自己紧跟上去 李夏紧紧地 挨在秦王身边 挪了挪 挤进了他的怀里 头抵在秦王胸前 秦王伸手拦住他 车子晃了几下 缓缓前行 李夏拉着秦王的衣服 往下躺着 李夏 一点一点地蜷缩起来 挤在秦王的怀里 闭上了眼 车子走得很慢 很稳 缓缓地进了秦王府 天色已经大亮 路易走到车边 仙怜儿看了一眼 放下帘子 是一小丝牵走马 副手站在那面 爬满了薔薇花的女墙前 和开得繁盛无比的 薔薇花一起默然地 看着安静的大车 一阵风过 吹得薔薇花瓣漫天飞舞 缓缓地落在车上 地上 玉腔上的娇艳繁声 转眼落尽 止于了满墙的轻绿 薔薇花瓣 一层一层地落在车上 地上 如雪一般 感谢您收听 闲听落花大作 圣华 多奖 舒舒 后期制作 舒舒 欢迎您点赞评论打赏 更多精彩内容 尽在喜马拉雅 四百一十二章 你和我 薄乔眼圈微暗 精神倒还好 人却像瘦了一圈一般 一张脸紧绷着 纵马冲到 郭盛的那间小院前 跳下马 一脚踹开了院门 回身将鞭子扔给小丝 冲进院门又顿住 转身关上院门 这才盯着正坐在廊下 和富贵盈贵 一起吃着早饭的郭盛 直扑上去 郭盛正端着一碗 小米粥呼呼地喝着 急忙丢下碗 就要往后面跑 却被富贵伸腿绊住 老大 缩头一刀 伸头也是一刀 这话可是你说的 富贵这话 说到缩头一刀 薄乔已经扑上来 揪住了被绊住的郭盛 银贵张着胳膊 弯着腰 护在那满满一桌子的早饭上 薄乔一把揪住郭盛 把他拖下台阶 拖到院子里 挥拳就揍 郭盛并不还手 只举着胳膊护着头领 拼命躲闪 小将军有话好好说 君子动口不动手 动手也不能下重手 哎呦 哎呦 您轻点 小将军 有话好好说嘛 犯不着 您说是不是啊 我是说跟我计较 我一个老江湖 哎 轻点 轻点 哎 一把老骨头了 哎呦 富贵还不过来到外面 赢过来到 哎呦 我的脸 薄乔挫着牙 连拳带脚 不分招式 只管轮王八拳 富贵和银贵 一边吃着包子 一边看 一边嘖嘖 老大有好些年头 白挨过揍了 富贵不知道想到什么 一脸怀念 薄乔将军 这力道不行啊 银贵摇头 一看就是个 不会打这种架的 这招啊 得揪头发 不然使不上劲 要轮挥拳头打人 还得说小胡 那是真狠 富贵喝了一口辣汤 扎着嘴 金贵也行 几拳就能打死一个 薄小将军 这个可不行 这贵人打架呀 手里都得有家伙神 一没家伙神就眠了 不像咱们 只能轮拳头 这拳头啊 就好使 银贵一脸遗憾 贵人讲 就 你看看 一下都没往脸上招呼 要是咱们的 头一招就是疯眼 两拳打出一对无情眼 再一拳打落半嘴的牙 富贵嘖嘖有声 更加遗憾 银贵正夹向一只 小笼包的手一致 斜了富贵一眼 老大的耳朵可好使着呢 听到了呀 指定收拾你 富贵黑黑的笑了几声 挪了挪 不看了 一边吃着汤包 一边哼起了小曲 薄小打得气喘吁吁 才往后裂窃了几步停下 双手扶着膝盖 急促的喘着粗气 郭胜呲牙裂嘴的吸着气 慢慢的放下胳膊 再慢慢往后扶在腰上 一脸痛苦的转了两下腰 转头瞪着一脸笑 还在看热闹的富贵和银贵 瞧你们这一脸傻馅 还不赶紧扶博小将军 坐下歇歇 博乔瞪着锅盛 片刻长叹了一声 吹下头 抬手按在跑过来的极快 态度殷勤恭敬的 出奇的富贵肩上 坐到廊下的椅子上 银贵手脚利落的出奇 简直就是一挥手 就扔走了满桌子的汤水早点 先沏了一壶茶送上来 腰弯的不能再弯了 看着博乔一脸的恭敬讨好 小将军早饭吃了没有啊 小的记得小将军最喜欢吃老马家的羊肉汤包 刚让人去买了 哎 来了 小将军累着了啊 多吃点多吃点啊 郭胜良这手扶在腰上 一步一步的挪到廊下 在柏桥的对面坐下 一张脸拧成了一团 一幅痛得不能再痛的样子 小将军的功夫 剑长得厉害啊 哎呦 这下手 太狠了 旁边脚门 有人送了几笼刚出锅的羊肉汤包过来 还有一脖子温热正好的小米粥 富贵和盈贵两个人围着柏桥 盛了小米粥 送陈醋碟子 捧上筷子 成了 好了 锅上示意盈贵给他也盛一碗小米粥 他刚才那碗还没来得及喝 全洒了 柏桥冷着脸嗡了一声 筷子伸向羊肉汤包 一只手端起醋碟子 一只接一只地吃起来 吃了一笼 端起碗 一口气喝了半碗小米粥 接着再吃 郭盛慢慢地戳着他那碗小米粥 看着柏桥一口气吃了三四龙的羊肉汤包 喝了两大碗小米粥 柏桥吃好了 放下筷子 结果富贵递上来的热帕子 一把按在脸上 片刻将帕子扔给了富贵 郭盛使了个眼色 富贵和盈贵撤下碗筷 吸了茶端上来 两人往脚门进去了 真没想到 就是反患于未然 谁知道成了真 郭盛看着柏桥认真地解释道 柏桥提起胡 自己给自己倒了一杯茶 端在手里却没喝 好一会儿 叹了口气 那天看你揣着那根三棱锥 我就该想到的 那是杀人的东西 有个内侍为反水 是你的人吗 那是陆将军大伯当年带进京城的陆家护卫 叫傅平 陆将军已经让人送他回南了 郭盛答得干脆而详细 柏桥脸上说不出来什么表情 好一会儿长叹了一口气 我想到了 向前人余音成前人的余孽 哎 当年先政太后替先皇求娶金娘娘时 和伯将军的大伯一起是立了死事的 他死后陆将军大伯将效忠金娘娘 后来的事你比我清楚 先政太后死时 怎么敢把陆家叫到金娘娘的手里 偏偏陆家又极有脾气 他可以言而无信 陆家却从来不做言而无信的事 所以他只好杀了陆将军的大伯 这是枉杀 坏了规矩 陆家 从陆家人到陆家的护卫 都是有脾气的 陆将军说过 要是金娘娘没生下王爷 陆家人从此就不再进京城了 柏桥低着头 没说话 好半天抬头看着郭胜 开国几大世家都是有脾气的 我已经上了折子 请辞御前侍卫都指挥使一职 嗯 这话呀 王妃说过 说你虽然无措 也必定自责 听王爷的意思 像是准备调官权回京 接任都指挥使 你去接官权 郭胜也倒了一杯茶 往后靠了一下 列着嘴儿轻轻地吸了几口气 坐直 敏茶 波桥看着郭胜 我请辞都指挥使一职 不是自责 是已经有所偏颇 你找到我 也是知道我必定会有所偏颇 以前是 以后必定也是 我再做这个都指挥使 御前侍卫 就算不在王妃手里 也是对王妃敞开的 这不合适 即便帝后真正一体 也不合适 这坏了规矩 郭胜捶着眼皮 嗯了一声 调官权任都指挥使 而不是陆将军 这必定不是王爷的意思 这是王妃的意思吧 波桥看着郭胜 接着道 郭胜没说话 脸色却有点沉 波桥瞄着他 看了好一会儿 王妃姓李 出自夏里镇 这就足够了 你不必担心 本朝开国以来 出自夏里镇李家的皇后 指此一个 太后 只有太祖母亲 先李太后一个 王爷是极聪明的 这一带的帝后 没什么好担心的 这是阿爹的话 郭胜听得高挑着眉 波桥看着他 耸了耸肩 站起来 我走了 打你一顿 是打你存了心骗我 是不得已 郭胜跟在后面 将脖桥送出了院门 艳阳高高升起 郭胜从隐蔽前 大步进来 一眼看到 副手而立的陆仪 和那辆大车 一个正审 忙垫起脚 一只手撩起长衫 几步走到陆仪的身边 指了指大车 陆仪点了一下头 郭胜无声地叹了口气 放下长衫 也背着手 和陆仪并排站着 又等了两刻来钟 车辆掀起 郭胜比陆仪快了一步 冲前接过帘子 高高地掀起 陆仪紧跟上前 伸出胳膊 秦王搭了一下陆仪伸出的胳膊 跳下车 回身抱下李夏 李夏头发有些凌乱 秦王仔细地 替他隆起几缕掉落的头发 低头看着他的脸色 陆仪揪了锅胜一把 两人垫脚往后 退到隐蔽的另一边 斜看着大门的方向 李夏仰头看着秦王 张嘴想说话 话没出口 眼泪流下来 我也很难过 秦王用力地抱了抱李夏 卓妍说过好些回 和乙心内战 要不是江炎氏调度前两 官权和他 要艰难不知道多少 也许要多拖延三年两年的 小谷已经哭过好几回了 我知道你的难过 我也一样 以后就好了 要是再有江炎氏 他们不会再陷入泥浪 他们会斩尽才华 自以量力 咱们一起 你和我 好 李夏喉咙哽咽 片刻深吸了一口气 看着秦王 你怎么出来了 你不该出来的 昨天一听说 我不放心你 京城现在很安稳 咱们进去吧 让他们 侍候你沐浴 再好好地睡一觉 秦王替李夏拢了拢头发 我没事了 你回去吧 正是忙的时候呢 李夏拉着秦王的衣袖 抹去了眼泪 我再陪你一会儿 秦王说着 揽着李夏 往紧挨着二门的书房院子过去 路易招手较尽销炼 吩咐他另备一辆车 和郭胜并肩站在月亮门外 看着滴滴说着话 往书房院子过去的秦王和李夏 看着两人进了院门 路易转头看着郭胜道 薄小将军打算大典之后 隔天一早就启程北上 今天晚上吧 就在我府上 给他践行 好 郭胜干脆答应 这一天大家都很忙 直到人定前一两刻钟 郭胜才提着两摊子酒 大步进了陆府的那间空院 金卓妍和阮石七已经到了 正对面坐着说闲话 见郭胜进来 金卓妍和阮石七一起转头看向郭胜 郭胜一个转身 顺着两人的目光往外看 院门口 路易陪着博桥一起迈进了院门 金卓妍和阮石七一起站起来 迎下台阶 不敢当 波桥忙拱手团团见礼 今天你是主客 阮石七让到旁边 侧身往里让着波桥 廊下还是一样的红泥炉旧主椅 波桥先挑了把椅子坐下 摇了两下 看着路易笑道 这样的椅子 我让人找了几把带上了 说来也怪 如今我看到久 就觉得应该有把花生 还得有个红泥小炉 这椅子坐上去 摇一摇要是不响 也觉得不对劲 你这是被老郭荼毒了 阮石七将椅子往后靠得一阵鸡嘎乱响 指着博桥一脸痛惜 这破椅子就算了 这酒和花生啊 真是绝配 金卓炎拉开一个红布袋子 将里面的花生一把一把的抓到红泥炉的四周 我倒觉得这椅子跟老郭呀 是绝配 阮石七又摇了两下椅子 突然想起了什么来 扭头看着倒好酒放好姜丝 正拎着放到红泥炉上的路易 差点忘了 我这趟来啊 是有件要紧的大事 老陆 你那天把万圣门内踢了个稀烂 我替你收拾烂摊子 整整花了两万银子 你什么时候把银子还给我呀 是我让你去收拾烂摊子的 谁让你去的 你应该找谁要银子吧 路易看着阮石七 惊讶地问道 瞧你这话说的 不管谁让我去的 总之收拾的是你的烂摊子 对不对 你的烂摊子就是你的事 老陆 咱可不能这么做人 两万银子呢 我觉得陆将军说的对 谁让你去收拾这烂摊子的 你应该找谁要银子 君丑岩用折扇捅了捅阮石七 一脸的笑 这银子确实该找 波桥的话说到一半 后面的咽了回去 难道这银子要不回来 不会吧 不是要不回来啊 是他不敢 郭胜不客气地接了一句 哎 瞧你这话说的 这跟敢不敢 哪搭得上 咱得讲理 是不是 这明明是老陆的烂摊子 当然得老陆出银子 得讲理 对不对 阮石七 义正词言 我瞧着王妃挺好的 不至于 可可你这点银子吧 波桥上身前倾 兴致盎然地看着阮石七 这不是苛扣不克扣的事 行了 算了算了 就我跟老陆这过命的交情 两万银子算什么 来来来 喝酒喝酒 阮石七大度地挥了一下手 把杯子伸到提着壶倒酒的 郭胜的面前 郭胜给他倒了酒 阮石七抿了一口 品了品 舒服地叹了口气 哎呀 好酒啊 又抿了一口 看着郭胜突然笑道 嘿 听说你挨打了 难道你没挨过打呀 郭胜刚刚倒好一壶酒 正往里倒僵司 伯小将军真是温文尔雅 竟然没往你脸上招呼 阮石七仔细打量了一遍 嘖嘖有声 片刻一声长看 哎 我也想打人 嗯 路易转头看向阮石七 阮石七急忙摆手 不是你不是你 咱俩有过命的交情 那你想打谁 金浙岩上身前探的屁股 都不在椅子上了 几乎凑到阮石七的脸上 兴致的眉毛抖动 博桥也想到了什么 瞪着阮石七眉毛挑的飞起 郭胜写着阮石七 一脸的不善 你们 瞧瞧你们 都上哪儿去了 我能打谁 我家阎哥 不行啊 阮石七用力靠近椅子背里 看看你们 再怎么 我能跟一个女人动手 果然 金浙岩猛一拍椅子扶手 打断了阮石七的话 石七爷 这胆气啊 一如既往的气势如虹啊 敬你 波桥往后靠回椅背 一边笑 一边冲着阮石七举起杯子 这事儿 得跟王妃说一声 郭胜看向陆仪 拧着眉 很认真 嗯 陆仪点头 哎 哥几个 算我错了行吧 咱们兄弟也对吧 来来来 喝酒喝酒 小将军什么时候走啊 哎 我去送你 阮石七一脸笑 举着杯子 点头哈腰 四下碰杯 感谢您收听喜马拉雅出品 闲听洛花最新大作 圣华 叔叔欢迎您点赞评论打赏 更多精彩内容 尽在喜马拉雅 四百一十三章 远行 博乔笑得不停地拍着椅子扶手 金卓妍不知道想到什么 笑得声音都变了 路易举杯 和阮石器重重地碰了一下 放心吧 王妃不会怎么招你 郭胜大笑出声 可不是吗 从不伤情动骨 这事儿要拜托你啊 要是再有热闹 一定要赶紧写信告诉我 越详细越好 八百岭极地 博乔和郭上举杯笑道 王妃当年带着那帮小丫头打女婿啊 回回都是新花样 一次重样的也没有 这几年打来打去 都是王妃那几招 不好看了 哎 对了 你要把男子带上 阮石器坐回去 看着博乔 微微醋眉问道 嗯 博家子弟 该在战场上找到 再说 我这一去 王爷说了 至少十年 南京 得跟在我身边 博乔说到至少十年 举杯冲着众人致议 你还打不打算 求外任了 金周炎看着阮石器问道 暂时没办法打算了 阮石器叹了口气 毛毛毛 毛毛他外婆呀 一直病着 毛毛他娘恨不得 住回娘家去 以后再说吧 院子里一下子沉静下来 江炎市的后事 是你打理的 好一会儿 博乔打断了陈记 看着郭胜 问道 郭胜冲着陆仪 挪了挪嘴 他身边有个叫枫叶的小厮 打理得很妥当 葬在了独乐岗的后山 说是他自己生前挑好的地方 没起坟头 他给自己准备的是一副杂木的博冠 我让人挑了一副金丝南木棺谷 那副博冠配不上他 枫叶在婆台寺落了放 路易声音低沉 片刻滴滴地叹了口气 走前我去看他一趟 半赏 博乔低声地道 我过一阵子再去 小谷送他出城 看着他落得躁 郡卓颜长叹的口气 王爷很难过 说江炎是这样的才能人品 不该这样陨落了 这个世上陨落的天才多了 以前有 现在有 以后一样有 不过希望能少一些 少一个也行 郭盛举几杯子 往天上举了举 也不知道要敬谁 不说这个了 对了 有件事 王妃让我关照你一声 我有个师傅 早三四十年前就到了北地 行医 也做些生意 做做萨满什么的 你见了关大帅 跟他说 你要见见白大虎 陆仪看着柏桥微笑道 柏桥没烧扬起 关大帅是你师兄 这是你们陆家的人手 是 卓颜和关师兄 已以心内战 多亏了他们 王妃还让我交代你 这些都是他的私人 让你不到万不得已 不要动弄 更不能用习惯了 陆仪接着笑道 磐石啊 也想往北边走走 这也是王妃的意思 到底要怎么做 还没有章程 反正头一趟 不是磐石就是我 肯定要先走一趟 到时候去找你 郭盛接着道 好 柏桥一个好字 尾音上扬 阮世七挑挑拣拣的 吃着花生 看了看陆仪 再看看郭盛 目光最后落到 柏桥的身上 小桥啊 见柏桥怒目 阮世七改得极快 小将军 我是说小将军 咱们两家这亲事 我们博家的规矩 你又不是不知道 南角以后愿意嫁给你家 盈根 我没二话 柏桥答得快而干脆 阮世七一声长叹 哎 我真想让你把盈根啊 带上 陆仪一口酒喷了出来 东华门内 太子宫中 太子端坐在榻上 目无焦距地 看着漆黑的窗外 魏玉泽从里间出来 坐到太子的身边 默然看着他 福吉尔睡了 好半上 太子转头看着魏玉泽 温声地问道 嗯 刚才 魏玉泽一句话没能问全 就耿住了 大狼走了 天亮前走的 风眼 把他葬在了独落岗 太子声音凝瑟 魏玉泽神情一僵 眼泪慢慢地滑下来 看着太子张了张嘴 却没能说出话来 我也该走了 太子转过身 看着魏玉泽 大狼必定在等我 不能让他久等 我陪你 魏玉泽眼泪滚珠一般地滑落 不用 还有福吉尔呢 你们娘俩 想来 他是不会难为你们的 太子从魏玉泽的手里抽出帕子 替他释泪 我嫁给你那天就想过 生死与共 再说 咱们都走了 对福家更好 魏玉泽哽咽咽地几乎说不出话来 太子看着他 好伴上长长地叹了口气 魏相和魏家已经在庆贺新皇和新朝 魏玉泽和他确实走了更好 我让人 魏玉泽看着神情黯然的太子 拧过头想扬声叫人 却没能叫出来 到正顶去吧 别闯着福家 太子站起来 伸手拉起了魏玉泽 魏玉泽将手搭在太子手里 一起出了屋 沉沉睡着了的福家 被抱进秦王府时 李夏还没有歇下 站起来 看了看睡梦中 时不时弯一弯嘴角的福家 低头在他的额上吻了一下 吩咐胡影 请洪嬷嬷过来看这些 他带的孩子多 福家就烦劳他了 是 胡影垂手硬了 正要退下 李夏叫住他问道 江家定了什么时候行刑 明天午后 登基大典之后 顿了顿 胡影夺着李夏的意思 接着道 魏夫人明天一早出城 回四明山 嗯 叫端雁来 李夏吩咐道 天刚蒙蒙亮 缓缓 缓缓驶出东水门的一条大船 往岸边靠了靠 端雁挽着一个小包袱 上了船上伸下的跳板 脚步轻快地上了船 顺着船头侍卫的指示 进了船船船船船内 魏夫人形容哭稿 神情却十分安然 冷冷地看着仙连进来的端雁 看着端雁跪在地上 一丝不苟地磕了头 看着端雁站起来 婢子叫端雁 原是秦王妃身边的大丫头 端雁在屈膝浮了一里 眼皮微垂 恭敬禀报 至平十八年 婢子被人牙子贩卖至长远码头时 得过公子援手救助 婢子一直铭记在心 泼台伤后 端雁的话耿住 片刻才接着道 婢子就不在王妃身边当差了 婢居清修 喂 昨晚上 王妃吩咐婢子过来侍候夫人 王妃说 让婢子到夫人身边侍候 一来圆了婢子所愿 二来 有婢子在夫人身边 她也能放心不少 不至于辜负了公子的托付 微夫人嘴唇抖动 泪如雨下 李夏站在镜子前 对着镜子 看着身上一层一层穿上去的大礼服 这样隆重的大礼服 她穿过很多次 也烦躁过很多次 不过 这一次 李夏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有点走神 王爷的那一身礼服 应该比自己的 更加厚重约束吧 郭胜一身大红吉伏 站在秦王府的大门口 仰头看着李夏 一步一步地下了台阶 深吸了口气 慢慢吐出来 往前几步 紧跟在车侧 走在一排排 一架鲜亮的 御前示威的最立侧 缓步往宣德门过去 秦王的登基大典 足够隆重 却十分简洁 登基典礼后的 侧后大典 也同样 李夏走上大殿前 长长的台阶 进了殿内 行了科拜礼 举手过头 接过她的金色印章 起身站起 台眼看到端坐在 玉座上的秦王 如今的星皇 和他同时站起 在旁边 暂理内侍 恶然的目光下 几步下了台阶 向李夏伸出双手 呼应急忙上前一步 接过了李夏手里的 金色印章 头上的东西太多了 李夏往前一步 将两只手 递进了秦王手里 扯头动了一下 唉 幸好我忍住了 要不然一头扑上去啊 就要掉一地的猪翠了 我笑 秦王看着李夏 笑了片刻 才牵着她往后面走 还有很多的仪礼 不过咱们能歇小半个时辰 阿笑 我昨天晚上 把秦政殿的四周 走了一圈 咱们住在福宁宫好不好 那儿离秦政殿近 也宽敞 我到福宁宫看过一回了 虽说久无人均 打量的却十分精心 等大理好了 你去看看 要是你也觉得好 咱们就住在福宁宫 好 李夏仰头看着秦王 雨笑艳艳 福宁宫是太祖夫妇的居所 自太祖之后 就没有同居一处的地后 福宁宫就一直空下来 既然秦王觉得福宁宫好 那他也觉得很好 隔天的福宁宫里 霍老夫人和颜夫人 徐夫人坐在上手踏前的椅子上 神情平和地低声说着话 赵大奶奶紧挨着皇二奶奶 努力想演下那一丝丝 说不上来的恐慌 皇二奶奶神情郑重 遇见他爹还在大牢里 昨天江家的几乎满门抄斩 让他一夜噩梦 沈三奶奶站在皇二奶奶的另一边 却离得稍远 重重重地打量着四周 不知道有多少人恭喜他 可是他没觉得喜 只觉得他像是在做梦 他知道九景一直在做大事 他听霍老夫人和大伯娘的那些话里 那些沉重 他感觉到了一点点 可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 这大事竟是这样的大事 李文南和李文梅头抵着头 嘀嘀咕咕的不知道在说什么 李东和唐家瑞紧挨挨站着 嘀嘀地说着话 六奶奶朱氏站在唐家瑞的旁边 手指慢慢缠着帕子 神情重重 严格一进扶宁宫就乖巧地出奇 这会儿看着妹妹毛毛和李文山家的安吉尔 以及李文南家的如意 点之比一向小大人一般的李章衡 还要懂事稳妥 李章衡却不怎么放心地一直看着颜格 颜格则和安吉尔翻着绳 还不时看一眼一起翻绳的如意和毛毛 时不时盯住毛毛一举 让着妹妹 兄长的风凡好得无可挑剔 娘娘来了 势力在店门口的天青 微微欠身和店内的猪人通传 严夫人忙扶着霍老夫人站起来 徐夫人也跟着站起来 李下抱着扶者进来 进门看到冲上前的毛毛和如意 以及两人后面 一只手拉着颜格 一只手拉着安吉尔 规矩无比地 向他见礼的李章衡 蹲下放下扶紧和扶紧笑道 这是李家哥哥 这是阮家哥哥 这是毛毛姐姐 这个是如意姐姐 这是安姐姐 横格 颜格 这是扶紧 也是妹妹 带妹妹去玩吧 毛毛和如意本来就冲在最前面 一左一右地冲上前 一人一只手抓住了扶紧 你是谁家的 我以前怎么没见过你 你没来练功吗 毛毛的手还没抓到扶紧 一连串的话已经问出来了 扶紧大瞪着眼睛看着毛毛 像看怪物一般 小姨抱来的 还能是谁家的 当然是小姨家的了 扶紧乖啊 吃糖不 烟格一步挤上前 在毛毛的额头上弹了一下 从荷包里摸了一块糖出来 送到扶紧的面前 他这糖不好吃 妹妹不吃 妹妹你几岁了 咱们俩一样高 如意不是拉着扶紧 而是抱着他 一只手伸直 也就能够到两人的头顶 如意你笑着妹妹了 这个妹妹好 这个妹妹多乖呀 安姐从扶紧的前面 一把抱住扶紧 弩得脸通红 也没能把扶紧抱起来 李夏看着扶紧 见他因惊奇而眼花缭乱 再被安姐抱得 咯了一声笑出来 看着几个孩子 你推我拉 缩到一张椅子的后面 毛毛一边偷描着李夏 一边偷偷摸摸地 塞了个什么东西给扶紧 李夏一开目光 但没看见 霍老夫人见几个孩子 眨眼就玩到一块去了 轻轻地输了口气 这是那位郡主 徐夫人含糊地问了一句 严夫人嗯了一声 轻轻地拍了拍她 示意她不要再问 太外婆这几天歇得可好 李夏先问霍老夫人 微微欠声 好能有什么大事 霍老夫人欠声 酒井啊好像瘦了不少 这几天太累了 没怎么吃好 李夏答得直接 再看向严夫人和徐夫人 大伯娘别多担心 不会有什么大事的 阿娘这几天好些没有 早上太医院送了卖案过来 看着比前一阵子好了些 严夫人神情一松 随即微微有些黯然 没有大事 那老二的命是保住了 只是没有大事 老二的前程 哎 自己不是一直起愿 能保住命就行吗 这会儿如了愿 就不该再贪心 当初要不是贪心 哪来的今天这样的祸端呢 这几天那是好多了 哎 你姐姐一直劝我 生死有命都是命数 我呀 也想开了 徐夫人说着想开了 却抹起了眼泪 赵大奶奶看着和平时 穿着打扮没什么两样的理下 却觉得她和从前完全不一样了 一言一行之中 透着不可违逆的威严 甚至还有一丝丝的杀气 或者 她从前也是这样的 只是自己眼镯 直到今天才看出来 更多精彩内容 尽在喜马拉雅 414章 姐妹 皇二奶奶的目光 不停地在李夏和严夫人之间跳动 却哪都不敢看实 来前 严严严叮嘱过她 不许多说一个字 其实不用严夫人叮嘱 她也不敢 她知道的略多一点 对这位从前的酒井 如今高高在上的皇后 她的怕 是从骨子里怕出来的 沈三奶奶从恍惚中恍过了沈 突然跪在地上 从李夏磕起了头 赵大奶奶一个正审 急忙跟着跪下 她昏头了 老夫人和夫人她们 不用磕头见礼 她怎么也直挺挺地站着 都起来 李夏在沈三奶奶突然跪下时 就已经一步上前 伸手去扶她 大嫂别跟着添乱 三嫂的心意我知道 三嫂起来吧 不用谢我 要谢也该谢你自己 人必自住 才得人住 是 沈三奶奶站起来 一个世子满是哽咽 舅母呢 李夏将沈三奶奶 扶到皇二奶奶的旁边 示意皇二奶奶照应一二 看了一圈 笑道 在外头呢 徐夫人打道 你太外婆说 她的礼数学不出来 就不许她进来 她呀 没耐心 总是忘了这个 忘了那个 一趟大骊走下来呀 就没记全过 跟舅母不能计较这些 连我都常常忘了这个 忘了那个的 天青 去请舅母进来 李夏失笑 赶紧吩咐天青 天青一边笑一边应了 也不吩咐别人 急不出去请江上文 江上文进来 没敢看霍老夫人 先冲着李夏屈膝见礼 屈到一半又顿住 看向霍老夫人 该磕头 舅母随意 李夏笑起来 伸手拉过江上文 舅舅这几天 没事吧 别的事没有 就是天天念叨 说指定要开恩科 她到底是考 还是不考 江上文实话直说 那还怎么考 她学问那么好 谁敢不点她做状元 徐夫人随口接道 这学问好的人 天下多的是 换个这学问 可算不上好 霍老夫人急忙接话道 这事儿 舅母跟舅舅好好商量吧 这是舅舅自己的事 李夏看着江上文 笑了一句 转头看着严夫人道 昨天晚上听皇上说 吏部要委一位新尚书 各地官员 该动的 只怕都要动一动了 四哥在这一任上 做得极好 皇上想调他回京城 做一任 严夫人想笑 眼眶却一热 皇上昨天看赴税历考 看到半夜 说是越看越惊心 帝国外表光鲜 其实内里千疮百孔 只怕要艰难好一阵子 四哥回来 还不知道怎么辛苦呢 李夏接着笑道 严夫人没说话 却冲着李夏屈膝下去 李夏和众人说了一会儿话 严夫人就和霍老夫人 使了个眼色 拉了拉许夫人 起声告退 李夏没多留 起声往外送诸人 叫住唐家瑞 以及李文南和李文梅 五嫂留一留 有几句话问你 三位姐姐也留一留 四人站住 天青掀起帘子 李夏看着霍老夫人等人 出了垂花门 才让着唐家瑞三人坐下 看着唐家瑞 直截了当地道 阿娘刚才的话 你都听到了 是 唐家瑞点头 他知道他说的是那句 谁敢不点徐焕 做状元的事 李东神情威临 隐隐有几分精据 这些天 他天天被阮石漆 耳提面命 你妹妹如今不比从前 她现在是皇后了 不光母仪天下 她跟半个皇上差不多 你别拿她指当 你那个小妹妹看 跟她一定要先国礼 再家里 最好没有家里 阿娘心思单纯 读书少 见识少 又是个不使心的 往后你多操心 挑几个妥当人 到阿娘身边侍候 家里的事 你当家做主 特别是几个孩子的教导上 顿了顿 李夏神情微冷 要是有人居心不良 想从阿娘这儿 做什么够的 你告诉我 或是告诉我不便的 和梅姐说也行 是 是 唐家瑞和李文梅 同时答应 软锦鱼必定跟你说了不少浑账话 李夏看着脸色微白的李东 李东一个正神 必定是说什么国礼家里 让你牢记国礼 或许还有什么 就当你那个妹妹死了 现在这个就是个皇后 让你别当妹妹看 是这样吧 李夏看着一脸意外惊讶的李东 李文南想笑又急忙抿住 李东 哎了一声 点头 啊 毛毛他爹 没说死了 就是说跟从前不一样了 是说了国礼家里的 你告诉他 让他管好自己就行 我的姐姐 我是要护一辈子的 用不着他乱操这个心 再胡说八道 别怪我不客气 哼 李夏 哼了一声 李东嗡了一声 眼圈微红 李文南和李文梅 互相看了一眼 敏着嘴笑 你回去 让唐家贤问一问 他那个嗡嗡 身体如何 皇上有意想让他主持恩科 在秋为之后吧 李夏看着李文南道 好 李文南干脆答应 听说老夫人要往北边领兵 李夏再看向李文梅 眉头微醋 哎 李文梅顿时苦了脸 我和大姑娘啊 劝得嘴都干了 还有二郎 二郎把笔墨都藏起来了 他怎么还是写了折子 他都八十了 他没写折子 他等到皇上散朝 揪着皇上不放 说他至少还能再打上十年的仗 李夏慢悠悠地道 啊 李文梅眼睛都瞪大了 还能再打十年仗 皇上让我给他找点事做 正好 博乔去了北边 博书密要清理整顿军务 他家那个小武堂 一时没人看着 你看 是让他去看着这个小武堂 还是让他去京畿大营当教头 李夏看着李文梅 接着问道 李文梅有点拿不准 看向李文南 又看向唐家瑞和李东 去看着小武堂吧 唐家瑞道 京畿大营得整天往城外跑 老祖宗那么大年纪 说不定他还要骑马 在京畿大营要是在兴头上来 上马要打几场 我看呢 还是开小武堂好 嗯 那就小武堂吧 李文梅一边听一边点头 唐家瑞说完 李文梅立刻看着李夏回话 李夏笑应了 又说了几句闲话 唐家瑞和李东等人 起身告退 清早 陈江和朱喜对面坐着 坐在老瓦丘外的北瓦子门口 陈江慢慢品着一碗鸡丝粥 朱喜吃完一碟子水晶会 扬声叫着赞赏一碟子 老沈头这鸡粥啊 越熬越好了 陈江喝完了一碗鸡丝粥 满足地连叹了两口气 又感慨起来 这一趟吃完 下一趟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吃少了 朱喜斜了他一眼 哪儿没有好吃的 我刚认识你那会儿 竟听你念到什么落成的 什么什么来着 那个也好 不过还是不如这鸡丝粥 陈江悠悠然然地答了一句 头一句你对了 哪儿都有好吃的 不过等老的走不动了 我还是得回京城养老 别的不用 一天一晚这鸡丝粥啊就行了 你令的那宅子买下来了 朱喜吃着刚送上来的水晶会 随口问道 卖下来了 从郭先生那儿借了点银子 总得有个窝吧 那地方我住了这些年 住惯了 陈江看着空晚 正犹豫着要不要再来一晚 听到一声朱爷 忙抬头看了过去 朱爷 金贵一身穷长随大半 冲着两人挥着手 三步并坐两步冲过来 昨儿不是说好了呀 怎么也不等等我呀 你这是真要跟着 朱喜简直是大惊失色 陈江也瞪着金贵 他昨天突然跑到他那院子里 扔了一句他要跟着他们出去逛逛 早上等他到了再走就跑了 他跟朱喜都没放心上 可看现在他这样子 难道还真要跟着他们 他跟着他们干什么 金贵一边说一边一屁股坐在桌子旁 杨胜叫伙计 两碗鸡丝粥 五龙包子 要汤包啊 凉肉的 您这粥没了 还要不要 三碗鸡丝粥 朱喜和陈江四只小眼大正 一起瞪着金贵 咦 看什么看 我这五大三粗的 有什么好看的 金贵迎着两人的瞪目 一脸茫然中带着羞涩 上身微微厚彻 两只手从肩膀一路捋下来 就差飞个媚眼了 陈江呛了一口口水 朱喜哭笑不得 哎呦 你这是哪出啊 郭爷让你跟着的 不算吧 是我自己 京城现在啊 就是清简两个字 我这个人心眼少 找郭爷的说法 只有靶子力气 别的事做不了 我也不想做 就想着吧 干脆去闯荡闯荡江湖 做个大侠什么的 富贵说江湖现在好好的 让我手下留情 别祸害 想来想去 还是郭爷聪明 就说要不 让我跟着陈爷和朱颜 见识见识 出靶子力气 我就来了 金贵伸长脖子 等到祭司粥和小龙包送上来 呼呼噜噜的吃着 才开始答话 一边吃 一边说 喝粥吃小龙半点不耽误 偏偏话还说得又快又清楚 陈江看得听得两根眉毛 抬出了一脑门的抬头文 那个 周喜咳了一声 上头知道不 那当然 连皇上都知道 说这样最好 他正不放心 陈爷还有你呢 咱们先往哪儿去啊 金贵边吃边说 还抽空抬头 看了一眼老风丘门 从这儿出城 去山东 山东有什么事啊 骆同志不是在山东吗 朱喜听他这么说 放下了心 掂起筷子 接着吃他的水晶会 金贵咬着一只汤包 恍然大悟 先从杨家那桩案子 对了 郭爷还有句话呢 金贵咽了嘴里的包子 咳了一声 摆出一脸的郑重 郭爷说 什么大小功 祸害天下 惨疾 他说请陈爷用心 这桩大事啊 清查好了 他让人给你排几台大戏 让你流芳民间 陈江正端着刚送上来的鸡丝粥喝着 被金贵的这几句话 说得差点一口粥又呛回了碗里 三个人吃好了早饭 走到旁边的车旁 陈江瞪着他和朱喜那辆半旧大车旁边 围着的十来个人间马状的长髓 带了几个小兄弟 带了几个小兄弟 知道陈爷简朴都换了衣服了 陈爷看 一色的半旧衣服 一件新的都没有 金贵揪着自己的衣服 一本正经的解释 朱喜笑出了声 贵爷啊 就您和您这边兄弟这身板 这马不穿衣服啊 也金贵得很 不穿衣服不行 不哑叫 金贵黑黑笑着 从一个长髓的手里接过马 看向陈江 现在就走 走 陈江一边笑一边挥手 搭着一个长髓的手 跳上了车 感谢您收听喜马拉雅出品 闲听洛花最新大作 圣华 叔叔欢迎您点赞评论打赏 更多精彩内容 尽在喜马拉雅 415章 鱼鹰入飞雪 吴推官扇着一把大蒲扇 站在京府衙门迁押房的门口 伸长脖子看着衙门口 看到黄福尹剑步如飞地进来 急忙迎上去 父尊 进去说进去说 黄福尹紧紧地绷着一张脸 步子半点没挺 挥着手示意吴推官 吴推官心提起来了 急忙一个转身 跟在黄福尹的身后 进了迁押房 黄福尹进了迁押房 就站住了 背过手 慢慢转身 一点一点地看着迁押房 吴推官高高地提着一颗心 跟着黄福尹 仿佛是被一根线提着的 两只木偶 步调完全一致地转着身 不过黄福尹看迁押房 他看的是黄福尹 老吴啊 这间屋 我整整做了 黄福尹喉咙一梗 片刻 一声长叹 福尹喉咙 您想给句话 不是坏事吧 吴推官心提得更高了 坏事 哈哈哈哈 黄福尹像是听到了 天底下最好笑的笑话 纵声大笑 吴推官紧盯着 笑得愉快之极的黄福尹 见他确实神志清醒 确实笑得愉快 抬手抹了一把汗 长长地舒了口气 福尹升迁了 好不容易等黄福尹笑声停了 吴推官盲问道 承蒙 黄福尹想用力 绷出一些谦虚淡定 只说了两个字就放弃了 冲着吴推官 竖着两根指头 两这路 现司 老吴 老吴啊 没想到啊 我真是 黄福尹突然定住 猛抬头按在额头上 老吴啊 我都不记得是怎么出的秦政殿 怎么出的皇城 只怕我闹了笑话了 笑话就笑话呗 吴推官眉开眼笑 哎呦 忘了恭喜福尊了 不对 是现司 哎 这福尹哪 往后可就炙手可热了 可不得了了 下一任 围了阮家那位石七爷 黄福尹看着吴推官倒 吴推官响亮的呃了一声 呆了一瞬 黑了一声 嘿 这京城 后面的话 吴推官没说下去 和黄福尹四眼相对 同时愉快的黑啸出声 京城那些让他们头痛了 几十年的高门大族里的 顽固豪弩 街头那些层出不穷的 脱皮无赖滚刀肉 各种祸害 往后自求多福吧 你有什么打算啊 黄福尹看着吴推官问道 要不跟我一起去两车 府尹必定要高升 这个我想到了 我自己啊 也想过了 你看我这把年纪 不想动了 原本想着府尊高升 我就回家 后来一想啊 这样不好 像是撂挑子 还是等新府尊来了 上了手 我就回家 安安心心的养老 这几十年 哎 累心呐 吴推官又扑塔扑塔的 咬起了他的大扑扇 那也行 我比你小了好几岁呢 黄福尹挺了挺上身 差不多十岁呢 比我可小得多了 吴推官看着 站得笔直的黄福尹 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缝 又是一年秋风落尽 细密的雪花漫天飘洒 路易站在魏州门外十里亭 远眺着蜿蜒往北方的异路 异路上人群落叶 一队长长的满载着货物的马帮后 官权一身跟前面马帮掌柜差不多的打扮 身后跟着十来个风尘仆仆的踪影护卫 和马帮掌柜说着话 缓缓而来 路易看到了官权 露出了笑容 官权也看到了路易 勒住马和马帮掌柜拱手告别 马帮掌柜却没看到官权的拱手 他和他这长长一对的伙计 一个个都拧着脖子 两眼直直的看着副手站在亭子之外的路易 在红得俗艳的十里亭衬托下 飞雪中的路易白衣迎风 笑容飞扬 传说中的二郎神大约也没他好看 好在马帮掌柜和伙计们的马都比较淡定有出息 带着掌柜和伙计们固自前行 官权等马帮走远了 才一边笑一边勒马过来 离路易十来步 跳下马张开胳膊和迎着他急步上前的路易抱在一起 官权用力地拍了拍路易的肩膀 推开他仔细看了看 哈哈笑道 得有十几年没见了吧 你怎么不见老啊 怎么不见老 阿果呀都满地跑了 路易看着官权眼眶微湿 世兄老了不少 我本来就老成 北方啊封印 伯家那小子说你把阿果宠上天了 官权和陆仪并肩往城门的方向走 阿果懂事得很 博小将军现在该叫博帅了 他怎么样 论带兵 博家人真比陆家人强 很不错 我本来打算到年底再启程回来 后来看着用不着就收拾收拾啊 回来了 官权看起来对博乔十分欣赏 你是该回来了 我替你长着经济防卫都一年多了 娘娘前还催 说你非要留上半年一年 看着博小 啊 博帅上手 多余了 这是娘娘的话 经济大营你也知道 跟当年的高游须移几军相比 就是没敢祸害过的地方 别的有过之而无不及 实在是溃难之极 路易说着 皱起了眉 你掌管了一年多 娘娘 官权看着陆仪 后面的话没问出来 陆仪迎着她的目光 这是娘娘的话 让我稳住就行 重建经济大营是你的事 我不宜代劳过多 娘娘催你回来 也是因为我不宜九掌经济防卫 现在你回来 过了年我住启程沿运河南下 一是带阿谷和阿谷她娘回一趟家 二来 娘娘吩咐暗中查访湖盘石和她的运河帮 要守规矩 也不宜一统江湖 娘娘从不干预朝政 她要做的事很多 不比皇上清闲 官权轻轻地叙了口气 帝后都是咱们看着长大的 勤奋极好 陆仪看了一眼官权 皇上很累 帝国实在是 唉 陆仪叹了口气 好在有娘娘 陆仪的话顿住 不知道想到什么 笑起来 笑了好一会儿 才倾壳了一声 近年地后清耕清残 皇上说这清耕清残 就该她和娘娘亲力亲为 而不该做个样子敷衍了事 一应全由私奴内侍代劳 娘娘身以为然 官权的没烧羊起来 如今宫里不比从前 娘娘发了话 就真没人敢偷着代劳 陆仪忍住笑 皇上很辛苦 常常忙到半夜 还得和娘娘一起 去给那半分玉地浇水 那收成呢 颗粒无收 娘娘养的残 倒是一条条的肥大 就是不吐司 陆仪贪首当 官权讹了一声 秋后 各地收成报上来 是个难得的丰收年之后 皇上才敢说他清耕 颗粒无收这件事 告诫官员 种田不易 牧首各地时 农事上要以老农为师 不可自大狂妄 那清耕 本来就是个样子 官权实想 嗯 皇上不种了 娘娘有韧劲 接着种 种道不行就种菜 种菜不行就种花 种牡丹不活改月计 月计不活改菊花 现在改养水仙了 嗯 水仙倒是好养 嗯 养了五六天不见出芽 就搬到玉岸上放着 说是只怕得借着些龙气才行 陆仪一边说一边笑 那出芽了 出了 长得挺好 这么高了 光长叶子 不见花 官权失笑出声 皇上经常往那盆水仙上喝气 可还是不见花苞 霍老夫人说 娘娘不该养水仙 该养起头大蒜 光长叶子就成 还能吃 陆仪一边说一边笑 一边摇头 霍老夫人 娘娘那位太外婆 官权一边笑一边问道 是个极其洒脱的 前跟娘娘说 让娘娘别养花了 她养什么死什么 养得满京城的贵人贵女 都不敢把花养活了 老夫人难得 官权连声赞叹 帝后都是极明白的人 特别是娘娘 大事小事 从不容人欺瞒 帝后能颗粒无收 真把花养死了 也极不容易 官权嘀嘀地叹了一声 帝后清庚钦残 颗粒无收以后 各地抱上来的灾情 祸患 隐患的折子 多到每天要用框台 哎 路易说着 长长地叹了口气 官权有几分郑重 梁九长叹了一口气 先皇父子的脾气 是听不得灾情和祸患的 我还记得 头一回见娘娘才这么大 眼睛呼闪呼闪的 一看就聪明极了 还有 李武 官权的话顿主 心里一阵酸涩难过 那是个好孩子 天色还早 我想去看看李武 给他上炷香 还有 听伯帅说 江炎氏葬在了婆台山 官权看着路易到 路易点头 哎 我去看看他 当年和隐心内战 多亏了他 官权的话顿主 又是一声叹息 当年先帝制下 从中枢到地方 多少拟拧 他从来未失过期 这份艰难 这份难得 哎 和隐心内战 他该聚守宫 嗯 他们都在城东 走吧 路易招手 示意护卫牵马过来 两人上了马 沿着城墙 绕往城东 李文山 葬在李家坟第一处 背山面水 极好的地方 坟前校堂里 摆着几盆 养得极好的水仙 几碟子鲜果 官权进了校堂 恭恭敬敬的 长衣到底 上了乡 出了校堂 和路易一起 围着校堂后面 高大的坟种 走了一圈 呆站了好一会儿 才退几步离开 坡台后山的独落岗上 山风萨萨 雪花漫天 官权站在一片 还十分幼小的 牡丹枯枝旁 从空既既青的山崖 看向同样空既 既青的林地 半晌 长叹了一口气 走吧 他大约不屑于 我这一炷香 也不屑于 是不是有人来看过他 陆怡嗯了一声 和官权并肩 沉默下山 刚下了几级台阶 迎面一老一少 两名僧人 缓步上山 陆怡拉着官权 让到一边 擦身而过时 老僧视若不见 年轻僧人看向陆怡 片刻一开 接着和老僧说话 公子是说过 你从前那些 补丹的将棋了 到今天为止 盛华的正文部分 就全部为大家演播完毕了 不管是前期的演播 还是后期制作 盛华都是我 到目前为止 花费时间和精力 最多的一部 也是我自己 最满意的一部作品 感谢听友们 一直来的追根和收听 也谢谢大家 一直的喜欢 接下来还会有 很精彩的番外篇 有陆怡的童年趣事 以及李夏和江言士 转世之后的姻缘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让我们期待 下一部作品 再见 今年十九岁 关于他的传说太多 最为天下人 津津乐道的 是他十岁那年 下场考了 头一场童子试 接着现考 接着福考 院考 回回都是头一名 一气儿 拿了三个按手 小三元之后 接着相识 又是头名 离三元吉地 差了两元 离六手 差了两手 可天下人 连皇上在内 都十分独定地认为 只要他下场 会事和电事的 那两元两手 必定是他的 他将是本朝 头一个 六手三元 偏偏这位 财气纵横的谢才子 生得又极好 据说好看到 真正的陈鱼落雁 平江谢家 人才辈出 自然是和所有大家族一样 老宅是祭祀之地 一族之本 是治世之后安度晚年 也是幼时成长 当然也是每次考试 要回来的地方 平江谢家的另一半 在京城大宅 谢宁运 生在京城 长在京城 平江老宅 只在考试时 来来回回地 住过一阵子 谢明运的祖父 谢家安 宽厚有志 是他那一辈兄弟中 最具威望者 在科举上 却一路坎坷 年近四十 才考出了相识 和儿子谢光同榜 谢光高居前三 他掉在榜尾 这一考之后 谢家安就断了 科举仕途之心 眼望着儿子 专心替儿子 打理猪般的杂事述物 谢光也没辜负 他爹的期望 隔年到了京城大宅 再一科的春围 考了一个一甲第三 后来 据皇上自己说 谢光的文章策论 比第二名榜眼 还有好一些 和状元不相上下 之所以点了他做炭花 是因为他实在是好看 三个人中间 他做炭花 最合适 高中炭花这一年 谢光也不过二十三岁 刚刚成亲 娶了书香大家 江宁名家的姑娘 夫妻相得 一家子用花团锦簇来形容 半点不过分 谢明韵是谢光的长子 生在谢光高中炭花半年之后 一生下来就好看得出奇 稍大一点 过目不忘 名理名事 从生下来就是他爹 他娘的长中宝 他祖父祖母的眼珠子 以及谢氏族长 以及几位身居高位的 长辈的期望所在 在谢氏全族 以及整个京城的 仰视中长大 这样的出身 这样的家境 谢明韵却是出了名的 冷情冷性不够言笑 据说从小就没怎么哭过 当然也没怎么笑过 待人接物 礼貌周到到无可挑剔 却近在眼前 同时远在天边 让人只能远观 没法靠近 谢明韵十一二岁 就考出了三个按手 之后七八年 却没再下过场 外面的说法 是说他要是下场 必定一考而中 必定连皇上都等着 在本朝出一个六手三缘呢 要是考中了 必定要受官 十三四岁 十五六岁就踏上仕途 太早 也太辛苦了 这个说法 大家都认可 毕竟 人家谢家 又不缺官 只有谢家族长 那位做到公布上书时 就已经比几位相公 都大了好几岁的谢尚书 一肚皮的苦水 他们谢家这位大才子 这位他十年前就敢断定 必定能早早败相 能做首相的侄孙 他不是要了 他说他就没打算入仕途 除了这件事 还有亲事 谢明韵今年十九了 还没定亲 不是没挑到好的 而是他压根没挑过 他说他没打算成亲 这样的谢明韵 却不成家 不立业 这是谢尚书 和远在金湖北路的 谢曹斯夫妇 以及谢家 有资格知道 这件事的祖老们 这小十年来 最烦心和最糟心的事 苏南和表姐表妹们 趴在祠堂 遗门外骨架后 摒弃晋升 等着看他们谢家 那一传说神仙一般的大才子 谢明韵 这个骨架就几根交叉的粗木头 平时藏不住人 不过这会儿 骨架外面搭上了垂到地面的大红盖布 这盖布的后面就能藏人了 不光这骨架 别的 但凡看祠堂的财书 觉得不好看的东西 全盖上了大红盖布 不过 这个骨架的位置最好 他们组里这位谢大才子 上回回来的时候 已经是八九年前的事了 那时候 苏南和他这帮表姐表妹们还太小 根本不懂什么财子 什么好看的 这一回 听说他们家谢大才子 要回来祭祖 满族的姐妹 不光是姐妹 连兄弟在内 没有不兴奋的 人人都想和这位 让全族人骄傲的大才子 说上一句两句话 就算说不上话 看一眼两眼也行啊 谁知道他们家谢大才子 回来前就打发人 提前收拾好了住处 他那辆精致好看的大车 直接进了院门 在隐蔽后下的车 去拜见几位祖老 都是车去车回的 除了祖老和有限的几个长辈 别的竟是一个人不见 平时更是不出院门半步 苏南他们一群 从他们家谢大才子 回来那天盯到现在 两三天了 竟然半死机会都没有 今天 他们家谢大才子要来祭祖 到这一门前 他无论如何都得下车吧 不下车 那车也进不去 他下了车 总不能像个女人一样 戴什么帷帽吧 这一回肯定能看上一眼了 跑到这儿来蹲点看才子 是苏南想出来的点子 他先想出来 先跑到前头 他占据的位置 也就是最好的一个 在骨架的一侧 身子被骨架上的大红盖部遮住 头被圆圆的大骨挡住 目光正好从圆圆的大骨和骨架之间那条斜缝看出去 一群表姐表妹运气就没那么好了 一个个挪过来挪过去 又想挪一个能看清楚的地方 又怕惊动了 背着手 一脸严肃地站在一门外的财书 苏南紧紧地抓着大红盖部和盖部下的骨架 不管表姐表妹们怎么扯 怎么挪 怎么急 他守着他的绝好位置 窥然不动 几个祖老先进来 祖老后面几个敌支的子弟满脸荣光 侧身让着一位穿着一件素白薄斗篷的谢明韵 谢明韵素白斗篷没有丝绸的闪亮 看起来却比丝绸柔和许多 里面一件素白长衫 竖着一根丝韬 他几乎比所有的人都高 站在人群中真正的鹤立鸡群 苏南光看衣服就看得眼花 也就是一身素白而已 怎么会这么好看 谢明韵的人 他这张脸 苏南只觉得脑子里一片空白 这人怎么能好看成这样 天哪 不知道哪位表姐一声惊呼 也不知道谁挤了一下 谁推了一把 骨架一阵晃动 圆圆的巨大的骨也跟着晃动 苏南吓得急忙去揪大骨的拉手 要是把骨架晃翻了 看不成不说都得罚跪 苏南刚刚抓住大骨的拉手 身后被不知道谁撞了一下 一个猎切就听到旁边一声惊叫 那骨架带着大骨 大骨带着他往前扑倒 正正好好 谢明韵走到骨架前 闪身避过了 砸在骨架前面的大骨 正好看到苏南伸着胳膊 一个狗肯迷摔在了大骨的右边 他的左边 苏南摔得一声惨叫 两只手乱抓 想赶紧爬起来赶紧跑 一把却正就在谢明韵长长的斗篷上 谢明韵反应极快 在苏南抓到他的斗篷时 已经一脸厌恶地拉开斗篷带子 甩开了斗篷 苏南连摔带下 早就头晕眼花了 连抓带抱抱着斗篷 连滚带爬地往外逃 才竖气得乱跳 咋着没有啊 快扶起来 死妮子 抗我不告到雪里去 哎呦九公子 哎呦老大爷呀 几个祖老 无奈地瞪着摔成一团 正连滚地带爬 往外跑的一群小妮子 却没什么生气的意思 谢氏族归宽和 讲究天人之学 而且族中女子自小起 都是和兄弟们一起读书的 谢家姑娘活泼 胆子大 那是出了名的 再说了 他们谢家这位大才子 谁不想看看呢 连他们自己都专程去看过呢 只有才书 一心一意地 要在九公子面前露个脸 显示一下才干 却被几个小丫头搅了局 起得两只脚一起蹦 他非得告到雪里不可 谢明运眉头微醋 斜了一眼 他内见被苏南抱了一个脚 一大半拖在地上的斗篷 正要转身进去 眼角余光 撇到跑到飞快的苏南 抱着的那一脚斗篷 往脸上按了一下 一边丢斗篷 一边和拉着他一把的小姑娘 与苏联珠的笑道 这弯好熟悉 在哪闻过 谢明运如雷轰顶一板 直直地盯着苏南 瞬间又脸色惨白 苏南已经扔了斗篷 和那群小丫头跑出祠堂 跑没影了 酒哥怎么了 吓着你了 谢明运的异常太过显眼 周围的人都看到了 三老太爷忙关切地倒 哦 没事 谢明运强行压住 狂跳不已的一颗心 哪里能吓着 是 有个困扰了好些年的学问关节 刚才有所误 三老太爷一脸的皱纹 全抬到额头上去了 环顾周围的谢家子弟 语注心长 你们看看 酒哥时时刻刻 都想着学问之事 这样时时刻刻 日积月累 才有了这样的成就 谢家子弟躬身受教 谢明运再次扫了一眼 祠堂门口前身倒 三吻吻过脚了 京城诸家都说咱们谢家老宅 风水极佳 最遗学问 看来真是这样 这话呀 道是不虚 咱们谢家老宅这风水 确实是罪宜学问 该多住几天 跟你三哥他们论一论学问 也好让他们得些指点 有所长进 老太爷 老太爷被谢明运这几句话 说得没开眼笑 立着胡须 看着谢明运 满是期望 谢三吻吻教训 谢明运 浅身 应得恭敬 三老太爷的心情 更好了 一边哈哈笑着 一边抬手 示意 谢明运 其实快到了 咱们先进去祭祖 九哥 你能回来一趟 你三吻吻 我不知道多高兴 谢明运 微微欠身 恭敬地跟在 三老太爷的身侧 看起来十分专注地 听着三老太爷的话 进了祠堂宜门 进了祠堂 三老太爷收了笑容 咳了几声 郑重起来 先上前敬手 谢明退后几步 看了一眼 垂手立在宜门外的 小丝清夜 清夜急忙 紧几步上前 谢明运嘀嘀地道 刚才拉脱了我那件 斗篷的小丫头 看清楚了 清夜点头 去查一查 哪一房哪一家的 打听得越戏越好 谢明运接着吩咐 清夜嘀嘀地 应了一句誓 垂手退下 三老太爷 已经静好了手 谢明运忙几步上前 接水静手 感谢您收听喜马拉雅出品 闲听落花最新大作 圣华 叔叔欢迎您点赞评论打赏 更多精彩内容 尽在喜马拉雅 三老太爷笑得眼睛都成一条缝了 都说九哥冷若冰霜什么什么的 果然人言不可信 九哥多好的孩子呢 谢明运微微欠身 看着三老太爷走出几步 和几位唐伯 唐叔 唐兄弟们拱手别过 以便大步地往他自己架过去 以便吩咐青叶 说说 是 那位小娘子姓苏明男 谢明运脚下猛的一半 往前亮枪了一步 却拧着头紧盯着青叶 急急地问道 姓苏 你问清楚了 是姓苏吗 青叶眼睛都瞪大了 他该淡定 可他实在是控制不住自己 至少这瞪大的眼睛控制不住 九爷可从来没这样失态过 他在九爷的身边 事后了四五年了 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九爷 刚刚在祠堂里就叫他进去吩咐 到刚才一刻不等急着听禀报 再到现在 听到一个姓名就失态成这样 这是出什么事了 青叶惊疑归惊疑 连眨了几下眼 赶紧点头答话 问清楚了 是姓苏 姓苏明男 苏男 谢明运站住 深吸了一口气 慢慢吐出来 勉强压下满腔李不清的热辣激动 再吸再吐了一口气 才说出话来 你接着说 是 青叶简直有几分惊惧了 紧跟在大步往前的谢明运的身后 语速都比平时快了不少 苏姑娘今年十三 父亲苏姓为长青 是个秀才 母亲是谢家姑娘 正子伴的 叫谢正文 苏姑娘刚满周岁的时候 母亲意外而亡 到底是因为什么意外 还没打听出来 青叶瞟了一眼谢明运 见谢明运的眉宇间 飞扬着明显的喜气 纳闷之余 心情却轻松了下来 她家九爷这会儿 简直是前所未有的高兴 这苏姑娘母亲 谢娘子意外去世的时候 苏秀才挤进疯癫 说是苏秀才寒门小户 是个孤儿 自想在谢家族学 父学长大 也是因为在谢家父学 才认识了谢娘子 谢娘子父亲早丧 母亲乔婆子守着她 没再改嫁 靠着乔婆子 陪嫁的四十五弟 和族里的照应 日子过得算是宽裕 谢娘子嫁给苏秀才以后 虽说不是倒插门 也跟倒插门差不多 一家三口 就住在乔婆子的家里 两人澄清后的隔年 苏秀才就考中了秀才 两个月以后 苏姑娘出生 当时族里都极为 看好苏秀才 没想到 一年之后 谢娘子意外而亡 苏秀才 青眼顿了顿 再看了一眼 名神听得极为 专注的谢明运 都说她 从此就疯疯癫癫了 到底怎么个疯癫法 还没细打听清楚 谢明运仿佛 放下了一块巨石一般 手里的折扇 在胸口拍了几下 鱼快地抖开 欢快地摇着 其余的 再去仔细打听 还有苏姑娘的 谢明运的话 顿主 好像在想 怎么说 迟滞了好一会儿 才接着吩咐道 关于苏姑娘的事 不管大小 只要能打听到的 都打听打听 不急 咱们要在这里 住一阵子 一定要打听得 清除仔细 还有 苏姑娘是个 要小心打听 不要惊动的人 是 清眼一边正审 一边赶紧答应 要在这里住一阵子 不是说明天一早就启程吗 好像真出什么大事了 谢明运往回走得极快 一进院门救命 严没 几个小丝一溜小跑 在谢明运之前 急急地跑进书房 严没铺纸 谢明运进屋坐下 提笔写信 几乎一挥而就 吹了吹 折起封号 递给清眼 立刻递送回京 红叶去一趟 和三老太爷饼一声 就说 我要在老宅住一站子 晚些过去跟他请安 小丝红叶垂手答应 退出来 急忙去传话 清眼安排人 立刻启程 往京城送信 回到书房门口 看着在书房里 来回夺着布 一幅心神不宁模样的 谢明运 再一次 从进祠堂时 回想起 是那位苏南姑娘 还是别的什么地方 有什么不对吗 你进来 谢明运突然站住 叫了清夜 清夜急忙进屋 谢明运看着他道 苏姑娘家咒在哪里 打听了没有 说是和族学隔了一条街 族学 清夜话没说完 就被谢明运打断 对了 他今年才十三 上学没有 上了 说是春天里 刚刚考进了内学堂 清夜急忙答道 谢家族学分内外学堂 外学堂是初进学的 谢家子弟 以及来复学的 不管哪家子弟 初学十字断句的学堂 等到十二三岁 可以开笔做文章之后 谢家子弟 依程度高低 陆陆续续地转入内学堂 而外姓复学之人 则要在晚上一年两年 通过内学堂的考试 采取进入内学堂 谢家内学堂的外姓子弟考试 出了名的不容易 能考进内学堂的外姓子弟 几乎都会在当年 或是隔年参加童子式 几乎都能考过 因为这个 平江府不少人 把谢家内学堂的 外姓子弟考试 是做童子式的试金石 能考进谢家内学堂的 必定能考过童子式 谢明运听说苏南 考进了谢家内学堂 眼睛微眯又疏开 折扇在手心里 用力拍了几下 脸上的笑意 竟然掩饰不住 他考谢家这内学堂 自然是易如反掌 让人去打听了吗 谢明运出了一会儿 审 突然问了一句 清夜一个愣审 差点反应不过来 他家九爷吩咐的是 什么时候要吩咐第二遍 要这么追一句过 九爷什么时候 能容得下领了差事 还得追问一句的 吓人小思了 见清夜一脸傻愣地看着他 谢明运竟然下意识地 避开了清夜的目光 用力咳了一声 想说一句什么 掩饰一下 张了张嘴 却没能说出来 转了个身 抖开折扇 立刻又合上 又转个身 大步往外走 屋里太闷了 出去走走 清夜急忙跟上 出了书房 招手叫上 朱长髓小思 跟在谢明运的身后 出了院门 谢明运出了院门 站在院门台阶上 却不动了 折扇在手里转了几圈 转头看着清夜道 族学在哪里 平江府的老宅 他没来过几回 来过的那几回 也从来没逛过 哦 在这边 清夜急忙往前一步带路 心里却在掂量 九爷是要去族学 还是要去和族学隔了一条街的 那条街 回去吧 谢明运刚走了没几步 突然一个掉头 又回去了 清夜原地转了个圈 又转了一圈 赶紧跟上 只觉得头已经晕了 九爷这是怎么了 可千万别出什么事啊 要真出了什么事 他粉身碎骨都不够啊 谢明运冲回去的 比冲出来时还要快 一头冲到书房门口 在门外突然顿住 呆站了片刻 垂着头下了台阶 在四方天井里 慢慢地转起了圈 要真是他 一定是他 他今年十三了 只比他晚了六年 难道 谢明运脚步顿住 心里一阵脚痛 只晚了六年 不对 不是这样 他有些慌张了 石和空和地 三千大千世界 轮回转世 这些他和玄空大和尚 论过不知道多少回 此地 思是思 道是道 四书五经 三分五点 都是那些东西 不过 些许不同 这山川 河流 也大体如笔 可这人 这一世又一世 却全然不同 物是比物 人 非比人 全空大和尚 说得对 三千大千世界 必定有同 有不同 这里物同 人不同 也许那里 人同 物不同 或许又一处 人同物 同时不同 或许 人物 时都不相同 这里的三年五载 谁知道笔处 又是何年何运 就是他自己 去时和来时 真是同意 是吗 只怕不是 自己不该想这个 自己该想的是他吗 一定是他 必定是他 他带着他的气息 他说 在哪闻过 那是在从前呢 大千三千世界里的从前 他答应过自己 他说 下一世 是他的下一世 谢明运心里一阵冷 一阵热 一阵松 一阵紧 在小小的四方天井里 转得脚步凌乱 心绪纷飞 在四方天井中 不知道转了多少圈 纷乱了不知道多少心思的 谢明运 总算是站住 仰头看着 已经开始吸血的太阳 半晌 垂下头 抬脚往外走 走了两步 突然顿住 正正的 又想得出了神 他头一回见他时 穿的是哪件衣服呢 公衣 谢明运一个转身 一边急步进屋 一边吩咐道 清夜被他家九爷 这一转一吩咐 竟然没反应过来 这个更衣 是哪个更衣 从九爷从祠堂里出来 这一两个时辰 他觉得九爷简直不是九爷了 他简直不会伺候他家九爷了 谢明运挑了一件青莲色的长衫 犹豫了好一会儿 又挑了一件浅血青色的斗篷 穿好出了屋 在廊下又站住 再进屋 吩咐清夜捧着大镜子 对着镜子来来回回 纠结无比的看了好一会儿 才下了决心 转身出门 谢明运再次出了院门 走了几步 清夜想来想去 还是一步上前 陪着十二分的小翼岛 九爷要是去足学的话 从这儿过去最便当 要是去和足学隔了一条街的那条街 那从这边便当些 什么时辰了 足学 谢明运脚步一顿 瞄了一眼四周 至少神情上 看起来十分淡定的问道 放学了没有 还没有呢 内学堂课业重 比外学堂放学晚 这会儿还得一个时辰才能放学 清夜答得尽量仔细 嗯 去足学吧 谢明运话音刚落 清夜已经指了方向 谢明运大步流星地出了巷子 突然又站住 把紧跟在后面的清夜 闪得上升晃了两晃 差点撞到他家九爷的身上 他这么一站 立刻就有不知道多少道目光看过来 谢明运一个转身 又往巷子里进去了 此事重大 他不能冲动 他得打听清楚 在打算清楚之后 可打算清楚 和他这会儿去看一眼 并不冲突啊 他就是到足学里看一圈 三老太爷想请他到足学里讲一回课 甚至不讲课 哪怕就是去转一转也行 这话讲了至少有四五遍吧 那自己这会儿去足学看看 算是奉了三老太爷的吩咐 这是一件寻常小事 谢明运再一个转身 又往巷子外去 清夜紧跟着一个转身 这一回他倒是转得极其利落 并且准备好了下一次的转身 可这一趟 谢明运没再转身了 步子很快 竟直进了足学所在的那片清静的林子 刚进了那片林子 奉了清夜示意 赶紧先跑过去看位置 看情况的小丝 就一路小跑迎上来 傅儿和清夜滴滴禀报 清夜示意小丝前面带路 紧跟上一步 领道 刚刚考入内学堂的都在东边一排 听说有几个小娘子 因为到祠堂里淘气 正罚贵呢 嗯 那先从 谢明运脚步微顿 从西边看起吧 是 清夜心里微微一宽 照他的经验 他家九爷那份凡事多想 应该是从西边先看起 果然这样 菩萨保佑啊 他家九爷好像还是他家九爷 他还是能够伺候他家九爷的 感谢您收听喜马拉雅出品 闲听落花最新大作 圣华 叔叔欢迎您点赞评论打赏 更多精彩内容 尽在喜马拉雅 指儿谢正寻 见过九叔 听说九叔精于一学 指儿正给他们讲义 啊 你只管上你的课 扰了你们 就是我的大错了 见识晚辈 谢明运微微欠声还了半礼 言语态度客气谦虚 三公公吩咐我过来看看 我先看一看 以后得空再和先生请教一学 不敢当不敢当 是是是 谢正寻脸上一片荣光 他们谢家这位凤凰一般的大才子 可是出了名的目下无尘 却和他如此客气说话 这是不是说明他至少形象不俗 能入得了他这位九叔谢才子的眼呢 九叔和玄空大和尚论议的那篇语录 只要翻来覆去看了至少十遍 诸多不解 九叔若是能够指点一二 正寻先谢过九叔 谢正寻连连长一 玄空大和尚道行高深 我也有诸多不解 若是得空咱们一同参悟吧 谢明运的言语态度 谦虚和蔼到无可挑剔 清夜有几分目愣地看着他家九爷 他家九爷礼仪上无可挑剔 那是出了名的 可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过 现在这样 这就是春风拂面过 他家九爷还是变了 谢明运客套了几句 让进了正上着课的谢正寻 在谢正寻和几个学生激动仰慕的目光中 皱眉吩咐红叶 是我疏忽了 你去跟山长说一声 我就是来随意看看 请 谢明运话没说完 就看到山长谢明远 一只手拎着长山前筋 连走带跑急奔过来 谢明运郁闷地闷哼了一声 好了 不用红叶去说了 得自己当面说了 谢明运攻起手 忙急不迎上去 长衣下去 山长 不敢当不敢当 谢山长看到谢明运 眼睛都瞪大了 这是他头一回见到这位 名扬天下的谢家才子 这好看 可是真好看哪 没想到九公子 谢山长看得一阵眼花 好在他也算是精多见广的 连眨着眼 掩饰着那份其实没法掩饰的师太 干脆哈哈笑起来 真没想到九公子能来咱们族学 我是说九公子早就该来咱们族学了 让 不是不是 我是说九公子虽说年纪不大 学问至今已经是少有 要是能来族学讲几次课 这话我跟三老太爷说过好些回 九公子这边请 我先带你 实在是不敢当 谢明运总算差进话了 赶紧打断再一个长衣 就是奉了三嗡嗡的吩咐 让我到族学里来习学一二 听说今年学里有将近二十个学生要下场考试 离考试也没几天了 山长必定繁忙 我就是随便看看 不敢多打扰山长 这是什么话 怎么能说打扰呢 求之不得啊 谢山长的兴奋劲 一时半会是退不下去了 实在是不敢多打扰 谢明运简直有点急了 这也是他厌烦外出走动的原因之一 你来我往的应酬实在是烦人至极 无聊至极 三嗡嗡吩咐我在家多住一阵子 先到族学看看 今天奉命过来 只是四处走走随意看看 今天不敢多打扰山长 以后只怕是要常来烦扰山长的 谢明运是个灵动无比的精明人 虽说兴奋的有点发傻 但还是有足够的精明 听出了谢明运的言下之意 忙往后一步 哈哈笑道 好好好 九公子啊 先随意看看 九公子要是能多住一阵子 那就太好了 九公子请 九公子随意 谢明运也不多客套 冲谢明运拱了拱手 往前面一排过去了 谢明运捋着胡须 看着谢明运转过一排房子 看不到了 就着胡须出了一刻审 吩咐老婆 去各处说一声 都安心上课 不许乱动乱看 否则必定严惩 你去一趟三老太爷府上 跟三老太爷说 九公子到学里来了 问问 算了 这话得我亲自去问 你跟三老太爷说 等九公子走了 我立刻过去请安 老婆忙硬了 赶紧去传话 这会儿 整个族学 从先生到学生 都是一片躁动兴奋 不过山长发了话 还挺严厉的 一个两个端坐不动 只拼命地转着眼珠 往外看 谢明运从来不在意 别人看不看 以及怎么看他这件事 只管一路走 一路看 看起来闲闲散散地 从西边一路往东边看过去 最东边的青砖青瓦 狼牙宽宽的一排屋子前 漫着青砖 几棵粗大的古树 枝繁叶茂 正对着宽廊台阶 一排跪着七八个十二三岁 十三四岁的小姑娘 每个人手里都捧着一本书 一边乏跪 一边努力地背书 跪在最边上的一个小姑娘 也捧着书 书举在脸前 却明显没有背书 应该是听到了动静 乌溜溜的眼珠 往谢明运这边斜看过来 见竟然是谢明运 五官飞起 无声地挖了一声 赶紧用胳膊肘 同井挨着她跪着的 另一个小姑娘 另一个小姑娘 明显憨直得多 你干嘛 哇 地叫出了声 跪了一排的小姑娘 齐刷刷地看向了谢明运 苏南旁边的小姑娘 顿时懊恼不已 早知道还去什么祠堂啊 不光是法贵好 看得清楚 安娜 你看她换衣服了 真好看 还不贵好 成何体统 一只摒弃端坐在屋里的先生 气急败坏地冲出来 手里的戒齿乱挥 一排小姑娘 从苏南起 赶紧将书举到脸上 哇哇地念 回回都是你 先生一戒齿拍在苏南的背上 书背好了没有 给我背 苏南忙放下举在脸上的书本 背到身后 背的简直就是一串 到底不带喘气的 谢明运站在乌角的古树下 目不转睛地看着苏南 这双乌溜溜 黑极亮闪的眼睛 少了一份深髓 多了一股活泼泼的生气 她还记得自己吗 她会不会和自己一样 真是她呢 谢明运直直地看着苏南 看得柔肠百节 五内俱焚 九爷 见谢明运直直地站着 失了魂一般 清夜下意识地打量了一圈四周无数的目光 忍不住低低地提醒了一句 她家九爷 这到底是怎么了 看中了人家小姑娘 这断断的不可能 九爷见过的美人 家人 才女 游物 甚至诱人到妖孽的 多了去了 她从来没见过 更没听说过她家九爷 哪怕多看一眼过 一定是出了什么事了 九爷 见谢明运恍若未闻 清夜只能再叫一声 硬着头皮拉了一下 她家九爷的衣袖 哦 谢明运缓过身 急忙移开了目光 看向趴满了人头的窗户和门 再一次积极移开目光 看向微微飞起的青瓦乌极 苏男已经一口气背完了那篇文章 翘起嘴角 带着一丝丝得意地看着先生 先生下意识地瞄了一眼 仰头看乌极的谢明运 板着脸教训 通篇下来 句子都不断 重新背 先生在教训的空 苏男已经偷瞄了好几眼谢明运 看得差点没听到先生说什么 背哪儿 哦是 环除 接山也 苏男在背 快还是一样快 不过句子倒是断开了 九月 青叶再拉一下谢明运 九月这么仰头看乌极 这简直就是车马摆开地告诉大家 他在失态中 我没事 我没事 谢明运再次缓过神 急忙低头垂下了目光 目光正正地迎上苏男偷瞄过来的目光 一眼对视 只觉得一颗心猛地抽成一团 竟然往后亮枪了一步 主缘 青也吓了一跳 我没事 没事 谢明运心神震荡 又往后退了一步 竟然不敢抬头再看 一个转身 急急地往外面走 回去吧 该回去了 谢明运真的在老宅住下来了 并且在三老太爷请他到族学讲讲课时 一赶先前地推辞 一口就答应了下来 谢明运先往族学去了一趟 正式拜会了谢山长 和谢山长认真地商量了 他怎么上课才最好 当然 最后商量出来的结果 是谢明运的打算 他不拘于给哪些学生上课 只隔天开一场 或讲经 或讲义 或讲别的什么 那学堂里 谁愿意去听 过去就行了 谢明运商量好回去了 谢山长积极召集了 族学里的朱主世人 以及几位有声望的先生 商量这讲座该放在哪里 可以想见 谢明运的讲座 在整个内学堂里 肯定是人人想去听 要去听的 不管听不听得懂 有没有兴趣 那不重要 看人就行了 连谢山长都打定主意 九公子这讲座 他肯定是一场都不准备错过的 这个地方就得挑好了 得能挤得下 整个内学堂的学子 和族学里的先生 以及族里不知道 要来的多少人 商量来商量去 这头一场讲学 准备放在正山堂 正山堂虽然不算最宽敞 但一来 正山堂所有的门都可以卸下来 二来 正山堂外有个大院子 到时候 把所有的门卸下来 就可以沿到院子里 要是下雨或是天寒什么的 就在院子里搭起棚子 要是九公子能一直讲到冬天 也不过棚子里多放几个碳盆 就可以了 商量妥当 谢山长急急忙忙地 往三老太爷府上去 禀报 以及请示 是不是现在就把棚子搭起来 万一明天就下雨了呢 这头一场 务必要一切妥当到 不能再妥当才好啊 搭棚子才几个钱 三老太爷立刻就吩咐了下去 请城里最好的棚匠 在正商堂的院子里 连夜搭起棚子 谢明运给自己安排的 头一次讲课 就在第二天下午 回到自己家里 谢明运把自己 关在书楼里 从楼下看到楼下 再从楼下看到楼上 纠结万千地掂量着 他明天这头一场讲课 到底讲什么才最好 明天算是正式露面 在他的面前 无论如何 都要让他有所印象才行 可到底该讲什么呢 义 他好像从来没听他说过义 他书话上很通 错了 那是从前 要讲现在 现在 他喜欢什么呢 青月 谢明运往书楼门口叫了一声 青夜应声而尽 打听得怎么样了 谢明运眉头紧皱 小的让风落跑了一趟 打听到一些 青夜急忙垂手答话 心里暗暗庆幸 幸好这件事他追得急 这会儿虽说打听到的还不多 但好歹也能有话可回 苏姑娘啊 今年十三 自小就跟在外婆乔婆子身边 乔婆子是出了名的泼辣利落 做得一手好针线 苏姑娘说是自小就很淘气 和表姐谢十一娘子 直婉 谢十三娘子 谢芝柔最为要好 三个人 原话是说 逃得人增狗贤的 青夜偷瞄了他家九爷一眼 见他家九爷眉梢微挑 只有性质 半分不悦都没有 心里微松 接着道 谢芝柔和谢芝柔的父亲 和苏姑娘的母亲谢娘子 是同一个祖父 谢芝柔和谢芝柔的父祖都健在 对苏姑娘一家及时照顾 三个人情同姐妹 谢芝柔专心的听着 却又有些分神 这两位谢家姑娘 今天跪在苏南旁边的那位 不知道是婉还是柔 苏姑娘的父亲苏秀才 如今在族学外外学堂里教书 说是他就是苏姑娘母亲 刚过世那一两年 疯癫得厉害 后来就见见好了 如今虽然说脾气性格怪些 别的倒是没什么 苏秀才急疼苏姑娘 不管苏姑娘做什么 苏秀才都不肯责罚 据说连句重话都没说过 祖里上下 除了乔婆子训斥 责罚苏姑娘的时候 她闷声听着不说话 别的不管是谁 也不管苏姑娘闯了什么祸 她都不许 哪怕瞪苏姑娘一眼 若是有人训斥什么的 她必定要跟人争吵 甚至是打架 青爷一边说 一边小心的瞄着 她家九爷 她家九爷太奇怪了 奇怪到她的好奇心 都生出来了 她极想知道 她家九爷 到底出了什么事 苏秀才 手无腹肌之才 可因为苏姑娘 真跟人打个架 听说像疯子一样 不要命 因为这份不要命 虽说手无腹肌之力 也没人惹她 苏姑娘的外婆 乔婆子也是一个泼辣厉害的 不过极是名理 苏姑娘要是闯了什么祸 淘气的过了 左右邻居都是告到乔婆子那儿 苏姑娘考进内学堂后 也有告到学堂里的 祠堂里的那场事 财叔就是告到了学堂 清夜又瞄了一眼 她家九爷 她家九爷目无焦距 脸上的笑容 却如夏日暖风 柔和的让她浑身不自在 这太反常了 简直出腰了 苏姑娘很聪明 据说一篇文章 看上一遍两遍 就能背下来 足学里 惩罚多半是背书 据说苏姑娘 在外学堂念书的时候 先生罚她 从来不罚她背书 都是罚战 或是罚她超数 说是苏姑娘不喜欢写字 一笔字写得也不怎么好 谢明运一边听一边笑 不知道想到什么 一脸无奈地摇着头 苏姑娘小时候爱跟人打架 据说苏姑娘打架的本事很不错 同龄的男孩子 多数打不过她 清夜瞄着谢明运 接着禀报 别的还在打听 因为九爷吩咐过 要悄悄地打听 不敢太张扬 就慢了些 嗯 你很仔细 再打听 越戏越好 包括苏姑娘喜欢什么 不喜欢什么 谢明运吩咐道 清夜垂手答应 心里涌起了一股怪异 却绝不敢相信的感觉 谢明运再次 从书楼的一楼 看到三楼 又从三楼看下来 思寸再三总算拿定了主意 明天他就讲君子六意 先看看他喜欢什么 谢明运有生以来 头一回这么慎重 以及紧张和担忧地准备到人定时分 再三地斟酌了明天要讲的一二三 沐浴时再想一遍 躺在床上又细细地过了一遍 闭上眼睛却思绪纷乱 无法入睡 谢明运干脆起来 吩咐清夜 温了一壶黄酒拿过来 自珍自饮 只喝了两三壶的黄酒 才略有几分醉意的躺下 一夜梦境纷乱 感谢您收听喜马拉雅出品 闲听落花最新大作 圣华 叔叔欢迎您点赞评论打赏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喜马拉雅 就是啊 还跪了半天 我的腿还疼着呢 谢之柔兴奋地拿笔 一下一下地戳着眼台 喜笑颜开 这回啊 一定要好好看看 此套那回我根本没看清楚 昨天也就是瞥到了一眼 就一眼啊 先生那么凶 我还没敢多看 这一回肯定要好好看 看个够 昨天我胳膊都摔心了 阿南把人家斗篷啊 都扯脱了 谢之婉一说到苏南 扯脱了谢明运的斗篷 就笑个不停 这回啊 能看个够了 苏南愉快地晃着手 哎呀 快举手 先生问谁要去听了 快举手 谢之婉和谢之柔赶紧举手 和苏南一样 只举到半边屁股 都不在板凳上了 满屋子都是高高举起的胳膊 先生笑起来 好了好了 九公子要跟大家说说君子六义 大家是该好好听听 好好学学 既然大家都想去听 就都去听听吧 午后 苏南急匆匆地吞了几口饭 就赶紧出来 跑过去叫了跟他一样 根本没吃几口饭的 谢之婉和谢之柔 急急忙忙地就去上学 听九公子讲课的人肯定多 他们得赶早赶紧 抢个好位置 这样才能好好地看看九公子啊 正山堂里已经到了不少人 谢山长也到了 见苏南几个一头冲进去 先生急忙昏着手 将三人往台阶下赶 你们这些小丫头 到那边不碍事的地方坐着 都听着 特别是你 一会儿啊 九公子讲课 不许说话 不许乱动 也不许乱看 听到没有 先生特别点着苏南 苏南斜着先生指给他们的那个角落 嘟起了嘴 那儿离正山堂最远 要不是有棚子拦着 远的都要掉到院子外面去了 苏南再看回先生 嘴嘟得更高了 可也只好过去 人家九公子又不是来指点他们的 再说君子六义 他们又不是君子 这儿好像看不到 不知道九公子坐在哪儿 谢之婉在先生指给他们的地方 挑挑拣拣 这块地方离正山堂那么远 哪儿都差别不大 肯定坐哪儿都看不到屋里 离太远了 肯定是坐在屋里啊 难道还能坐你旁边呢 谢之婉干脆无比的坐到了最边上 三个人中间他功课最差 最不耐烦听长篇大论的讲学问 要是看不到九公子 光听肯定一会儿就厌烦了 坐边上到时候溜号方便 来坐这儿 苏南来回看了一圈 挑了最后一排的几个位置 招手叫两个表姐 一会儿他进来的时候 这儿肯定看得最清楚 谢之婉和谢之柔 急忙一左一右的坐到苏南的旁边 三个人中间苏南最小 不过苏南最聪明 谢宁运是由谢山长迎出去又陪进来的 正山堂整个院子都搭上了棚子 棚子里坐得满满当当 先生们站在各处紧盯着学生不许乱动 不许说话 满棚子的学生只好用眼睛来表达兴奋 无数道灼灼的目光落在谢明运的身上 谢明运一脚踏进棚子 脚步微顿 微微屏着气 先扫了一遍棚子内 人太多了 他没能看到苏南 都坐好 不许乱看 九公子请 谢山长明显感觉到了谢明运的那一次微顿 以为他被这火一般的无数目光 看得有了惬意 急忙吼了一声 欠身再让谢明运 谢明运欠身还了礼 让谢山长先走 再扫一遍 还是没看到 他是姑娘家 大约坐在屋子里了 谢明运进了屋 相比于屋外 屋子里就没几个人 谢明运一眼就看了个遍 屋里都是学党中公认最有虔诚的学生 或是已经有了公民的人 以及几位祖老 一些上了年纪的有威望的老先生 没有苏南 谢明运恭敬上前 一一见了礼 让了一遍 才盘膝坐到正中的高榻上 谢明运的心情一路下落 直落到有些沉郁 那骨子刚刚从棚子外带进来的春风之意 不知不觉的消融散开 开讲之时又是平时那种近在眼前 远在天边的感觉了 难道他没来吗 刚刚他好像是没看到女孩子 他竟然没来 三老太爷愉快无比地捋着胡须 看不适眼地看着侃侃而讲的谢明运 这孩子多好呀 多直理 多听话呀 老大竟然说他牛心左性 看起来不是这孩子牛心左性 是老大 老大自从当了上书 这脾气可是越来越大了 可怜咱们九哥了 讲了一会儿 说到欲和射 谢明运站了起来 接着慢慢躲了出去 他要出去仔细看一遍 他得确定他来了没有 屋里猪人的目光 随着他的身形往外 看到谢明运出来 屋外顿时一阵骚动 片刻又在先生们严厉的目光 和手里戒齿的镇压和威胁下 重新又安静下来 和谢明运刚刚进来时一样 只能用目光来表达兴奋和赞叹 九公子真是太好看了 至于他讲了什么 那不重要 谢明运走得很慢 一边走一边目光温和地 扫过两边的靴子 几乎是挨个儿地看 看得朱学生更加兴奋了 九公子真是太平易尽人了 棚子里的学生分了九块 像是写了一个锦字 谢明运沿着锦字东边一树 一路走到底 再走到锦字另一树 一转眼 一眼就看到了伸长脖子 看着他的苏男 谢明运脚步一顿 一个转身往回走了两步 慢慢扫了一圈 再转回身 看向兴奋地大瞪着眼睛 一脸惊叹地看着他的苏男 苏男迎上谢明运的目光 笑容绽放 想抬手挥一挥 手刚要抬起 旁边先生用力一声壳 苏男急忙端正坐直 眼睛却还是一错不错地 看着谢明运 这是苏男见过的最好看的人 不论男女 这样好看的人 看到一回多不容易啊 他实在是舍不得一开眼 苏男左右的谢之婉 和谢之柔也看直了眼 两个人一剃一口地吸着气 看得忘了先生的戒指 在谢之柔一个阿字 刚出未出口时 苏男两只手快如闪电 一左一右 飞快地捂在谢之婉 和谢之柔的嘴上 谢明运看得忍俊不禁 忙移开了目光 片刻又忍不住看回来 苏男看到了她的忍俊不禁 再次迎上她的目光 冲她吐了一下舌尖 谢明运微微侧头忍着笑 抖开折扇 用和尚 掩饰下些许的失态 转身往前 一边踱步 一边接着 讲她这头一回课 谢明运这头一回的讲学 并不长 很快就结束了 棚子里的先生们 赶着各自的学生回去接着念书 正山堂里的学子们 也垂首退出 至于了谢山长 三老太爷 以及几位祖老老先生 和谢明运 坐着说话 九公子这篇君子六义 深入浅出 令人受益匪浅啊 谢山长先客套 山长过奖了 谢明运微微欠身 看向三老太爷笑道 还请三翁翁和周围长辈见谅 这是我头一回给人讲学 不瞒周围 昨天从领了山长的吩咐 我就是惶恐不安 夜里都没能睡好 实在是不知道 讲什么才好 实在是惭愧 九公子客气了 讲得极好 一位老先生捋着胡须 看着谢明运满眼的笑 传言多半不识 确实如此啊 眼前就是例证 这位九公子多谦和有礼 多好啊 哪有什么目下无尘 什么眼高于顶的 这样的传言都是妒忌 妒忌谢家 妒忌他们平江府 讲完这一刻 我有所心得 谢明运上身微轻 显得极是谦逊有礼 这样泛泛而讲 只怕是益处不当 听说咱们学里 今年有二十来位子弟 要下场考试 山长要是不嫌弃 不如我替他们看看文章 求之不得 求之不得呀 谢山长兴奋地打断了谢明运的话 眉飞色舞地看向三老太爷 谢明运这个名满天下的才子大名 不是因为诗词歌赋 听说他不爱那些 他的才名是因为他的策论 他的学问 他的见识 据说太子 常遣人就正式 询问他的意见 他在质疑上的水准 京城的大老太爷 曾经不客气地说过 他家九哥要是称第二 大约没人敢称第一 现在九公子说 要指点他们谢家学子们的 质疑文章 三老太爷哈哈笑起来 一边笑 一边和几位老先生 一脸骄傲地称怪道 你们听听这孩子这话 还要是不嫌弃 就是嫌弃啊 那也得看 都是自家兄弟 说着又看向谢山长 九哥的这份虚怀弱骨 才最值得咱们谢家子弟学习 跟咱们九哥这品行比 学问倒是其次了 可不是啊 可不是嘛 可不是啊 众人七嘴八舌地捧着场 打着主意 这份好处 自家子弟说什么 也得抢钱一步 不能抢钱 至少不能落下了 苏武这么夸奖 苏尔可不敢当 谢明月微笑嵌身 咱们谢家老宅诸多家规 在京城都极得人赞叹 就连太子也夸过好几回 比如咱们家女子和男儿一样读书 甚至一直读到出家 所学也和男儿一样 以及谢家娶妇 众才干学问 越有学问越得敬重 这些都极得京城各家的赞叹 太子曾经说过一回 说咱们谢家有这份见识极为难得 说她觉得 这只怕是谢家人才辈出的原因之一 俗话不是说 一个好媳妇 三代好子孙吗 谢明月且说且笑 随和之急 看得清夜两只眼睛都直了 她家九爷难道被什么附身了 她眼前的九爷这份随和 这太吓人了 就是这话 说得好 句句都是真知灼见的 都说太子见识灼觉 果然 果然呐 几位祖老和老先生赞不绝口 三老太爷哈哈笑着 瞧瞧 太子啊就是太子 一语中敌 咱们谢家可不就是这样啊 别的不说 就说九个她阿娘好了 江宁明家的姑娘 为什么挑了江宁明家的姑娘 还不是因为江宁明家 跟咱们家一样 女孩从小都是跟着男玩 一块念书啊 这一条最难得啊 可不是吗 真真正正的一个好媳妇 三代好子孙 九哥她太婆 那学问也是出了名的好 另一个祖老赶紧补充 那学堂女孩子好像不多 谢宁明看着谢山长 笑容可觉 不算多 咱们谢家族学 就算外学堂 能学下来也不容易 女孩子不走学问之路 分心的时候就多 多数学到十三四岁 就辍学回家 操持家务 准备嫁妆 就是这样 女孩子能从小上学 一直上到十三四岁 满平江府满江南 除了明长 也就属咱们谢家了 因为刚才谢明运的那几句话 谢山长长篇大论地解释了很多 唯恐谢明运误会了什么 能进到内学堂的女孩子 最多也就是念书念到十五六岁 也就回家了 咱们平江府都是后嫁 一亲早 一定了亲就得被嫁着了 也就没有心思再向学了 再说 男我儿一心向学正土 女孩子真要一心向学 那可不是正土 男女不同 这是天道 因为这个呀 咱们内学堂的女孩子 一直以来也就是十来个 这已经不算少了 确实不算少了 能进内学堂的这些女孩子 个个都极是难得 倒是比差不多的男孩子 更加难得 谢明运 宁神听得仔细 若是得空 这些女孩子的功课文章 我也想看一看 那这帮妮子可得乐坏了 九公子啊 得有个准备 这帮妮子 逃着呢 旁边的一位身形胖胖 看起来洗眉笑眼的老先生 律着胡须 笑着打圈了一句 昨儿在祠堂 把大骨都推倒了的 就是内学堂的那几个逆子吧 三老太爷看着谢山长 又气又笑道 就是他们 才说气坏了 好发了一通脾气 我赔了半天礼才好 谢山长一脸无语无奈 看着谢明运 再次解释道 能进到内学堂念书的 头一条家里都十分的宠爱 虽是女孩子 也都是惯得厉害 第二条啊 都是聪明孩子 这两条加在一起 就是一个字 逃 阿娘说她小时候 也是出了名的逃气 常常罚贵的 谢明运笑着接话道 求求就是这样吧 谢山长看着手 一脸无奈地看着三老太爷 三老太爷再次哈哈笑起来 咱们家的孩子 淘气呀 也不出大哥 酒哥啊 离现世没几天了 这几天就辛苦你了 好好给那几个孩子 理一理文章 哎 对了 你带回来的下人够不够 还有起居日用 哦对了 还有银子 算了 够不够是你的 我让人挑了人 还有些东西 一会儿给你送过去 别跟三翁翁客气 你能回来呀 三翁翁 不知道多高兴啊 谢明运忙站起来谢了 顺势扶起了三老太爷 一边微微垂头听着三老太爷的唠叨 一边扶着他往外走 青叶浑身麻木地跟在他家九爷后面 他觉得他快晕得找不着北了 九爷好像真不是九爷了 感谢您收听喜马拉雅出品 闲听落花最新大作 圣华 叔叔欢迎您点赞评论打赏 更多精彩内容 尽在喜马拉雅 光这份胸怀就难得知己 谢灵运留在平江老宅 好像就是为了到族学指点族中子弟 以及少数一些外姓子弟的学问文章 从头一天起就早早地就到族学 多数时候要到散学时才回去 有时候连中午饭都是小丝送到学里 这让谢山长和族学里的朱先生 连尽代配 让三老太爷老怀圣妹地 甚至掉了眼泪 他们家九公子真是太难得了 谢明运天天到内学堂 指点每个人的文章课也 一连七八天 内学堂从谢山长到朱学子 就都开始淡定下来 以及有点习惯了谢明运 这个好看极乐的大才子 经常出现在身边了 谢明运见内学堂从上到下 对他渐渐习以为常起来 暗暗地松了口气 果然急不得 他从前就是失于急躁 又过了两天 苏南吃好午饭 叫上谢之婉和谢之柔 连走带跑往族学去上课 如今九公子在足学 足学对学子的吸引力 一下子翻了个倍都不止 苏南上学的最大乐趣 由和姐妹以及小伙伴们的各种淘气 直接替换成了看九公子 谢山长在内学堂安静地方 专门收拾了一鸣一岸两间上坊 给谢明运歇息之用 本来谢山长是想收拾出一鸣两岸三间大屋子 让学子们过来请教 求学 自然是学生就先生 没有先生找学生的脸 可谢明运觉得 他还是各处走动 到各间教室随时指点才最好 谢山长当然是谢明运怎么说 他就怎么同意了 中午谢明运吃了饭 站在门口 看着安静下来的内学堂 看向清夜 叫个人去看看 来了没有 做什么呢 谢明运这没头没脑的吩咐 清夜明白之极 从回到平江老宅到现在 能让他家九爷这么关心 这么打听 这么吩咐的 只有一个人 那位苏男 苏姑娘 清夜示意了一个灵动的小思 小思想跑出去 片刻就回来禀报 已经到了 和前两天一样 和两个表姐在后面那块空地上 踢箭子 没有别的人 末了 小思又补了一句 清夜忍不住瞪了小思一眼 没有别的人是什么意思 这话是能说出来的 回来得好好教训教训 真是无法无天了 谢明运却没留意小思 最后那一句的意外之意 嗯了一声 下了台阶 静止往那块空地过去 清夜白手示意了两个小思 急忙跟上 谢明运那一鸣一岸两间屋 离最东边的一排房子不远 谢明运从房子这边绕过去 站在屋角那棵古老的大树后面 看着踢着箭子的苏南 六堂哥说 九公子啊 学问可好了 谢志柔手里扔着箭子 看着苏南正说着话 还有你六堂哥说 我阿爹说呀 九公子的策论 老辣透彻 简直不像十几岁的孩子写出来的 苏南说着话 一点也不耽误他把箭子 踢得花团紧簇 不知道九公子会不会写诗啊 财子都是要会写诗才行 谢志柔心目中的财子 要会写诗 要出口成章 写诗是墨迹 这是阿爹说的 苏南跳起来踢起箭子 那么多人都说他是财子 他肯定是财子了 他长得多好看呢 我今年一天还没看到一回呢 看什么 谢明运手里捏着折扇 从树后一步出来 刚要跳起来接箭子的苏南 吓得一个猎切 不光没接住箭子 人也差差摔倒 急忙拧身看向后面 哇 是 谢志柔兴奋得两眼圆灯 刚要一声喊出来 急忙抬手捂在嘴上 看到九公子不许大惊笑怪 这是先生啪啪地敲着戒齿 声色俱利地说过了 不知道多少遍的事情 九先生好 苏南反应最快 急忙屈膝 眼睛却一直看着谢明运 先生好 先生好 谢之婉和谢之柔 一向是苏南 马首是瞻 急忙跟着屈膝见礼 你是 谢明运压着心里的狂跳 努力要显得平和可亲 让我想想 是苏 我叫苏南 苏南兴奋而愉快地接话道 这是我表姐谢之婉 这是谢之柔 您认得我们呀 内学堂女孩子不多 像你们这样 堂姐妹表姐妹一起考进内学堂的 好像就你们三个吧 谢明运看着愉快地两眼放光的苏南 心情往上扬 也渐渐地放松下来 对呀 先生说在学堂里 不能称您九叔啊 九叔公什么的 要叫先生 六表哥说 先生学问可好了 六表哥呀 叫谢之安 今年才十七 他今年要下场考试了 苏南语若连珠 听起来就让人心情愉快 哦 谢之安 我知道他 他文章写得不错 你开笔写文章没有 谢明运和气极了 看向苏南的目光 仔细中 透着一丝丝隐隐的小意 十一节写过好几篇了 阿南说他不想写 我写过一篇 谢之柔急忙呛话教导 阿南最聪明 阿南攻克最好 能进内学堂 你必定也很聪明 谢明运看了谢之柔一眼 谢之柔被他这一眼看得 兴奋地点起了脚尖 武太婆也这么说 我也觉得我很聪明 就是比阿南差一点点 先生你知道吗 阿南背书一遍就行了 不过他可懒了 他不让我跟十一姐 跟先生说他看一遍就会背了 他说先生要是知道 天天让他背书怎么办 我和十一姐就没跟先生说 你现在不是跟先生说了 谢之婉一巴掌 拍在了谢之柔头上 九先生不是咱们的先生 九先生不会教咱们的 咱们是女孩子 苏南两脚并立 先挪脚尖再挪脚跟 挪了两三下 挪到谢明运的正对面 仰头看着他 九先生 您真好看 谢明运看着苏南 挪到正对着他 看着他这么直直地看着自己 听着他这么直直地夸赞 心里突然涌起了一股 说不清的滋味 只觉得一股热辣滚烫 直冲上来 直冲得眼热鼻酸 从前 他也这么直直地看着他 直直地赞叹 月滑似水 公子如玉 可惜不是月下 谢明运稍稍欠身 微微摒弃地看着苏南倒 月下 月亮下面吗 为什么要月下 哦 我知道了 月下没人吗 苏南迎着欠身探头过来的 谢明运 兴奋地两眼放光 是当下没人 谢之肉急忙纠正 怎么能这么说先生 谢之婉几乎同时拍向了苏南 不是 是崇阳姐快到了 冰江府有崇阳登高的习俗吗 谢明运 眼下了那一丝一丝的失望 急忙转换话题 有啊 我们年年去西山的 先生今年去哪登高 我们登高啊 要带好多好吃的 一边走一边吃 有一年我们还便插猪鱼 不过呀 一个人也不少 苏南声调欢快跳跃 仿佛每一个字都是一声笑 谢明运听得心情飞扬而愉快 我还没想好去哪登高 不过 你们要是带很多好吃的 我很想跟你们一起登高 有好吃的呀 周围的人渐渐多起来 青爷不停地瞄着越聚越多的学生们 映着头皮上前提醒他家舅爷 舅爷 好像快上课了 你们赶紧回去上课吧 明天我再来找你们说话 谢明运瞄了一眼周围越越欲试 想上来搭话的学子 往后退了一步 先生告退 苏南往后一步 一个府里规规矩矩 转身和谢直婉 谢直柔 愉快非常地往前面连走带跑 阿笑 谢明运突然叫了一声 啊 苏南脚下猛的一顿 转身看向谢明运 拧着谢明运的目光 左右看了看 招手指着自己的鼻尖 先生是叫我吗 我不叫阿笑 我叫苏南 小南南的南 先生记错了 是 我记错了 谢明运心里说不出什么滋味 下意识地冲着苏南拱了拱手 他回头了 自己记得的一切 他不记得了 可他还是记得一些的 所以 他才会回头 真有那碗 孟婆汤吗 到族学以来 头一回 谢明运没等放学 就先回去了 回到府里 谢明运没有像往常那样 静止进书房 或是书楼 而是沿着曲折的青石路 往后远过去 老宅的这间府邸 是谢明运 祖父分家时得到的宅院 谢光进京备考时 谢家安就将家搬进了京城 谢光近视极地以后 组里主持将这间宅院重修扩建 谢明运一口气拿了三个按手之后 组里又要修这座府邸 谢家安就回来了一趟 没有动用组里的银钱 自己出钱 又重修扩建了一回 打算不知道什么时候 归乡养老用 这座府邸经过两次扩建 比谢家安分家时的那座宅子 已经大了好几倍 后面这个园子 有山有水 十分的清雅别致 这是谢明运 头一趟进自己家 这座老宅的后院 站在入口看了一会儿 信步往前 一直走到那片不算小的湖边 看着湖水和湖中 已经开始枯败的荷花 荷叶发呆 那个夜晚 荷叶正甜甜 把官皮箱里那套茶具拿来 放到这儿 谢明运掩湖看了一圈 指向一间离湖不远的高处小亭 吩咐清夜 清夜欠身答应 犹豫了一下 决定亲自去拿那只小官皮箱里的茶具 那个小官皮箱 那套茶具 他是知道的 那套茶具 是九爷画了图 找了好几家民谣 前前后后地花了一年多 才烧制出来 九爷极其珍贵这套茶具 走到哪儿都要带着 却极少动用 或者说 几乎没见 东用过 清夜干脆连小官皮箱一起 提到了离小亭子不远的一间小暖阁里 打开箱子 取出茶具 小心拖着 送到了小亭子里 亭子里 已经铺上了厚厚的粘毯 放好了茶具 谢明运缓慢而仔细地布置着茶席 布好茶席 却没取茶饼 只对着茶席呆呆地出神 这是他从前记忆中最后一个茶席 也是最让他心静的一个茶席 他记得最清楚的一个茶席 他的杯子 自己的杯子 谢明运的目光 从茶席上的一支杯子 看到另一支杯子 这将近二十年 他想的最多的是他要怎么才能认得出他 悬控大和尚说 只要有因果 千山万水也必定巧之又巧 他还是十分赘赘 自己要是认错了 怎么办呢 除了这个 他还想过不知道多少回的就是 他 还是他吗 谢明运站起来 绕过茶席 站在亭子口 目光茫然地看着微波缓缓的湖面 自己既然坠坠于认错了怎么办 那他毕竟不是他了 他确定不是他了 从前 自己的执着 不是执着 是献祭 把自己献祭于从前的自己 和他 他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真能遇到他 他无数的坠坠不安 无数的思绪万千钟 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真能遇到他的打算 自己甚至从来没有想到过要去找他的想法 从他能够呼吸那一刻起 他知道他是他 他又不是他起 他就没想过真能遇到他 可是因果却拽着自己 把他送到了自己的面前 谢明运慢慢退后 重新做到茶席后 呆呆地看着茶席 他不是他了 可他肯定是他 午后这次会面之前 他还有疑虑 还想验证 现在他可以确定 他不是他 他是他 谢明运深吸了一口气 慢慢吐出来 他要好好想想他该怎么办 自己要怎么娶他 谢明运眼皮微垂 阿夏说过 他怨他有他的这一事 他的一事 有了阿夏才是他的一事 至于他记不记得 那不要紧 自己知道就行了 更多精彩内容 尽在喜马拉雅 慢慢地备了茶 碾茶 漆茶 漆茶 慢慢喝着 直到半夜 才起声回去 第二天 谢明运还是早早地 就到了族学 一上午都在支点几位 将要下场的谢家子弟 看得谢山长 不知道多感慨 他们家这位九公子 这个名扬天下 绝对没有半点虚服 这可太难得了 至于说别的先生 也同样勤勤恳恳 那是他们分内的事 能跟九公子比吗 中午 谢明运比平时早一刻 中吃了饭 事已轻验 出去走走 清野跟着走了十来步 想了想 还是得问问 九爷啊 咱们 隔了哪条街 谢明运看起来 极其随意地问道 是 东边那条街 九爷往这边 清野一听 果然是要往 隔了一条街的 那条街上去 暗暗地松了口气 他还能 事后他家九爷 这一条第一要紧 谢明运脚步很快 苏南家的那条街 离足学也确实很近 平江府城里 算得上河流纵横 街道旁常伴着 细暖的河流 苏南家前面 是条还算热闹的小街 后面是一条 水流缓缓的小河 谢明运站在街口 看了一眼 一排面对小街的人家 都虚掩着门 看不到院子里面 这后面 谢明运看下清野 后面院子大点 有条街 多数人家呀 只扎着篱笆 要到河里洗衣服什么的 清野急忙在前头带路 一边介绍 一边赶紧往这一排 人家的林河的后院走 谢明运跟着清野 站在河边 平江城里的河边 都用大青条石 漆得整整齐齐 干净清爽 河算是平江城里 比较宽的一条了 对面是一条宽敞热闹的大街 谢明运站着看了片刻 都开折扇 看起来十分闲适 随意地往前面 隔了没几家的苏家过去 苏男正挥着一把破扫走 驱赶着两只凶狠的大鹅 两只大鹅看起来酒精驱赶 战斗经验十分丰富 一拳以后 扑着翅膀嘎嘎叫着 身上脖子去拧苏男的扫走和衣服 滚 苏男一扫走拍退一只大鹅 另一只大鹅已经拍着翅膀 已经冲到面前 眼看着长着一排尖牙的大嘴 就要咬上苏男的裙子 苏男打鹅的经验 和鹅同样的丰富 急忙往旁边一闪 扬扫走往里 将差点咬到他的大鹅 拍向一边 那鹅被苏男的扫走拍到一边 鹅眼看到看得目瞪口呆的谢明韵 愉快地嘎嘎两声 冲着谢明韵就扑了上去 青夜见多识广 可是打鹅的经验真没有 急得挥着手乱叫 苏男刚刚又一扫走 拍开另一只鹅 听到青夜急急得很快走 一回头 目瞪口呆的看着吓得举着折闪 一动不敢动的谢明韵 哀哟一声 举着扫走就挥了过去 苏男看到谢明韵又惊又慌 大失水准 一扫走没攀到鹅 却拍到了谢明韵的脸上 好在谢明韵是认真练过几天功夫的 眼明爽快 急忙用折扇打上来 信中置信 谢明韵那把折扇已经抖开了 苏男的这一扫走 把谢明韵那把古董折扇 拍得不是动就是裂口 扫走上沾着的可疑谜点 非见到了谢明韵头脸身上全是 苏男吓得松手丢了扫走 两只手一起捂在嘴上 跟着小丝已经冲上前 捉着长长的鹅脖子赶紧领远伸开 谢明韵一只手捏着折扇 一只手拎着衣服胸前 闻着扑鼻子的不知道什么味 看着苏男 简直不知道应该是什么表情 你跟他打什么 对不起 我给你洗衣服 苏男不停地屈膝不停地躬身 要不是地上太脏 他就跪下了 这不怪你 是我自己 我先回去了 不怪你 我没事 我先回去了 谢明韵只觉得自己身上的怪味 越来越浓了 下意识地后退两步 一个转身脚不急地简直就是一路跑走的 苏男看着谢明韵跑得看不见了 一点一点地垂下肩膀 长长地哀了一声 自己怎么这么倒霉 怎么能这么好巧不巧地打了九公子 自己怎么能这么蠢呢 那是九公子啊 真是蠢到家也没到家了 自从九公子到足学之后头一回 下午上课 苏男能拖到多晚就拖到多晚 一直拖到先生看到他就扬起了戒齿 才一头冲进去 缩着脖子坐到自己的座位上 下了课 谢之婉和谢之柔听说苏男把九公子给打了 两个人一模一样的两只手交叠按在嘴上 圆瞪着眼睛看着垂头搭尖的苏男 你们俩不要这样 我觉得九公子不会跟我计较的 大人不计小人过嘛 九公子一看就是个君子 苏男看了看谢之婉 又看看谢之柔 安娜娜 我觉得你得去给九公子赔个礼 谢之婉惊吓过了 坐到苏男的旁边 忧心忡忡地出主意 对对对 我陪你去 正好看看九公子 谢之柔急忙赞成 不过他的重点 好像全在正好看看九公子上 明天再去吧 现在他肯定还没消气 等明天 或者后天 苏男一想到九公子当时看着他时 那幅惊恶之极的样子 心里一阵郁闷 好好的 他去自己家后院干什么 他现在真是无比的头痛啊 安娜 我看还是赶紧去吧 去晚了 万一山长知道了 谢之婉说到山长知道 声音一路走低 忧心忡忡 是啊 山长知道可不得了 你这叫 叫大不敬 谢之柔赶紧接话 这一回倒不是他想就近看看九公子 这一回是实实在在的替苏男担心 那是九公子啊 活凤凤凰一般的人物 苏男痛苦地挨了一声 两只手捂在脸上 两个表姐说得对 这事脱是脱不过去的 太婆说过 陪礼这样的事 一定要越早越好 千万不能脱 脱是要脱出大事的 苏男又挨了一声 呼地站起来 伸头一刀 缩头一刀 我现在就去 我陪你去 谢之婉急忙跟上往外走的 虎虎生风的苏男 谢之柔也急忙跟上 还有我 谢明运一口气冲回府里 联系了四五遍 足足洗了一两个时辰 才勉强觉得好点 两辈子加一起 他都没碰过这样的会晤 这一路奔回来 他被熏得差点背过气去 刚洗好出来 青夜垂手禀报 山长来了一会儿了 在前厅喝茶等着呢 谢明运一个正审 忙急不往外 山长来干什么 谢山长坐在厅里 抿着茶 眼睛一直瞄着门外 看到谢明运急忙站起来 一路小跑迎出来 哎呀 九公子啊 我是来陪礼的 实在是对不住啊 谢明运恶然没完 就明白过来 山长这是 苏南那丫头啊 实在是粗意的过了 我已经罚她先跪一个时辰 伤着九公子没有 哎呦 那妮子 哎 伤着哪儿没有 谢山长脖子微深 仔细地看着谢明运的脸 这样一张脸 要是伤着哪儿 得多让人心疼啊 没事没事 这事不能怪苏姑娘 谢明运一边让着谢山长 往屋里进 一边笑问道 山长是怎么知道的 苏南那妮子还算知道轻重 下午一到学里就去找九公子陪礼 哎 你看看这孩子 野得过了 说起来啊 也是个可怜孩子 他阿爹 苏秀才 如今在咱们族学外学堂教书 他阿爹是个有才的 我教过他 哎 苏南阿娘是咱们谢家姑娘 当年也是个极为聪明的 和苏秀才算是青梅竹马地长大 情分极好 他阿娘死后 他爹苏秀才就废了 这么多年 他爹疯疯癫癫的 他外婆要照顾他 又要照顾他爹 可怜呐 谢山长一边说 一边摇头叹气 他外婆也是上了年纪的人 一来心疼他 二来是固执不及 就让他长成了这样的粗野性子 九公子多多担待 谢山长再次站起来 冲谢明运就要长衣 谢明运急忙起来扶住他 山长客气了 这件事说起来该是我的错 不是苏姑娘的错 当时苏姑娘正赶几只大鹅 是我看热闹凑得劲的 自己凑了上去 吓着了苏姑娘 又累了山长 是我的不是 谢明运冲着谢山长长衣 九公子这是什么话 听谢明运这么说 谢山长一颗心放回肚子里 眉眼都松开了 九公子真是品格高尚啊 苏南这妮子 事态粗野 晚点我跟他阿爹说说 今天这是碰到了九公子 九公子大人大量 要是明儿碰到个凡俗之人 计较起来呀 说不定就吃了大亏了 我见过苏姑娘 还有咱们谢家的两位姑娘 都极好 山长多虑了 谢明运不知道想到什么 眉头四醋 还没醋起来 又舒开笑道 不是多虑啊 谢山长一脸愁容 不满九公子说 当年苏秀才是我的学生 我极看好他 他家里出了那样的惨事 唉 为了他这个心结 我花了不知道多少心思 他这个闺女 算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 是个好孩子 可也确实是娇惯的厉害 他爹苏秀才 根本不容人说一句半句 他闺女不好 就是我说 他虽说没敢当面翻脸 可那脸色也照样不好看 苏南的外婆倒是明理 不过 也一样娇惯的厉害 苏南阿娘三四岁上头 苏南他外翁就去世了 他外婆守着这个独养闺女长大 独养闺女没了 守着这个独养外孙女 您说能不疼吗 眼珠子一样的疼 再怎么明理啊 浇灌还是免不了的 唉 啊 不说了 晚点我得去一趟苏家 跟他外婆好好地说说话 这孩子 粗也成这样 这往后怎么嫁人 您说是不是 谢山长简直一肚皮的苦水 苏姑娘阿娘是怎么走的 谢明运凝神听着 谢山长的每一句抱怨 突然间问道 那年呢 他们一家三口去西山 从西山回来的时候 渡船走到一半 不知道哪来的一阵妖风 唉 都说是妖风 几十年不遇 把船吹翻了 苏秀才一只手抱着苏南那妮子 一只手抓住了一块船板 眼睁睁地看着苏南他娘 被一个浪头打没了 唉 也是 换了谁都得 这会儿说起来 我还难过得不行 多好的一对小夫妻 不说这个了 九公子大人大量 这是苏南那妮子福气 不过 这妮子这么粗矮 这可是万万不行的 谢山长又念叨了一会儿 起身告辞 谢明运送走谢山长 立刻打发红叶 你去跟学理说一声 下午的事都是我的错 该我向苏姑娘赔礼 请学理无论如何 不要处罚苏姑娘 红叶答应一声 急急地去传话 谢明运慢慢地夺进书房 呆坐着出神 坐得如同石像一般 清叶透过竹梁的缝隙 忧虑地看着他家公子 傍晚 下了职 清叶回到自己屋里 见红叶从门口过 忙招手叫他 你刚从苏家回来 刚刚公子打发红叶 往苏家送东西赔礼去了 是 红叶皱着眉 看样子也仿佛有什么心事 不用清叶让 抬脚进了屋 你有空吧 我没事找你喝杯茶 见到谁了 苏家 怎么样 这一句怎么样 清叶简直是提着心 秉着气 至于为什么提着心 秉着气 他又有点说不上来 就那样 最寻常不过的市井人家 就苏姑娘外婆 乔婆子在家 那个乔婆子 一看就是个 红叶挥了两下手 叹了口气 算是不好惹吧 就是个市井婆子 看到我 先一拍大腿 一声哀悠 那样子 真是 红叶又挥了两下手 简直不知道 说什么才好 清叶听着紧皱着眉 想了想 又问道 你跟他多说几句话没有 看样子 像不像个名理的 哪有机会多说呀 他一声接一声的哀悠 一声哀悠连一个不敢当 我还能说什么 放下东西就赶紧走了 红叶看着紧皱着眉的清叶 也皱上了眉 清叶 我早就想找你说说话了 我总觉得 这一阵子 咱们家九爷 好像 那个 是不是 我总觉得哪不一样 哎 清叶话没说出来 先是一声长叹 不是总觉得 是 就是 清叶的话突然顿住 一步出门 左看一头 右看一头 再一步退回来 凑近了红叶 你说 咱们九爷 会不会 那个 红叶看着清叶 搓得飞快的手指 一脸茫然 哪个呀 你倒是说话呀 这是什么意思 红叶点着清叶 搓个不停的手指 就是 你看 咱们九爷 这太不一样了 这事 想不通 是不是 你说 会不会 清叶又搓上了手指 红叶忍不住 翻了个白眼 你别搓了 到底是什么 会不会 你赶紧说吧 我是说 是这样 清叶觉得 这话实在 很难说出口 你说就牙齿舌头 打架的感觉 我是说 清叶一跺脚 红叶你说 咱们九爷会不会 清叶一咬牙 一跺脚 却戛然而止了 红叶无语地看着他 我瞧着 你跟九爷差不多 也 那个啥了 唉 今天这话 出我口 入你耳 咱俩说过就算 不做数的 清叶又跺了一脚 看着红叶 极其郑重地道 行行行 我知道了 你快说吧 红叶连连点头 红叶 你说 清叶深吸了一口气 九爷会不会是 看着那个 苏家姑娘了 一句话说出来 清叶捂着一只手 捂在脸上 我居然生出 这样的想法 我简直失心疯了 这太丢人了 红叶听得呆了半嗓 慢慢地眨了一下眼 又眨了一下眼 再飞快地眨了 不知道多少下 突然一声哀悠 哎呦 你怎么能 这不可能 这苏家 那乔婆子 跟咱们九爷 红叶一只手 拼命地往上戳了片刻 有用力往下指 这差的 你真是实心疯了 九爷要是知道了 九爷那样的 仙人一样 你怎么 红叶话没说完 人就呆住了 对着有气无力 看着他的青夜 两人 你看我 我看你 呆了好半天 同时哀了一声 哎 哎 除了这个 我实在想不出别的 九爷实则是 就是今天 从那个河边回来以后 事后爷沐浴 我突然想到的 差点淋了爷 一头热水 红叶 你想想 要是这样 要是咱们 是不是就通了 不过 这事也不一定 九爷跟咱们不一样 九爷一生下来 就跟咱们不一样 跟所有的人都不一样 九爷不能照着咱们论 哎 这事啊 我就跟你说说 青夜说着 只觉得腿有点软 往后退了一步 摸到一把椅子 按着椅子扶手 扑通坐下 红叶往前一步 跌坐到另一把椅子上 两人对坐了半天 红叶深吸了一口气 上身前倾 看着青夜道 这要是万一 万一的万一 万万一 真要是这样 我觉得吧 不一定是坏事 红叶下意识地左右看了看 声音压低 咱们都是知道的 为了九爷一亲的事 从大老太爷 到咱们老太爷 到咱们老女夫人 愁愁什么样了 九爷是怎么说的 他不准备成亲 不是看没看上谁 是不准备成亲 要是 红叶脱长着声音 瞄着青夜 青夜眨巴着眼 突然一声长叹 尾顿在椅子里 哎 红叶 你说九爷真要 那个苏家 就那样 跟九爷不娶 到底是哪个好啊 那个苏家 九爷简直是 青夜抬手捂在脸上 那位苏姑娘 就是个市井寻常的疯丫头 那个苏家 后院里那些鸡鸭 那一地的鸡石 那位一说话 先拍大腿的乔婆子 那个疯疯癫癫的苏秀才 天哪 九爷要是接了这么一门亲 那岂不是玉佩 掉进了猪窝里 他家哲仙人一般的 九公子啊 感谢您收听喜马拉雅出品 闲听落花最新大作 圣华 叔叔欢迎您点赞评论打赏 更多精彩内容 尽在喜马拉雅 注意镇子 那是最好不过 可要是常住下来 那怎么能行呢 九公子还得考春围 要一亲 要入仕途 听说九公子 还常常被太子 召过去陪着说话 这些 才是真正的大事啊 九公子在平江老宅 可以住 可是不能久住啊 三老太爷 趁着九公子 谢明云请安的机会 试探了几回 谢明云只当没听到 明说了一回 被谢明云 几句话堵了回去 这是谢家老宅 他在家里住上一站子 几年 甚至长长久久地住下去 难道老太爷 还要嫌弃他 这话老太爷就没法接了 他哪会嫌弃他呀 那不是笑话吗 他是替他着想 不过这话是没法再说下去了 三老太爷想了又想 亲笔写了一封信 封了七印 吩咐新妇仆人 星夜送往京城 并当面跟大老太爷 卸上书 禀报了九公子 在老宅的一举一动 以及三老太爷 对九公子的担忧 九公子在老宅 这一天天的 这么一幅 胸无大志的模样 这可不行啊 三老太爷的信 刚送走没两天 就是重阳节了 重阳节敬老 是大事 谢家族学 一向是要放一天假的 谢明运每天都到学里 内学堂的学子 每天都能看到他 和他说话 受他的指教 人都是这样的 传说中的 哪怕是神仙 在身边来来去去的久了 也就平淡了 谢明运也是这样 最初的光亮渐渐退去 从先生到学子 开始拿平常人的目光看他 虽然说还是好看的初期 但他是九公子谢明运 不是哲仙 谢明运了 苏南和表姐 谢之婉和谢之柔 虽然说还是看到一次 感叹一次 九公子真好看 可看九公子这件事 却已经从他们生活 最大的一件事 退成了像踢键子 跳绳这样的事 他们的生活中 有的是比看九公子 更要紧 更重要的事 比如他们这个年纪 家里就已经开始看婆家了 特别是谢之婉和谢之柔 一个十六 一个十五 年里年外 就该把亲事定下来 然后过礼准备嫁妆 两年三年 一晃眼就过去了 过了二十再出嫁 在他们平江府 要是没有一个 拿得出手的原因 那是要被人家 背后指点的 让人烦恼忧心的是 谢之婉 有一个在谢家族学外 学堂认识的 小青梅竹马周青 去年就考入内学堂 虽说今年先生 没让他下场 说他还差些功夫 可先生也说了 他明年就能下场考试了 明年考不中 后年必定能考过的 谢之婉 重义周青 谢之婉的父母 更加重义周青和周家 可周家不是苏南父亲 苏秀才那样的孤儿出身 周家家里有两三百亩地 还开着两三家铺子 家境比谢之婉家 强了不知道多少倍 虽说周青也挺重义谢之婉的 可周家肯定没把谢之婉 放进儿媳妇的考量范围 周家小父之家 家里就上两代出过一个秀才 到周青 从周青父亲到他祖父母 甚至亲戚都期望殷殷 盼着家里不但出个秀才 最好能出个举人 甚至出个近视 那他们周家 这一个跟头 可就翻得不得了了 周青的父母 祖父母都是精明明白人 早就放了话 周青年纪还小 要专心念书 一亲的是 等他考过了秀才 再提不迟 也只有等周青考中了秀才 他们家才有底气挑一户 对儿子有助力的人家 可是等周青考出秀才 最快也得两年后了 两年后 谢之婉都十八了 而且周青考中秀才之后 谢之婉离周青不是近了 而是更远 因为这个 谢之婉的父亲早就断了这条心思 可谢之婉却还没能舍下 考进内学堂也是冲着周青 发了狠竟然考进了 谢之婉靠了苏南的帮助 是做了点币考进的 但三个人一心一意要进内学堂 最早全是因为谢之婉的这份婉转的心思 重阳节前一天 祖学里放学比平时早了半个时辰 苏南和谢之婉 谢之柔 胳膊挽着胳膊的出来 绕着圈子 从卖脂粉 花粉 捐花 团扇的院前街 逛了一圈绕回去 虽说买不起 可是看看也好啊 十几岁的小姑娘 最爱的就是这些东西了 谢之婉心事重重 昨天呢 赵媚婆去大伯娘家了 谢之柔和苏南低声的道 谢之婉 谢之柔和苏南阿娘三家 就紧挨着的三间院子 后来苏南阿娘出家 虽说没说是倒茶门 却是女婿住进来 乔婆子觉得 这谢家祖上留下的宅子 往后改了苏姓不好 谢之婉和谢之柔父母一商量 两家出钱招世价 买下了乔婆子的那个院子 乔婆子那间院子 正好在中间 就一分为二 一家一半 乔婆子拿了银子 隔了一条街 重新置办了宅子 算是苏南阿娘的陪价 就这么 谢之婉和谢之柔住隔壁 苏南就隔了一条街 有什么事 谢之婉知道 谢之柔也就知道了 可苏南就得等两人告诉他了 说了哪家 苏南立刻关切地问道 哪家跟哪家有什么分别啊 哪家都不好 谢之婉的语调里都是委屈 午后我到学堂的时候 碰到周二了 他就是站在那棵歪脖子树下 看到我 好像是想说什么话 我没往前去 就站着看他 他前一脚后一脚 犹豫了好大一会儿 低着头走的 苏南看着谢之婉道 他想干什么呀 谢之柔有些没好气 他一直觉得 周二既然想娶他婉姐 就该轰轰烈烈地闹到 要么娶 要么死 这样湿湿黏黏地 既不咬牙 也不跺脚 就是太龌龊 太低烈了 周二他到底是个什么意思啊 苏南美里谢之柔 拉了拉谢之婉 问道 他家里放了那样的话 我阿娘就说了 死了这条心吧 人家一心一意 要挑个娘家有助力的 咱们家哪有什么助力 要是 谢之婉猛得一顿 又哀叹了一声 算了 也没什么不能说的 我阿娘说 要不是你家 出了那样的惨事 你阿爹要是考上了举人 那咱们家 就算是有娘家助力了 现在 谢之婉看着苏南 又看了看谢之柔 咱们三家 你们家就算了 谢之婉拍了一下苏南 你们家就你一个 我和柔姐家 念书上头 到时候我跟柔姐最有天分 这能怎么办 哎 外婆也这么说 外婆挺难过的 说多好的一对啊 苏南连声叹气 因为他自小懂事 不过他觉得 他这个自小懂事 都是被他外婆 天天对着他念叨 念叨出来的懂事 外婆说他过得苦 一定得说一说 要是闷着呀 万一像他阿爹那样 那他男家可怎么办呢 算了 别想了 苏南声音低落 谢之婉眼圈微红 我又没想 都是你们瞎说的 我早就知道 谢之婉喉咙一梗 不说了 当初 阿弟阿娘啊 就不该送咱们去念书 那是族里的规矩 谢家姑娘都是要识字的 谁让你聪明来 要是光辉识字 进不了读经班 哎 算了算了算了 我又胡说八道了 不说这个了 明天呐 重阳当高 让二婆婆带咱们去爬西山 我偷点酒出来怎么样 谢之婉转了话题 那得让我阿爹带咱们去 外婆啊 肯定不会让咱们喝酒的 苏南笑起来 怎么不让 端午那回你喝的脸通红 不是给你外婆喝的 谢之婉 毕竟是只有十五六岁的小姑娘 那份难过 随着话题转换 也转换过来 那是外婆难过 是她让我陪她喝两杯的 我阿娘不就是端午没的吗 每年端午 你们知道的呀 外婆多很难过 就是这两年啊 外婆才算能好好地过端午 前些年 我不是都是到你们家 讨粽子吃的 苏南笑道 阿南啊 你一口气能吃四个大粽子 那回把我阿娘吓坏了 你知道吗 说要是把你撑出个好胆 她就不用活了 后来呀 我阿娘就再没包过 那么大的粽子 谢之婉 比划着那个粽子的大小 笑不可知 我一点也没觉得撑着 三舅母果的粽子 好吃极了 苏南也跟着笑个不停 你这妮子 吃了粽子就没个够 年年端午啊 一看你来了 我阿娘就害怕 说那锅粽子呢 留两个在外头就行 那一锅呀 赶紧藏起来 谢之婉 心情好多了 也跟着笑说道 大舅母真是的 我这么大的人 撑不撑着还不知道吗 真是 这粽子 年年都没能吃好过 苏南哈了一声 独着嘴抱怨道 你们说什么呢 我就听到阿南说 没能吃好 谢宁允从鞋前 一条小巷里 迎着三人过来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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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南说他年年 都没能吃粽子 吃个痛快 谢之柔还没站直 就笑答道 为什么 你喜欢吃什么样的粽子 谢明云一脸惊讶 一边转身 示意三人继续往前走 一边看着苏南问道 因为大舅母 三舅母 还有外婆 都怕我撑着呀 苏南爽快地答道 先生不知道 阿南吃起粽子 吓人得很 这么大的粽子 他一口气能吃四个 这么多呢 我们都吓坏了 他说他还能吃两个 谢之柔一边比划 一边歌笑出声 那还是两年前了 阿南还没现在这么高 就这么一点点 我阿娘啊 奇怪得不得了 说那么小胆小人 那些粽子 吃哪儿去了 我真还能再吃两个 苏南仰头看着 听得高挑起一根 眉毛的谢明运 这是我吃的最多的一回了 到第二天 三舅母裹的粽子 就吃完了 到去年呢 到今年 他们全都看着我 一天只需我吃两个粽子 两个 还是这么小的 唉 苏南兴兴的一声长谈 谢明运只觉得哭笑不得 简直有点不知道 说什么才好 他吃东西的模样 他记得不能再清楚了 浅尝折纸 悄无声息 优雅克制 这会儿 谢明运的心里 有一片道不清 说不明的凌乱的感觉 可是苏南的这份 坦然爽力 又像极了他 端午的时候 京城爱过正大的一口纵 有用唯业的 也有用合业的 清心碧透 十分可口 明年我让厨房裹一些 带到雪里 给你尝尝 谢明运轻咳了一声 才说出话来 一口纵 就一口那么大吗 苏南扬眉问道 谢明运点头 谢之柔笑出了声 要是一口一个啊 阿南得吃多少个呀 肯定多得数不清了 一堆一堆的 我觉得也是 苏南跟着笑个不停 谢明运两根眉毛 一起扬起来 又渴了一声 这个话题不能再说下去了 说正事吧 明天不是重阳吗 你们准备去哪更高 我们讲西山 不过还不知道 能不能去呢 谢之柔的敏捷 全是强化上 大舅母今年事多 苏南看着谢明运解释 她大舅母好像是 打算借着重阳 相看没人提的几户人家 这相看是偷偷的相看 不能说 只能忙 大舅母忙啊 外婆也得跟着忙 大舅母给晚点相看人家 必定是要请上外婆的 大舅母和三舅母 都受外婆看人 看家的眼光好 三舅母从来不去重阳登高 她怕蛇还怕黑 苏南长叹了一口气 要是没人带我们去啊 我们就不能去 我陪你们去吧 正好我也想去西山 你们给我带路 我陪你们去 谢明运看着苏南 心微微有些提起 好啊 谢之柔立刻欢快答应 苏南和谢之婉对视了一眼 苏南看向谢明运 奇怪得道 年年重阳 学里的先生都要在一起 吟诗作画赏局什么的 就是在西山 山长没跟先生您说吗 哦 谢明运还真不知道这事 午后他出来的时候 看到谢山长过来找他 大约就是要说这件事 可他躲开了 那正好啊 要是没人带你们 这要重阳登高 你们就跟先生们在一起 那还是算了 那还是算了吧 谢之柔和苏南一脸苦笑 一口同声的道 跟先生们一起登高 那不是找罪受吗 那我明天让人去问问你 要是有人陪你们 我就不管你们了 要是没人陪 我就陪你们登高 反正我也不会吟诗 谢明运略意私存 看着三人笑道 这一回谢之柔也没敢立刻答应 学里的先生一起吟诗作画这事 好像是一件极其要紧的事 苏南看了看谢之婉 犹豫了一下 点了一下头 好 那明天见吧 几句话间 已经走到街道的尽头 谢明运顿着布 示意三人 你们赶紧回家吧 三个人再次挽着胳膊 冲谢明运挥了挥手 快步上了桥 回家了 感谢您收听喜马拉雅出品 闲听落花最新大作 圣华 叔叔欢迎您点赞评论打赏 更多精彩内容 尽在喜马拉雅 又煮上咸鸡鸭蛋 苏南瞄着时辰 借口未激 从后院飞快地绕到前院 在前院的大门后躲着 等着九公子家的小厮过来 上回九公子送了那些什么赔礼的东西 害得他被外婆揪着 只教训了半夜 什么不知道轻重 什么贵人不能惹 什么什么什么的 这回九公子的那个小厮 再说什么 带他们去西山登高的话 让外婆听到 又不知道该怎么教训他了 虽然说外婆不怎么招他 可实在是真烦 自己当时怎么没有一口回绝呢 真是 像柔卷说的 像九公子那样神仙一样的人 怎么说不啊 说不出口的 苏南秉着气 从门缝中努力地瞄着街道两边 可千万别正赶上阿爹回来 嗯 阿爹每到过节都要到阿娘坟前 要念到好久 差不多天黑才能回来 不用担心 苏南胡思乱想地安慰着自己 从街的这边看向街的那边 一眼看到青叶急忙闪身出来 反手眼上院门迎着青叶几步过去 你是到我家的吗 是 我叫公子 青叶被苏南这一冲上前直冲的一个正神 他还是十分不习惯这些示警人家的没规矩 我知道我知道 你跟先生说我外婆回来了正争重阳高呢 外婆带我们去登高就不劳烦先生了 谢谢你啊 谢谢先生 苏南一口气说完 输了口气 笑容绽放 冲着青叶摆了一下手 转身几步跑了回去 青叶听得眨着眼 看着苏南两步上了台阶 推门进去了 一个转身大步往回 这会儿他再次觉得 他竟然觉得他家九爷是看中了这位苏姑娘这事 是他太过分了 这位示警人家中都不能算很有规矩的苏姑娘 这样的苏家 怎么可能配得上他家神仙一般的九爷 简直完全没办法放一起想 青叶禀报了回话 小心地瞄着他家九爷 他家九爷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来 依他的经验 最近他又敢有点经验了 他家九爷至少不算不高兴 他就说嘛 他家九爷怎么可能瞧得上 那么一个粗俗的小丫头 景谢明运和族学的朱先生 以及平江城几位工人 有学问有修养的老先生 以及几个老举人一起登西山赏局绘文的帖子 在谢明运刚刚回到府上时就由谢山长亲自送过来了 谢明运答应得十分干脆 这倒没让谢山长意外 他已经十分明白 极其确定 他们谢家的这位九公子 其实随和无比 千和无比 极其低调 那些说他们谢家九公子不尽人情 目无下沉的传言 都是假的 平江复述 平江府的登高 不像别的穷县 一大清早上山 赶着天黑前早早地下山回家 平江这西山登高 都是傍晚上山 整个西山 兴罗骑步着各有钱人家的别院 但凡在西山有别院的人家 在重阳这一天夜里 除了在自己家别院四周灯笼高挂 照得院外通明之外 还有从自己家别院往外 多挂出一里两里的灯笼来 西山上别院众多 这大红灯笼就从山脚下 一直挂到山顶 挂得整个西山 处处都有灯笼 不管是身在山中 还是远远望去 明亮的灯笼 兴罗起步 壮观而美 仿佛是另一个上缘灯节 因为这个规矩 平江府的小民 只要是能走得开 是都要往西山登高望远看灯笼的 乔婆子家离西山不算近 收拾好带着穿着一身过节才穿的好衣服的苏男 以及蟹纸碗和蟹纸肉 搭了一辆铺了干净粘毯 临时改来送人的太平车 往西山过去 到了西山脚下 天色已经昏暗下来 山上山下的灯笼都已经挂好亮起 乔婆子付了车钱 仰头看了看 漫山遍野的大红灯笼 推了一下 提着一只小梯盒 正和蟹纸碗凑在一起 不知道嘀咕什么的苏男 走了 一会人躲起来 路都不好走 苏男脆声硬了 转身找到追出去 不知道看什么的蟹纸柔 乔婆子在前 苏男三个提着棋盒 跟在他后面 三个人的头几乎抵在一起 边走边说 哎 你看清楚了 真是猪二吗 苏男揪了一把蟹纸柔 肯定是 他还冲我笑了笑呢 你说他是不是特意等咱们的 咱们前面没看了大车 不一定 苏男斜了一眼 神情微微有些激动的蟹纸碗 他们周家有钱 人家自己家有车有马的 就算雇车 人家肯定也是雇一辆大车 肯定不会像咱们这样 坐太平车过来 阿南这话说的太对了 蟹纸柔也描了一眼明显一脸失望的蟹纸碗 松开苏男 绕到蟹纸碗的身边 十一姐 别想了 还有件事呢 蟹纸柔探头看向苏男 反正阿南从来没生过心思 这话好说 上午大姑娘不是出门有事了吗 六堂婶就把重阳膏送到我们家了 六堂婶送了膏没走 坐着和阿娘说话 我呀觉得他是故意的 早前说阿南和他们家三堂哥 结亲不结亲的 还是他提的呢 那时候大约是算计着阿南的嫁状好 六堂婶就这条惹人眼 他也会算计了 我扯远了 六堂婶嘛 就坐着说话 我呢 就躲在门后面听 就听六堂婶说什么 九公子夸他家三哥 聪明难得了 说学历的先生说了 三哥今年纵人考不中 明年是考中的 说他家三哥 一个秀才是稳稳的了 还说什么 咱们虽然姓谢 可姓谢的多了 光是一个谢字可不够 族里可照顾不过来 他得好好盘算盘算 替他家三哥啊 寻一门有助力的亲事 你们听听这话 我阿娘就没客气 我阿娘那脾气 你们是知道的 当场就直说了 我阿娘说 当初你不是还盘算过 我们男姐呢 看我们男姐是个 独养闺女 盘算那一住家产 这我又不盘算了 我阿娘还说 六堂婶啊 你这心眼别转了太多 至少凡事想好了 再往外说 别搬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我阿娘还说 三堂哥出息 不是一天两天的了 前年去年 学历先生 难道没说过三堂哥 必定能讨秀才这样的话 我阿娘还说六堂婶 她去年还说过 今年就要到阿南家提亲呢 今年就又一个说法了 阿娘说 我们是明里的人家 说实话 也没看上六堂婶 要是换了别家 打上门都是轻的 六堂婶啊 一张脸通红 给我娘赔了半天里才走 她走后 我瞧着我娘还是气得够呛 剁肉馅啊 剁的砧板都快成肉馅了 唉 苏南长叹了一口气 冲着在他们之前七八级台阶的乔婆子 弄了弄嘴 外婆今天还说呢 就怕六婶子家伤了和周家一样的心思 外婆说她没看中六子婶 她就觉得三表哥还不错 你说的这些 外婆要是知道了 总之得不痛快一阵子了 唉 这人真是的 还没出去呢 就想着这个助力 那个助力了 没有助力就不能活了呀 真让人瞧不上 谢之婉看着脸色很不好看的谢之婉 再看看气色还算平和的苏男 烦恼地甩着袖子 我听我阿爹呀 说过一回 说换了咱们家 要是我哥或是你哥有了出息 咱们家也一样这么打算 阿爹说 那有助力和没助力 差别太大了 谢之婉声音低落 别的不说 就说阿南他爹好了 这话都是阿娘和阿爹说的 说是自从咱们这家有了苏家姑父 光是这个工那个义 还有这个钱 那个钱的上头 省了不知道多少 从衙门到族里 也不欺负咱们了 就是苏家姑父 不大好那几年 衙门里也客气得很 这有人跟没人 能一样吗 谢之婉 滴滴地叹了口气 你们不用劝我 我都懂的 要是我哥或是你哥 今年明年就能考出一个秀才来 过个两年三年就能考出举人 我肯定想着让他结一门好亲 他要是发达了 我们就都跟着发达了 官家小娘子跟咱们现在 一个天一个地 这怎么能怪人家呢 人家又不欠咱们家的 又不欠我的 要怪啊 只能怪咱们爹娘兄弟 没本事 谢之婉声音微梗 咱们不说这个了 哦对了 你阿娘跟你说了没有 他和外婆今天相看了这两家 他和外婆呀都没看中 你知道外婆说什么吗 外婆说呀 人一定要好看 咱家婉戬那么好看 得找个差不多的 不能让他看着咱们婉戬舒心 咱们婉戬看着他恶心吧 苏南写着外婆的语气 谢之婉扑的一声笑出来 我回去就跟阿娘说 以后我相亲 他也得请二婆婆和他一起去相看 我也要看好看的 谢之柔拍手笑道 哎 你们说像九公子那么好看的 得找个什么样的媳妇啊 说到好看 谢之柔立刻想到他们谢家九公子 肯定得跟他差不多好看吧 谢之婉接话道 九公子成亲咱们肯定看不到 要是能看一眼 得多好看呢 真真正正的金童玉女 三个人一边说着 一边加快脚步 跟上敲破子 赏着灯 看着人往山上上去 谢明运站在一片阴影中 目不转睛地 看着夹杂在人群中 提着一个小石盒和两个表姐 说说笑笑 越来越近的苏男 苏男像是感觉到了什么 从说笑中抬起头 往谢明运这边看了一眼 再转头四下看了一下 谢明运嘴角泯出一丝丝笑意 没一眼 苏男看不到他 片刻 苏男又抬头看过来 再转头看了一圈 谢明运笑意更浓 一开目光 片刻又看了回去 苏男将要走过时 又扫过了一眼 谢明运没移开目光 看着苏男 微微醋眼看了一眼 又看了一圈 拉着两个表姐 脚步加快往上走了 低下头笑意融融 他这份敏锐 一如既往 上到半山 乔婆子遇到了几个邻居 大家招呼着聚众做了 互相让着吃你家的重阳糕 再尝尝我家的 东家长 西家短的 开始说闲话 苏男和谢之婉 谢之柔和几家 结伴而来的小姑娘 聚成一群 也吃着各家带来的糕点吃食 说着他们的闲话 重阳这一天的西山是分了层的 最山顶的望远阁 是由谢家族学出面的重阳文会 多数时候是请了平江福尹主持 今年也不例外 不光不例外 今年平江福尹到的还特别早 因为据说谢家的那位九公子 也要过来登高绘文 谢家这位九公子 光是皇上的期望 和太子的看重 就让人不能小视 可是再怎么着 毕竟还是个白衣 他要是上门拜会 传出去可就不好听了 去谢家族学也不合适 也太明显了 今天这场文会 和谢九公子多攀谈几句 搭一份交情 真是太合适不过了 所以他早早地就到了 谢九公子也没让他失望 那份谦和 那份恰到好处的热情 真是让人不能补满腔好感 山顶的重阳文会 今年特别的热闹 从山顶往下 几处平坦一些 适合聚会的地方 早早地就被平江府的 大家大族圈起来 供族中女眷 和族中子弟登高游玩 平江府的市井小民 只能在半山以下 登个半高 不过 这些分别 对于苏南和谢直婉 谢之柔这样的小姑娘来说 既没想过 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好过 毕竟年年都是这样 谢之柔正和一个小姑娘 学大人猜拳玩 两三个小姑娘围着 拿着一把炒针子 替他们俩计输赢 谢之婉和一个 比他大了一两岁的林家姑娘 紧挨着坐着 听林家姑娘说 他正在办的嫁妆 如何烦男 又有什么规矩 俗南紧挨着谢之婉坐着 有一搭没一搭的 听着办嫁妆的话 目光溜来溜去 看着四周的灯笼 和一群一群的热闹 他们这一片都是女眷 平江府是很讲规矩的地方 看看西山登高 更是早有规矩 溜来溜去 看着看那的苏男 一眼扫见 站在树下灯笼阴影中的 周二郎周青 目光顿时一致 下意识地看向谢之婉 谢之婉浑然不觉 正听半嫁妆的话 听得入神 苏男慢慢转了一点脖子 眼珠慢慢地转过去 再看向那只灯笼下 周二大约以为灯下黑 别人看不到她 斜靠着树 呆呆地看着谢之婉 看得人呆眼直 苏男一眼看清 急忙移开了目光 连眨了几下眼 再看向还是浑然无觉的谢之婉 呆了片刻 再看向人呆眼直的周二 来来回回地看了七八趟 苏男忍不住往上翻了一个白眼 算了 还是别告诉婉姐了 告诉了没有好处 全是坏处 他们俩的亲屎 根本没有他们俩说话的余地 自己也是 不对 自己不是 自己的亲屎 自己要是不肯 那么在他外婆那儿 肯定能闹得下来 在他阿爹那儿 阿爹就是一句话 可人家家呢 苏男肩膀垂下去 刚才柔卷不是说了 三表哥家里 看不上他吗 哎 苏男说不清矿胃的 暗暗的一声长叹 肩膀往下塌 心情也低落下去 人长大了 真没意思 感谢您收听喜马拉雅出品 闲听落花最新大作 盛华 叔叔欢迎您点赞评论打赏 更多精彩内容 尽在喜马拉雅 苏男眨了一下眼 轻轻地拉了拉 正听嫁妆听得入神的谢之婉 付到他耳边道 寻里有人找我 我过去看看 回来再跟你说 谢之婉嗡了一声 鸣声看着苏男站起来 往一棵什么也没有的树后走去 看着苏男转到树后 像是和谁在说话 就转回头 接着听嫁妆的规矩 阿男一向不用他操心 清夜招手叫了苏男 立刻隐身术后 见苏男过来 脸着身形 闭在阴影中 压着声音和苏男笑道 苏姑娘 我家九云说 有几句要跟苏姑娘说的话 就在前面 清夜站在阴影中 忍不住又瞄了几眼苏男 她越来越觉得 恰恰九爷可能真是失心疯的 看上眼前这个粗鲁的傻丫头了 这可真是疯了 有什么事吗 说什么 是我一个人 还是 苏男太意外了 九爷的事 小的可不知道 九爷吩咐小的事 说是请苏姑娘 没说别人 清夜只好多说几句 一边说 一边一口一口的在心里叹气 希望她家九爷 只是一时心血来潮 过几天潮水退了 能一切如常 嗯 苏男沉隐了一下 好吧 在哪呢 苏姑娘 沿着这路一直往前走 清夜指了指 两排灯笼下的一条小路 看着苏男 沿着小路往上 自己择着阴影 引着身形 一路跟上去 可不能让人看到 是她叫走的苏姑娘 她可不愿意让人知道 她家九爷叫走苏姑娘 这件事 哎 她家九爷这心血来潮 赶紧赶紧的退潮吧 在大家知道之前 退个干净 不然 哎 别说她家九爷 连她都觉得没脸 这样的苏姑娘 那样的苏家 清夜下意识地扭头 看了一眼 正笑地拍着大腿的乔婆子 抬手捂住了脸 是景粗鲁婆子中的 粗鲁婆子 苏男脚步轻快 沿着小路一直往上 人越来越少 路两边的围慢 越来越多 又越来越少 苏男站住 清夜已经跟了上来 示意苏男 绝命就是了 苏男站住 打量着一圈四周 才接着往上揉 又转了一个小弯 前面没有人 没有围慢 连灯笼也没有了 背后的光亮灰映下 谢明云一间白色长衫 披了一件铜色的单斗篷 微微低着头 正转着手里的折扇 听到动静 转头看向苏男 苏男呆呆地看着月光 和灯光余晖下的谢明云 看得人傻眼直 九公子真是太好看了 怎么了 谢明云有几分恍惚之感 他这一身衣服太鲜亮了 鲜亮到俗气 他怎么会穿这样的鲜亮 他糊涂了 此他 是他 又非他 公子真是太好看了 月华似水 公子如玉 苏男被谢明云这一句怎么了 问得一下子狼狈起来 狼狈归狼狈 目光却舍不得一看 狼狈之中 挥着手 突然想起来 昨天看到的这一句 真是 贴切极了 谢明云如同被雷再次轰过 直直地看着苏男 嘴唇微微抖动 脸上似喜似悲 倒是把苏男看得害怕起来 我不会说话 我不是 我给先生赔礼 我不是 我没说什么呀 不是 不是 谢明云缓过身 眼泪却掉下来 不是 谢明云突然长衣下去 是我想起了一件旧事 有些失态了 姑娘见谅 吓着姑娘了 你没事就好 我没事 苏男差点想抹一把汗了 这位九公子 好看是好看 可是神神叨叨的 有点像他爹 没吓着姑娘吧 谢明云直起上身 人已经平静下来 看向苏男的目光 温柔如月光 带着浓浓的关切 啊 没事没事 我这个人啊 胆子大 没什么能吓到我 苏男忙摆着手 表示他一点也没吓着 这会儿的九公子 跟白天好像大不一样 眼前的九公子 让人很不自在 浑身长刺的感觉 谢明云好像看出了 苏男的不自在 往后退了两步 一边往前 一边示意着周围 我刚刚走到这儿 发现这里 才是赏景最好的地方 你看 谢明云指着山脚下 灯火明亮的平江城 没想到咱们平江城 这么繁华 你看这星星点点 简直像星辰坠落 真是壮观啊 苏男看呆了 呀 我从来没这样看过平江城 真好看 来 坐这儿看 谢明云看着 看得一脸惊叹 兴奋的苏男 片刻 示意旁边一间 小小的亭子 轻声地道 亭子极小 已经打扫得极其干净 铺了厚厚的沾毯 四周围了半人膏的 深色为慢 沾毯上放了一张高机 上面茶水点心 已经摆好了 苏男站在亭子口 看着铺满了亭子的 雪白沾毯 犹豫了 她的鞋子肯定很脏 要脱了鞋子吗 脱鞋子 成什么了 苏男犹豫的功夫 谢明运看着她 抿着笑 已经一脚踩了进去 经过她 折扇在她肩上 轻轻推了一下 进来吧 我也累了 咱们喝杯茶歇一歇 苏男看着谢明运 像没看见 地上雪白的沾毯一样 镜子踩了进去 立刻跟在她后面 也踩了进去 奇怪的是 谢明运的鞋子 踩过之后没有什么 怎么她踩过的地方 那么明显的 两个大脚印子呢 苏男跟着谢明运坐下 郁闷地看着她面前 那两只明显无比的鞋印子 谢明运顺着苏男 郁闷的目光 看着苏男留下的 那两只鞋印子 笑起来 一会儿我让人踏下来 要是想做几双鞋给你 就不用找你要鞋样子了 呃 苏男被谢明运 这一句话说的 意外地不知道 怎么反应才好了 做几双鞋给自己 这怎么像是 玩紧的话 你会做鞋 鬼使神差一般 苏男脱口问道 谢明运笑起来 一边笑一边摇头 现在不会 家里针线房上 有几个绣娘 鞋子做得不错 不过 想来做鞋也不会很难 以后可以学一学 做鞋很难的 我到现在都没学会呢 外婆说 我要是嫁不出去了 苏男有几分不好意思 她被她那几个大鞋印子 晃得有点傻了 怎么能问九公子 会不会做鞋 不用学会 你那位表姐 谢之婉 看好亲事了 谢明运 大约看出苏男的不自在 说起了闲话 还没有呢 正在看 今天上午 外婆和大舅母 就是去相看人家去了 偷偷看了两家 外婆说 头一家那家 阿娘不好 说她换豆腐 斤斤计较的厉害 就不说了 换好了豆腐啊 还非要人家 再给她一片干豆腐 人家给了 推起车 她又伸手 从人家那一筐黄豆里 抓了一大把 转身就走 苏男将目光 从她那两个大鞋印上 用力移开 和谢明运说 她外婆说的 那些相亲的事 说不清为什么 她觉得眼前的九公子 虽然太好看 太一尘不染 让人不自在 却很能让人信任 有一种和她说什么都行 不用顾忌的感觉 谢明运凝神听着 点头赞同 嗯 这家确实不好 不是因为计较 是因为 她再抓人家那把黄豆 品行有失 就看了这一家吗 还有一家 外婆躲在旁边 听那家阿娘跟邻居 先是抱怨了一大通 她家婆婆怎么怎么的 又说等娶了媳妇就好了 多年媳妇熬成婆 什么什么的 外婆说 她跟大舅母没听完就走了 说这家呀 门风不行 苏南说起话 人就自在多了 你外婆和大舅母这话 我也很赞成 确实是门风不好 这样的人家 媳妇嫁进去 要受折磨的 谢明运不光听 还想得很认真 这是她头一回 认真的想这种事情 女孩子嫁人很难的 这是外婆的话 哎 苏南想到刚才 灯影下的周青 一生长谈 丸戒很喜欢周二郎 周二郎对丸戒也很好 可是 哎 九公子 要是考中了秀才 举人什么的 或是以后做了官 一定要有助力吗 苏南看着谢明运 认真的问道 嗯 谢明运沉吟片刻 这得看从哪说起 怎么说了 为什么想到这个 谁家想找个有助力的 那就是说 有助力跟没助力 很不一样了 苏南很擅长于听话 虽然谢明运 没有证明答他的话 他还是听出来了 也不能这么说 谢明运失晓 他真是喜欢他的聪慧 他有多聪慧 他就有多喜欢 这里头啊 复杂至极 你听说过 绑下卓序没有 谢明运看着 神情黯然的苏南 一颗心 微微提起 听说过 犹台大戏 唱的就是绑下卓序 一群媒婆 拉着新科状元 说我这家万贯家财 就一个独养闺女 那个说 我家老爸一品格老 挺热闹的 苏南想着那台大戏 又想叹气 嫁人结亲 门当户对 谢明运仔细看着 他的神情 看样子 这助力不助力的 跟他有关 他没有兄弟 他父亲 没有再考的打算 更没有续闲的意思 他大舅和三舅家 几个表兄弟 都资质平平 内学堂都考不进 秀才什么的 就不用想了 那就是 谢明运带着几分小意 是谁因为这助力不助力的 误了亲事吗 你十一表姐 还是你 你十三姐 丸姐儿 苏南犹豫了一会儿 叹了口气 早些呢 我两个舅母 都是疼孩子的 这是我外婆的话 老早就留心丸姐儿 还有阿柔的亲事 反正看到好人家 就忍不住盘算盘算 这也是我外婆的话 有一户人家 我舅母盘算了好几年 说家里门风好 人也好 反正都挺好的 特别是人 人好又有出息 去年就考进咱们内学堂了 说是明年 最多后年 肯定能考出个秀才来 我六表沈家三表哥 也是内学堂的 也是这么有出息的 刚刚阿柔说 六表沈今天到他家 送重阳糕 跟我三舅母说了半天 助力不助力的 说虽说姓谢 可姓谢的那么多 落到三表哥头上的照应 能有多点 还得靠自己 说一定要给三表哥 挑一门有助力的亲事 三表哥这么说 大脚母盘算的那家 肯定也是这么想的 谢明云眉稍微挑 看着苏南试探得到 你说的这户人家 是那个叫周青的 你怎么知道 苏南吓了一跳 你别这样 内学堂里的外姓子弟不多 能在明年后年 考出个秀才的就更少 没定下亲事的 就周青一个吧 谢明云一边说一边笑 苏南挨了一声 照他这么一说 真是简单到 明晃晃的摆在那 好吧 你看过他的文章没有 是不是像先生说的那样 就算明年考不过 后年也一定考得过的 苏南见他一口就猜出来了 倒觉得放松好说了 反正他也知道了 他很信得过九公子 你觉得他是考得过好 还是考不过好 谢明云看着苏南笑问道 瞧你这话说的 当然是盼着他考上了 不是因为他是咱们学堂里的 是 人家又没对不起咱们 我们 不是 又没对不起谁 要是几个表哥 有上周二这样有出息的 那舅舅和舅母们 也是一样的打算 晚姐说过好几回 是我舅舅和表兄弟没出息 要怪啊 最多最多怪这个 不想让人家考上 那成什么人了 苏南头一回 斜眼看着谢明云 谢明云被他这一眼斜的 笑个不停 我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 咱们两个说话就随意了 那位周二郎的文章 我看过几篇 还有些稚嫩 不过颇是有灵气 条理分明 文章中有一份忠厚之气 先生说得极是 明年不中 后年必定是要考中的 唉 苏南想着刚才灯影下的周青 郁郁地叹了口气 你表姐和周二挺头脾气的 谢明云看着他 问了一句 苏南看了看谢明云 慢慢地点了一下头 算是吧 周二没和家里说说 谢明云再问了一句 不知道 苏南摇了摇头 听我外婆说 往周家去的媒婆可多了 从去年年初吧 或者是前年年前 周家太太就放了话 说他家二郎 要等考出秀才之后才一亲呢 听到周家太太放出话那天 丸角就痛哭了一场 本来那个时候 丸角就打算不考那学堂了 可是 苏南说到这里 意识到说的有点多了 尴尬了一瞬 算了 反正也收不住了 算了 说就说吧 丸角要考内学堂 当初也是因为周二 后来嘛 听到周家太太这话 丸角就不想考了 可你知道 谢家也罢 别姓也好 差不多的人家 女孩子都要上几天学堂 可是要考内学堂的 就少得很了 毕竟 女儿家也不能考秀才什么的 丸角要考内学堂 就得跟先生另外多学 我和柔景自然是要陪着丸角的 所以大家都知道我们要考内学堂 要是从周家太太放出的话 我们就不考了 这也太 苏南探着手 看着谢宁韵 您说是不是 所以啊 我们硬撑着就考下来了 本来嘛 考出来之后 丸角 当然还有我和柔景 没打算到内学堂念书的 考进了 就算交代过去了 可是我们考进内学堂之后 有几户人家从前不大看得上 大舅二舅家的 拖了人上门给顽点和柔点提亲 舅舅就说 我们平江府是重学问的地方 女孩子家学问学得好了 就能嫁得好 所以就让我们接着念书 一直念到回家出嫁 苏南 雨落如珠 叮叮咚咚的 话说得又快又脆 谢明云听得心情愉快 那你呢 你外婆替你看好了人家没有 谢明云盯着苏南 没有 哎 说了没有 苏南又叹了口气 不能说没有吧 我还不会走路 外婆就看哪家 都是一服挑孙女婿的眼神 这是三舅母的话 早先也看中过一家 就是三表哥 后来嘛 你知道的呀 三表哥也很出息 六表婶也要替三表哥 结一门有助力的亲事 现在就没有了 不过六表婶家这门亲 我外婆本来就犹犹豫豫的 说三表哥不错 人聪明也厚道 可是外婆不喜欢六表婶 说六表婶太会算计了 只怕没福分 不过外婆还不知道呢 就是知道了 外婆不高兴 肯定是要不高兴的 不过我觉得 她不会怎么生气 本来也不是很看重 那 你自己呢 谢明远这一句话问出来 心微微提起 我不讨厌三表哥 不过 也不能算喜欢他 他太黏黏乎乎了 一句话坑吃半天 能把人憋死 人又笨 先生居然还说他聪明 大概啊 男人的聪明跟我们不一样吧 还有周二 贤明说他怎么怎么聪明 他背书从来就没能背过我 我让他半篇他都背不过我 他哪聪明了 苏南得意地抬着下巴 贤明也失笑出声 你确实比他们都聪明 聪明得多 聪明也没用啊 我们又不能考秀才 要是敏然能考秀才就好了 我和丸姐啊 肯定能考两个秀才出来 不是说 考进内学堂 就差不多能考出秀才吗 你们考内学堂 跟周二他们考不一样 不过就算不一样 你这么聪明 考个秀才应该是轻轻松松的 于 谢明云眉毛挑起 你和你丸姐姐 那你柔姐姐呢 你怎么没提 因为他考不上啊 他考内学堂啊 是我帮写的卷子 苏南愉快地笑道 谢明云啊了一声 大笑起来 清夜安排人 看着乔婆子那边 见陆续有人回去 急忙回来禀报 在谢之婉和乔婆子 找苏南之前 清夜已经悄悄尾随 将苏南送了回去 说不上来为什么 苏南没跟谢之婉和谢之柔说 被九公子请过去说话的事儿 感谢您收听喜马拉雅出品 闲听落花最新大作 圣华 叔叔欢迎您点赞评论打赏 更多精彩内容 尽在喜马拉雅 那谢家安 谢家安将三老太爷的信 仔细看了两遍 皱眉看向谢尚书 谢尚书看起来心情不错 鬼神知道啊 不能全信 也确实不能不信 你看看 果然出事儿了 虽然说还不知道是什么事儿 不过呀 只要出了事儿 有变化 就是好事 谢家安却没这么乐观 我很担心哪 谢明运这次突然回平江老宅祭祖 源于谢家安到宝国四抽的一根签 谢明运自小不凡 不是一般的不凡 七八岁起 他自己的事儿 基本上就是他自己说了算了 好在他从来不出大格 后来一考成名之前 他在京城 因为见识眼光 不少凡尘 就大有名气了 一考成名之后 谢明运淡淡宣布 不在下场 不入仕途 谢家安和谢尚书 都没把这个宣布 当成小孩子的一时胡闹 像谢明运那个年纪 如果是别的人 就不是一时胡闹 也是一时意气 往后还不知道怎么变呢 可谢明运不一样 这个宣布 让谢尚书和谢家安 差点一夜白了头 想来想去 觉得还是先让他成个家 有家有事 有了责任 一切就都好说了 可这话刚刚提了一个话头 接着就是谢明运的第二个宣布 他出生既修行 不入红尘 只是没有落发而已 这第二个宣布 差点把谢尚书和谢家安 急出了一场大病来 好在孩子还小 人总是要变化的 先不急 急也没用不是 因为这么出色急了 也古怪急了的孙子 谢家安把从京城到平江府 所有的神道都求变了 败变了 能想不能想的法子 全想过了 直到今年七月半中元节 谢家安在宝国寺抽了一根签 和从前几乎签篇一律 让他别持心妄想的签文不一样 这根签有了松动 借了签 说是祖宗保佑 最好回家寄寄组 谢家安和谢尚书 仔仔细细地商量了小半夜 由谢家安出面 让谢明运替他 也为他自己 回一趟平江老宅 祭祀祖先 这样的事 谢明运一向孝敬顺从 立刻就答应了 准备了行装 两天后就启程回了平江府 这一回去 回来了一封信 说他要在平江府耽误一阵子 想想学问 顺便到族学中教导教导 祖宗子弟 想想学问 这一句还好 教导教导 祖宗子弟这一条 简直让谢家安和谢尚书 有了一种见了鬼的感觉 谢明运可从来没教导过 谁半个字 谁要是求他指点 他能甩一句 明者自明 就是天大的面子了 当然 太子除外 不过太子对他 也是宽容的出奇 接着三老太爷的信 更是让谢尚书看得 简直不敢相信 他们谢家九公子平易近人 随和体贴 要不是知道说什么也不会弄错了 谢尚书简直觉得三老太爷说的根本不是他家谢明运 九哥那封信还好 你看看老三这封信 老三必定不会胡说 九哥这一趟回去啊 变化极大 这么大的变化 必定是极大的事 这事儿 老三还不知道 我觉得不会是坏事 谢尚书念着胡须 微微有些激动的来回躲着步 你先回去 我去寻一趟悬空大和尚 把这两封信拿给他看看 他最知道九哥 看看他是什么意思 当初解签之后 建议谢明运回平江祭祖的就是悬空大和尚 好 谢家安站起来却没走 我还是别回去了 就在这儿等大哥吧 回去啊 也不得安心 也是 那行 你在这儿等着 那边有几本新书 我去去就回 谢尚书一想也是 吩咐下人拿起汤水点心来 自己揣着那两封信 去寻悬空大和尚 悬空大和尚正坐着喝茶 见谢尚书进来 从茶海中拿了一只杯子出来 倒上茶 推到谢尚书的面前 大和尚 看看这个 谢尚书将两封信放到悬空大和尚的面前 端起杯子 细细品茶 悬空大和尚看得不快不慢 看好 重新装好两封信 推到谢尚书的面前 九公子出生时 尚书就找我批过八字 九公子是应情节而生 从前未必是坏事 这变化 这变化也未必是好事 尚书心胸要放宽 应在婚姻上 谢尚书和悬空大和尚相交多年 知道他说话的方式 直截了当地问道 大约是 哎 悬空大和尚叹了口气 我觉得九公子这样挺好 尚书总是所求过多 谢尚书自己又倒了一杯茶喝了 放下杯子抓起两封信 一边站起来 一边笑道 我知道大和尚的意思 从九公子出生那天起 你就一心一意地要化他出家 情节就情节 我宁愿他情节情伤也比出家强 今儿得了两斤好茶 出来的急忘了拿了 一会儿啊 我让人送半斤给你 谢尚书说着 冲着悬空大和尚拱了拱手 转身急步走了 婚姻也罢 情节也好 只要九个肯上进 这些都是小事 悬空大和尚看着谢尚书的背影 好半天长长地叹了口气 九公子这情节真来了 要是过不去 他那条命只怕也就跟着没了 何苦呢 苏南回去 做了一夜乱七八糟的梦 天没亮就被外婆叫起来时 头都有点昏昏胀胀的 到了雪里 苏南的眼睛还有点肿 谢尸丸仔细看着他 你这是怎么了 昨天累着了 嗯 睡有点累了 苏南夸张地打了个哈欠 没想到倒是把哈欠勾出来了 连打了好几个 只打着先生手里的戒指 啪啪啪地敲着桌子 瞪着眼 警告苏南 苏南和谢知晚不敢再说话了 忙举着书大声地念 下了早雪 苏南和谢知晚 谢知柔一起 刚刚走到族学门口 清夜一脸笑容 迎着三人过来 微微欠身 递上三只小小的匣子 苏姑娘好 两位姑娘好 我们九爷说 昨天一忙一乱 竟然忘了给几位姑娘 送些我们府上做的重洋糕 这是今儿早上 九爷吩咐厨房早起现做的 请几位姑娘尝尝 苏南看着笑容可举的清夜 心里涌起了一股怪异的感觉 他总觉得九公子这份重洋糕 是做给自己的 或者说是因为自己 才有了这三份重洋糕 谢知晚和谢知柔都没多想 喜笑颜开地接过匣子 不等清夜走远 就翻来覆去地看着匣子轻叹 这是什么做的呀 这么好看 这是田七吧 我在大唐姐家看过一回 不过不如这个好看 听说田七贵得不得了 柔姐儿好好报警 还有阿南你 我也得报警了 别把匣子摔坏了 还得还给人家呢 要是摔坏了 咱们肯定赔不起 阿南 我觉得九公子对咱们特别好 九公子真好 我从来没见过像九公子这么好的人 那么有学问 那么好看 人又这么好 真是好都不能再好了 谢之柔简直不知道怎么夸了 怪不得天下文明 咱们谢家真是辅佐身后 这是阿爹说的 苏南听得有些心不在焉 九公子好像真是对自己特别好 他为什么对自己特别好呢 今天这高不一定 昨天可是真真切切地请了他一个人 外婆常说 人家对你好 你就想想为什么 别成天傻呵呵的 以为人家对你好 就是该对你好 苏南刚刚转机小节 就听到了外婆的声音 高亢坚厉 这是吵架 还吵得挺厉害的 苏南抱紧瞎子 一口气冲到自己家不远 见外婆站在院门台阶上 正对着另一面小街里 点着手指大骂 院门外 除了外婆没有其他人 外婆不是吵架 是在骂人呢 苏南抱着匣子站在台阶下 听外婆骂人 外婆凶是凶 从来不会无缘无故地骂人 气成这样 骂成这样 肯定是有人欺负 肯定不是他 就是欺负他爹了 苏南顺着外婆的手指 看向小街的另一头 住在街那头 跟他们家能起恨生怨的 只有现秀才夹了 又是阿爹那份林米的事 外婆 回去吧 苏南一只手抱着匣子 上去推了推乔婆子 是阿爹那份林米的事 咱们进去吧 你骂也没用到 乔婆子又骂了几句 转身进了院子 可不又是你爹那几份林米 你说说 咱们哪儿惹着他爱着他了 人怎么能坏成这样 天天救着你阿爹那几袋 林米不放 要是占了他的便宜 有了你爹的林米 就没有他的了 我也不怪他 损人利己 这不算傻事 可他那林米 回回都是上上份的 损人不利己 这是坏的头上长窗 脚里流浓 乔婆子越说越气 外婆 阿爹的林米 算了吧 咱们不要了 没有林米 咱们也能吃饱 苏南推着乔婆子 往屋里走 怎么能算了 你这孩子 怎么这么穷大方 咱们家这家点 你还不知道吗 当初你娘在的时候 你阿爹那林米 跟外婆眼里 那就是个体面 可现在能一样吗 你阿爹一病几年 吃药看大夫 家底都掏空了 到你出嫁 好歹得凑个 十六台嫁妆吧 十六台不能再少了 你阿爹那林米 可不少 供着咱们一家三口吃用呢 都是我命苦 乔婆子说着说着 伤心上来 磨起了眼泪 唉 苏南叹了口气 你这么当街骂人 也就是出出气 这话是你说的 你找过大舅没有 族里怎么说 找过了 跟你大舅一起去找到族里 族里说 族里有族里的事 临米不临米的 那是学里的事 让去学里说里去 咱们哪里够得上去学里说话呀 你阿爹 唉 乔婆子一提苏南他爹苏秀才 叹气不止 他这个女婿 他有多心疼他 就有多生气 从苏南他娘走后 他就像失了魂 这十来年 他只求着他别犯病 别再出什么事 别的 他一点也不指着他了 乔婆子站门口这一通恶骂 几乎立刻就报给了谢明运 清夜低头捶手 禀报的全无表情 自从醒悟到他家九爷 有可能看中了苏家姑娘起 苏家这些实在是没上抬牌的事 他就有了羞耻感 这会儿 乔婆子当街恶骂这样的事 让他羞耻的 简直抬不起头来 举大灵米 怎么回事 谢明运凝审听着清夜 禀报的飞快的那些骂人的内容 听到几蛋灵米 打断清夜的话问道 哦 已经去打听了 外面 红叶急不进来 清夜瞄见红叶进来 也不知道是因为有人来分担他的羞耻了 还是红叶的到来 转移了决断乔婆子骂人的这个话题 总之 暗暗的松了口气 这事知道的人极多 灵米的事 当初苏秀菜烤中秀菜的时候 就是个按手 之后碎烤 一直名列前茂 后来苏教出了那样的事 苏秀菜疯癫 当时的童窗 以及童年 怜悯他实在凄惨 怜悯上书学礼 请求学礼保留苏秀菜这份领生的资格 学礼隐了 苏秀菜虽说从那年起 再没参加过岁考 可这领生的资格 还是一直保留下来 每个月都有一份领米 最早说起苏秀菜这份领米 不合规矩的 是谢家山子房的谢明德 谢明德和乔婆子这边都属山子房 居院已久 据说最早是谢明德借着祖里的事 想把二儿子过记到乔婆子的名相 被乔婆子赶着全族祭祀的时候 一通恶骂 骂得全族皆知 清夜听得头捶得更低了 唉 这都是一些什么乱七八糟 上不得台牌的事啊 红叶抬头瞄了一眼 明神听得十分专注的谢明印 接着道 谢明德那个时候还没中秀菜 他家里兄弟多 日子过得很是拮据 他自己孩子也生了很多 三十多岁中了秀菜 到现在还是秀菜 几个孩子资质都一般 日子过得也不宽裕 除了这份明米 红叶又看了一眼谢明印 听说谢明德还到族里 说乔婆子如今是跟着女婿过活 住在苏家 吃在苏家 有女婿养老 再从谢家族里领奋力 是拿了谢家的奋力贴补苏家 要族里隔了乔婆子的这份奋力 还说这样的恶力 若不赶紧纠正 只怕谢氏一族 要千里之低 溃也已血 红叶再看一眼谢明运 清叶也抬头看向他家九爷 谢明运的脸上 看不出什么表情来 我知道了 叫老吴进来 老吴是谢明运 从外面召回来的管事 是谢明运的人 不是谢家的人 清叶和红叶退出 老吴进来得很快 老吴无短身材 看起来厚厚敦敦 宽厚老实 谢明运简单几句 将谢明德和乔婆子的几件过往说了 看着老吴道 这样的心底 类似这样谋寡负财 断绝护鲁的事 必定不少 去查 是 老吴答应得极其干脆 感谢您收听喜马拉雅出品 闲听落花最新大作 圣华 叔叔欢迎您点赞评论打赏 更多精彩内容 尽在喜马拉雅 那棵老树下 苏南和表姐跳绳踢剑子的地方没有人 谢明运想到了 可没看到人 心还是往下沉了沉 林米和族里奋力的事 在苏家怕是极大的事吧 族中奋力 只怕他们还不知道 不过也快了 下个月中就是族中派奋力的日子 谢明运想着这些事 脚步没停 接着往前躲 沿着内学堂转了半个圈 再次躲回来 就看到苏南一个人 坐在那棵老树下的长条凳上 拖着塞发呆 怎么了 你表姐呢 谢明运走到离苏南两三步 蹲下看着她 柔声问道 没什么 晚姐跟大舅母去裁衣上 要晚点来 柔姐家的小妹病了 请了假 苏南没站起来 只挪到长条凳的尽头 谢明运坐到长条凳的这一头 仔细地打量着苏南 要是有什么事 跟我说说 也许我有办法 没事 先生 你知道灵运吗 苏南看了一眼性明运 问道 他坐在这里 就是等九公子的 说不清为什么 他就是觉得 他坐在这儿 就能等到九公子 一天 他和丸卷柔卷在这玩耍 总是能看到他 他今天很想碰到九公子 他想请教他一些事 嗯 谢明运想到他要说什么了 我阿爹的事 你听说过没有 苏南看着谢明运 谢明运点头 我阿爹是有份灵米的 自从阿娘走后 阿爹再没考过岁考 可这灵米 学历一直给到现在 是因为他们可怜阿爹 还有我 可是 先生 这份灵米 是不是坏了规矩 苏南看着谢明运 神情郑重 谢明运有些意外 他没想到苏南说的是这些话 他问他是不是坏了规矩 谢明运有一丝恍惚 不能这么说 谢明运意识到这一丝恍惚 立刻收拢心神 轻轻地咳了一声 你觉得呢 我不知道 灵米是岁考一等才有的 就跟学历一样 岁考一等也有一笔银子 阿爹不考岁考 怎么能有呢 那灵米 不知道是不是像学历的银子一样 是有定数的 给它多了 别人就少了 要是这样 那我们岁不是占了不知道谁家的便宜 苏南两只手撑在凳子上 低头看着自己的鞋尖 话说得很慢 嗯 谢明运似是而非的嗡了一声 可我阿爹 要是能年年去碎考 我家也就用不着这灵米了 现在 要是没有这灵米 我们家也能吃得上饭 可是照外婆的话来说 一年到头 只要有点什么事 就存不下钱来 也没办法给我攒嫁妆了 平江府的秀才 像我们家这么穷的 也就我们家了吧 苏南说到给他攒嫁妆 叹了口气 我们家 是人家最不愿意结亲的那种 要什么没什么 又不吉利 要是再没有嫁妆 我就不知道要嫁到什么样的人家了 外婆一说到这个 就愁得不行 苏南声音低落 我能帮你 谢明月犹豫着 不知道该帮哪一样 是灵米还是嫁妆 你帮不了 帮吉不帮穷 我家这么穷 你怎么帮 苏南白了谢明月一眼 九公子哲仙人一样 根本不知道人间极苦 要不 你嫁给我 谢明月被苏南这一个白眼看的 突然脱口道 嗯 苏南一个愣神 她的这句话 她听得清清楚楚 就是太清楚了 她觉得她听错了 要是没听错 就是这话可不能用来安慰人 我让人到你家提醒 你叫给我吧 一句话脱口出来 谢明月立刻就觉得这样极好 最好不过 啊 这句苏南听得更清楚 脸上的神情 脸上的神情用惊恶概括不了 说不上来什么表情 啊了一声之后 又哈了一声 站起来就往客堂走 我明天就托人去你家 谢明月站起来 看着一边走一边摇头的苏南 露出了笑容 她是震惊 她只是没想到 却没有不高兴 谢家三老太爷 听了谢明月的话 那份震惊 比苏南强烈太多了 她只觉得自己 必定是人老耳花 听错了 您没事吧 当谢明月 清清楚楚地说了第三遍 三老太爷 确定了自己没听错 立刻就判定 他们谢家这位 神仙一般的九公子 疯了 三汪汪 肯定是觉得我疯了 别说是三汪汪 不管是谁 哪怕是苏姑娘自己 只怕也觉得 是不是听错了 就是我疯了 谢明月看着震惊之后 又慌乱到麻木的三老太爷 笑起来 三汪汪也知道 这事大约三汪我不知道 玄控大和尚 从见了我头一面起 就一心想着夺我出家 我也确实有出家的打算 只是 谢明月迎着三老太爷 圆瞪的双眼 笑着摊开手 这些年 我让父母亲操碎了心 我到现在没出家 只是有几份不甘心 总觉得能找到那个 一眼钟情 心心相应的人 现在找到了 我要是成家 此生只娶苏姑娘一人 不然就只能出家 和玄空为伴了 谢明月说着 站起来 三汪汪写封信问问 大汪汪就知道了 我已经写了信 分别寄往京城祖父处 和父亲认上 苏姑娘虽然说年纪还小 不过 如果苏姑娘觉得合适 我想先成亲 暂不原房就是了 就在平江府成亲 之后 我带她回京城 一切 就劳烦 三汪汪了 谢明月 冲着三老太爷 长衣到底 直起身 看着两眼圆瞪 一脸呆正的三老太爷 一边笑 一边拱了拱手 告辞出来 吩咐红爷去包下 离苏家最近的贺望楼 命清爷去请乔婆子 他要和乔婆子 当面提亲 乔婆子倒是十分淡定 听谢明月 一句话说完 神情不变 我家小孙女的亲事 竟劳动 你刚才说啥 旁边的清爷 刚要开始仰视乔婆子 被他这淡定后头的 一声尖叫 叫得直接垂下了头 简直要心如死灰 他家神仙一样的九爷 竟然真要娶 这样粗俗婆子 养出来的 这事儿 他家九爷决定了 那就是定下来了 以后 那一位 就是他家九奶奶了 他绝不敢不恭敬 这一位 就是他们九爷 庆着老太太了 天哪 清爷只觉得 眼泪倒流成河 舅公子啊 您没什么事吧 不像中邪呀 不等谢明远 说话 乔婆子后一句 接得极快 一边说一边站起来 伸头过去 仔细看谢明远 谢明远 干脆伸头往前 让他看 刚才 三公五 尊贵人 可别消遣我们 这样的穷苦人 就是消遣的 也不能拿这样的事儿 消遣人 乔婆子一边说着 一边站起来就要走 明远 没有半分消遣的意思 谢明远起身上前 长衣拦在了乔婆子面前 施意她坐 婆婆听我说 请婆婆来说话前 我已经写了信 快马集地往京城祖父处 和父亲认上 我的亲事 谢明远顿了顿 看着乔婆子一脸的震惊 有些麻木地 慢慢坐回到椅子上 接着道 婆婆必定也听说过 我急又起 凡事都是自己做主 这亲事 不管是父母 祖父母 还是谢氏祖礼 都没有制夺的余地 全凭我自己做主 告知祖父父亲他们 这是礼数 不是请示 祖礼这边 我已经告知三文文了 除非苏姑娘不肯 否则这桩婚事 没有阻碍 请婆婆放心 哎呀九公子啊 这男婚女嫁的 讲个门当户对 苏家和你们家 这不提了 你跟阿南 那也是天玄地格呀 九公子啊 我知道你一生下来不凡 真正的神仙一样的人物 想怎么着呢 就怎么着 可这嫁娶 可不是小事 一个不好啊 阿南这条命都得没了 九公子 你说你要娶阿南 那就跟这会儿 抬阿南去当皇后娘娘差不多 那不是 做梦都不敢这么做呀 乔婆子说着又要站起来 婆婆安坐 听我说完 谢明眼欠身给乔婆子 倒了一杯茶 婆婆 我确实和这世上 大多数人不大一样 从我极小的时候 家里就没断过提亲的人 倒是这一两年 提亲的人家少了 因为都知道我要娶的人 必定是我一眼钟情 不管家事出身 我没想到这一趟回来 能遇到苏姑娘 能愁了 平生所愿 若是能娶了苏姑娘回来 明运这一生 只守着苏姑娘一人 这一生一世 必定护她周全喜乐 白手偕老 乔婆子两眼发直地 看着谢明运 好半天突然问道 舅公子啊 您没什么 一会儿的功夫 她想到了无数男人练丹 治病 生辰八字 阴体阳体 谢明运迎着乔婆子的目光 唤她发证了 婆婆这是要问什么呢 是不是我家阿难 她能治什么病 乔婆子越想越多 谢明运猛地呃了一声 迎着圆瞪着她的乔婆子 哭笑不得 婆婆呀 您想哪儿去了 谢明运迎着乔婆子 极其严肃的目光 站起来 长衣到底 神情也郑重起来 婆婆 谢家也罢 明运也好 婆婆都是深知的 婆婆想的那些事 就算婆婆不相信明运 难道不相信谢家吗 明运头一眼看到苏姑娘 就像认识了很多年的知交一般 后来明运到族学里 和苏姑娘说过几回话 明运和苏姑娘一见如故 相谈如多年知交 大约苏姑娘也是这一般 婆婆可以回去问问苏姑娘 明运这样的人 并不在乎凡俗中所谓之门户 明运在意的 只是知己两个字 请婆婆回去问问苏姑娘 婆婆疼爱苏姑娘 胜欲性命 所有打算 不过是要苏姑娘一生幸福顺遂 这件事 明运遵从苏姑娘的意思 婆婆也必定不愿意围了苏姑娘的心意 乔婆子仰头看着谢明运 好半天点了一下头 苏男坐在屋子一角 左边是谢之婉 右边是谢之柔 前面一排坐着乔婆子和她大舅母三舅母 再后面是一脸呆愣的苏秀才 和面对面不停躲着步的她大舅和她三舅 真是门好亲啊 大舅母拍手感叹 就是太好了 三舅母一声哀叹 男姐才十三 她才多大 能懂啥 问她 这事能问她 乔婆子双手一拍 再一次叫道 也不知道是要跟谁叫 从谢之婉到谢之柔 三个人六只眼睛 奇奇地看向乔婆子 那阿南啊 你自己看啊 三舅母有几分屏息地看着苏男 苏男抿着嘴儿 没说话 阿南 九公子多好看呢 谢之柔紧盯着苏男 见她居然没有一口答应 急得猛推了她一把 哪有你说话的分 三舅母一巴掌拍在谢之柔的头上 阿南说 大舅母也不错眼地看着苏男 苏男看向谢之婉 谢之婉看着苏男 再看了看她娘 再看看苏男 是你家人 我们家要是跟九公子结了亲 那我们家是不是就有助力了 苏男仰头看向她大舅 你别想这个 谢之婉猛拍了苏男一巴掌 眼泪却下来了 你玩家说的对 这孩子 大舅母一巴掌 接一巴掌拍着三舅母 你这都想哪儿去了 你这孩子 我就知道不是个省心的 乔婆子也磨起了眼泪 而不是 我刚才不是那个意思 苏男看着谢之婉 九公子人挺好的 那个 苏男也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他舍不得说不 可是要嫁给九公子 这个 他想一想都觉得这个梦 做得可笑 不是 还没上门提亲吗 说不得人家就是说说呢 苏男看了一圈 嘀咕道 这话是 正来回 多不得大舅猛地顿住 我就说阿难哪 这孩子不一般 这话是 这婚姻大事 那九公子再怎么着 他家里能听他的 先等等吧 那要是真上门提亲了 怎么办 事先不亦好 到时候怎么办呢 三舅瞪着他大哥 这事是能拖的 要是真上门提亲 就硬了 就是九公子 咱们阿难也配得上 苏秀才突然冒了一句 乔婆子挨了一声 拍着大腿 连叹了奇葩口气 才说出话来 阿难说得对 还没上门提亲呢 还有一阵子呢 好好想想 来得及 这事啊 这叫什么事啊 这真是 这事都别往外头说 这要说到外头 人家不得说 咱们失心疯了 得成了整个平江府的笑话 三舅母 接话飞快 那阿难明儿还去上学不 大舅母站起来前 想到了一个重要问题 去 上学怎么不去 大舅横了大舅母一眼 不上学 哪来的这桩天大的亲事 该干嘛干嘛 就当没有这事 这就啥事啊 乔婆子拉了大舅母一把 站起来拍着手 这件事至少这会儿 在她这儿 可不是什么好事 感谢您收听喜马拉雅出品 闲听落花最新大作 圣华 叔叔欢迎您点赞评论打赏 更多精彩内容 近在喜马拉雅 想到后半夜 苏南刚刚闭上眼睛 就被乔婆子推醒 哎 这孩子啊 就是好 再大的心事都没心事 输水就能睡着 快起来 要上学了 哎 这有什么事啊 乔婆子推醒了苏南 赶紧出门 水快开了 得赶紧铺个蛋 男儿正是长身子的时候 上早学前 得吃个水铺蛋 苏南穿好衣服出来 擦了牙 洗了脸 站在院子里 吃了那只水铺蛋 院门口 谢纸碗和谢纸柔 已经拍门了 乔婆子忙开了门 苏南拎着书包和两人一起往族学过去 昨早上一睁眼呢 我就觉得今天跟昨天不一样 谢纸柔深吸了一口 已经十分冷凉的深秋的气息 阿娘说了 这事儿十有八九是人家拿咱们开玩笑的 说是像九公子那样的人家 就好这样玩 叫什么灭片 你别轻狂 真要是个笑话 男子还活不活了 谢纸碗心事重重 他觉得他阿娘这话说得对 我没说什么呀 好吧我知道了 我做了一夜梦 都是不好的梦 谢纸柔的肩膀一路搭了下来 梦都是反的 谢纸碗拍了谢纸柔一巴掌 他发现他越来越不会说话了 苏南垂着头 仿佛没听到谢纸碗和谢纸柔的话 谢纸碗再拍了谢纸柔一巴掌 冲着苏南挪了挪嘴 两个人都不说话了 一左一右和苏南一起进了足学 放了早学 上午放学又上学 幸运好像都没到足学来 苏南说不上来什么心情 有失落却又好像心安了一些 可心安的又有些透不过气来 下午放学 苏南垂着头出了屋 走了没多远 青叶从屋角出来和苏南陪笑道 苏姑娘 苏南顿着步 谢纸碗和谢纸柔直瞪着青叶 瞪得青叶差点想垂头打量自己 那个 谢纸碗一个转身 不瞪青叶了 瞪向苏南 你们先回去吧 我正想 要不你们等一等我也行 就一会儿 苏南被谢纸碗直直瞪着眼的这一句 那个都瞪得淡定了 他正想当面问问九公子 我和柔姐等你 就在这儿 谢纸碗一把揪住谢纸柔 把谢纸柔揪的一个裂切 差点摔倒 青叶不动声色地看着三人 这三姐妹中间 倒是这位苏姑娘略微出息那么一点点 唉 出息一点点又怎么样 跟他家九爷 还是一个天一个地 苏南跟着青叶 走到谢明运那间清静的小屋前 就看到谢明运站在屋门口 旁边放着一张桌子 已经摆好了茶席 就坐在这儿说话 可好 看着苏南过来 谢明运微微欠身 和苏南笑道 苏南点头 坐到谢明运的对面 看着红叶提了落了滚的银壶过来 谢明运取了茶 接过壶 沏了茶 倒了一杯 推给苏南 苏南没端茶 只不错眼地 看着谢明运 谢明运端起茶 看着一直不错眼看着她的苏南 笑起来 喝茶吧 很好的茶 我还是想不明白 苏南两只手扣起 放在腿上的书包上 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 谢明运连了笑容 放下杯子 上身微微前倾 看着苏南 有一个传说 说世人的姻缘 都是前世定下的 月老会在定下 姻缘的两个人的脚上 系上红绳 但凡被月老系上红绳 不管隔了多少 哪怕千山万水 从天到地 这两个人 也是必定要结成姻缘的 苏南看着她 她知道月老 水月灌内供的就是月老 她和表姐偷偷拜过 前世 我求着月老 在你我的脚上 系上了这根红线 苏南上身后仰 斜着谢明运 她太能胡说八道了 你不记得了 可我都记得 姻缘神情郑重 我看到你时 就是祠堂里的那一回 就知道 你是我前世求的那份姻缘 你看 我们很合得来 是不是 我看你一见如故 你看我也是 对不对 也许 错了呢 苏南下意识地 将书包抱在胸前 我看到了那根红线 在你脚上 谢明运 垂眼看向苏南的脚 苏南下意识地 将脚往后缩 就算是看错了 你也是我想取的那个人 从今往后 我来照顾你 谢明运 声音温软 苏南看着她 好半天 点了一下头 至于为什么点头 其实她一片糊涂 她只是觉得 对着九公子 没办法摇头啊 京城的回信 谢明运和三老太爷 这两处都极快 两边各两封信 内容几乎一样 谢明运祖父谢家安 和谢氏组长 谢尚书态度一致 九哥的亲事 随缘随分 缘分到了 他们很高兴 婚姻诸事 谢明运做主 老宅这边 请三老太爷 代为主持主理 谢尚书和谢家安 都态度明确 而且好像还十分高兴 三老太爷 当然就高兴起来了 收到信的隔天 三老太爷 亲自去了一趟苏家 和苏南外婆乔婆子 以及坐在旁边 只是郑重不安的苏秀才 交换了两人的八字 隔天 满平江府最火爆的话题 就是那位神仙一样的九公子 看上了一位姓苏的姑娘 苏家住的那条街 随着火爆的话题 成了平江城内外 最值得去看一看的地方 别说苏南了 连乔婆子也吓坏了 院门啰索 拎着苏南 避到了苏南舅舅家 谢明运思虑再三 寻找乔婆子商量 一是想尽快成亲 苏南还小 先成亲 过几年在园房 二是 就在平江府老宅成亲 三是 成亲以后 她想立刻带着苏南 返回京城 乔婆子和苏南 大舅 三舅 大舅母 三舅母 直直商量了一夜 掂量过来掂量过去 掂量了 不知道几百几千个来回 确实是先成亲好一些 乔婆子觉得先成亲好 是因为 从确定了九公子 要娶他家苏南这事 不是他做梦之后 他就在想 阿南嫁近九公子那样 住在云彩眼里的人家 那日子肯定跟他们家不一样 他们这样的人家 媳妇做饭 做针线 养鸡喂鸭 伺候老人 带孩子 那九公子他们家呢 乔婆子见过的最富 最贵的人家 多是多了 可都是隔着院墙 看看人家的屋顶 多留阿南在家 不管几年 他都教不了阿南什么 更帮不了他 阿南是个聪明孩子 胆子又大 早嫁过去也好 苏南的大舅和三舅 根本接不上话 大舅母和三舅母 点头点得飞快 是因为 他们觉得不赶紧嫁过去 这桩婚事肯定就跟唱戏一样 戏唱完了就没了 不能当真 至于谢明运问乔婆子 以及谢家两房 是不是跟苏南一起搬进京城 这一条 从乔婆子到苏南 两个舅舅舅母 倒是意见完全一致 而且决断极快 他们不进京城 几代人都在平江府 为了一桩亲事连根拔往京城 那简直是笑话 下了小定理 谢明运悄悄找了一趟苏南 问他的嫁妆 要不要他替他打理 被苏南摇头拒绝了 他家境怎么样 满平江府的人都知道 他能有多少嫁妆 满平江府的人都心里有数 九公子替他办了嫁妆 好看是好看了 可是满平江府的人都知道那嫁妆是怎么回事 那有什么意思呢 谢明运不知为何笑了好一阵子 表示尊重苏南的意思 谢明运和苏南成亲的日子定在腊月里 虽说这日子定得很紧凑 倒不怎么敢 因为一来谢家人手足 二来谢明运和苏南成亲以后就要启程北上 新房什么的简单布置一下 是那个意思就行了 第三 苏南没有嫁妆 乔婆子把谢家送来的聘礼 全部用来给苏南做衣服了 也没做几件 毕竟苏南嫁给九公子之后要穿的衣服 都是最贵的那种 聘礼虽说不少 也做不了几件衣服 谢明运和苏南成亲那天 是整个平江府的大日子 在平江府住了几十年的人 头一回发现 平江府竟然有这么多的人 平江府的大街小巷 竟然能挤进这么多的人 从谢明运府上到苏南家 谢氏族里事先勘察好的迎亲路线上 屋顶树上 街道两边铺子茶房里 但凡是能挤人的地方 全都挤满了人 等着看那位神仙一般的谢家九公子迎亲 至于新娘子苏南 大家除了满腔的妒忌羡慕 并没有什么想看的意思 毕竟大家一提到苏家姑娘 就是哎呦 真是惨了狗屎运了 这一句话 苏南干脆知己的 没有嫁妆 没有陪嫁 一个人坐着谢家那顶奢华的 他根本压不住的花盐子 嫁进了谢府 因为先成亲后园房 谢明远挑了紧挨着书房的院子 做了新房 苏南一个人暂住新房 而谢明远住在书房 反正苏南嫁进来 一应李树紧赶着走完 就是过年了 年初六 他就带着苏南取城 赶回京城去 以那些李树的繁杂 他和苏南都要忙得天黑出去 天黑回 不管在哪儿 都只是睡一觉而已 初六则了及时启程 乔婆子等人一直送到十里厅 抹着眼泪 看着越来越远的长长的车队 上车回去了 谢明远别了同样十里相送的 谢山长等人 归进车队 打理形成琐事的老吴 迎上来低声的道 舅爷啊 新奶奶车子里哭了好一会儿了 听着挺难受的 哦 我去看看 谢明远催马往前 挨到苏南的车旁 先侧耳细听 车里的哭声 压抑得倒不怎么显 一连串的数落 却听得十分清楚 这好话说尽了 你还是哭 倒真像是受了委屈一样 到底哪一条委屈你说呀 你倒是说呀 这刚成亲 还没圆房 又是大争虐里 九奶奶 没规没矩的长大 小门小户的娇声惯养 从前九奶奶自然是想哭就哭 可如今 九奶奶好歹替九爷想一想吧 说了多少遍了 多不吉利 谢明远伸出马便挑开车门 把正一踢一具 数落着苏南的两个大丫头 吓了一跳 谢明远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来 示意车夫稍缓一缓 从马上直接踩到大车上 弯腰进了车厢 苏南急忙抹沾脸上和眼上的泪痕 有几分仓皇地扫了一眼 谢明远就赶紧避开了目光 两个丫头比苏南还要慌乱 一个丫头急忙避到苏南的身边 当要和苏南并肩坐下 又决出不对来 赶紧再退回来 谢明远仿佛没看到两个丫头 坐到苏南的身边 一只手揽在她的肩上 低头仔细看着她 柔声地倒 十一景和十三景哭得快晕过去了 这一分别 再见面再怎么也要三五年 想哭就哭 痛快哭出来就好了 不然要憋出病了 我知道 我没 苏南反倒不哭了 谢明远见她倒是不哭了 眉头微醋 两个丫头对视一眼 看着谢明远正要陪笑说话 谢明远先抬头看向两人吩咐道 你们先到后面车上去 我跟九奶奶说说话 两个丫头急忙硬了 下了车先往后面的车上去 不全是因为舍不得你外婆她呢 还有什么事 看着两个丫头下了车 谢明远低头下去 更仔细地看着苏南 苏南看着谢明远 口开得有几分艰难 出嫁前 阿爹就交道过我一句 说我往后能依靠的只有你 让我有事别瞒着你 外婆说 我以后受苦的时候 只怕比享福的时候多 你阿爹说得对 不过 你能依靠的只有我 我能依靠的 也只有你 往后 只有我们两个人 互相依靠 我有什么话都会跟你说 有什么事都不会瞒着你 和你一样 谢明远将自己的帕子 递给苏南 我什么都不懂 头一天 我把漱口的淡盐水喝了 他们拿了好多澡豆 我不知道澡豆 还分洗手和洗脸的 我都是自己洗脸的 他们让我坐着没动 我不知道要做什么 他们说的东西 我不知道是什么 我觉得自己像个傻子 不是像 是 就是个傻子 苏南不知道怎么描述 他那份无知无措 那成群的丫头婆子 来来往往 进进出出 他对他们身上 脸上 那些实在是藏不住 只好这儿一丝 那儿一线流露出来的 对他的鄙夷和好笑 完全没有招架之理 他都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笑 他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 那个表情 他完全不知道自己错在哪儿 而他们又笑在哪里 谢明运听得眉梢挑起落下 苏南不知道他该怎么说 甚至不知道他面临的是什么 可谢明运已经明白了 你的难处 我懂了 谢明运握住苏南的手 求心前 你这份难处我就想到了 早点把你娶回来 也是因为想到了你这份难处 从你进门到现在 这几天 咱们忙得连说句话的功夫都没有 我就没来得及跟你说 我是这么打算的 你看看合不合适 从平江府到京城 正常行程差不多一个月 可咱们这一趟 准备照三个月走 三月底 咱们到京城 不耽误今年春围就行了 这三个月 我来告诉你 咱们家的事 还有人 京城的一些事和人 要是到京城前 你觉得差不多能应付了 咱们就进京城 要是觉得还不行 咱们就绕过京城北上 我早就打算往北边走走看看 咱们两个一路往北 过了七月 再绕着秦凤路南下 到下一刻春围前 再进京城 怎么样 苏南看着谢明运 一个好字打出来 眼泪又下来了 好 他这样对自己 是好的不能再好 他对自己 怎么能这么好呢 感谢您收听喜马拉雅出品 闲听落花最新大作 圣华 叔叔欢迎您点赞评论打赏 更多精彩内容 尽在喜马拉雅 回去这个 依着本能 他就觉得不合适 他就觉得不合适 咱们家 以后仆妇下人会很多 还会有外头的掌柜管师 要用人 先要识人知人 这识人 其实很简单 我一说你就懂了 谢明运随手拉过几个垫子 放到苏南和自己背后 两个人坐舒服了 谢明运才接着道 先说明运 先来说说你身边这些人 你身边现在四个大丫头 八个二等 八个三等 还有两位同总的嬷嬷 先说来历 你知道他们的来历吗 谢明运看着苏南 见苏南只看着他 没有要答话的意思 笑起来 我问你呢 知道他们的来历吗 买的 苏南有几分犹豫 谢秀才家那个丫头 就是从人事上买的 这个 谢明运没想到苏南 居然答了一个买字 有几分挠头 好吧 说远一点 像咱们这样的人家 年年应该会买一些人 进来使欢 这个我还真不太清楚 回头问问孙嬷嬷 不过买回来的人 一般是进不了二门的 多数是外头的粗食 能跟在你我身边 侍候的 都是知根知底 家生子 从小就挑进府学规矩 学个十年八年 才能挑到各院侍候 所以 你我身边的人 肯定不是现买的 嗯 是你的丫头 苏南挪了挪 活泛些了 不是 我身边从来不用丫头侍候 都是小丝 像青叶她们 你都见过的 谢明运感受到苏南的 松弛活泛 心里微松 那是 从谢家老宅挑的 聪明 不是咱们挑的 是他们送过来的 孙嬷嬷和吴嬷嬷 是京城太婆 指过来的 孙嬷嬷和吴嬷嬷 都是自从归家以后 就在太婆身边 侍候的老人 嫁人以后 就做了太婆身边的 管事嬷嬷嬷 来咱们这儿前 在京城府里 都是总管事嬷嬷嬷 这两位嬷嬷嬷 你觉得怎么样 谢明运 微微提着心 看着苏南 苏南眉头微拧 仔细地想着道 我觉得 也不知道 是不是因为 他们都是 像我外婆 那样的年纪 我觉得 他们两个 跟那些丫头 不太一样 怎么不一样 好像 他们就是看着 就是看看 看着我 也看着那些丫头 苏南仔细地回想着 她看到那两位 气度不凡的 嬷嬷地感受 嗯 那你 能感受到恶意 好意 或者是 别的什么 欣灵影看着苏南 又问了一句 恶意倒是没有 好意 我觉得算不上 就是 看着 离得太远了 感觉不到 苏南探手 他们确实 离她非常远 远到她 几乎有点 看不清楚 离得太远了 新明运 滴滴重复了一句 好 我懂了 咱们接着说 刚才往后面 车上去的 两个丫头 叫春明和夏安 是吧 苏南点头 现在 是你身边的 长总大丫头 是吧 这两个人 是三老太爷 送过来的 不过不是 三老太爷挑的 是三老太爷的 儿子们亲自挑的 这两个人 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他们 是冲着你来的 苏南答得极快 谢明运 哎了一声 笑出了声 一边笑 一边用手指 轻轻点着 苏南的额头 你这个鬼灵精 对 他们觉得你年纪小 就挑了这么两个人 放到你身边 很蠢 为什么我说 他们很蠢呢 因为 苏南一句脱口而出 被谢明运这样肯定 意外之余 心情微扬 你刚才说 你从来不用丫头侍候 要是你用丫头 根本轮不着 他们送人 还有你刚才说 你身边都是家生子 这个家生 是整个谢家 还是你们家 聪明 谢明运 先点着苏南的鼻尖 夸了一句 才接着道 是咱们谢家 不是你们谢家 以后啊 不许说错了 这两个丫头 不光是近身侍候 而是要做通访 我只守着你 从前和以后 都不会有通房 有小亲 和其他任何人 我要不是这样 身边早就美人成堆了 这两个蠢丫头 可挤不进来 谢家这么大 京城家平江府 上万的人 光是房头就有几十个 怎么可能是整个谢家呢 就是咱们谢家 咱们家 从嗡嗡算起的咱们家 要是嗡嗡和太婆没了 分了家 那就是分了家之后的谢家 我懂了 苏南语调上扬 他刚才说 能到他和他身边 侍候的 一定要是 知根知底的家生感 要挑进府 学规矩 学上十来年的 那他身边这些 照规矩就是 都不能在他身边 侍候的咯 那可太好了 这些人 他一个都不喜欢 还有两个一等 是谢九爷送过来的 谢家四敌支 大老太爷谢尚书 咱们嗡嗡 三老太爷 和先四老太爷那一支 谢九爷家 谢尚书和咱们在京城 四个一等 就是三房和四房 各送了两个 那两个 好像比这两个强点 至少不是 全中着你来的 不过 他们两个太爱笑了 看着我不停地笑 苏南不知道 他们笑什么 不过 他们的笑里 没有好意 这一点 他是明明白白 感受得到的 九叔当着我的面 说过不止一回 说我娶你是胡闹 不过一年两年 等我误了 那就是一桩大麻烦 谢明运还真是 有什么话 都不瞒着苏南 那你是这样吗 苏南紧盯着 谢明运问道 嗯 谢明运一个正神 笑起来 当然不是了 我跟你说过 你我是前世 到军事的缘分 没有人比咱们俩 更合适了 你放心 好 苏南深吸了一口气 他嫁都嫁了 只能放心了 咱们接着说 八个二等 谢明运挨个和苏南 说着他身边那些 丫头婆子的来历 一直说到嘴巴发干 才发现这车里 没有丫头小丝 跟进来时候 至于苏南 他正大睁着眼睛 听得津津有味 压根没意识到 他渴了 嗯 看来以后 这七茶送点心的 得他来侍候苏南 他大约想不到 叫谁进来侍候呢 谢明运有几分犹豫 那几个丫头 第一 他看不上 第二 他是打算一路上 把他们陆续打发出去的 他和阿南的话 不能让他们听到 让青叶进来侍候 阿南怎么能让小丝 一个车厢侍候呢 迟疑了片刻 谢明运有了决断 从今天起 一直到回到京城 咱们俩坐一辆车 跟在咱们这辆车上 侍候的人 照理说 应该是你身边的丫头 不过 你身边现在算是没有人 孙嬷嬷和吴嬷嬷 两位嬷嬷 是太婆只惯了的 让他们两个 跟在车上侍候 这不合理数 刚才我跟你说过 苏南不停地点头 三老太爷 他们只过来的丫头 咱们一个也不用 到京城前 我想把他们 陆续打发回去 苏南笑容绽放 跟在咱们车上 侍候的人 暂时让青叶进来 青叶跟进来侍候 就是要委屈你 不能自在些了 你看呢 谢明运看着苏南 为什么这车上 一定要有人 侍候呢 旁边有个人盯着 咱们说什么 他都听着 多难受啊 苏南对车厢里 有个人 时时刻刻盯着 他这件事 十分排斥 谢明运眨着眼 一时不知道怎么答 没人侍候 比如我渴了 想喝杯茶 那你说呀 我给你倒茶 我看到他们放东西了 苏南敏捷地悉行起步 先摸出小隔板放好 再摸出茶科 茶杯 冲着谢明运 得意地换了话 没看错吧 你还想要什么 一杯茶就行 谢明运抬手辅在额上 他这娇妻之路任重道远 谢明运上了苏南那辆大车 直到中午 车队停下吃饭 才和苏南一起下了车 进客栈吃饭 饭后两人又上了一辆车 清夜和红夜等小四跟在车旁 至少清夜已经十分淡定了 虽说他想破了脑袋 也想不明白 他家神仙一般的九爷 怎么就看上了 那个傻乎乎的苏姑娘 可他家九爷 至少现在 是一头栽在这位苏姑娘身上的 这件事是不用有任何质疑的 你听说没有 那位连擦牙的牙刷都不会用 红夜催马紧挨着清夜 左右看了看 嘀嘀地说话 那帮丫头 右脚舌头跟子了 清夜往后面几辆车上 瞄了一眼 嗯 竟是笑话 什么典型上来拿手就抓 什么坐没坐下 站着的时候一路歪斜 什么没见过袜子 多得很 红夜的语调里透着说不出来的味儿 就冲这些话呀 我倒觉得他们更丢人些 清夜挟了一眼后面几辆车 苏姑娘 瞧我这嘴 九奶奶的出身摆在那儿 又没瞒过谁 过门前九爷去问过九奶奶 要不要替她置办一份像样的嫁者 九奶奶就说得明白 她的出身家世 是那样 就是那样 就这份坦荡啊 九奶奶就比他们高贵了 不知道多少 何况再怎么嚼舌头说闲话 九奶奶还是九奶奶 他们还是他们 主还是主 奴还是奴 这样的丫头啊 九奶奶能容 九爷也容不下 清夜说着 冲着大车斜着眼 示意红眼 呢 你也看到了 中午吃饭的时候 可是有说有笑的 你什么时候见九爷这样过 对谁也没这样过 那些丫头 有一个跟上车事后的没有 不用理会他们 嗯 我也这么想 九爷这么急着往京城回 是不是为了春围啊 红叶再凑近了一些 摒弃问道 我觉得呀 清夜的眼里 也露出了掩饰不住的兴奋 只怕是 要真是这样 清夜和红叶对视了一眼 一起露出愉快的笑容来 他家九爷 要是下场考春围 那是皇上都期待的事 说妥妥的 一个状元 那是拖大了 至少一个二甲 稳稳的 九爷中了春围 就要领差事 他们九爷 闲散和入室 对他们这些人 那分别可太大了 至少现在看着 他家九爷肯上庆考试 是因为这位九奶奶 就冲着这个 他们也得 敬一敬 这位九奶奶 谢明运和苏南 回京城虽然启程得早 路上却非常悠选 到了小县 大城 几乎都要傍上一天两天 谢明运带着苏南 品尝美味 看古迹 赏景色 十分自在 苏南学得极快 有些是谢明运 有些是谢明运 像先生上课那样 一样一样的 讲给他听 另一些 是他看着谢明运 他怎么喝茶 他怎么吃饭 他怎么垂着脚 等人把鞋给他穿上 以及他那些小思 是怎么侍候他的 出了正月 清也就十分感叹了 这位九奶奶 聪明这一条 是足够的 不过一个月 这位九奶奶 看起来就很是九奶奶了 谢明运和苏南的闲话 已经从下人蒲从 谢家人口家时 说到了京城朱家 以及时不时 夹带的朝廷的大小事 我想少了啊 和晚点去买纸笔 刚进店 那家我们常去 都是认识的 才进了一只脚 掌柜娘子就叫上了 哎哟 神仙娘子来了 苏南两只手挥起 学着掌柜娘子的尖叫 谢明运笑个不停 你不知道他嗓门有多亮 穿门破户的 晚点啊 比我还快 抓着我就往回跑 我们俩一口气 跑了半条街 后头全是人呢 后来 我不是没嫁妆吗 晚点还出主意呢 说要不让我厚一厚面皮 坐屋里让人看 他和柔姐啊 拦着门收钱 看一会五个大钱 他说 谢明运再也忍不住 放声大笑 我倒是没看出来 你那个表姐啊 这么促侠 后来你说去京城 我那个时候觉得 到京城至少有一样好处 能出门 苏南没理会 谢明运的大笑 嘴角上挑 愉快地倒 到京城 谢明运说着话 还不时笑一声 要出门 得看怎么出门 要是像你原来在平江府那样 想怎么逛就怎么逛 只怕也难 为什么 哦对哦 现在跟从前不一样了 大家规矩重 苏南有几分郁郁地哀了一声 这倒不是 别家规矩重不重 咱们不管 谢家没那么多规矩 有的规矩 你不喜欢就不必理会 你在京城 要是像在平江府那样逛 要是被人认出来 大约也跟平江府差不多 谢明运忍着笑 看着苏南 苏南几分呆滞过后 反应过来 你在京城 也跟平江府一样 差不多吧 还有一样 谢明运挪了挪 做稍稍端正一些 以使他开始讲正事了 咱们到京城之后 家里肯定先要洗尘 接着是大翁翁府上 然后就是各家了 京城差不多的人家 大约都想见一见你 就是太子 谢明运 拖着声音 看着脸色 已经有点发白的苏南 叹着手 阿南啊 你嫁的人 叫谢明运 我知道 我不知道 苏南一巴掌 打在谢明运 摊出的一只手上 自从嫁进门之后 嫁给谢明运 这件事的麻烦 越来越多 京城的小娘子们 谢明运的话微顿 想着妹妹们 写的几封信 满京城的小娘子 对你都好奇极了 只怕也 谢明运 拖着长音 苏南干脆地接到 妒忌急了 谢明运 可笑出声 是 唉 上学的时候 先生说过一回 得到的多 承受的同样多 先生是说 学里那些总考第一的 唉 我现在呀 天天看着你 虽说还是好看 可是 我觉得有点亏 苏南下巴抵在双膝上 看着谢明运 谢明运连声哀哀 唉 阿南娜 你不能这么说 我的好处 可不只是好看呢 我还会陪你说话 给你沏茶 我情谈的不错 唉 你想不想听 我不会让你受委屈的 谁的委屈都不行 你看 我今年考春围 也是为了这个 要不是遇到你 娶了你啊 我本来没打算考春围的 这辈子都不考 也不入室 不过 现在 我要好好考试 好好做官 好让你不用看别人的脸色 让你能够舒心顺意 肯定不会让你吃亏 肯定划算的 可是 不自在呀 苏南挥了一下手 算了 嫁都嫁了 唉 你跟我说说 京城那些贵女 嗯 她们会 苏南五根手指来回晃着 那个 怎么说呢 打个比方吧 比如我们临江 赵婆子那几个孙女 还有谢秀才家大娘子 说我踩了狗屎运 也别乐过了 当心踩屎坑里淹死 谢明运听得两根眉毛扬起 那京城的贵女们呢 她们不会说话这么难听吧 她们都是怎么说话 苏南看着谢明运问道 她们 谢明运有几分挠头 她从来没有留意过女人们的事 她们会怎么说这件事 她根本没留意过 大约会 谢明运想着妹妹那封信 会说 都说九公子会演十人 这回 这眼光也太不济了些 大约是这样吧 再不济的 大约会说 这一回九公子怕是瞎了眼了 苏南松了口气 那就不理他们 反正也没说到他 我觉得你该对回去 要是他们这么说的话 谢明运看着苏南笑道 怎么对 你想怎么对 自己想想 谢明运从不替苏南直接出主意 那我就赌他 九公子就算瞎了眼 也没看上你 苏南不客气地倒 谢明运一下子笑呛了 抬手捂着脸 笑得前仰后合 怎么 我又说错了 又泼妇打架了 苏南一把拉下谢明运的手 谢明运乱点头 又摇头 没说错 不过话不能这么说 你让我笑一会儿 谢明运又笑了一会儿 先咳了一声 例如 他说九公子瞎了眼 你就这么对他 他会怎么样 肯定会哭 说你误了他的规御清明 你这话 言下之意 就是他想嫁给九公子 九公子没看上他 是这意思吧 苏南极轻地哈了一声 他明白了 你这么说 不算什么事 不过就是我上门赔个礼 不过明明你没有说错 反倒要咱们赔礼 有点亏 是不是 谢明运接着道 那应该怎么说呢 苏南两眼闪亮 你得自己想 我觉得这样弯弯曲曲地说话 挺难说的 苏南连叹了几声 不过也挺有意思的 就像当初在学里 我和玩家学着 怎么骂人不带脏字 谢明运再次笑出了声 一边笑 一边不停地点头 对对对 就是这样 笑了一会儿 谢明运压着笑意 看着苏南道 阿南 你嫁过来前 我去找你说嫁妆的事 你做得极好 你家境如何 满平江府都知道 瞒不过去的 真要是十里红庄 满平江府都知道是怎么回事 倒是要让人家说上不知道多少年 穷又不丢人 到了京城 你有出身 也跟嫁妆一样 瞒是瞒不过的 那就跟嫁妆一样 坦荡世人 你是这样的出身 说话直接一些 举止上差一点 饮食起居上见识少一些 都是理所当然的事 不必过于约束自己 好 苏南仰头看着谢明运 还有一样 上次咱们说过 世人先观衣裳后看人 比如咱们路过茶山 买的那些山叶之茶 我要拿出了世人 说是极难得的好茶 世人会怎么说 会说九公子慧眼识珠 夸这茶如何如何难得 这茶若是有出处 只怕就要声名却起 成了名茶了 要是你 大约就要笑话你 见识粗浅 不懂 无知 可茶 还是那茶 谢明运说一句 苏南点一下头 点得谢明运一边笑 一边用手指拖住苏南的下巴 头都让你顶晕了 这些话听懂没有 懂了 苏南答得极其干脆 到了京城 要是请人喝茶 我就先把九公子抬出来 这是九公子最爱喝的茶 谢明运抬手拍着额头 你已经得了 你看看 你家九公子不止好看 还有别的好处不是 对 感谢您收听喜马拉雅出品 闲听落花最新大作 圣华 叔叔欢迎您点赞评论打赏 更多精彩内容 尽在喜马拉雅 车帘 命全伯就坐在车帘外回话 全伯将马交给小思 坐到车帘外 欠身建立前 实在是忍不住 瞄了一眼 紧挨着谢明运坐着的苏南 对于这位突兀而来的九奶奶 不光是她 满府上下 甚至整个京城 没人不好奇 这位九奶奶的出身家境 没瞒没藏 当然隐瞒不住 藏不住 这份出身家境 据说人也不怎么样 没有一件事能提得起来的 居然被谢家九公子看中 急吼吼的就娶了回来 这实在是诡异到 没办法不好奇 苏南端坐在谢明运的身边 也同样带着好奇 打量着全伯 这位全伯 谢明运跟他详细地介绍过 他觉得这位全伯的大半生 简直能到茶坊里唱一段平坛了 温温和太婆可还好 看着全伯给他见了礼 又给苏南见了礼 谢明运才微笑问道 全伯却被他笑得一个正神 差点没反应过来 九公子的常规是面无表情的 偶尔一笑 还真没笑到他头上过 回都好 老奴回九爷 老太爷和老夫人都安好 全伯赶紧往下攻身 七妹妹是亲事定下来了 谢明运又问了一句 全伯刚刚缓下来的心情 被他这一问又意外地正了神 九爷问七娘子的亲事 他没听错吧 九爷什么时候管过家里的这些事 苏南眉头都挑起来了 这位全伯怎么重重重重的 一点也不像他家九公子说的那样 精明无比呀 是 刚刚定下来 就是这个月 年前了得了九爷的信 说是今年要下场考春围 七娘子的亲事就一下子顺当了 九爷跟从前不一样了 全伯看向谢明运 这一回是感慨万千 他是看着九爷长大的 还跟在九爷身边 事后过几年 后来九爷人越大 性子越大 连身边事后的人 也只用自己的人 他自己挑 自己买 自己收拢的人手 他跟老太爷一样的难过 九爷这样的人 难道真要顿入空门 现在的九爷 这人确实有了 这位九奶奶 不知道有什么神奇的 院子都重新收拾过了 谢明运看着全伯 一个接一个的意外 以及这会儿的感慨 甚至有点悲喜交加的样子 只当没看见 接着问道 成亲前 他写信安排过 他和苏南的住处 从平江府启程 回京城后没几天 又改了主意 苏南得跟他住在一起 最好是套院 啊 好了 这一回 全伯反应快了 照九爷的吩咐 请了工匠 干了些工 都已经收拾妥当了 只是一些细处 得等九爷和九奶奶 看着天智 嗯 阿爹的下一人 有什么说法没有 谢明运接着问道 全伯下意识地看了一眼 正侧头看着他的苏南 回九爷 听老太爷说 上书府那边 说要等九爷回来 跟九爷商量商量 嗯 你先回去吧 等汪汪和太婆报个平安 我和阿南呢 一会儿就到了 是 全伯应了 跳下车 上马往城门 跑出老远 还觉得有几分 就冲着九爷这份人气 九爷娶了这么一位九奶奶 老太爷的那份郁姐 以及老夫人的那份难过 大约都能消融得一干二净了 虽说一路上听谢明运把谢府上上下下说了个点朝天 可进到谢府的二门 下了车 对着一排排站得整整齐齐的仆妇婆子 和月亮门前十来位珠灰金闪 袖带飘摇的美貌男女 苏男还是一阵眼花颓软 谢明运伸手握了苏男的手 拉着他越过那一曲好奇无比的盯着苏男的小娘子 小媳妇小爷们 这里疯到 进去再说话吧 诸人怕谢明运怕了十几年 再大的好奇也没越过这份敬畏 急忙跟在牵着苏男的谢明运的身后 往府中那间宽敞的花厅过去 花厅里 谢尚书和谢明运嗡嗡谢家安 一左一右地坐在上手 下手椅子上坐着谢明运的几位唐伯唐叔 以及二叔三叔等人 旁边踏上坐着谢尚书夫人赵氏 和谢明运太婆周老夫人 踏边或坐或站着朱媳妇和孙媳妇 或坐或站了满屋子的人 从谢尚书起谁都没心思说话 都是伸长脖子看着花厅门口 等着谢明运和他新娶的那个媳妇 谢明运牵着苏男进到花厅 没松苏男的手 迈进门槛就站住了 看了一圈猪人露出了一丝苦笑 看向谢尚书和翁翁谢家安道 我和阿南千里迢迢刚刚到家 一身风尘 大翁翁和翁翁就要三堂会审了吗 这是什么话 谢尚书先笑起来 你瞧瞧这孩子 谢尚书指着谢明运 看了看谢家安 看起来一脸无奈 一进门 他倒先挑上咱们的不是了 赶紧先去洗澡 换了衣服赶紧过来 你这一回去大半年的 又成了亲 都想你了 谢明运欠身 拉着苏男转身出了花厅 几个婆子丫头急忙上前引着 往那处新收拾出来的院子过去 你这也太无理了吧 苏男轻轻地拉了拉谢明运 嘀嘀地道 是他们无理 着急想见见你 也不能失礼成这样 你刚刚归家 规矩得给他们养好 我跟你说过 有一就有二 一步不能让 谢明运的声音不算太低 他们听到最好 替他转告一声 嗯 你家人真疼你 苏男嘀嘀地嗯了一声 补了一句 谢明运看了他一眼 没再接话 谢明运和苏男的院子 和谢明运画回来的图 一模无二 苏男住在内院 外院是谢明运起居 旁边脚门外 用油廊连着一间小院 是谢明运的书房 那院廊下 垂手站了一排的丫头 苏男有几分惬意 却已经知道一些了 滴滴地和领头的大妖头 说了快些 很快就洗漱换了衣服出来 谢明运已经换了一件 青莲色的长衫 站在廊下等着他了 两人再次回到花厅 和刚才比 花厅里极是热闹 红叶垂手站在花厅门口 旁边放着一只箱子 上手 谢尚书看着 还是牵着苏男的 谢明运的那只手 片刻才一开目光 看向已经走到他面前的 谢明运笑道 这就是苏氏 是个好孩子 是 谢明运先怯生意了 再看向苏男 这是大翁翁 这是翁翁 旁边视力的丫头 已经拿来了垫子 苏男跪下 谢明运也和他同时跪下 磕头见礼 茶呢 赵老夫人忙前身道 你大嗡嗡想喝这碗媳妇茶呀 想得做梦都想 不能少了茶 丫头急忙递了茶上来 苏男接过 奉上两碗媳妇茶 见过赵老夫人和周老夫人 又见过几位唐伯叔和叔叔婶婶们 再一轮就是同伴的兄弟姐妹了 谢明运紧跟着苏男介绍 这是二叔家的九妹妹 苏男从婆子手里 接过了一套天青瓷茶碗 听说九妹妹爱茶 路过 听说平江府的规矩 亲父任亲 都要送上自己亲手做的针线 九娘子伸手接过茶碗 没看茶碗 只看着苏男笑道 这个九妹妹 最得谢家老夫人的宠爱 爱说爱笑 对呀 平江府是这样的规矩 九嫂的针线一定做得很好 九嫂这样的人家 听说女工不好 是嫁不出去的 旁边谢尚书孙女 八娘子立刻接话道 是 本来呢 是嫁不出去的 后来总算有人恳娶 立刻就嫁了 苏男老实地接了一句 九娘子 哎了一声 八娘子眼睛都瞪大了 这话什么意思 竖着耳朵听话的周老夫人 看了一眼赵老夫人 两人一起挑起了眉毛 片刻又落下 民嘴笑起来 她就说嘛 九哥看中的人 再怎么也差不到哪去 可她还是想不明白 这个苏氏到底哪儿 让九哥看中了 那个姻缘天定 难道真是天定的 那九嫂 擅长什么 总得有一样擅长的吧 九娘子有几分愤愤 她家神仙一样的九哥 竟然娶了这么一位穷村妇 她从听说起 心里就难过不爽 你九嫂啊 最擅长使唤我 她让七茶我就七茶 她让严末我就严 她觉得我该上进一些 我就念书考春围 她要是觉得我该学学真线 你放心 我必定学得不错 最后一句 谢明韵看着苏男笑道 苏男失笑 八姐儿 到这边来 赵老夫人的声音里 透着几分隐隐的严肃 八娘子不敢再多话了 急忙坐到赵老夫人的身边 谢尚书和谢家安 听着谢明韵这句话 对视了一眼 垂眼接着喝茶 谢明韵牵着苏男 一圈亲认好 周老夫人招手叫苏男 男姐儿到太婆这边来 咱们说说话 苏男忙垂手 站到周老夫人的踏前 周老夫人拉着她 坐到自己身边 你长路奔波过来 累坏了 坐着说话吧 咱们家 咱们家没那些乱七八糟 折腾人的规矩 是 苏男看了一眼周老夫人 心里微松 这一家子跟谢明韵说得差不多 出头拿话刺她的 果然就是九娘子和八娘子 谢明韵被谢尚书和谢家安叫到身边 谢尚书上上下下地打量着她 成了家的人果然大不一样啊 今年真的要下场考试了 今天早朝上啊 皇上特意留下我问了一句 我没见着你 没得准确的话 也没敢给皇上确话 真要考了 嗯 我能支撑起来 南京的日子才能好过 我不能让他看别人脸色过日子 谢明韵看着谢尚书 坦白而明确 谢家安哀了一声 摇头不语 不管为了什么 只要他肯上进 那就是好 谢尚书先回头和谢家安说了一句 再看向谢明韵道 既然拿定了主意 就得好好准备 你这一下场啊 满京城都看着呢 大屋放心 谢明韵欠身应诺 谢明韵和苏南回到京城府里 隔天 谢明韵就以备考为有 闭门读书 谢家安和周老夫人 以谢明韵要备考为由 回绝了所有请苏南过府的请柬 谢明韵没备什么考 只是陪着苏南细细地挑了 在他们院子里侍候的丫头婆子 又安置齐了院子里的猪斑戏物 对于翁翁和太婆 替苏南回绝了所有请柬这件事 谢明韵垂着眼皮 只哼了一声 苏南的一切都寄于她 都在她的身上 她现在对她如何 以后对她如何 这一声对她如何 她自己明白就好了 入考那天 半夜起 京城就是一片灯火通明 舅娘子陪着苏南 送到离贡院还有两条街 车子就动不了了 谢明韵下了车 笑着交代了苏南几句 就悠闲地跟着提着考篮的青叶 在红叶和老吴等人的护卫下 没入人群中 看不见了 咱们回去吧 嫂子放心了 九哥考这个春围 照太婆的话来说 三根指头拿螺丝 稳当的不能再稳当了 我觉得九哥只竟能再考两个投明 要是九哥再考两个投明出来 那可就是前五古人的六手三元了 听说连皇上都盼着呢 说这是大吉兆 九娘子的话比谢之柔还多 一说起来至少一串 多数时候是三四串 四五串连在一起 苏南笑着点头 他对什么六手三元没什么感觉 不过有一样 他跟九娘子一样 那就是对谢明韵的信心 那可是谢九公子啊 到谢府这一个来月 他竟然和九娘子最能处得来 这位九娘子 却是像谢明韵说的那样 想得少说得多 他觉得九娘子跟柔点像极了 特别是那份大惊小怪 还有那份跟你好了 就掏心掏肺 赤胆忠心的好 我要是皇上 就点九哥做状元 九嫂 你看过新进市 沾花油街没有 可好看可热闹了 我说好看是说新进市得好看 像九哥这样的 不如九哥的也行 差不多就行吧 穿上一身大红 头上沾满了最好看的花 我觉得他们都涂了粉 骑得马呀也漂亮极了 一个个笑的呀 一排一排的走过 人要是好看 就好看得不得了 就是碰到那老的 真是哦 尽是只有极老的 没有极丑的 丑的呀 大概都触落了 哎 我说远了 要是九哥中了状元 那满京城的人 肯定就只看状元 再不看其他人了 九娘子雨落如珠 九公子不中状元 满京城的人 肯定也是只看他 不看其他人了 苏南笑接道 也是哦 哎 九嫂你怎么叫九哥九公子 好见外 九娘子也觉得和苏南说话最自在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我觉得叫九公子好听啊 九公子也觉得好 我觉得九郎什么的 不如九公子听起来有气势 苏南品了品 相比之下 九爷 九郎 九公子 还是九公子好听 你可以喊九哥的字啊 不好听 九公子都准备改个字了 苏南摆着手 改 没法改 那是太子赐给他的字 不过我也觉得不好听 九嫂 咱们 算了 太婆说了 九哥考好 放榜钱啊 你哪儿也不能去 说什么不然不吉利 咱们回去训席花签好不好 九娘子的话题变得极快 我不能出门 你又不是不能出门 你昨天不是说 曹尚书家几娘子来 约你今天去什么安 吃素斋的 苏南奇怪道 昨天九哥托我这几天多陪陪你 最好天天陪着你 九娘子双手握拳按在胸前 是九哥托付的哦 我跟你说九嫂 九哥啊就是在家里 也不理人的 我长这么大 头一回九哥主动跟我说话 还托付我 九嫂 你不知道九哥变了太多 吓人了都 苏南瞪着九娘子 他这几句话有点吓着他了 怎么听他说的九公子简直就是怪物一样 哎 你说说九公子以前是什么样的 苏南挪了挪 看着九娘子兴趣盎然 感谢您收听喜马拉雅出品 闲听落花最新大作圣华 叔叔欢迎您点赞评论打赏 更多精彩内容 尽在喜马拉雅 那你知道为什么太婆全给拦下了吗 不是因为九哥要备考 九哥的学问文章谁不知道啊 而且九哥用功都在平时 从来不会灵奇报佛小 这个啊 太婆和翁翁翁最知道了 为什么 苏南很配合 不是说不是因为九公子备考 是因为图个吉利吗 哪有这么图吉利的 那是说给你听的 太婆啊 我偷听到的啊 太婆和翁翁说话 说九哥娶了你 实在是想不通 然后就是 那些话呗 就像大家说的那样 我听太婆的意思 是不想让你出门 最好谁都不见 说是九哥一时糊涂 过上了一阵子 等他再长大一些 就知道你跟他门不当户不对 这日子是没法过下去的 九娘子一边说着 一边瞄着苏南的神情 九嫂 你就当不知道 这些话呀 不该跟你说 可是 我觉得你最好知道 要不然 太可怜了 你可别怪太婆 我干嘛要怪太婆呀 苏南神情淡然 满平江府 哦 不是满平江府了 满 知道的人吧 不都是这样想的 就是我自己 我表姐 我外婆 我阿爹 也是这样想的 都觉得九公子 失心疯了 才娶了我 总觉得 九公子这个风价 总是要过去的 我也这么觉得 啊 九娘子两眼圆的 那你还 九姐 别说我 你看九公子 是不是像神仙一样 能跟九公子 这样神仙一样的人 在一起 哪怕就这两个月 三个月吧 我都心满意足了 九公子 对我有多好 你也看到了 多好啊 苏南极其满足地 叹了口气 九姐 你不知道 我们穷人家 过的日子 苏南一句话 没说完 滴滴地叹了口气 都没法跟你说 你前几天跟我说 周家现在落败得厉害 他家姑娘都是买大张的纸 回去自己猜小了用 衣服都是一半新 一半是拿旧衣服翻新的 你觉得周家姑娘可怜极了 可是在我们眼里 像周家这样的 都是好到天上去了 九娘子大瞪着眼睛 看着苏南 要不是嫁给九公子 要是一直在平江府 像表姐那样 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我嫁得最好 也就是像舅舅家那样 吃得饱 穿得暖 家里要是有两个孩子 一起上学 就得精打细算的 三个孩子 就有些吃力了 家里肯定养不起人的 像我大舅母 三舅母 我外婆也是 天不亮就起来 活多得很 衣服是自己洗 孩子是自己带 饭是自己做 里里外外的 都是自己 家家都养着鸡 不是吃肉 鸡下了蛋 卖了换油盐钱 日子要精打细算 但凡浪费一点点 就越过越穷 一年到头 苏南顿了顿 就生孩子那一个月 光吃喝 不用干活 九娘子响亮的 挨了一声 我大舅和三舅他们 都算讲究些的 生的也好 可是 别说跟九公子了 就是跟这府里 最下等的奴相比 穿的比不上 干净比不上 其他的 也比不上 三十岁的人 看着就像五十六十 苏南吹下头 过日子 就是熬日子 每天排算吃喝 孩子还没生下来 就一个钱 一个钱的存着 这个钱上学用 这个钱办嫁妆 这个钱送拼你娶媳妇 大舅母 三舅母 当初都是上过学的 三舅母当公鸦时 很会写诗 出嫁之后 再没看过书了 不得空 从天黑 忙到天黑 哪有看书的功夫 苏南的话顿住 好半天才看着 简直有几分 清聚地 看着她的九娘子 这三个月 我头一回知道 出门 其实一点也不辛苦 我从嫁过来那一天起 没穿过虫面的衣服 九公子说 我要是觉得旧衣服舒服 就穿旧衣服 要是喜欢新衣服 就每天新衣服 我喝过好些好茶 每到一个地方 九公子就带我去好吃的 看景 还看人会闻 九公子给我讲好些事 好些道理 这几个月 我觉得我越活越明白 越来越明明白白 透透亮亮的 这三个月 比大舅母 三舅母和外婆 家一起过的日子 都要精彩 有这三个月 哪怕是 宿南低垂着头 我都知足得很 九公子说过一句话 说人活着 不是为了活得长 他说头一遍时 我不懂 现在我懂了 考了七八天 中间又下了几场雨 就是神仙一般的谢明韵 出场时也是气短面白 蓬头垢面 一身恶臭 谢明韵出场前就安排好的 他出场时 清夜等几个小厨 还有老吴过去接就行 不让苏南过去 不过就是他不安排 他不在家 苏南也出不了福 九娘子倒是去了 只是他接错了地方 谢明韵都到家了 他还没到地方呢 谢明韵联系了四五遍 总算是洗干净了 看着苏南 丢下一句他没事 得先睡一觉 就沉沉地睡着了 这一睡 一直睡了一夜半天 一觉醒来 仙俩出来 就看到苏南坐在外垫榻上 窝在一堆锦垫中间 捧着一本书 正看得津津有味 看什么呢 谢明韵伸透过去 你醒了 苏南吓了一跳 我本来在屋里守着你的 不过你睡得太沉了 我实在是无聊 就出来找了本书 太婆打发人过来 问了好几趟了 还说让我别多打扰你 说你还要电视呢 谢明韵眉稍微挑 想说什么却又岔开 电视就是看看人 你看看我 还要担心电视吗 苏南笑出了声 我也这么想 前送你进了场 久者就说 你要是考中了 到脏花游街的时候 该多好看呢 你到时候要去看吗 谢明韵坐到苏南的身边 想去看 苏南老实点头 在平江府听戏 回回都有心科进士 夸官游街什么的 就特别喜情 特别热闹 比戏谈上热闹 我让老吴安排 给你找一个最好的地方 看我脏花游街 还有酒箭 让他陪你去 苏南笑 谢明韵也笑起来 苏南一个好字 恰在喉咙 却没吐出来 这几天 酒娘子天天过来 找他说话 他听明白了谢家的意思 他是配不上谢明韵的 这其实不用谢家说 他自己也明白无比 不管哪一条 他离酒公子 都是地和天的差距 他能跟在酒公子身边 这几个月 已经精彩至极 谢家的想法 他心平气和 没有什么想法 换了他是谢家 他也会这么想 谢家不想让他出头露面 大约以后 还有更多的打算 他同样没什么想法 谢明韵仔细看着他 片刻挪了挪坐直 伸了个懒腰 现在什么时辰了 我先去洗漱 你让人传饭 咱们先吃饭 吃了饭再好好说话 苏南硬了 谢明韵转身往近方去 苏南穿上鞋 到门口传了话下去 吃了饭 谢明韵拉着苏南 走 到咱们后面小园子里逛逛 谢府不算太大 至少跟那些百年大家比 小了不少 不过 这不影响谢明韵的待遇 他和苏南的这间套院 后面有个不算大 可以不能算太小的园子 十分精致 四月初 正是花草繁盛 花开得正好的时候 后园里几乎都是牡丹 盆盆都养得极好 你最喜欢什么花 牡丹吗 谢明韵停在一颗金黄鸣灿的牡丹前 好看的花啊 我都喜欢 苏南弯腰仔细看那颗牡丹 真好看 昨天我过来看 还一朵没开呢 城外观音山下 有一大片勺药花 等我电视之后 正是盛开的时候 我带你去看 谢明韵看着苏南 苏南看着牡丹 没答话 怎么了 谢明韵弯下腰 侧头看着苏南 咱们俩说过的 我有什么话都跟你说 有什么事都不瞒着你 你也是一样 没什么 就是觉得跟你在一起 像做梦一样 好像一出了这个门 这个院子 梦就要醒了 苏南仰头看着谢明韵 心里竟有几分难受之极的酸涩 虽说他不求活得长 可是他真想着跟他在一起 能多一天就多一天 能多一年就多一年 能多久就多久 谢明韵迎着苏南的目光 伸手握住他的手 不是做梦 我在这里的 你也在这里 你说的那根红绳 你要是看错了呢 你要是 看错了 又看到了对的呢 苏南几句话说出来 心里像刀划过一般 你娶我 对我这么好 就是因为那根红绳 对不对 要是错了呢 要是 你又看到了对的呢 苏南慢慢地叹了口气 你要是看到对的 你要看清楚 别再错了 你就去找他吧 就是现在 明天 你找到对的了 我都 我都足够了 你那回说 人活着 不是为了活得长 我现在懂了 我也是 我现在啊 就足够了 你又说什么 谢明韵拉着苏南往前 我怎么会看错 就算是错了 谢明韵喉咙猛地搞住 要是真错了呢 他该怎么办呢 谢明韵一下子呆住 直直地看着前面一层 燕红的牡丹 要是真错了 要是眼前的他 不是他 他在另一边 自己 该怎么办呢 九公子 这几个月 我开心极了 已经足够了 你别为难 真要是错了 你要吃错就改 苏南轻轻地 拉了拉谢明韵 声音轻而清晰 我是谢明韵 我怎么会错 你别乱笑 放心 就是你和我了 错不了 谢明韵低头看着苏南 用力地压下心里 那一片乱马 也不知道是因为皇上的期盼 还是谢明韵 真正才气纵横 天下无敌 还是两者兼而有之 电视放榜 本朝头一个 好像也是力朝头一个 六手三远 新鲜出炉 这一刻近视 风光都在谢明韵 放榜那天 谢府和谢尚书府上 都是早有准备的 放赏 放彩头 放得满城飞红 隔天一早 谢明韵早早到礼部 准备了一应礼数 早饭刚过 秦也就禀报了进来 推手叫道 九奶奶 九爷走前吩咐了 已经给九奶奶 订好地方看热闹 怕一会儿啊 街上太挤 车子过不去 咱们呢 得早点过去 苏南一个愣神 老夫人 九爷吩咐了 朱氏她都安排妥当了 九爷请了九娘子 和九奶奶一起过去 九奶奶放心 清夜看了一眼苏南 笑道 苏南犹豫了一下 嗯了一声 低头看了看衣服 这几天穿的 都是喜庆的衣服 这衣服不用换 九娘子呢 让人去请了没有 已经去请了 说是在二门里 等九奶奶 苏南跟着清夜 出到二门 谢明运的那辆大车 已经停在二门里 苏南刚上了车 九娘子就连走带跑 从二门出来 几步上了车 谢府正远 谢明运的祖母 周老夫人沉着脸 听婆子 垂手禀报九奶奶 和九娘子一起出门 说是去看 三花游街去了 兵退婆子 周老夫人 看着谢上述的 夫人肇事 你看看 说出去这就出去了 也不到我 这儿来请示一下 这叫什么事 你别怪他 这必定是 九哥的安排 刚才不也说了吗 是清夜跟着的 这是九哥的意思 赵老夫人声音 晨缓 我知道 就是这样 才更让人 周老夫人 轻轻地拍着胸口 你说说 这叫什么事啊 你说 哎 周老夫人 一声长叹 说不下去了 都说他们谢家 九公子如何如何 谢家如何如何 可谁知道 这中间的苦土 他们家这位九公子 他总觉得 他就没把家人 当家人过 要是我呀 你得往好处想 往宽处看 赵老夫人 换声劝道 你想想 他七八岁上头 就自己买人 自己用 他身边那个老吴 到现在 咱们谁知道来历 不但不知道来历 连那个老吴 平时做什么 也不知道 他身边的人 青叶红叶什么的 哪一个不是 只听他的吩咐 还有银子 他有生意 有的是银子 这生意是什么生意 银子都是哪来的 你知道 还是我知道 还是他问我知道 都不知道 他十一二岁 跟太子相交莫逆 要不是太子说起 咱们谁知道 别的就不说了 他从七八岁 大约更早 就自己做自己的主 他有人手 有银子 他说不考了 谁能怎么样 他说不想成亲 咱们连提 咱们连提都不敢提 赵老夫人 长长长的叹了口气 想开点吧 现在多好啊 前儿啊 陶大翁 我坐着坐着 就笑出了声 说是总算能留下酒歌了 酒姐那句 他酒歌又人气了 我也这么觉得 我也这么觉得 你这个人啊 年轻时候就是这样个脾气 有一想着二 好了还想再好 这脾气论上进是好 可放到酒歌身上不行 你可不能放糊涂 酒歌不是咱们能管得了的 真要是 赵老夫人顿了顿 好一会儿才接着他 他大嗡嗡说过一回 说酒歌这份冷情冷性 是能看着谢家抄家灭族的 周老夫人轻轻地打了一个喊气 片刻叹了口气 这话呀 他嗡嗡也说过 我也不是 我就是 你说得对 我这脾气不好 总是这样 有了一就想二 有了二就觉得三 也是不是能想 可歌酒歌身上 就是不能想 酒歌这个媳妇 也不能算不好 前酒家跟我说 酒歌媳妇说 她跟了酒歌这几个月 心满意足 往后不管怎么着 她都知足了 还说 咱们家不满意她 人之常情 换了她呀 她也不满意 至少看来是个明理的 这就好 明理这条 就难得 可不是吗 头一条啊 酒歌觉得她好 第二条 明理 多好啊 那孩子 我看着又聪明 以后生了孩子 指定笨不了 这就好了 什么家事 嫁妆的 酒歌还用得着媳妇 有家事和嫁妆 赵老夫人 接话笑道 就是这话 我也得改一改脾气了 再说 你从前那话对 不龙不虾 做不得阿翁阿婆 我这个太婆 也该虾一虾 龙一龙了 周老夫人 跟着笑道 就是这话 这把年纪了 该不管的 就别管了 该想想轻浮了 感谢您收听 喜马拉雅出品 闲听落花 最新大作 圣华 叔叔欢迎您 点赞评论打赏 更多精彩内容 尽在喜马拉雅 拉着苏男 跟在殷勤无比的 查博士身后 一口气跑上楼 进了拐角的雅间 悬生看了一圈 哑了一声 拍着手赞叹不已 九嫂 九哥对你真好 这个位置真是太好了 太难得了 九哥怎么会定到 这么好的地方 这间茶坊 坐落在玉街 和东大直街的交错口 这间雅间 正对着玉街 往宣德门的方向 是个拐角 往那边 能看着脏花近视出来 一直看到楼下 再从这边 一直看过去 差不多是整条线上 看得最长 最远的地方了 小的多嘴 赞用工到小号 定着雅间 小号从东主 到掌柜 到小的们 不知道多荣幸呢 这间雅间原本是有人订的 小号的东主和掌柜 亲自跑了一趟 人家听说是撞用工要订 连小号退回的银子都没有 说这些银子 就当沾沾撞用工的文气和福气了 茶博士退站在雅间门口 连连攻身 退下去片刻 摆了满桌子茶点上来 又沏了茶 才垂手退下 两人坐了没多大一会儿 远远的从玉街另一头 庄严中透着热闹喜庆的鼓乐声响起 原本已经很热闹的街道两边 一下子沸腾了起来 要知道 今年的新进市脏花游街 可不是往年 今年的状元是谢明运 遛手不遛手的 京城的市井百姓们也就说说而已 最让他问 应该是小娘子们 兴奋的是谢家九公子的好看 传说中那是神仙都不如他好看 可是谢九公子 真就是神仙一样的人物 满京城的闲人 对这位谢九公子都是听说 亲眼见过的几乎没有 今天谢公子 壮元公 要沾着花骑着马 慢慢的从街上走过 让他们看个清楚 更看新进市比 这个才是最让人兴奋的 一片锦绣荣华 还远的只能看到一团 苏南他们这间茶楼下的街道两边 已经欢声雷动 叫着笑着 热闹的九娘子和苏南说话 不扯着嗓子 苏南都听不到了 队伍越来越近 最前面是宫中的鼓乐 比市井中的鼓乐 不知道好听了多少倍 不过没人留意 这个不光是今年 就是往年也没人留意 和后面的热闹比 这些鼓乐实在是太不够看了 鼓乐之后 是一顿一顿的御前世卑 年轻的六部官员 都是上一颗上上一颗的进士 衣着鲜亮 头三红花 带着喜庆勒着马 缓缓而行 之后 头一个就是骑着一匹乌黑高大的骏马 一个人占了一行的状元谢明运 队伍还离得很远 苏南就趴在栏杆上 垫着脚尖 努力往后看 他要在能看到的第一眼看到谢明运 要从能看到的第一眼 一直看到看不到的最后一眼 在能看到他的时候 他要看个够 一顿一顿的鲜亮示位之后 谢明运如同群星中的娇月 一露面就压够了所有人 苏南喜悦无比地压了一声 他的惊叫声音不低 不过在周围无法比拟的沸腾热闹中 他这一声惊喜 连他自己都听不到了 苏南看到谢明运时 谢明运也看到苏南了 原本面无表情 端直坐在马背上的谢明运 看到苏南第一眼 笑容绽放 目光落在浑身热烈看着他的苏南的身上 再不一看 谢明运突然而来的笑容 让周围已经沸腾无比的热闹 诸然又往上扬了不知道多少 连谢明运前后的队伍都有几分骚乱 前面的侍卫和六部官员们忍不住回头 再顺着谢明运的目光 看向紧挨着栏杆 眼里只有谢明运的苏南 有几个侍卫忍不住吹了一声口哨 谢明运后面的进士们 更是一个一个的伸长脖子 看向苏南 无数道好奇 羡慕 惊讶 以及无法说清异味 但都热闹无比的目光 在谢明运和苏南之间 看来看去 九娘子在那些御前侍卫 和进士们的目光看过来时 就赶紧退进了屋里 被那么多人注目 实在是太可怕了 苏南全副心神都在谢明运身上 在谢明运看向她的目光里 她没留意那些看向她的目光 就是留意到了 她也不介意 别说这些只是注目 就算是满天飞刀 落剑如雨 她也要看着她的九公子 不会退后半步 谢明运迎着苏南 热烈到几乎是肆无忌惮的目光 笑容更盛 也不知道是大家的错觉 还是前面的御前侍卫 真的放慢的马步 在谢明运经过那座茶楼 经过苏南时 格外的慢 谢明运仰头看着低头 看着她的苏南 抬手从头上摘下一朵花 冲着苏南抛了上去 她没看是朵什么花 什么花都行 苏南说过 只要是好看的花 她都喜欢 苏南伸出双手 接过那朵抛来的鲜花石 周围有一瞬间的禁止 随即爆发出简直能够掀翻屋顶的尖叫 跺脚口哨和欢呼 往星科进士 乃至那些鹦鹉无比的御前侍卫们身上扔花相带的就多了 状元宫给别人扔花还真是头一回 九娘子躲在门后 伸着头 没看到谢明印扔花 苏南接花却看得清清楚楚 一声惊叫 随即跺着脚笑得哀忧不停 九哥那么个从来不笑的人呢 三花游街 穷林宴 直到勒石克明之后 星科进士们官方热闹告一段落 隔天就是谢家的宴请 谢家的这一场宴请 京城几乎所有攀得上攀不上的 人人都想挤进来 想看的太多了 那位一下子落入凡尘的谢公子 那位让谢公子一眼恶终身的九奶奶苏氏 还有无数流传的 肯定变了形的八卦 这是苏南头一回 以谢明印的妻子 谢家九奶奶的身份 站在大庭广众之下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簪花游街那天 经过了那一场众目睽睽 苏南站在无数或直视或偷看中 比他想象的更加泰然自若 苏南先跟在谢尚书长席曹夫人身边 从一个一个到一群一群 见了无数的老夫人夫人们 又跟着大嫂张大奶奶和九娘子 去认识这京城的小媳妇和小娘子们 一群小媳妇和小娘子 不像老夫人夫人们那样矜持端庄 一个个或掩饰或不掩饰地表扎的 对苏南的好奇 以及各种其他情绪 谢壮元那天给你的花 听主角说你让人照着打了一朵金花 是你头上这朵吗 王向江的六娘子从看到苏南 就不停地看她头上那朵 十分显眼的赤金月季 是 是朵燕黄的月季 照着原样打的 六娘子要看看吗 苏南大大方方地笑应了 又问了一句 就这样看就行 拿下来呀 头发要乱了 六娘子往前凑了头 仔细看了看 真是细致 好看极了 九奶奶能不能点个头 让我也招这个样子打一朵 真是好看 那天送过来的时候 掌柜就问了这话 说要是有人来要这样子 能不能给 我问了九公子 九公子说行是行 不过要捡一朵两朵花瓣 苏南笑道 这个也要问九公子啊 旁边一个小媳妇撇嘴接话道 听谢状元说 你什么都不会 你想要什么 使唤谢状元就行了 谢状元真这么说过 当然说过了 任亲那天当着大家的面说的 是七姐姐告诉你的吧 当然是真的了 九娘子抢在苏南前头 确认这件事 那你真能使唤谢状元 要不你让谢状元画幅画 给我好不好 都说谢状元的话 好得不得了 我还没见过呢 一个看起来十分傲然的小娘子 点着苏南倒 九娘子看着那位傲然的小娘子 想说话却没敢说出来 张大奶奶借着和旁边 一个小媳妇说话 当没听见这话 苏南转头看着那位傲然的小娘子 直接了当的道 我家九公子听我使唤 可我不想听你使唤呢 傲然的小娘子神情一致 九娘子扑的一声笑起来 周围的小娘子 小媳妇也都笑起来 张大奶奶这次反应快了 上前笑道 我们九奶奶呀是个直脾气 因为这个刚到京城那天 九爷在我们府上就挨个打了招呼 说是先赔个不是 你们平江府都是这么讲话的 傲然的小娘子兴兴然 对呀 我们平江府都讲究有话直说的 大家都很忙 没空绕来绕去 俗南一脸诚恳 这话我听胡嬷嬷说过 胡嬷嬷是在平江府长大的 胡嬷嬷常说 京城哪都好 就是说话绕弯这一件不好 直说呀多好 九娘子接话极快 我也觉得有话直说多好 以后我们都有话直说 好不好 众小娘子小媳妇 你说一句 我说一句 很快就把这件小事演过去了 隔壁小暖阁里 谢上书夫人赵氏 和谢明运太婆周郎夫人 坐在窗前榻上 低声地说着话 你看看 是个不简单的 也就是家事差了些 那不算什么 周老夫人 嘀嘀地道 嗯 名利这一条 难得 周老夫人 抿着查 你别怪我 九哥这一上进 就是不上进哪 谢氏一族 只怕也只能交到他手里 他这媳妇 可不只是给他当媳妇 偏偏 九哥又是那样的性子 我也不是挑他的家事 可这小门小户出来的 哪能撑得了咱们这样的人家 我挑的是这个 听说九哥手把手地教他 这几个月就教出个模样了 他年纪小 人又聪明 九哥又肯那样带他 你呢 就费点心 待在身边 好好交上半年一年的 我瞧着 就差不多了 赵老夫人笑道 那倒也是 说来说去啊 就一条 九哥带他好 好在 看他这样子 是个能撑得起来的 这是咱们谢家的福分 周老夫人露出了笑容 可不是吗 赵老夫人应了一句 看着迎着两人过来的 两位老夫人忙直身笑道 有一阵子没见了 快过来坐着说说话 上下的寺院 总显得比别处要阴凉很多 静慈寺的后院 那一片密的几乎透不进光影的 古老银杏林里 清风徐徐 悬空大和尚盘膝坐在一只旧谱团上 慢慢的淒茶喝茶 谢灵运一见素白长衫 摇着一把折扇 沉着脸进了树林 走到离悬空大和尚四五步 谢灵运站住 收了折扇 背到背后 眯眼看着悬空大和尚 直接了当地问道 找我有什么事 你要找的人 有点影像了 悬空大和尚指了指放在旁边地上的一面 破旧铜镜 谢灵运脸色微变 我不是告诉你了 人我已经找到了 九公子 悬空大和尚仰头看着谢灵运 你 人 我已经找到了 谢灵运打断了悬空大和尚的话 往后退了两步 九公子 就不怕找错了 悬空大和尚仰起的头往下落了些 依旧看着谢灵运 他就是我要找的人 谢灵运沉默片刻 迎着悬空的目光 语气坚定 我能确定 他就是我要找的人 这人就不会找错 谢灵运说完 转身就走 他说过 这一事是他的一事 他知道苏南氏 他就是 悬空大和尚看着谢灵运 越来越远的背影 笑容一点一点的透出来 慢了满脸 慢慢的端起杯子 惬意的 平起了茶 感谢您收听喜马拉雅出品 闲听落花最新大作 圣华 叔叔欢迎您点赞评论打赏 更多精彩内容 尽在喜马拉雅 欢庆热闹 由附近几十个府县来的武师武龙队 沿街献疫 争奇斗艳 有陆家的流水席 有老人孩子的邪帽历史 有无数杂爽 第三天 则是几乎满城醉倒 陆家在各个街口放置巨大的酒桶 经过的接凤酒一杯 感谢大家一年来的辛苦 加油十八年的端午 第二天的热闹和往年一样 正午前后 外面大街小巷正热闹到不堪 扩大非常的陆家祠堂里 一桌一桌的家宴刚刚摆上 陆家家主陆老太爷 有几分疲倦的 坐在用来休息的厢房里 正和远途归来的长孙陆吉 说着京城的闲事 太后身子骨不大好 阿爹说大约也就这两年了 阿爹说太后很忧心金娘娘 陆吉声音很低 金娘娘的病好了 陆老太爷皱着眉头 还是那样 阿爹也很担心 阿爹说金娘娘越来越安静了 看人的时候 眼神越来越清楚 这是想明白了 陆老太爷坐直了身子 是 阿爹也这么说 陆吉的话没说完 就被外面一声 微带颤声的通船打断 老太爷啊 外头有人求见 进来说 陆老太爷听出是老仆安顺的声音 也听出了这声音中的微颤 扬声叫了进来 老太爷 自到门口来了个年轻女子 带了个三四岁的小男孩 说要求见老太爷您 那孩子 那个孩子 安顺两只手乱比划 那孩子怎么了 你好好说话 陆老太爷你没问到 可是那孩子 老太爷啊 您看看就知道了 老奴不敢说 安顺急得一跺脚 你跟着我去瞧瞧 陆老太爷站了起来 安顺跟在他身边 事后了几十年 他知道安顺的秉性脾气 能让他听成这样 急成这样 这事儿必定小不了 他说让他去看看 必定是一定要他亲眼看看的 人和事 是 陆吉答应一声 忙上前须扶着陆老太爷 跟着剑步如飞的陆老太爷 到了祠堂门口 虽说几十步外就喧嚣一片 可陆家祠堂的门口 却十分清静 清静的祠堂门口 一个金钗布群 略有些瘦削的年轻女子 正蹲着和一个三四岁的小男孩 滴滴地说着话 小男孩先听到动静 转头看向祠堂大门 陆老太爷迎上小男孩的目光 目瞪口呆地看着小男孩 陆吉也看傻了眼 安顺看着目瞪口呆的陆老太爷 哀了一声 年轻女子也看到了陆老太爷 看着目瞪口呆的陆老太爷 明显松了口气 轻轻地推了孩子一把 风哥 快跪一下 小男孩立刻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却没磕头 直仰头直视着陆老太爷 年轻女子也跟着跪下 您就是陆老太爷吧 民女姓沈 原本不敢打扰老太爷 实在是这孩子 年轻女子眼里涌满了泪 怜惜无比地看了一眼小男孩 难得的聪慧 若是一直跟在民女身边 埋没了她 民女实在是心如刀绞 绅士的眼泪成串地落下来 小男孩垂下了头 浑身僵直 这是谁的孩子 陆老太爷上前一步 一把拉起小男孩 弯下腰 仔仔细细地看他 三老爷 年轻女子 默不转睛地看着小男孩 心里的酸涩 无以形容 从今天以后 他就再也见不到他 见不到他 视若性命的儿子了 叫老三过来 立刻 陆老太爷 头也不回地吩咐了一句 安顺答应一声 也不叫人 自己一路小跑着 去叫三老爷 录名画 三老爷 他不知道有份歌 年轻女子用力 从儿子身上 移开了目光 看向转头 看向他的陆老太爷 民女 原是新昌县县令 姚伟寸福家的丫头 四年前 三老爷经过新昌县 在县衙住了两晚 头一天宴寝时 因为三老爷 多看了民女两眼 当天晚上 姚县令就让民女 到三老爷屋里侍候 三老爷走后第二个月 民女发觉自己怀上了 就将三老爷走时 赏得一百两银子 拿出了三十两 想办法自赎出来 搬到兴安城 生下了凤歌 凤歌七个月就会说话 不到两岁 就识了不少字 如今已经读完了 签字文 诗运 和所有民女 能找到借到的 所有的书 她才不过四岁 民女就已经 无力再教她 再教养她 民女 实在是不舍得 耽误了她 沈氏的声音梗住 看着正拧头 看着她的儿子 想笑 却没能笑出来 三老爷来了 安顺年纪虽然大了 腿脚却利落得很 三老爷 陆明华跟在她后面 倒是落后了四五步 你看看 认不认识 不等陆明华走近 陆老太爷就指着 沈氏问道 陆明华跑得简直要气喘了 听到父亲的问话 忙紧前两步 看向沈氏 沈氏也仰头看向她 你是 陆明华声音 透着几分迟 尤氏 姚西泽家的那个丫头 锦宋 西泽是星昌县令 姚寸福的字 姚西泽就是星昌县令 姚寸福 姚老太爷不由自主地松了一口气 脸色沉下来 举起拐杖 在儿子背上敲了一下 示意他看小男孩 你看看这个 这是 嗯 陆明华还没注意到 那个三四岁的小豆丁 被父亲这一敲 看到了顿时目瞪口呆 这是 陆明华圆瞪着双眼 看着陆老太爷 指着小男孩却说不出话 这是你儿子 陆老太爷又一拐杖 敲在陆明华的背上 哦 陆明华更加目瞪口呆 你跟我进来说话 陆老太爷不理儿子陆明华了 看着沈氏神情和蔼 沈氏有几分迟疑 站着没动 你放心 这孩子一看就是我陆家子嗣 你肯送他来 必定也是听说过的 我陆家最重子嗣了 何况又是这么出色的孩子 放心 进来说话吧 陆老太爷和蔼耐心地解释道 老太爷见谅 沈氏并不否认 只屈膝治了歉意 跟在牵着小男孩的陆老太爷身后 越过还在目瞪口呆中的陆三爷陆明华 进了祠堂 进了陆老太爷刚才休息的厢房 陆老太爷让了一回审视 见他谢过却并不坐下 也不多让 微笑问道 你带着这个孩子 冒冒失失地就找上门了 你怎么知道陆家能认这孩子 见过三老爷的 都说凤哥长得像三老爷 沈氏低眉垂眼地答了一句 嗯 这孩子跟老三倒不怎么像 陆老太爷往后靠到椅背上 看向长孙陆吉 你把礼物那张小象 拿来给他看看 陆吉答应一声 进了厢房里间 片刻拿了一个宽约四寸的卷轴出来 拉开送到沈氏的面前 沈氏看了一眼 眼睛瞪大了 急忙凑近去看 这一眼看了个目瞪口呆 这画像上的人和凤哥 只除了年纪大小不同 长相模样 竟像是一个母子里刻出来的 这是先祖 陆老太爷 陆老太爷看着木瞪口呆到嘴巴半张的身世 心里放松下来 看向想伸头去看画像 却又站着不敢动的凤哥 微笑道 叫凤哥是吧 叫凤哥是吧 凤哥来到嗡嗡这儿来 想看这个 阿吉拿给你弟弟看看 他呀叫陆吉 是你们这一辈的大哥 给你大哥见灵 凤哥立刻拱起手 带着几分奶声奶气 大哥好 哦 凤哥好 陆吉忙将卷轴递给安顺 前身拱手 郑重还了一礼 我先让人带你找个地方歇一歇 凤哥留在我这里 我得和几位祖老 还有凤哥他爹呀 商量商量 你放心 陆老太爷拉着凤哥坐到自己身边 和沈氏温声地道 是 全凭老太爷安排 沈氏看了那张陆氏先祖的画像 一颗心彻底地放下来 爽快地答应道 对了 这孩子起了大名没有 沈氏正要退出 陆老太爷又问了一句 啊 还没有 沈氏看了一眼 紧紧抿着嘴 一眼不眨地看着他的凤哥 移开了目光 垂首退出 到嗡嗡这儿来 陆老太爷看着紧紧抿着嘴的凤哥 笑着示意他 凤哥没说话 两只胖胳膊搭在高到他胸口 的踏牙上回头看向陆吉 陆吉事小出声 忙弯下腰将凤哥抱到陆老太爷的身边 这孩子是聪明 陆老太爷伸手抚在凤哥的头上 看向三老爷陆明华 你看看 他找他大哥 不找你 这孩子多明白 陆明华被陆老太爷这一句话憋得眼睛都瞪起来了 不过还真是 他在凤哥的左边 阿吉在他右边 他看向阿吉求援 却不看他 老太爷 三太太来了 外头传来安顺的禀报 帘子掀起 三太太周式进屋 一眼就落在了紧挨着陆老太爷坐着的凤哥的身上 一来 这孩子太好看 太招人眼了 二来 他更是坐在陆老太爷怀里的 听到三太太来了这句禀报 凤哥就开始往榻檐边挪 陆老太爷松开手 只看着他要做什么 周式给陆老太爷见了礼 凤哥也挪下了他 挪来挪去 找了一个算是正对着周三太太的地方 门声不响地跪下磕头 这是 周三太太惊讶地 看着冲着他磕头磕的 简直磕出声来的凤哥 急忙要伸手去扶 却被陆老太爷抬手止住 叫你来 就是因为这个孩子 他叫凤哥 是老三的孩子 陆老太爷将刚才审视的那些话说了 这是老三的错 老三 给你媳妇赔礼 陆明花垂着头 中着周式长衣到底 周式眉里陆明花 弯腰拉起了凤哥 好孩子 起来 错不错的 和你无关 阿娘说 我要是能回陆家 让我以后要好好地孝敬您 阿娘说 他和我最对不起的是您 对不起 凤哥被周式拉着手 仰头看着他 奶生奶气 哎哟 这孩子 这可不是你的错 也不是你阿娘的错 周式弯腰蹲下 抱了抱凤哥 这孩子长得根 真是可人疼啊 陆明花 善善地直起药 善善地看着抱着凤哥说话的周式 神情尴尬 叫你来啊 就是商量这孩子的事 还有他阿娘 陆老太爷 暗暗松了口气 虽说老三媳妇 一向大度明理 可这突然来了一个 三四岁的男孩子 还这样长相 这样聪明伶俐 他还是有几分担心的 陆家自私 断没有流落在外的道理 孩子的事 媳妇听老太爷做主 沈氏 听老太爷刚才的话 这沈氏也是个有主意的 还是听听他自己的意思 最好 陆家老大一家一直在京城 老二一家在任上 周三太太一直在老宅当家理事 是个拿主意的 嗯 我也是这个意思 这孩子 我带着他去见见祖老 沈氏那边 你去看看 陆老太爷和周氏商量道 是 周氏垂眼答应 这孩子起名了吗 周氏一边说 一边低头看着 一直仰头看着他的凤哥 既然小名叫凤哥 就叫仪吧 陆仪 凤凤凰来仪 陆老太爷已经想好了名字 这孩子的长相 心智都不简单 又是这样的离奇绅士 陆家这一代 往后只怕要数他 最为出色了 想到这个 陆老太爷心情往上扬起 吉哥这一代 几乎个个资质平平 这件事已经让他忧心了几十年 这会儿 他看到了希望 陆老太爷牵着凤哥 往祠堂里面进去 凤哥拎着手 轻轻地揪着陆老太爷宽大的衣袖 不时偷偷地往后面瞄一眼 看着站在屋门口的周三太太 一直瞄到 陆老太爷牵着他转了弯 也没看到阿娘过来 凤哥心里一阵委屈 要不是答应了他阿娘 他想哭一场 大哭 看着陆老太爷牵着凤哥 以及陆明华 陆吉等人走远了 周三太太轻轻地叹了口气 吩咐婆子 请沈氏过来 沈氏跟着婆子进来 听婆子说了一句 这是三太太 就急忙跪下磕头 起来 凤哥刚才也像你这样 见了我就磕头 这事不怪你 更不能怪他 身为奴婢 你能怎么样 快起来吧 周三太太上前两步 弯腰扶起了沈氏 太太慈悲 沈氏站起来 再次身躯膝几乎到底 这一幅 这一幅是因为他这几句话 一句身为奴婢 让他真心实意地 想再次给他磕头 凤哥呢 跟着老太爷去祠堂 见几位祖老 给列祖列宗磕头去了 让我问问你 你有什么打算 周三太太也不多说 直接了当地问道 三老爷当时悄悄地 赏了民女一百两银子 后来民女脱身 假脱了是三老爷让人赎身 姚县令又赏了民女一百两银子 民女到了兴安城之后 置了四十亩上好的水田 还有一处小宅子 民女生活无余 请太太放心 沈氏解释得十分清楚 三太太刚才那几句 以及这份坦然真诚 她也须报以真诚 而且她觉得 眼前的三太太 是个值得信任的 那凤哥呢 你不打算再见她了 周三太太微微醋眉 来建成城前 民女有好些打算 刚才见了老太爷 这会儿又见了太太 把凤哥交给您 交给老太爷 民女放心得很 民女进府 一来是对凤哥没什么好处 二来 为奴为婢 非民女平生所愿 沈氏捶着眼帘 顿了顿才接着道 民女是凤哥爱欲性命 疼爱太过 难免骄纵 实在是不忍心 民女不在身边 对凤哥只有好处 周三太太看着她 她言谈清晰 条理分明 这是打定了主意的 既然这样 我也不多劝你了 你要是不介意的话 凤哥就寄到我名下 至于你 兴安城离建昌城太远 只怕照应不及 你孤身一人 万一有点什么事 陆家就不提了 只怕要伤了凤哥的心 要不你搬到建昌城外 离建昌城十来里路 有片小庄子 山清水秀的 是我的嫁妆 你到那儿去住 只说是我家远房亲戚 周三太太想了想 建议道 好 甚至沉吟了片刻 爽快答应 感谢您收听喜马拉雅出品 闲听落花最新大作 圣华 叔叔欢迎您点赞评论打赏 更多精彩内容 尽在喜马拉雅 如心注意的 你跟黄嬷嬷说一说 正好啊 你也看看黄嬷嬷 周三太太和沈氏说了话 又吩咐黄嬷嬷 等沈太太交代好了 你带她去隋大管事家里 回头我吩咐隋大管事 送她回去 沈氏再三谢了周三太太 送走周三太太和黄嬷嬷 详细无比的 一样一样的交代 奉哥的饮食起居 这个突如其来的子嗣 几乎没费什么口舌 就得到了陆氏祖老等诸人的认可 接着就是寄告祖先 起祖谱陆入等等所系规矩 再由陆老太爷带着陆仪 挨个儿苛拜陆氏列祖列宗 再任了祖中长辈 见了同辈以及晚辈 朱氏之后 田已经黑了 周三太太先回到陆氏大宅 挑了一处离陆老太爷 寄近的小院子 给凤哥赞住 先从自己院子里 挑了一些稳妥人过去 听黄嬷嬷说了 凤哥还没断奶的事 一边笑 一边赶紧让人去挑两个奶娘上来 贫家粗茶淡饭 一口人奶极其难得 交养的儿女吃奶吃到五六岁 都极其常见 他们这样的人家 孩子半岁过后 能吃牛乳子 羊乳子 酥酪 猪斑了 奶水就渐渐的少 多数一岁多 最多两岁就断奶了 周三太太让人挑了奶娘上来 又笑着主妇黄嬷嬷 这奶娘的事别往外多说 凤哥初出归家 这口奶是怕他闹 不为别的 陆老太爷牵着凤哥回到大宅 亲自往那间小院看了一趟 却没让凤哥住进那间小院 而是带回到自己的院里 吩咐黄嬷嬷等人 暂时侍候着凤哥 携在他上房东尔屋里 隔天 陆家祭祀结束 陆三爷陆明华 被陆老太爷发落到家庙里 自作自食 读书思过一年 一大早 陆明华垂头丧气 自己背着行李 往家庙步行过去 陆老太爷则带着凤哥 亲自将他送到祖学 回到大宅 又亲自挑了几个老供奉 当天午后 就要开始教导凤哥 吐纳习武 凤哥已经四岁了 跟刚会走路 就开始吐纳练功的陆家子弟比 已经太晚 必须抓紧 一天也不能耽误 凤哥的聪慧和懂事的程度 远远超过了陆老太爷的预想 上午的课业结束 凤哥是被先生牵着 亲自送到陆老太爷面前的 先生两眼放光 激动得两颊都有些飞红了 不住口的夸奖 老太爷啊 凤哥这么聪明的孩子 是老朽平生谨见啊 过目不忘 真真正正的过目不忘啊 不但过目不忘 他这份聪慧一点就通 文一十之二 之四五都不止 我让他背了一篇维学 老太爷您没看到啊 老太爷啊 凤哥这样的学生 真真正正的英才 老雄 得意英才欲知 荣幸至极 至极 陆老太爷好不容易大发走 激动得简直失态的足学老先生 看着一直抿着嘴 不停地眨着眼看着老先生的路易 招手叫他过去 亲自将他抱上他 带笑问道 凤哥觉得先生怎么样 先生对我很好 陆一两只小胖手搭在膝盖上 努力地屏出一副大人的模样 嗯 这个 嗡嗡也看出来了 那 别的呢 陆老太爷冲着陆姨眨了一下眼 嗯 陆姨小大人一般的叹了口气 两只胖手拍了拍膝盖 别的都好 就是有点没出息 陆老太爷呆了一下 扑的一声哈哈大笑起来 拍了两下陆姨的肩膀 干脆把他抱到自己的怀里 哎呦 我的怪孙子 先生啊 不是没出息 不过 这个先生教不得你了 嗡嗡啊 得另外给你请个先生 你先去吃饭 下午要开始练功了 练功苦得很 下午啊 嗡嗡 陆老太爷 见陆老太爷示意 黄嬷嬷急忙上前抱过陆姨 抱着到旁边厢房吃饭 看着黄嬷嬷抱着陆姨出去 陆老太爷较劲安顺 老安 你拿上我的帖子 亲自走一趟 去平梁山下请姚先生 跟姚先生说 我陆家有一位英才 请他过来看看 是不是 是不是值得他教导辅助 安顺的眼睛都睁大了 啊 小爷才多大呀 姚先生他是知道的 名声不怎么显 却是个真正有大才 有智慧的 早些年 老太爷想请他到大老爷身边参赞 没请动 后来又想请他教导大爷等几位陆家子弟 姚先生过来看了一圈 婉拒了 这一回 快去吧 陆老太爷笑着冲着安顺挥了挥手 安顺答应一声 请了陆老太爷的帖子 要了一辆车 往平梁山赶过去 下午的土纳练功 陆老太爷跟过去 不是担心什么 而是着急的等不得通报 他得亲眼看看 他这个天上掉下来的小孙子 在功夫上是不是也和读书一样聪慧难得 他们陆家立家之本是功夫 光会读书可不行 三四个老供奉一身利落短打 有一个过来抱过陆仪 将他放到屋子中间 从头到脚仔细地捏了一遍 满意地冲着陆老太爷点了点头 陆老太爷松了头一口气 扶着椅子扶手 慢慢坐下 不错眼地 看着屋子中间站着的陆仪 几个老供奉一起后退 只有一个 上前两步站到陆仪面前 半蹲半跪下 一只手按在陆仪小腹 神情严肃 一字一句地叫他吐纳入门 半个时辰以后 陆仪盘膝坐到地上 闭上眼睛 陷入了空明之境 陆老太爷紧紧抿着嘴 屏着气站起来 垫着脚出了屋 屏着那口气 大不流星地走出几十步 才站住 嘿了一声 闷声笑出来 这孩子天生就是练他们陆家功夫的 好材料啊 平梁山就在建昌城外不远 傍晚清后 安顺就将姚先生请进了陆家大宅 陆老太爷淡定地等着陆仪练好了功 泡好药枣 再换好衣服 喝了一碗燕窝粥 才牵着他出来 姚先生一壶茶早就喝得全是水味了 听到门口小四的禀报 姚先生站起来 目光先落到了陆仪身上 惊讶地瞪大了眼睛 这是 我最小的孙子 凤哥 给姚先生建礼 陆老太爷捋着胡须 一脸得意 他 姚先生是见过陆家那位先祖的画像的 他对陆家那位先祖极其敬佩 凤哥啊 刚刚归家 今天下午练功 不过半个时辰 已经入了空鸣之境 陆老太爷说到这儿 忍不住哈哈笑出了声 这孩子太聪明了 想来想去 咱们建安城 也就先生能教一教他了 光辉练功的傻大个儿 你们陆家可多得事 姚先生和陆老太爷是多年至交 说话毫不客气 虽说他这儿长相 值不值得交上一交 还得好好看看 姚先生微微弯着腰 看着仰头 看着他的陆仪 这孩子的这双眼睛 真是清亮的让人心生喜悦 你看 你看 你随便看 陆老太爷哈哈笑着 豪气的挥着手 不过今天晚了 我这小孙子累了一天 得回去歇下了 我让安顺安排你住下 你住下慢慢看 风哥 咱们回去 陆仪冲着姚先生拱手 长衣别过 牵着陆老太爷的手 往里面进去了 姚先生看着两人出去 跟着安顺一边往外走 一边问道 安顺 你们府上怎么突然多了 这么一位小爷 天上掉下来的 哎呦 可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吗 真跟天上掉下来的呀 一个样 至于怎么来的呀 明儿啊 你问我们老太爷吧 上午就行 说是从明儿开始 我们小爷呀 就赶上半天练功 下半天西文了 安顺一边让着姚先生 一边回道 姚先生听得眉毛挑起 瞧这意思 这位突然冒出来的陆家小爷 这绅士也离奇着呢 这也跟他们先祖一样 有意思 第二天一大早 陆仪不用叫起 就已经坐起来了 当时的大丫头急忙开门 叫了人进来 一群人围着她 打帘子 地便筒 事后先炙口 喝半碗汤药 黄嬷嬷急匆匆地进来 看着乖巧无比 任着一群丫头擦脸换衣服 喂汤药的陆仪 一眼就看了个眉开眼笑 哎呀 瞧瞧咱们家小爷多好看 多懂事啊 真是 黄嬷嬷嘖嘞连声 简直不知道怎么夸才好 当年那六爷算是最懂事的啦 像小爷这么大时 哪回早起不得哭一茬 不过一边哭 一边让人侍候 就算是极懂事啦 瞧瞧咱们小爷 多好的孩子 黄嬷还不知道呢 咱们府里上上下下 都知道家里添了一位天仙一样的小爷 昨个我回家 还没到家 院子里就堵了一堆人 问我小爷真跟天仙一样好看 到底怎么好看 半跪在地上 正俐落的侍候鹿仪 洗脚穿袜穿鞋的大丫头巧云 语笑连珠 我说呀 那我可说不上来 反正我头一回见到小爷 张着嘴就看傻了眼 被黄嬷嬷打了两巴掌才醒过神 哼 我也是 小爷太好看了 旁边捧着帕子的丫头 伸长着脖子 被黄嬷嬷一巴掌拍在头上 嬷嬷你不知道 满腹的小妮子都想到咱们小爷身边侍候 说是没人钱也行 能多看起来小爷呀 就什么都有了 捧着满满一匣子荷包的一个丫头挤上来 将荷包匣子递到了鹿仪的面前 爷 您挑个喜欢的 这是什么话 小爷是他们能调笑的 黄嬷嬷沉了脸 我当场呢就迅势了 我说一听你们这话就知道连规矩都没学好 别想到小爷什么样时候的事了 还是先想想还能不能在大宅里当差吧 小爷再好看也不是你们能看的 巧云扑的一声又气又笑 就你这话也是规矩没学好 嬷嬷一会儿送走小爷 得好好教导教导这帮丫头 嗯 这话极是 黄嬷嬷板着脸道 一群丫头你瞧瞧我 我瞧瞧你 明嘴笑着 眨着眼却不敢再乱说了 路易坐在一群活泼泼的丫头中间 扑闪着大眼睛 看看这个 再看看那个 看起来听得极其认真 黄嬷嬷看着他那一脸的认真样 忍不住笑 他们的话哥儿听懂了 嗯 他们说我好看 路易点头 答得十分认真 小爷不是好看 是好看极了 刚才捧荷包的丫头扑笑接道 嗯 他们说我好看极了 路易也跟着纠正 瞧你们这帮妮子 以后不许在小爷面前这样胡说八道的啊 再敢这样放肆 别怪我不客气了 黄嬷嬷还视着猪丫头 严肃地警告 可我就是好看呢 路易拉了拉黄嬷嬷仰头认真的倒 黄嬷嬷挨了一声 在一群笑的前仰后合的丫头中间 挨挨了两声 也笑起来 大小丫头们说笑归说笑 手脚却干净利落 丝毫不慢 很快事后的路易 洗漱穿戴好 黄嬷嬷和巧云跟着路易 往正屋和陆老太爷一起吃早饭 走了两步 路易伸手拉住黄嬷嬷的手 仰头看着她 认真的问道 黄嬷 我是不是很乖 特别乖 是 黄嬷前后啊 见过十几位爷 就属小爷最乖 最懂事 最聪明 也最好看啦 黄嬷嬷急忙蹲下 和路易平视说话 她真是爱极了 这个仙童般的小爷 那你得告诉母亲 告诉母亲 我特别乖 特别懂事 鹿鱼神情更严肃了 黄嬷嬷和巧云一起失笑出声 这位小爷可真是聪明 聪明极了 小爷放心 必定是要告诉太太的 一会儿小爷去练功 嬷嬷就去跟太太说 必定把小爷夸得花一样 不是夸 小爷本来就是这样好 迎着鹿鱼郑重又紧张的目光 黄嬷嬷赶紧表态 嗯 鹿鱼说了口气 那咱们去吃饭吧 鹿老太爷牵着鹿鱼到了练功坊 姚先生也到了 和鹿老太爷并排坐着 看了一上午 吃了午饭 报了几本书 和鹿鱼面对面 说了一个多时辰的话 就吩咐安顺替他走一趟 把平良山的家当帮过来 他准备收个弟子了 姚先生要好好地想想 怎么教导他这唯一的弟子 下午很早 鹿鱼就没什么事了 鹿老太爷吩咐黄嬷嬷带着他 去陪周太太说说话 吃了晚饭再回来也可以 鹿鱼刚到 周太太的小女儿 敏杰也到了 鹿鱼坐在周太太身边 大睁着眼睛 看着敏杰进来 看着敏杰见了礼 又看着敏杰从丫头手里 接过一瓶花 看着敏杰把花 捧到周太太的面前 刚才从湖边过 看着轩草开得正好 就挑了些 阿娘看好不好看 敏杰一边捧花给周太太看 一边笑道 好看 这轩草啊 就是这样艳红的最好看了 放到那张机上吧 对 往这边挪一点 嗯 就这样 真是好看 周太太示意敏杰 把那瓶宣草拿进 闻了闻 示意丫头 放到从榻上看过去 最显眼的一张矮机上 鹿鱼一声不响地跳下她 走到那张 刚刚放了那瓶宣草的矮机旁 将脸凑到那瓶花旁边 眨着眼看着周太太 周太太和敏杰看着她 都是莫名其妙 风格过来 你站在那干什么 那花草的香味啊 可不能多闻 周太太看着看着她 蜿蜒笑得让她忍不住笑的鹿仪 一边笑 一边招手 我不是闻花 我没给母亲拿花 母亲 看我吧 母亲您看 我是不是比花还好看 鹿仪笑得眼睛更弯了些 啊 敏杰被鹿仪的一番话 说得一个正神 随即哈哈大笑 你比花好看也不能这样啊 笑死我了 你快过来 我就是比花好看 鹿仪被她笑得笑不下去了 嘟着嘴 眼看着眼泪要下来 她要做最孝敬母亲的那个孩子 哎哟 你去 快把她抱过来 瞧眼哪 把那花啊 拿到外间去 周太太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推着敏杰 示意她把鹿仪抱过来 我要孝敬母亲 鹿仪被敏杰一把抱起来 还想挣扎 孝敬啊 不在这上头 敏杰把她抱到榻上 不客气的在她额头弹了一下 跟一瓶花过不去 你是不是傻啊 来 母亲告诉你啊 什么叫孝敬 周太太一边笑 一边将鹿仪拉到自己的身边 感谢您收听喜马拉雅出品 闲听洛花最新大作 圣华 叔叔欢迎您点赞评论打赏 更多精彩内容 尽在喜马拉雅 将冰碗递给她 天气太热了 哥儿啊 先喝一口 去去数些 鹿仪揪着黄嬷嬷的手 一口气喝了大半碗 点头表示喝好了 黄嬷嬷将冰碗递给了一个小丫头 玩游要去抱鹿仪 鹿仪往后退了一步 白手道 先生说了 我这个年纪 自己能做的事 该自己做起来 我自己会走路 好好好 黄嬷嬷笑颜开 他真是太喜欢这位可爱极了的小爷了 走了几步 鹿仪脚步顿住 仰头看着黄嬷嬷极为认真的问道 黄嬷嬷 我是不是你们府里最懂事的孩子 是咱们府上 黄嬷嬷先纠正了一句 鲁仪立刻改正 我再说一遍 我是不是咱们府上最懂事的孩子 黄嬷嬷笑个不停 一边笑一边用力点头 是是是 黄嬷就没见过比哥儿再懂事的孩子了 不光是咱们府上 嬷嬷瞧着呀 满剑昌城 哥儿啊 也是最懂事 最聪明的那一个 鹿仪明显舒了口气 目光闪闪 仰头看着黄嬷嬷 摒弃问道 那我能去见我阿娘了吗 黄嬷嬷一个正神 呆了一下 反应过来 一颗心猛跳了几下 急忙蹲到鹿仪的面前 带着一脸笑 小心得到 哥儿不是天天见你阿娘吗 今天呢 还是老规矩 咱们先去给老太爷请安 然后 不是母亲 是我阿娘 我都这么赌事了 阿娘她该见我了吧 你们该让我见我阿娘了吧 鹿仪伸手揪住黄嬷嬷的衣服 神情急切起来 这事儿 黄嬷嬷被她这一揪一问 伸了伸脖子 舌头打起了结 那个 小爷呀 这个事儿 她是这样 黄嬷嬷不是一个很有极致的 那个 对了 哥儿也知道 嬷嬷是个吓人 这事儿啊 那个 我知道了 是我错了 鹿仪立刻 送开黄嬷嬷嬷 我去握握握 鹿仪话没说完 转身就跑 哎 哥儿 哥儿 哎 你慢点 哥儿 这事儿 哎呦 喂 黄嬷嬷急忙跟在后面追 可塌着腿脚 可没法跟跑得飞快的鹿仪比 等鹿仪一头冲进陆老太爷 也是他现在住的院子 冲过垂花门时 黄嬷嬷才追到院门口 黄嬷嬷扶着门框 一边喘 一边示意从里面 急急迎出来的一个婆子 你走一趟 去找太太 跟她说啊 哥儿只怕要闹起来了 刚刚哥儿说要找他阿娘 快去跟太太说一声 婆子连声硬了 急急忙忙去寻周三太太 鹿仪一头冲进上房 左看右看 没看到鹿老太爷 转身往后园子里冲 鹿老太爷 鹿老太爷养花自语 最爱茶花 这会儿要是没在屋里 就必定在后园子里 适候他那些茶花 鹿老太爷果然 正拿着一个长嘴壶 正细细地给茶花浇水 鹿一站在园子入口 脚步顿了顿 没有直冲过去 端端正正地 走到鹿老太爷的身边 鹿老太爷已经看到他了 忙将长嘴壶递给老仆 一边接个尸帕子净手 一边看着鹿姨笑道 今儿放学好像早了一点嘛 先生今天讲了什么 先生说我应该先要读 李太后本纪 我我是不是很乖啊 我都听话了 对不对 鹿一答了一句 立刻紧张地盯着鹿老太爷问道 黄默默已经追到了园子门口 听到了鹿姨这句问 却已经来不及提醒 就是来得及也没法提醒 这个能提醒什么 是 鹿老太爷看着鹿姨严肃至极的小脸 蹲到鹿姨面前 不等他再说话 鹿姨盯着他 宣战一般的道 我都听话了 你们说的 我都做好了 我一点也没淘气 我好好练功 好好写字 我都做好了 我要借我阿娘 鹿老太爷被他这一连串飞快的我我我 说得直眨眼睛 凤哥 你听窝窝说 你阿娘啊 送你回来之后就走了 几个眨眼间 鹿老太爷就拿定了主意 以凤哥的聪明 和他对凤哥的期望 这件事上 以及以后还不知道多少事上 他都不打算哄骗欺骗他 作为在京城的陆家家主 和在建昌城的陆家当家人 不管哪一个 都必须从小就开始 学会只听真相 以及承担真相 你阿娘不会再来了 你以后啊 也见不到他了 凤哥 三太太就是你阿娘 三太太 不是 陆姨的一声尖叫里 透着哭声 你骗人 阿娘不会 阿娘不会不要我的 随着尖叫哭声 陆姨的泪水 像是开了闸 你骗我 我不在你们家了 我要去找我阿娘 你走开 我不姓陆了 我姓沈 我叫沈青凤 陆姨用力地抹了几把 根本抹不干净的眼泪 一边哭 一边往外跑 快拦住他 陆老太爷 慢了一线 没能抓住 这会敏捷的出奇的陆姨 一边站起来 一边叫道 哥啊 你听嬷嬷说 黄嬷嬷着急地叫着 伸手想抱住陆姨 陆姨极其敏捷地绕过他 甩着小胖胳膊 跑得飞快 哥啊 你别跑 看摔着 哎呦 哥 你听嬷嬷说 小心哪 别绊着哥 黄嬷嬷急急跑跑地 追在后面 又是急切 又是心疼 陆姨一口气冲出院门 奔着府门的方向 直往前冲 刚刚冲出一射之地 朱太太已经带着几个丫头婆子 急急地赶过来了 迎着甩着小胖胳膊 小胖腿跑得飞快的陆姨 急急地叫道 快抱住他 小声别拴着哥 大丫头巧艳往前一步 伸手抱起了哭花了眼的陆姨 放开我 你这个坏人 你放开我 我要去找阿娘 你们都是坏人 坏人 陆姨在巧艳的怀里乱踢乱打 巧艳紧紧地抱着他 凭他怎么踢打 也不敢松手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迎着喘着粗气追上来的黄嬷嬷 周太太厉声地问道 哥儿啊 哥儿说他乖 要找他阿娘 老太爷 老太爷 直说了 说他阿娘走了 不会再来了 哥儿就急了 黄嬷嬷拍着胸口 虽说喘气喘得断句都断乱了 不过也足够周太太听得明明白白 几个人 跟老太爷禀一声 凤哥儿现在跟我在一起 让老太爷别担心 周三太太先交代了一句 接着吩咐 到亭子里说话 巧艳抱着一边哭 一边拍打叉的凤哥儿 跟着周三太太进了旁边的凉亭 凤哥儿 周三太太事与巧艳放下陆仪 两只手拉住他 提高了声音 你先别哭 先听母亲说 陆仪的哭声顿时低下去 周三太太暗暗地舒了口气 随即又担忧起来 这么大点儿的孩子 懂事成了这样 这凤哥儿实在是太聪明了 可是越是聪明的孩子 管教起来就越难 就眼前这会儿 他已经有点力不从心的感觉了 母亲问你 送你回陆家这事儿 你阿娘是先跟你商量过吗 周三太太斟酌了片刻 才开口道 陆老太爷对凤哥儿的期望 和他对凤哥儿的期望是一样的 他嫁进陆家已经十几二十年了 陆家教养孩子 以及教养未来家主和当家人的讲究 他都知道 他和陆老太爷一样 没有哄骗欺瞒的打算 虽然凤哥儿只是一个孩子 他还是要尽力 拿他当大人一样的说话 陆仪紧紧地抿着嘴 带着敌意地看着周三太太 你阿娘没跟你商量 周三太太再问 陆仪极不情愿地点了一下头 那你阿娘怎么跟你说的 陆仪拧过头 哽着脖子看着亭子外 没你周三太太 你阿娘有没有跟你说过 你天资极好 就是现在你阿娘也教不了你了 好先生 你阿娘请不起 只有把你送回陆家 才能让你发挥天资 以后前程似锦 是不是这么说的 周三太太拉了拉陆仪 将她拉得面对自己 接着说道 不是 不是前程似锦 是等长大了 我有本事了 能想怎么就怎么样 陆仪扁着嘴 用力地纠正周三太太的话 好 世母亲说错了 你阿娘说 你只有回到陆家 好好练功 好好念书 以后才能不受人家欺负 有本事了 就能想怎么样 就怎么样 没说好好练功 陆仪再次纠正 好 没说好好练功 那你阿娘 为什么要这么交代你 周三太太看着 一脑门反骨的陆仪 陆仪横着她 没答话 你阿娘让你回陆家 说了她要跟你一起 回陆家了吗 周三太太再问 陆仪嘴巴抿得更紧了 瞪着周三太太 小拳头都攥起来了 你阿娘跟你说过 你回了陆家 她就不能跟你在一起了 是不是 周三太太攥紧了 陆仪的胳膊 再问 不是 陆仪哭出了声 你是坏人 阿娘们 阿娘说我要是听话 等我做了陆家 最听话的孩子 她就来看我 不是 你阿娘是说 等你长大了 成了陆家 最有出息的孩子 她再来看你 周三太太不客气地纠正 不是 陆仪放声大哭 你是个坏人 大坏人 不是 我不答应了 我要阿娘 我不当大英雄了 我要阿娘 你放开我 你这个坏人 陆仪一边哭 一边连踢带打 用力地想要挣脱周三太太的两只手 凤哥 你虽然小 可再小 你也是个男子汉 你姓陆 你既然答应了你阿娘 就不能反悔 你阿娘没骗你 母亲也不是坏人 你既然答应过 这件事就是这样了 你再哭再弄 都没有用的 周三太太提高了声音 压着凤哥的大哭 声色俱立 坏人 你们都是坏人 骗子 阿娘 骗子 陆仪用尽了全力 也没能挣脱出来 被周三太太抓着两只胳膊 两只脚乱踢着往下坠 放声嚎啕起来 陆仪连踢带打 认谁劝也没用 只哭得嚎得声噎气短 晚饭也没有吃 直到哭得累极了 眼睛都睁不开了 全在床上 一边抽气 一边闭上眼睛睡着了 从陆老太爷起 上上下下几十号人 总算是松了一口气 连抹了几把满额头的汗 只觉得虚脱了一半 周三太太跟着没吃没喝 闹到半夜 累得腿都是软的 眼看着陆仪睡着了 至少这一会儿 心里稍稍宽了些 吩咐巧夜夜留下来 嘱咐了一通 垫着脚进屋 看了看睡梦中 还时不时抽气几剩的路椅 出来 再次嘱咐了一遍黄默默等人 小心看着 夜里警醒一些 看着哥儿别病了 等等等等 出来 又吩咐厨房安排人职业 先备些汤水点心 炉子别熄火 随时准备着小爷 半夜醒了 想要吃这个吃那个 退到院子外 站着又细细地想了一遍 确定周全了 才一只手捶着腰 往自己院子里回去 路易是恶醒的 眼睛先睁开一条缝 眯眼看着帐子外的一片阴暗 一动不动地趴了一会儿 稍稍动了动 停下听了听 确定没动静 再动了动 慢慢地挪着床边 滑下了床 当直的丫头婆子 从黄嬷嬷到小丫头 从傍晚到路易睡着 被指使得高高提着一颗心 片刻不停地 整整折腾了两个多时辰 从头到尾 又是紧张 又是害怕 又是劳累 这会儿都乏透了 一个一个地睡得很沉 路易从床上滑下来 贴着床边趴了一会儿 手脚并用 飞快地爬到尔屋的门口 正要推门 又遁住 摸了摸饿得快扁了的肚子 私下看了看 轻手轻脚地爬到桌子下 站起来 将桌子上的点心 先抓了一个塞进嘴里 再抓上一把 低头看了看 没地方放 干脆一只手抓着 一只手照样爬得飞快 路家这样的人家 门自然是开关无声的 路易爬到门口 直起上身 回头瞄着屋里沉睡的众人 悄悄地推开门 爬到门槛上 一个咕噜滚出去 贴在墙根的阴影中 脉动小短腿 飞快地往外跑 大丫头 巧云是个警醒的 虽然累极了 也不会一睡一整夜 一觉醒来 迷迷糊糊地坐起来 挪到床边 强忍着哈欠 将帘子掀开一条缝 想看看路易睡得好不好 一眼看去 正了一下 两只手一起用力 揉了揉眼 再看一眼 顿时两只眼睛都瞪远了 一头扑上去 从床头摸到床尾 再拉起被子 用力抖了几下 惊叫出声 小爷呢 快起来 都快起来 不得了了 巧云这一声尖叫 把屋里屋外全给惊醒了 黄嬷嬷合一而睡 鞋子却脱了 根本顾不上鞋子了 一头扑进来 你叫什么 看吓着 哥儿呢 哎呦 哥儿呢 快找快找 哥儿 哎呦哎呦 快去禀报老太爷 天呐 黄嬷嬷这一嗓子 可比巧云叫得 尖力惊恐多了 感谢您收听喜马拉雅出品 闲听落花最新大作 圣华 叔叔欢迎您点赞评论打赏 更多精彩内容 尽在喜马拉雅 我们侧门快去 都起来 去请三太太 赶紧找 快 凤哥儿 凤哥儿 不到一刻中 整个陆家大宅 灯火通明 人声鼎沸 姚先生昨晚上 也跟着折腾到半夜 睡得正晨 听到动静 听说是陆仪不见了 圆瞪着眼睛呆了片刻 一步窜下床 一边穿衣服 一边往外跑 怎么能连个孩子也看不住 你们府上 这是多少年没带过孩子了 你们这府上 后头还有个湖呢 连个栏杆都没有 我早说过 看看你们府上 你跟着我干嘛 是你们府上根丢了 又不是我丢了 快去找人呐 陆仪没能跑出多远 也就刚刚跑到院门口 听到动静 紧紧地缩在高高的院门槛角落里 看到大门开了 门房一头冲出去 又急忙一个掉头扎回来 一头扎进门房 陆仪比门房利落多了 连滚带爬地滚出了门槛 沿着台阶 滴里咕噜咕噜地滚下去 在门房提了灯笼 再次冲出来之前 锁在了院门口那盆巨大的山茶花的后面 院子里已经脚步乱响 院子外 灯笼也飞快亮起来 路易扁着嘴紧紧地缩在山茶花后 拧着头四下看了看 奔着离院门口十来步的那座瘦透漏俱全的太湖石冲过去 转了半圈 找到一条能挤进去的缝隙里 用力挤进去 挪好抓过旁边雷雷落落的藤螺 拦在自己的前面 在衣服上蹭了蹭手上的泥 一口一口地吃着手里的点心 愉快地听着一声一声的小爷哥儿阿凤 远处曙光慢慢透出来 从巧云一摸没摸到路易 到这会儿已经找了一个来时辰了 巧云和黄嬷嬷以及屋里当直和不当直 但点在路易身边事后的所有人 都急得当场起了满嘴的水泡 想哭又不敢 哥儿不见了 生死不知 哭声太不吉利了 可喊声里却满满的已经全是哭声了 小爷找不到或是有点什么意外 他们都不用活了 陆老太爷急得 只觉得头一阵接一阵的发懵 心里一阵接一阵的抽抽发紧 这都一个时辰了 还没找到 老妖说得对 那后湖早就该在湖边围上一圈栏杆 天那么黑 缝根那么小 万一跑得极了 陆老太爷越想越怕 只想得怕得手都发抖了 紧着声音吩咐叫船娘 把船撑出来 拿大网拿出来 下湖去找 赶紧撒网找 周三太太一冲进来 先问巧云摸头一把时 被窝是凉的还是热的 巧云张口结舍 他真是昏了头了 当时他竟然昏了头 周三太太也顾无上责备巧云了 满屋子翻找 缝根那么大一点 人小腿短 肯定跑不远 说不定还在这屋里 周三太太连床头的抽屉都抽开了一遍 一圈翻下来几乎算是把整体的耳屋给拆了一遍 拆完耳屋 周三太太冲出屋子 开始满院子翻 他觉得凤哥肯定没走远 再怎么聪明 毕竟太小 那么大点的孩子 第一跑不远 第二 这府里这么大 他嫁进来头半年 几乎天天都有迷路的时候 凤哥再聪明 也只是一个三周四岁的孩子 况且 他静赴根本没几天 他能记得这府里的路 不可能 绝大部分的地方 他根本没去过 那凤哥能跑哪去呢 必定就是在这院子里 在哪藏着 可是 到底藏在哪呢 怎么就找不到呢 周三太太急得快要烧起来了 陆姨饿坏了 一口一口的吃得很急 很快就吃完了点心 把手也舔干净了 虽然说没饱 当然更没吃好 不过至少不饿得肚子疼了 陆姨蜷缩在那道窄窄的假山缝里 又往里挤了挤 就开始一个接一个的打起了哈欠 他没吃好 更没睡好 一个接一个的哈欠 打得很快 眼皮就打起了架 眼皮打着一会儿架 渐渐就黏在一起 睁不开了 眼看要睡着 陆姨用力睁开 很快又闭上 陆姨更加用力地睁开 可这回闭上的也更快 渐渐地再用力也睁不开眼了 陆姨头往下垂 人往下坠 一头从假山缝里摔了出来 离假山最近的一个坡子 一步冲上去 扑了满脸满怀的你 竟然接住了 被藤满蝉的一个裹身 直直倒下来的陆姨 激动得喊都喊不出来了 他头一回发现 自己这把年纪了 竟然还能如此利落 陆姨一个机灵 用力争了争 却没能睁开眼 两只手胡乱扑腾了几下 就软软地垂下 沉沉地睡着了 陆老太爷连走带跑地扑过来 看到陆姨全须全尾 完好无损 一口气松下来 伸手扶住了老安顺 总算是没软在地上 姚先生也冲了过来 陆老太爷喘着粗气 看了看假山上的那道缝隙 再看了看满头青苔一身泥 在婆子怀里沉沉睡着的陆姨 看着姚先生 手指点了点缝隙 再点了点陆姨 再点点缝隙 再点向陆姨 却一句话没能说出来 周三太太提着裙子 从院子里一口气冲过来 瞪着那道缝隙 再看看陆姨 心情之复杂 无法言说 她光在院子里找 怎么望了院子边上 可是这座假山 连藏人都藏不住 那么点缝隙 她是怎么挤进去的 她头一回知道 这么一块太湖石里 竟然能藏人 哎 这孩子 只怕比她所有的孩子加一起 还要难待好几倍 好几十倍 姚先生凑到那道缝隙前 转到这边 再转到那边 再从假山走到院门口 从院门口再走回来 围着太湖石又仔细地看了一圈 又伸手进那道缝隙 这样比划 那样比划一阵子 哈哈大笑 一边笑 一边不住口地夸赞 这孩子真是难得啊 敏锐 聪明 冷静 有大毅力 真是难得 太难得了 陆老头 你好福气啊 陆老太爷这会儿总算是喘吟了气 却被姚先生这几声大笑 几句夸奖夸得猛抽了一口气 一把拍开姚先生的手 总算是说出话了 快去请大夫 快去 多请几个 几个大夫轮流枕了脉 都说哥儿好好的 好的不能再好了 陆老太爷才放下心 顺便让大夫替自己也枕一枕 他刚才头蒙心慌 简直是大病要来的样子 几个大夫再次轮流枕下来 确定老太爷也好好的 周三太太算是松了口气 陆姨这一觉 一直睡到五十过后 陆老太爷干脆让人把他放到自己那间日常起居的东乡榻上 让人不错眼地看着 自己和姚先生坐在廊下 喝着茶 嘀嘀地说着话 陆姨一觉醒来 拍开急忙过来要抱他起来的巧云 自己翻身坐起来 紧紧地抿着嘴 好一眼这个 瞪一眼那个 看谁都是一脸的不善 陆老太爷三步两步地过来 姚先生紧跟其后 陆老太爷一脸地笑 姚先生板着脸 怪孙子 怪孙子 你醒了 饿不饿呀 想吃点什么 干杯蒸蛋 嗡嗡啊 早就让人备下了 让人拿来伺候你吃一碗 陆老太爷和蔼极了 哼 你这个臭小子 你知不知道你闹出了多大的动静 你差点把你嗡嗡 还有你母亲下出病来 这叫不孝 你懂不懂 姚先生板着脸教训 我就是不孝 就是不好 你们把我赶出去吧 陆一的小胖胳膊抱在胸前 鼓着腮帮瞪着姚先生 你这孩子 姚先生瞪着陆一 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怪孙子 你先吃饭啊 吃饱了呀 嗡嗡跟你好好地说说话 我们凤哥最乖最懂事了 陆老太爷一脸笑地接着哄 我一点都不乖 我一点都不懂事 我就不吃饭 我就不跟你好好说话 我不跟你说话 陆一拧过头 肚子却咕咕的一阵叫 凤哥啊 你就算要闹 那也得吃饱了 先吃饭啊 你看你饿的 肚子都叫了 再饿 要饿出毛病的 快 听嗡嗡的话 陆老太爷接着哄 小爷呀 就算是要闹要跑 您也得吃饱了 吃饱了才有力气不是 黄嬷嬷也跟着劝 对对对 小爷呀就算是要逃跑 也得吃饱了才能跑得快呀 巧云急忙顺着话劝 陆一的肚子里又一阵响亮的咕咕声 眼珠转了一圈 又转了一圈 好吧 我要吃干杯蒸蛋 要两碗 我要吃穷你们家 陆老太爷噎了口气 姚先生无语望天 真是志向远大呀 陆一狼吞虎咽的吃了一碗多蛋羹 又吃了两个羊肉包子 半叠子炒食书 看他吃饱了 陆老太爷坐到陆一的身边 耐心的和他讲道理 凤哥啊 昨天你母亲跟你说过一回了 是不是 送你回家前 你阿娘都跟你说明白了 对不对呀 你也答应了的 凤哥 你虽然小 可你娘跟你说的事 你都听懂了 明明白白的 对不对 咱们陆家男儿 说话从来算数的 我不是陆家男儿 我姓神 陆一怒目陆老太爷 你姓不姓陆 这不是你说了算的 你爹姓陆 我是你嗡嗡 你就只能姓陆 这可不是你说姓什么 就能姓什么的 陆老太爷态度超好 极其的耐心 道理上却半点不让 我就是姓神 我不在你们家了 陆一两只手 撑着椅子扶手 仿佛下一刻 就要趁着陆老太爷 一个不留意 跳下就跑 凤哥 咱得讲理 陆老太爷 板起了脸 我是你嗡嗡 我要讲理 不能因为我是你嗡嗡 就说什么是什么 你是小孩子 可小孩子也得讲理 也不能说什么就是什么 不管是谁都得讲理 这是行走世间 做人处事最根本的道理 你得学会 讲理这件 你阿娘没教过你吗 陆一紧紧的抿着嘴 怒目着陆老太爷 却没有驳回 陆老太爷心里一宽 这孩子竟然没有撒泼耍赖 这份董事名礼真是少有 董事名礼就好办 再说了 你回来咱们陆家 是你阿娘跟你说好了的 你这个男子汉虽然小 可也不能说话不算数 对不对 陆老太爷顺着这个路子 往下说了 我不是男子汉 我不当男子汉了 我是小姑娘 我要见我阿娘 我要当面问他 我不回陆家了 我要找阿娘 陆一冲着陆老太爷怒目而吼 你这孩子 陆老太爷被他这一句 她是小姑娘一口气呛着了 果然像他母亲说的 再董事也是个孩子 还要当小姑娘 这小姑娘是说当就能当的 哎 这可真是 行了 该去上课了 先好好上课 别的呀等你下了学 嗡嗡再跟你分书 眼看着时辰差不多了 陆老太爷板起脸 决定先押着他去上课 他这会正拧着急不得 我不去上课 我学不会 我可笨了 我什么也不学 我不要有出息 你们把我赶走吧 陆一用力的抓着椅子把手 这回是一动不动 不去上课的打算 陆老太爷瞪着陆一 一时之间简直有一种狗咬刺猬 无处下嘴的感觉 说他懂事吧 他要当小姑娘 说他不懂事吧 他句句说到点子上 他不要上课 不要聪明 不要有出息 要不是太聪明 他阿娘肯定不会把他送回陆家 这孩子吧 笨吧 仇人 太聪明了 更仇人呐 先去上课 你阿娘不是说了吗 等你成了陆家最有出息的孩子 他就来看你 你不上课 那岂不是永远也见不到你阿娘了 陆老太爷耐心再劝 我没有出息 我要找我阿娘 我要当面问他 你让我见我阿娘 我就是要当面问问他 陆一眨了几下眼 陆老太爷瞪着他 失笑出声 这孩子这是打算骗他吗 你们都是坏人 陆一被陆老太爷这一声笑 笑得眼泪汪出来了 你们都是坏人 你先去上课 陆老太爷赶紧再板起脸 可刚才那一笑 现在再怎么板脸 也把不回原来的威严了 风哥啊 你听嗡嗡一句 先去上课 你四岁才开始练功 到现在正经书 一本也没念过 已经晚了 你可耽误不起了 听嗡嗡一句话 嗡嗡这么疼你 嗡嗡嗡还能害你不成 你先让我见我阿娘一面 我就问他几句话 陆一盯着陆老太爷讲条件 陆老太爷粗气都喘出来了 凤哥儿 嗡嗡再疼你 也不能过于放纵你 安顺 送哥儿去上课 跟姚先生说 要是不听话呀 就打手板子 安顺答应一声 上前去抱陆仪 陆仪连踢带打 可踢也没踢着 打也打不疼 被安顺一把抱起 往姚先生的院子里送过去 感谢您收听喜马拉雅出品 闲听落花最新大作盛华 叔叔欢迎您点赞评论打赏 更多精彩内容 尽在喜马拉雅 陆仪紧不迎上去 哎呦 让我瞧瞧 这大的 陆仪猛一个拧身 将肿成馒头的左手背到身后 别碰我 坏人 陆仪绕过周三太太 举起手 接着边哭边走 周三太太站起来 看着哭声连连 一步一步往前挪的陆仪 又是想笑 又是心酸 陆老太爷赶紧又让人 请几个大夫过府 不过这一回是外伤大夫 姚先生虽说是头一回做先生 这手板子倒是打得极有水准 正好肿起来 伤皮不伤肉 几个大夫留的几瓶子清凉解痛的药 就回去了 论清凉解痛的外伤药 陆家有的是更好的 陆老太爷让人拿了药 在陆仪的手上厚厚的涂了一层 陆仪好像乖多了 看着黄嬷嬷和巧云给她涂好药 抽抽气气的指着她的书包 先生说要背书 哎 小爷真是懂事真是乖呀 黄嬷嬷立刻几口称赞 都闹成这样了还不忘了先生布置的功课 这孩子怎么这么懂事这么好呢 陆仪拿着书站在耳屋门口 一边背书一边时不时的抽气一声 背了几句举着手看着黄嬷嬷 手疼 这药不管用 哎 哥儿等着啊 我去再拿一瓶更好的药 黄嬷嬷匆匆的往上访 禀报陆老太爷 得再找一瓶更好的药 看着黄嬷嬷进了上访 陆仪又背了一句 举着手看着乔云 疼 你给我洗掉 小爷呀 这药 疼 陆仪带出了哭腔 好好好 先洗掉啊 乔云急忙转身进屋 拿温水帕子 陆仪拿着书本 看了看上访 再看了看耳屋 扔了书本 往旁边两步跳下台阶 一头冲进了通往后圆的月亮门 紧跑几步 手脚并用地爬进一只 一尺来高的大花盆里 在踩着花盆盆盐 爬上紧挨放着的 另一只比它还要高一些的 青花花盆 青花花盆里种的是一颗十八 大学士织繁叶茂开得正盛 陆仪顾忌重演 紧贴茶花 站进了花叶丛中 他今天正好穿了一件翠绿的山裤 于是陆老太爷的这间院子内外 再一次鸡飞狗跳 这回 从陆老太爷到粗屎婆子 每条墙缝都捅了一遍 直到天黑透了也没能找到陆仪 陆老太爷让人拿了一根拐杖住着 站在廊下喘粗气 也就是一个眨眼的功夫 陆仪就没眼了 这么大点的孩子 这一出吊骨离山 用的可是真好啊 可他到底藏哪去了呢 这院子里但凡是有缝的地方 都照顾好几遍了 天都黑了 这孩子到底哪去了 陆老太爷这心里说不清的滋味 他简直怀疑自己 能不能把这孩子带大 教好了 这天是个阴天 天一黑下来 灯笼照不到的地方 几乎就是漆黑一片 不过陆老太爷的这个院子里 简直是灯笼挨着灯笼 有灯有影 花草建筑更是阴影重重 陆仪悄悄的从大青花花盆里翻出来 涂了满手药膏的手一滑 先摔到矮一点的花盆边上 又从矮花盆边上摔到地上 疼得陆仪撇着嘴 却一声没出 手脚并用 从花盆缝里飞快的往后脚门爬过去 院子里院子外到处都是找人的人 后脚门大开着 陆仪爬出后脚门 站起来沿着树下阴影 往姚先生院子的方向跑得飞快 姚先生院子再往外 就是大门 她是记得的 陆仪紧紧的抿着嘴 盯着前面的阴影 刚刚猛跑了没几步 一头撞到了 正站在树下 举着一根杆子 往树上青拍树枝树叶的姚先生的身上 陆仪人虽小 力气还真不小 一头撞在姚先生的背后 把姚先生撞个唉呦一声 一个狗啃摔在了地上 三在旁边提着灯笼到处乱找的徒从婆子们急扑过来 捉路仪的捉路仪 扶姚先生的扶姚先生 姚先生扶着腰 一声接一声的唉呦着 看起来万分艰难的进了屋 斜着身子坐到椅子里 看着满手的药膏 糊了不知道多少在脸上 再沾了土沾了泥 三花脸一般的陆仪 连声叹气 陆老太爷先往陆仪的脸上摸了一圈 又摸了身上 再抓过陆仪的手看了看 从陆仪的衣服领子里摸了一朵茶花出来 举起看了看 吩咐安顺 这是十八学士 你去看看那盆十八学士 看看盆上的花枝上 是不是有药膏 安顺片刻就回来了 指着后面两个剑仆抬进来的那盆十八学士 老头爷您自己看看吧 这盆盐上啊 还有这儿都是药膏 这边啊 花都掉光了 陆仪甩开陆老太爷的手 一声不响 故自爬到姚先生对面的椅子上 端直坐下 昂着头 挑衅的看着姚先生 又看向陆老太爷 我先事后小爷去洗洗干净 黄摩摩上前去抱陆仪 陆仪鼓着嘴 瞪着黄摩摩 见她伸手抱过来 张嘴咬在了黄摩摩的手腕上 这一口咬得黄摩摩一声惨叫 巧云直冲上去 伸手去拉黄摩摩的手 陆仪再次张嘴 一口咬在巧云的手上 姚先生看了个目瞪口呆 陆老太爷一口气差点上不来 巧云等人急忙扑上去 从背后抱住陆仪 黄摩摩和巧云的手腕 手上血流了出来 这 这出这 姚先生点着陆仪直瞪着陆老太爷 只是这这这后面的话 后面他也不知道说什么才好了 陆老太爷抬手按着额头 几十年来头一回 他无比深切的感受到 当父母亲掌这事儿是如此的艰难 陆仪再次累极睡着了 姚先生和陆老太爷愁眉苦脸 对坐喝茶 门坐喝了两三杯茶 姚先生放下杯子叹了口气 唉 你家这孩子实在是聪明极了 你看到他刚才的眼神没有 我跟你说 这逃跑的事 这一回肯定不是最后一回 这只是开了个头 我后啊 除了逃跑 还不知道他会打什么主意 做出什么事来呢 要是哪天他放火烧了你这间屋子 我都不意外 你这话说的 还用你说 我都知道 我都看到了 哎 你倒是说点有用的 陆老太爷一肚皮的烦恼 儿孙天资不佳 他丑 这会儿有了个天资绝佳的 可他更丑了 送山里去吧 姚先生翘起二郎腿慢悠悠的建议道 他才四岁啊 陆老太爷一句话说完 两根眉毛抬出了一额头的抬手纹 年纪这事儿都是惯例 可没谁说多大行多大不行 陆老太爷眉毛落下来 山里那帮祖宗年年冲我横鼻子树眼 闲子孙不佳 今年刚开年 女张嘴啊就要了五十万银子 说什么有几位老供奉说是太闲了 闲哪要长出绿毛了 要到北边大草原走一圈散散心去 陆老太爷深吸了一口气 你说的对 该把凤哥啊给他们送过去 前我也在想这件事 怕家里这几位供奉晚一有点差池 耽误了凤哥的功夫 就是凤哥不能不读书 陆老太爷上身前倾 满眼期待的看着姚先生 我跟凤哥去 姚先生干脆知己 你好茶好饭 行书好墨的工足就行 这容易啊 山里可比我们老宅供奉的好 明儿啊我让凤哥他母亲走一趟 这事儿得跟他阿娘说一声 怪不得那位沈氏把这孩子送回你们陆家了 换了我呀也得给你们扔回来 姚先生说着 站起来嘖嘖几声 背着手走了 第二天一早 周三太太只带着几个新妇婆子 和十来个护卫出了建昌城 往城外他那个小庄子过去 进了庄子 护卫们散开没再跟着 周太太下了车 带着几个新妇婆子 一边走一边看 一边和熟知的店户庄头打着招呼 沿着庄子转了一圈 进了一座落于庄子侧后 离别的人家都有一段距离的 一处小小的院落 周太太从屋后过来 先围着院子转了半圈 院子后面和两侧的围墙都是青砖 一人多高 围墙外延墙一圈已经打扫干净 每隔两三步用细竹子围了个小圈 圈里面刚刚浇过水 没发芽 还看不出种了什么 周太太一边走一边细看 转到院门一侧 站住仔细打量 院门的这一侧是用竹子扎成的篱笆 隐隐约约能看到院子里 竹里巴明显是刚刚用水冲刷过 虽旧却干净清爽 透过缝隙 隐隐约约的能看到一个略微瘦削的身影 在不停的忙碌 周太太轻轻的呼了口气 露出了一丝丝笑容 示意婆子叫门 婆子扬声道 周嫂子在家吗 太太过来看您了 几乎立刻 院门就从里面打开了 沈氏紧紧抿着的嘴唇间 带着一丝丝紧张直视着周太太 没事 周太太急忙迎着沈氏的神情答了一句 咱们进去说话 沈氏听到没事三个字 明显松了口气 侧身让到旁边 屈膝下去 太太见谅 太失礼了 这是哪里话 周太太笑答了一句 进了院门 转头打量四周 这间院子 从前是一位必居其间的老供奉的住处 院子大 房子少 靠东边两间上房 连着三间厢房 上房前面西边和后面铺着青石 漆了花池 还搭了一个小凉亭 这会儿各处都打扫得干干净净 花池里地已经翻过 眼睛所及处处清爽干净 这都是你收拾的 周太太调回目光打量起了审视 不能算都是我收拾的 我搬来的时候 田庄头他们已经把这里打扫得很干净了 荒草和这些花田也都放好了 我不过是稍稍归拢一二 太太 这儿坐 沈氏迟疑地看着周太太指了指小亭子 这里最好 周太太进了亭子 在竹椅上坐了 见沈氏就要进屋烧水沏茶 忙招手笑道 我今天还要赶回去 你过来咱们坐着说话 让他们去沏茶 沈氏也不多客气 过来坐到周太太的对面 带着几分忐忑看着周太太 是这么回事儿 周太太抬手揉着眉间 凤哥这么大一点就要送她进山 这事儿她面对着沈氏 竟然有几分心虚 凤哥呢在家里头两三天还好 这两天呢 哎 算了 你是个明白人 我就直说吧 这两天凤哥已经跑了两趟了 头一趟满府上下找了一两个时辰 他藏在老太爷院子门口 一块太湖石缝里 还拿太湖石上头垂下来的藤蔓 盖得严严实实的 不是找到的 是后来她累极睡着了 自己掉出来的 周太太一口气说完 带着几分干笑看向沈氏 却看见沈氏也是一脸干笑 周太太心里微微一动 接着道 昨天下课回来 因为她不肯用功 不肯上课 非要没出息 先生打了她手板子 她就借着这个 说手疼 把看着她的嬷嬷和丫头们指使走 又跑了 这一回呢 是藏在老太爷养在后园的 一盆十八学士里面 找了一个多时辰 后来天黑了 她往后跑 撞到先生的身上 哎 这一回还把黄嬷嬷和巧云给咬了 咬的血呀 汤了一手 沈氏干笑着移开了目光 周太太看着她 凤哥跟着你的时候 没这么淘气吧 不敢瞒着太太 沈氏轻轻咳了一声 倒也干脆 她 胆子极大 一点点大的时候啊 就利落得出奇 刚学会爬的时候 常常一错眼的功夫 就找不到她了 我 沈氏干笑一声 她小的时候 我想找个能帮着看看她的人 都找不到 说是看她太累了 又管不了她 太太啊 这聪明的孩子都逃 您 那就好 周太太打断了沈氏的话 长输了口气 我一直担心她是因为离了你 才脾气大变的 要是一直就这么逃 那就好说了 我来找你啊 是奉了老太爷的吩咐 老太爷昨天跟凤哥的先生商量了 准备把凤哥送到山里去 沈氏一个正审 这是我们陆家一点不值得往外提起的小事情 陆家的功夫您是知道的 家里的供奉都是从山里学出来的 陆家子弟要很出色了 家里的供奉教导不了 才会送到山里去 顿了顿周太太接着道 陆家的历代家主主事人 都是从山里学了好些年出来的 沈氏松了口气 站起来 冲着周太太身须膝到底 太太来这一趟 这是太太给我的脸面 你坐下说话 听沈氏这么说 周太太放下了心 笑着让沈氏 是 太太 我把凤哥送回陆家 他就是陆家的孩子 我是个外人 我生了他 可他现在不是我的孩子 该怎么教导 怎么安排 都是该由陆家安排的事 以后啊 但凡凤哥的事 太太还有陆家 不用再来找我 我不该管 我也是不管的了 您可真是个明白人 周太太笑起来 还有一件事 是老太爷的交代 再怎么呢 也得说一说 您请吩咐 沈氏客气地笑道 老太爷说 让我跟你解释一句 凤哥闹成这样 他没让见您 不是为了要隔绝凤哥 和您的母子之情 一来 凤哥的身世 是没什么见不得人的 就算见不得人 那也是凤哥他爹 见不得人 二来 老太爷说 您是个极为明白的人 用不着隔绝 老太爷之所以 没让凤哥见您 是因为这事 是您和凤哥商量定的 凤哥也答应了的 凤哥虽然小 可他说什么做什么 心里都是明白的 老太爷 老太爷对凤哥的期望很高 老太爷的意思啊 死从凤哥能明白事理起 他就要让他知道 他的承诺 出而无回 绝没有反悔的余地 不管是因为什么 沈氏听得上身笔直 片刻点了点头 老太爷是大智慧 这是凤哥的福分 好了 咱们不说这个了 你在这儿住着怎么样 还习惯吧 庄子里的人家怎么样 有能说话的人没有 周太太语调轻快地转了转话题 这儿极好 真真正正的山清水秀 人也好 前头老花家的媳妇做得一手好针线不说 她家园子里的菜绿油油长得好极了 说好了 等她下午些了 就过来教我怎么点菜种 沈氏的神情松缓下来 也跟着说起了闲话 婆子沏了茶上来 周太太和沈氏喝着茶 说着闲话 聊了两刻多钟 周太太站起来笑道 今儿呢还得赶回去 不然我真不想走了 今儿就先这样 以后我得了空啊 就过来找你说话喝茶 沈氏笑应了 起身将周太太送到院门口 也不多送 看着她走远了 慢慢掩上了院门 呆战了半赏 滴滴叹了一声 接着刚才的活儿 又忙碌起来 感谢您收听喜马拉雅出品 闲听落花最新大作圣华 叔叔欢迎您点赞评论打赏 更多精彩内容 尽快尽在喜马拉雅 最后瞪着在车旁站成了一排 一个个的正兴致无限的打量着她的或男或女 却都有了些年纪的老者 姚先生从后面一辆车上下来 一只手扶着腰 一边哀哟着 一边指挥着小丝长嘴 那包轻点 别放地上 那是今年的新茶 那箱子里都是书 找个地方先堆着 我自己理 那 那个 路易和一排排上上下下打量着她的老者对视着 往后退了一步 又退了一步 一点一点 一步一步 退到车旁 两只手往后紧紧地抓着车轮 警惕中带着恐惧 紧紧地抿着嘴 腿都有点抖了 别把孩子吓着 站在斜侧一边 一个过于精瘦而有点雌雄男的 一边的女供奉 往前一步 努力想要笑得和蔼一点 我姓陆 你叫陆仪 是吧 小明放肝 陆仪瞪着她 眼神中的恐惧更浓了 再往后已经没法往后了 只把胖胳膊胖腿紧紧地贴着车轮 头往后缩的 下巴下一堆肉折子 哎呀 这孩子可真好看 这也太漂亮了 我也姓陆 站在中间的一个矮胖老头 背着手弯着腰凑上来看陆仪 陆仪再也忍不住了 哇的一声放声哭出来 一边哭一边转头看向姚先生 姚先生抬手挖了一下耳朵 却仿佛没听到 转个身背对着陆仪 更加大声的指挥笑思长髓 一样一样的将她的宝贝搬到离大车最近的一座院落里 瞧你们俩把孩子吓的 站在最边上 胳膊抱在胸前 一脸横肉满身杀气的高大老供奉 上前一步 先把矮胖老头挡住 再伸了一根手指点开干瘦婆子 弯下身子堆出了一脸笑 温哥啊 陆仪再也忍不住了 哭声中夹着一声尖叫 一头钻进了车子底下 你说你这副恶煞模样 谁还敢往咱们缝根面前凑 你看看 下车底下去了吧 你看看 干瘦老太太点着凶神指责 凶神干笑几声 伸手抬起车子 冲缩在车子底下的陆仪勾了勾手指 臭小子 你出来 柴师傅我先教你头一招 面向越凶的人越善良 快出来 车子都快被柴师傅掀得横过去了 陆仪蹲在地上 不哭了 突然窜起来奔着姚先生冲了过去 哎呦呦 姚先生被猛扑进怀里的陆仪 撞得连往后退了几步 你这孩子 倒是能屈能伸呢 这直觉啊 不错 矮胖老头点头 跑得倒是挺快的 干瘦老太太看着陆仪的腿 能屈能伸这一条 好 凶狠的柴师傅放下车子 拍着手 我觉得 还得有后手 一个文士模样 摇着一把折扇的老先生 目光没离开过陆仪 这孩子真好看 还真是像极了 一个看起来十分老迈的老者 捋着胡须 陆仪没哭多大一会儿 就不哭了 因为送他来着车子 长嘴 老仆等卸下东西 赶着车就往外走了 留下来的 除了他就是姚先生 和姚先生的两个小丝 两个老仆 陆仪紧紧的揪着姚先生的长山 姚先生走到哪儿 他就跟到哪儿 姚先生却仿佛长山 没揪着个孩子 也没有一走一半 只管指挥着两个小丝 从箱子里拿出东西 这个放这儿 那个放那儿 几声哨声响起 围观的老供奉们 各往各的地方 一转眼走光了 陆仪松开姚先生 像只警惕无比的小兽 挪一步 听一听 看一圈 一步一步的挪回 刚才车子停下的地方 看向来时的路 傍晚 几个健壮汉子送了米油肉菜过来 院子里厨房里一应俱全 两个老仆生火做饭 小丝欺了茶上来 陆仪低着头 一声不响的吃了饭 一声不响的跟着小丝到厢房 自己屋里睡下 陆仪蜷缩在床上 却大睁着双眼 听着外面的动静 山里仿佛人定的极早 没多大一会儿 就听到重鸣山峰的声音了 陆仪挪到床边 小心地滑下床 紧挨着床员蹲着 听了一会儿动静 趴在地上 飞快地爬到门口 门只是虚眼 一推就开了 外面月光很亮 陆仪蹲在门槛里 犹豫了片刻 左右看了看 一头冲了出去 院门大开 陆仪直冲出去 奔着白天看好的来时的路 小短腿卖得飞快 陆旁边的山树丛林中 堆满了老供凤们 笑眯眯地看着 跑得飞快的陆仪 陆婆子嘖嘖又声 我就说嘛 跑得快 怎么样 没撑过人定吧 给钱 老先生冲着凶神老柴伸出手 这孩子怎么这么没耐性 这可不行 回头啊 老子得好好操练操练不可 柴供凤一边摸了一块银饼子 拍到老书生的手里 一边愤愤地发狠 嘿 还真是跑得飞快 走走走 眼看着陆仪要转个弯 跑出视线外了 矮胖的陆老供凤站起来 背着手悠悠闲闲的往前走 众人也都往前 一群十来个人在草木山石间穿行 却一点声音也没有 就连虫子的叫声也没被打断一声 陆仪一口气跑得喉咙发干 实在是跑不动了 凑到一块山石旁缩成一团坐下 一点一点地看着四周 越看越害怕 四周蟲鸣声欢快响亮 不时有不知道什么爬过的沙沙声 或是树叶被什么东西擦过晃动的声音 陆仪越听越害怕 再往后缩了缩 紧紧地靠在大石头上 大石头后的蟲鸣突然没了 一阵沙沙声响起 陆仪眼珠先慢慢地转过去 再一点一点地转过头 刚刚转看到大石头中间 就看到一只高昂的蛇头 正冲它丝丝地吐着心子 陆仪两只眼睛一下子瞪得溜远 死死地瞪着那条大蛇两只黑亮的小眼 也不知道是吓傻了还是怎么着 然后整个人将得连呼吸都停了 那蛇丝丝地吐着线子 蛇头拧了拧 踏到大石头上 冲着陆仪飞快地游过来 陆仪圆瞪的双眼和头 随着那蛇的头一起动 看着那蛇游下大石头 游上它的膝盖 再从它的膝盖上水一般地滑下去 游进了草丛中 沙沙声游进而远 陆仪猛一口气缓过来 连滚带爬地跌到路上 手脚并用爬了几步 站起来 甩着胖胳膊胖腿跑得飞快 哎哟 这孩子好 这孩子太好了 陆婆子看得眉开眼笑 真是天生的陆家人 这孩子呀真是太好了 陆婆子从小到大 只有别人夸奖她的 几乎没夸奖过别人 这回满腔兴奋 满意极了 翻来覆去的也就这一句 真是太好了 走 柴供凤一张脸也笑成花 这花子临危不乱 这条最难得 竟然没叫出来 难得 难得 长相又好 我跟你们说呀 长相好这条最难得 老书生不知道从哪抽出折扇 抖开咬着 别的都能学 长相好这条 可没法学呀 一群老供凤滴滴地说着话 坠在陆仪的后面 看着她跑得腿下一软 一头跌倒 陆仪紧紧地咬着嘴唇 不敢哭出来 眼泪却一串一串的往下掉 抹一把眼泪 再抹一把眼泪 抖着胳膊撑着坐起来 在地上挪了挪 面向跑出来的方向 从上看到下 她找什么呢 陆婆子跟着陆仪也看了一遍 什么也没看到 哼哼 找我瞧啊 柴供凤慢悠悠的声音里透着笑意 她在看有没有追上人来找她的 老书声嘀嘀地一声笑 眼里全是兴致 老柴这话我赞成 这孩子鬼得很 且看他怎么做吧 陆仪坐在地上 眼巴巴地看着跑来的方向 看了足有两三刻钟 除了崇鸣山峰 什么也没用 陆仪虽说没敢放声 可已经哭得一阵接一阵地抽抽起来 门声又哭了一刻来钟 陆仪两只手撑着自己站起来 转了个方向 站住 又转了个方向 再站住 又转了个方向 嘿嘿 这是要干嘛呀 串得我头都晕了 陆婆子看得差点笑出来 有意呢 柴供凤闷声笑着 你说它是往前还是往回啊 咱们再来赌一把 老书生捅了捅柴供凤 兴致盎然地建议道 两块银饼子 我堵咱凤根啊 得掉头回去 这是个能屈能伸的 矮胖的陆供凤先下了注 你呢 老书生看向柴供凤 柴供凤紧盯着陆仪 嗯 往前 这孩子有骨子勇往直前的气概 像我 柴供凤身边所有的老供凤 一起斜着他 嘴往下撇 就差催他一口了 他这张老脸皮 一如既往的厚啊 路中间 陆仪已经转了七八个来回了 一把一把地抹着眼泪 一点一点地挪向往前的方向 用拧头往回看了一会儿 吹下头一步一步地往前挪 咱凤根了不起 好 我就喜欢这样的 自己做的决定啊 哭着也得做到底 好孩子 矮胖的陆供凤立刻夸奖 我本来以为老柴脸皮最厚 如今看来老柴这脸皮 比起你陆青山 还是差了不少啊 老书生摇着折扇 仰天长坦 陆供凤没有理他 歪着头不错眼地看着陆仪 这孩子真是太漂亮 太可爱 太聪明 太招人喜欢了 陆依 陆依回到陆家 成为陆依后的第三次逃跑 已一头倒在陆中间睡着了 醒来竟然睡在床上而结束 在之后的月夜黑夜 陆依又跑了奇葩趟 回回都是这样 在之后 陆依干脆明目张胆地跑 也一样根本没人理会 跑得累极了睡着了 一觉醒来 毕竟是在他那张小床上 跑了不知道几十趟 陆依总算是认清了一个现实 现阶段 以他那两条小短腿 根本不可能跑出去 认清现实的陆依蹲在院子门口 一把一把地抹着眼泪 想了一天半 想通了 他得先努力学好本事 只有本事了 他才能跑出去 山里不是只有那些老供奉 周围山上山下 到处散布着山民 在不久之后 陆依就知道了 这些遍布在大山里的山民 分属十八家寨子 这十八家寨子 是他们陆家 所谓南边疆土最基本的依仗 除了这些寨子 陆依所在的那个山窝的另一边 还住着数百名年龄不一的男孩子 这些男孩子都是从山外陆家送过来的 有陆家子弟 有陆家的家生子 军中兵将的子弟 也有很多因为各种原因送过来的孩子 比如有几个是陆老太爷捡回来的孤儿 姚先生进山第二天 就被那群老供奉不客气的派了活 给那帮孩子当先生 跟原来的先生比 一来姚先生明显高明太多 二来先生只嫌少不嫌多 陆依的心思从逃跑这件事上转开 头一天跟着姚先生 从他们住的那间小院转了几个弯 看到一片巨大的空地 以及空地上站的满满的扎马布的人群 和空地四周简单至极 扩大无比的一间间大屋子时 再一次目瞪口呆 陆依目瞪口呆 看到了陆依的一众小孩子和半大孩子 也同样目瞪口呆 姚先生牵着陆依 昂着头神情严肃威严地 从炼工厂边上走过 眼角余光撇着随着陆依走过而跌倒的扎马布的孩子们 嘴角一路往下扯 这心性也太差了 明儿他就得好好给他们讲讲子见男子 这篇不大合适 总之呢得好好教导教导这帮没出息的小家伙们 陆依看着随着她的走过而跌倒的扎马布的孩子们 先是眉毛飞起 惊讶而呆 走出四五步 眉毛落下 眼睛弯起 这下跌倒的更多了 陆依笑出了声 抬起手 冲因为跌倒在地被教习一棍子打上了的孩子们 愉快地挥起来 姚先生望天翻白眼 哎 任重道远呐 作为一个四岁的孩子 不再一门心思只想着找阿娘之后 在一群年纪比他大个两岁三岁的孩子中间 如一滴水落进河里 或是如鱼夺水 很快就快了的 照姚先生的话来说 成天怪叫 从到课堂和炼工厂的头一天 路易就站在与众不同的位置上 他不跟大家一起在课堂上课 他每天从炼工厂早走一个时辰 回到他和姚先生的那间小院 单独学他的功课 至于练工厂上 从头一天到最后 他都是一个人站在最前面 鸡叫头便起来练工 天黑透了 还在写字 腿摔破了 路婆子最多随手 往他腿上抹一把药 还得嘀咕一句 破皮不算伤 就连有一次脚崴了 路婆子给他揉着脚石 姚先生还举着戒指紧盯着他写字 说是脚崴又不伤手 不耽误写字 在山里的头半年 路易三天一大哭 两天一小哭 一天掉无数眼泪 可他这眼泪半点用也没有 从姚先生到炼工厂的教习 一个个视而不见 看他哭就心疼的是猪弟子 可他们没用啊 一个个自顾还不暇呢 多看他一眼就得挨棍子 哭了半年 路易不哭了 一半是疲了 另一半是因为哭了也没用啊 感谢您收听喜马拉雅出品 闲听落花最新大作《圣华》 叔叔欢迎您点赞评论打赏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喜马拉雅 我再过来叫他 明天早点起来 跟他一起去一趟后寨 后寨有个孩子病得重 这是路易进山以来 头一趟有人带他出去 不管去哪里 总之是离开这座 他早就熟的不能再熟的山谷 路易兴高采烈的答应了 也不管那几个孩子 连句交代都顾不得 只把一只手举上头 一边往他和姚先生的院子里狂奔 一边胡乱地挥了几下 就算是一句交代了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 路易就跟在路婆子的身后 路婆子背着一个 左右他一半那么高的巨大的被楼 路易则背了一个柴师傅 特意给他编的一只小被楼 被楼里不知道装的是什么 重得路易想哭 往上走了没多远 就几乎没什么路了 路婆子拿着一把大砍刀 一刀一刀地砍出道 却砍得飞快 走得飞快 路易开始还紧跟着 没跟多远就累得额头甚汗 紧跑两步伸手揪住路婆子的衣经 路婆子将砍刀换到另一个手里 不知道从哪摸出一根细长的小铁棍 一棍子敲掉了路易的手 敲得路易差点哭出来 连滚带爬的又跟了十几步 路易悄悄伸手 拉在路婆子背的那个巨大的被楼上 刚刚抓住 路婆子就像背后长了眼睛一般 一棍子很敲在路易手上 路易疼得立刻松手 走了几步 路易更加小心地伸手拉上去 这一回路婆子更快 没等路易拉稳 就一棍子敲在她手上 这一棍子敲得路易小手上 红将起一条棍子痕 路易不敢再拉 跟在路婆子后面 由连走带跑到连走带爬 到一步一挪时 前面的路婆子已经走得完全看不到了 只留下一条刚刚砍出来的新鲜道路 路易背着她那个对她来说不能算小的小被楼 一边走一边抹眼泪 一直走到太阳爬到头顶上 路易又渴又饿 肩膀被被楼勒得疼 脚被扎得疼 前看茫茫后顾无人 再也忍不住一屁股坐在地上放声大哭 这是哪儿来的牙子 你叫大人呢 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一个高大的汉子 背着一个大被篓 手里提着一把大砍刀 弯腰看着路易问道 路易两条腿蹬着地 坐在地上转了半圈 仰头看着看着他的汉子 嘴一扁 波波 高大汉子盲蹲在路易面前 仔细的看着路易 越看越爱 呦呦 牙子 你家大人呢 这牙子生的真是好 我家大人在前面 在后站的 波波 你要去哪儿 波波 你能不能送我去后站 波波 我才四岁 波波你看 我的脚磨破了 还有这儿 波波你看 这被篓可重了 波波 你送我去后站 好不好 路易两只手一起揪着汉子的衣袖 泪眼花花 汉子一脸为难 挨挨了两声 左右看了看 那个 哎 算了 我背你走一阵 快到后站的时候啊 你得下来自己走 行不行 伯伯你真好 路易不停的点头 嗯 伯伯你最好了 一边说一边赶紧爬起来 往汉子背后的背楼里爬 你两人不远 柴师傅揣着手 和老书生并肩站着 不停的摇头 嗯 这伯伯喊得真让人咬酸 这是用得着 好 这孩子可鬼得很 不错 不错 老书生说着 牙膛一般的滋滋了几声 他总是仗着自己好看可爱 这可不行啊 再好看也是虚的 不顶用啊 谁说不顶用 那不 多顶用啊 柴师傅王已经在汉子的背楼里愉快地晃着脑袋的路仪 弩了弩嘴 嗯 这也不行 哎 有点仇人 老书生抽出折扇 烦恼无比地挠着头 后寨最东边一间吊脚楼 靠山一侧一条宽敞的连廊 连着另一间宽敞的吊脚楼 东边的吊脚楼里 传出一声接一声痛苦的尖叫 路仪站在连廊上的一只小矮凳上 惊惧不安地看着尖叫连声的吊脚楼 路仪身边围了一圈年纪不一的妇人和几个孩子 一个一个地大瞪着眼睛 看着路仪夸得不住口 哎哟 能高看你玩儿 我活了死死多年呢 偷一会儿砍到去 那个时间上的闲通下饭了吧 好像看起不像真人的 你看看那个点 背的头红的还红得好 杠杠好 跟花儿一样 背个的时间长成大宅里面的有少爷玩儿的 从里头来说玩儿都好看 嘿 从里面的少爷我们又是没看到过 哪有那个好看的嘛 一个看起来有七八岁虎头虎脑的小男孩伸长脖子 这边看看那边看看 看了半天 眼珠转着描了一圈四周 小心的伸出手 往路仪的脸上摸去 你干啥子 你个粗手打酒的 没坏了了吧 旁边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健壮妇人 一巴掌打在小男孩的手上 唬着脸教训 路仪仿佛没听到周围妇人的赞叹 和小男孩差点摸到他脸上的手 一来他的注意力都被旁边吊脚楼里 一声接一声的尖叫吸引了 他们都说没事怎么可能没事呢 叫成这样好像是要死了 不过七师傅在里面应该没事吧 七师傅好像挺有本事的 二来他真是不怎么能听懂这群妇人说的不知道什么话 怪强怪调的 他要很认真才能听得懂 稍一走神就听不懂了 叼脚楼下 背路一过来的高大汉子蹲在地上 陪着一脸笑 缩着头 听柴师傅和老先生 孙永福孙师傅的教训 怎么交代你的 啊 带着他走就行了 谁让你背他的 你说 谁让你背他的 我怎么跟你交代的 柴师傅蹲在汉子对面 眉头往上 连额头的皱纹 他抬起了一个小疙瘩 孩子小嘛 汉子陪着一脸笑 小 就你知道他小 我跟你们柴师傅就是瞎的 你也算是经过事的 几句啵啵一叫 你就混了头了 孙永福孙师傅手里的折扇 一下一下地敲在汉子头上 小爷 那个 孩子多可怜呐 汉子被孙永福敲得一个劲的往后躲 算了算了 风格不能放到他们寨子里 真是 禅师傅画面说完 头上吊脚楼里传出了一阵响亮的鹰蹄声 壮汉一下子窜了起来 小爷 喂 男的女的 禅师傅一句真是没说完 直接吵着嗓子问道 男人 欢食得很 鹿婆子的声音从屋里传出来 哦 原来是生宝宝了呀 宽廊里的鹿仪长长的舒了口气 两只手在腿上拍了一下 再次长舒了口气 真吓人 生宝宝为什么要叫 鹿仪看着离他最近的一个妇人问道 一位童子小爷 驴丸生花了 依旧在龟猛馆里头 依旧在龟猛馆外头 童的丝取回来的 不过有鹿婆婆在 就算两只脚都紧到龟猛馆 鹿婆婆也能把它拿出来 妇人呵呵笑着解释道 哦 鹿仪其实没听懂 不过还是一脸严肃认真的点着头 我亲师父也很厉害道 鹿仪只听懂妇人好像是说 谁谁很厉害的意思 想了想 严肃着一张脸强调道 那好多呢 哎呦 红糖我蛋来了 宵夜 刺不刺一味儿啊 几个妇人提着一碗一碗的 红糖荷包蛋上来 有妇人端了最大的一碗 拿了高凳子 放到鹿仪的面前 鹿仪谢了 拿起条羹 咬了半勺送到嘴里 顿时紧紧抿着嘴 忍了好一会儿 才伸了伸脖子 用力咽了下去 阿娘交代过 别人给的东西 既然吃了就得咽下去 不管好不好吃 绝对不许当着人家的面 吐出来 当然 他可以一口不吃 这次他大意了 这是什么东西啊 怎么这么难吃 鹿仪咽下那一口甜急 又带着说不出什么怪味的汤 一只手拎着条根 等着那碗说不清是红乎乎 还是黑乎乎 中间飘着不知道多少个 不怎么白的荷包蛋的大碗 扁着嘴几乎想哭出来 好不好吃嘛 几个妇人连红糖卧蛋也顾不上吃了 只看着鹿仪看得舍不得一眼 眼瞧着鹿仪这表情 好像是不怎么喜欢 可这个不喜欢实在让人不敢相信 一来不过小孩子不喜欢吃都是立刻吐掉的 小爷这样的贵人肯定更是烧不合口就不会吃的 小爷刚刚可是咽下去的 更重要的是 红糖卧蛋这么好的东西还能有人不喜欢吃 那不可能 好吃吗 香不香 刚才想摸一下鹿仪的虎头男孩 垂涎三尺的紧盯着鹿仪面前那只糖特别多 荷包蛋特别多的大碗 很不能一头扎进碗里 你尝尝吧 路易立刻将条根塞到了男孩手里 再一把拉过男孩蹲在那只 放着红糖卧蛋的高凳旁 你快尝尝 多尝尝几口 男孩毫不客气的接过条根 嘴先凑到碗边 连喝了几大口 再用条根拉过荷包蛋 三口两口就是一只蛋 哎呦 你这个玩呢 怎么死 刚才训斥男孩的健壮富人 正一碗一碗的分红糖卧蛋给在座的老富人 一错眼看到男孩狼通虎咽的鹿仪那碗红糖蛋 抬手刚要一巴掌甩过来 路易两只胳膊连半边身子都拦在男孩的头上 是我给他的 不许你打他 哎呦 哎呦 小爷呀 健壮富人硬生生的收住了巴掌 顺势拍在自己的大腿上 哎呦 还不快点写小爷撒 都知道寒死 小男孩咬着半只荷包蛋 眉开眼笑的冲着路易点了一下头 路易看着他 哥的一声笑出了声 等小男孩狼通虎咽的吃完了 路易看着他问道 我姓路叫路易 小名凤哥 你姓什么叫什么 我姓班 我们都姓班 我是老大叫大虎 大名叫白大虎 小名也叫白大虎 大虎呼呼噜噜的一大碗红糖蛋下肚 一边说着话 一边连打了两个嗝 你几岁了 怎么没去那边练功呢 路易听着他那响亮的嗝 往后仰着上身 笑个不停的问道 小姨母看她果子高 她才五岁多点 聊到路五岁才能去练功 能去练功啊都好了 小姨不晓得呀 她好能够辞哦 健壮的妇人说不上来是抱怨还是骄傲 不过路易觉得应该是抱怨多一点 因为刚才那一大碗的红糖蛋 不是一大盆红糖蛋她吃的一滴不剩 我也没到六周岁 要不我跟师父说说让你过去 咱们一起练功好不好 说不上来为什么 路易很喜欢眼前这个虎头虎脑 喊得可爱极了的小男孩 好啊我会打猪草 还会捉蛇捉叫虫 你知道什么叫虫吗 可好玩了我还会生火 对了对了我还会拉猪腿 小男孩兴奋的手舞足蹈 路易看她咯咯的笑 什么叫拉猪腿 为什么要拉猪腿呢 你连拉猪腿都不知道啊 杀猪的时候要把猪腿拉住 不让她扑她 我还会端着盆接猪血呢 小男孩一边说 一边摆姿势示范 瞪眼鼓嘴以示用力 路易笑得捂着肚子 大虎你太有意思了 你什么时候再拉猪腿 叫上我我也要拉猪腿去 柴师傅和孙友福孙师傅 站在吊教楼下 看着和大虎又说又跳 兴奋的大笑大叫的路易 对视了一眼 柴师傅看向被路易过来的汉子 撕着牙一脸苦笑 让你家大虎跟着凤哥练点功夫吧 难得这俩孩子看对眼了 真是 孙友福哀哀了几声 这大虎明显憨厚的有点心眼少 凤哥这么鬼的简直不像个孩子的孩子 竟然跟他投上缘了 哎 真是那句 缘缝二字 妙不可言 绝不讲理 感谢您收听喜马拉雅出品 闲听落花最新大作圣华 叔叔欢迎您点赞评论打赏 更多精彩内容 尽在喜马拉雅 越来越多的小男孩 一连走了十来个寨子 直到后头跟了 除了路易之外 足有十二个小男孩 才掉头往山谷回去 这小男孩都跟白大虎一样 是路易看重的 喜欢的 以及也喜欢路易 跟在路易生后 跑前跑后兴奋无比的 以及也能和其他小男孩 玩在一起的 一群孩子中 路易最小 不过最大的 也不过七岁多 八岁不到 从戴上白大虎起 路易就没怎么偷过来 最开始是两个小男孩 一路走一路玩 跑前跑后 捉蛇捉鸟捉虫子 后来小男孩越来越多 柴师傅不得不找了 一根长竹竿 像赶鸭子群一样 不停地抖着长竿竿 把跑得太野的娃儿 打回到路上 回到山谷 路易和摇山省住的院子外 已经搭好了一排四五间的屋子 除了两头一间沐浴洗漱的地方 一间静房 中间没有隔断 放了两排十二张床 跟着路易回来的十二个小男孩 全部放在了这一大间的屋子里 半夜回来 隔天一早 柴师傅的吼声照常响起 连路易在内 十几个小男孩 闭着眼睛跌跌撞撞的出来 跌跌撞撞的往恋无常跑 柴师傅也不管是不是仪容整齐 背着手 转着鞭子 慢悠悠的跟在后面 看着一群困得睁不开眼的孩子 爹撞到教习的面前 转身走了 从这天起 这群孩子就归在路易名下 不过这个归在名下 仅仅是归在名下 除了一起住在路易和姚先生院子外的 那几间屋子里 别的都和其他弟子一样 没过几天 这群孩子就像鱼入了水 欢快的柴师傅不得不时常抽两鞭子 从姚先生到山上二三十个师傅 除了盯着路易单独教训练功 别的并不理会 在一群小男孩以及诸多弟子中间 路易除了总是单独站在最前面 其他的并没有什么别的特别的对待 可半个月之后 路易这个年纪最小的 也是在他走一圈各家寨子带下来的十二个男孩中 成了逐一多道花样百出的小头头 一两个月之后 就在这一大群弟子中间 颇有微信了 这让路婆婆嘖嘖了不知道多少声 嘖嘖之余又恨的咬牙 自从路易有了微信之后 这山谷里就没个清静时候了 一晃大半年过去 路易的功夫突飞猛进 十几个孩子的功夫开始参差不齐起来 白大虎越来越壮 力气比刚来时简直能翻倍 可到招式功夫上头就落到了后头 这天一早上 扎马步的时候 本来已经扎得稳稳的白大虎 一跤接着一跤不停的摔 叫喜纳闷不已 背着手站在白大虎的身边 白大虎稳稳的扎着马步 等他一转身 白大虎就扑通一声摔在地上 再看过来 白大虎已经爬起来又扎好马步了 再一转身 白大虎扑通一声又摔倒了 叫喜一连转了十几回身 白大虎就一边摔了十几回 把叫喜闷得简直想吐血 到第二天 除了白大虎 其他十来个孩子也开始摔跤 三四天后 练功场上这摔跤就是一个连着一个 除了陆仪背对着大家 稳稳的扎着马步 其他人一个个随着叫喜的转身 唧哩咕噜摔成了串 再随着叫喜转回身 一个个飞快的爬起来 重新扎好马步 叫喜再一转身又摔成了串 陆婆子柴师傅和孙师傅 以及成员师傅等人全围在练功场边上 孙师傅最先看出门道 一把揪过白大虎 你那腿是怎么回事啊 我都看到了 老实说 不说实话呀 就把你送回去 白大虎一口接一口的咽着口水 不停的瞄着陆仪 柴师傅一巴掌拍在白大虎的头上 我告诉你 你看他也没用 老实说怎么回事 这事就是从你身上起来的 说说 好好的怎么这马步扎不好了 你那腿我也看到了 怎么回事 老实说 柴师傅说着又是一巴掌 不是 我不能说 我发过事 我 白大虎哭出来了 你说 柴师傅一把揪过 和白大虎睡隔壁床 这会儿正偷眼看个不停的二状 是 二状脸都白了 也开始不停的描向陆仪 那个 是 那个 那个 是秘笈 那个 你说 什么秘笈 孙师傅一把揪过一个大点的 咬牙切齿道 老实给我说 是 那个 不能说呀 师傅饶命 我说是 那个就是 那个 那个秘笈 扎马步的研究 我们扎的是普通马步 有一种 变格式 爵士武功的马步 就是 十岁左右的大孩子 缩着脖子 戚戚爱爱 什么 爵士功夫的马步 柴师傅头一回觉得自己心眼不够用 他头一回听说 马步还分普通马步和爵士马步的 你过来 跟老子好好说说 这什么爵士马步 我就是 大孩子缩着脖子 爵士马步跟普通马步差不多 就是 扎马步的时候 小腿得跟地面呈一个正钉子 大腿跟小腿呈一个正钉子 上身跟大腿呈一个正钉子 这爵士马步入门最难 一旦入了门很快就能练成爵士的功夫 大孩子说着 大孩子说着 孙师傅和陆婆子一起比划 孙师傅还好 适可而止 陆婆子就实诚多了 比划得很认真 比划到一半 一屁股摔到了地上 陆一根儿的一声 笑出了声 柴师傅 瞪着摔在地上的杜婆子 在掉头看向双手交叠 呜在脸上 笑得眼睛翻成了月牙的陆一 挫着牙半天才说出话来 你小子 你等着 都是一帮蠢货 柴师傅的这一句是冲着满场揉着屁股的弟子吼的 老子真是 柴师傅挫着牙 简直不知道怎么说才好 你们这群笨货 这笨蛋 这一个正钉子 再一个正钉子 再一个正钉子 跟那去了后面两条腿的板凳有什么区别啊 你们见过只有前面两条腿的板凳能站住的吗 满场的弟子有的若有所悟 不过至少一半还是一脸茫然 拿几个板凳来 给他们看 柴师傅气得气都粗了 瞪着用力忍着笑 却怎么也忍不住的陆一 点着他 错了半天的牙 一声长叹 你去个老子站你这三个正钉子 站不出来啊 不许吃饭 哦 陆一脸上的笑容顿时凝固 随即一声惨呼 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白大虎不停地眨着眼 一脸茫然 这三个正钉子有什么不对 哪儿不对了 离过年没几天的时候 陆老太爷带着陆一这一带的老大陆吉 带着十几车的年货到了山谷 陆一 没理陆老太爷 却拉着陆吉不松手 从头一眼 他就很喜欢这个大哥 凭着孩子本能的直觉 他知道陆吉疼他 陆吉比他大了二十岁 早就成亲生子 但儿子只比陆一小一岁 他看陆一 确实像看自己孩子一样 疼爱有加 陆老太爷和陆吉在山谷待了小半天 就下山回去了 陆一站在山谷口的一块大石头上 看着骑在马上的陆吉越来越远 直到没入夜色中 由站而蹲 由蹲而坐 坐在那块大石头上 拖着塞呆呆的 看着什么也没有的路的尽头出神 烟看着天要黑透了 白大虎和二壮站在大石头下面 不停地叫着叫他 小云 该吃饭了 小云 天黑了 陆仪好像没听到 白大虎和二壮跳了半天 见陆仪离也不理他们 并排蹲在石头下 拖着塞 你看我 我看你 对着一气一口的叹气 大虎叹气是因为已经开饭了 平时碗一碗肉就没了 今天肯定是一丁点肉末也吃不上了 二壮叹气是因为天这么黑了 他还是有点怕黑的 一会儿小爷又该吓他了 大虎肚子里的咕咕声越响越急 路易从大石头上滑下来 垂着头从大虎和二壮中间穿过去 大虎和二壮急忙站起来 紧跟在陆仪后面往山谷回去 一连两三天 陆仪都安静得好像是个最乖巧的孩子 在因为春节临近 而分外兴奋的一群孩子中间 十分的显眼 拆师傅胳膊抱在胸前 和孙友福孙师傅 并肩站在练工厂旁上一棵大树后 两人都拧着眉 忧心忡忡的看着一朝一世 出着拳的路易 这都三天了 老柴啊 不瞒你说 我这心里打着鼓呢 孙师傅越看越愁 这打什么鼓啊 柴师傅一句话没说完 一声长叹 哎 你说啊 他这到底是要憋出个啥招式啊 这孩子怎么就没个省心的时候呢 就是啊 孙师傅跟着一声长叹 他这坏招不出来啊 我这觉都睡不踏实 大过年的 哎 这孩子可真是 向他娘了就说一声吧 你瞧他 一声不吭 他吭了 你带他去见他娘 孙师傅斜着柴师傅道 你带是不能带 可说出来再哭几场不就没事了 柴师傅有点不负责任的道 那是白大虎 不 孙师傅撇嘴斜着柴师傅 凤哥这孩子 哎 你说他到底憋着什么招数啊 孙师傅目光转向路仪又愁上了 十有八九想跑 排班看着吧 我总觉得呀 哪天一个错眼 他非得跑没了不可 哎 你说这孩子怎么这么倔呢 柴师傅连声叹气 他虽然自己没孩子 可带过的孩子每一千也有八百 哪一个不是乖乖的让干什么就干什么 哪有像这样的 以后要当家主的 没点倔借怎么行啊 再说陆家的孩子都不省心 不过是这个不省心是少点还是多一点的分别 行了 好好看着吧 小时候看着 长大了 懂了道理啊 就省心了 万一光聪明却四六不分 那更不用操心了 该怎么交着怎么着 就这几年 撑一撑啊 就过去了 孙师傅两片肩膀一起往上提了提 深吸了一口气 撞起精神 自从陆仪到了这山谷里 一天出一件事都要复额庆幸 他觉得这大半年他老了好几岁 柴师傅一生常态 也只能这样了 现在这么大点能怎么着 山谷里的规矩 年三十二早上该练的功夫一点也不能少 不过五十过后就算放年价了 这个年价也就一天半 年三十半天 年初一一天 午饭后没多大一会儿 巨大的练功场上 一张一张的桌子就抬上来 一叠一叠 平时吃不到的点心果子放到桌子上 随大孩子小孩子们吃 白大虎兴奋的两眼放光口水横流 正要跳起来一头扎进那些点心碟子里 被鹿仪一把揪住 这两块就行 吃多撑着了 年夜饭你都吃不下了 年夜饭哪 才是真正好吃的 白大虎身子摇了几摇 站住了 转着这张桌子转一圈 再围着那张桌子转一圈 一边转了七八张桌子 才万分艰难的挑了两块点心 一点一点的吃了 斜着满桌子的各色细点 纠结万壮的半天 又吃了两块 小爷说了 年夜饭才是真正好吃的 他得流出肚子 等着吃年夜饭 幸亏小爷提醒了他 鹿仪随手摸了一块点心 一边咬着一边到处转 黑亮的眼珠比平时转的快了不少 柴师傅坐在面对着练工厂的屋子门口 手里托着一只茶壶 咬着壶嘴儿 眯眼看着鹿仪 他倒要好好看看 这孩子又要给他生出什么新花眼过来 太阳落山 天还没黑下来 练工厂的周围就点了 比平时多出好几倍的火把 几乎把整个山谷都照得一片明亮 整个山谷但凡有门的样子的地方 都贴上了通红的对脸 挂上了陶福门神像 鞭炮时不时的响起 夹杂着叫席带着笑的训斥声 整个山谷弥漫了过年的喜庆和欢乐 老供奉们陆续出来 或蹲或坐在柴师傅的旁边 说着话 抿着茶 或是抿着酒 看着时辰差不多了 老供奉们陆续入座 姚先生挤在一群老供奉中间 乐呵呵的看着满场子乱叫乱窜 时不时被忍无可忍的教习 拍一巴掌的大小弟子们 他极喜欢这座山谷 这些孩子有多让人头痛 就有多让人喜欢 老供奉们都入了座 教习们和年长一些的弟子 招呼着众弟子入座 弟子们的作词没有讲究 谁也和谁一起 就和谁一起 这入座就是一片混乱 老供奉们淡定的只管各自拱手 先互道一声辞救 喝着茶喝着酒说着话 姚先生高高的敲着两根眉毛 看着满场子的呼朋唤友 看着陆仪被朱弟子里三层 外三层的围在中间 都冲他招手 小鱼小鱼咱们一起 小鱼到这边小鱼小鱼 陆仪站在中间一脸得意的笑 团团地转着挥手 姚先生盗着他 片刻往上翻起了白眼 他怎么就学不会淡定自若呢 感谢您收听喜马拉雅出品 闲听落花最新大作圣华 叔叔欢迎您点赞评论打赏 更多精彩内容 尽在喜马拉雅 拿着杯子招手叫白大虎和二壮等人 走咱们去给师父们敬酒 禅师傅和孙师傅紧挨坐着 看着陆仪端着茶杯 带着一群孩子过来 互相看了一眼 禅师傅一声干笑 哼 瞧 兵法还用上了 这是打算行曼敌之策呀 还是打算把咱们都灌醉了 坐在柴师傅和孙师傅对面的姚先生 捋着胡须 满脸欣慰地看着端着杯子过来的陆仪 心想 这孩子越来越支离懂事 陆仪带着白大虎等人 先涌到陆婆子面前 陆师傅 这一年您辛苦了 奉哥敬您一杯 陆仪将茶杯举起来 师兄们不给我酒 我用茶带酒 陆师傅 您得喝酒 还得马上 好好好 奉哥敬的酒 师傅 一定得喝 陆婆子 最疼陆仪笑呵呵地举起杯子 还有我 还有我 白大虎赶紧往前挤 却被陆仪一胳膊肘捅了回去 一个一个来 我酒完了 你再酒 都要一个一个来 柴师傅眉毛挑的老高 哼 这臭小子 还一个一个来 真是不得了了 还是要跑 孙师傅看着陆仪和柴师傅 傅耳嘀咕 跑了不知道多少趟了 看样子这趟有别的主意 看着吧 好在快了 过不了今夜 柴师傅挫了一口酒 杜仪带着白大虎等人 进了一圈酒 坐回自己的桌子旁 眼睛忽闪忽闪地看着 喝得开始东到西歪的 教习和老共粉们 以及越来越热闹放肆的猪人 一点一点地 从椅子上滑下来 拉了拉 白大虎 白大虎急忙跳下板凳 小鱼 别说话 跟我走 陆仪一巴掌 捂在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小声说话的白大虎的嘴上 二状坐在陆仪另一边 急忙跟着跳下板凳 小鱼又干嘛 带上我 还有我 好吧 你也来吧 陆仪有几分不情愿 不过还是招了招手 二状也憨得很 他不带二状 二状指定得叫 一叫就惊动人了 二状跟着白大虎 白大虎跟着陆仪 三个人成了一串 从热闹中溜出来 直奔山谷一角的马棚 陆仪一口气冲进马棚 马今天也过年 黑豆广够 一长串暗三十匹马吃得心满意足 正愉快地甩着尾巴 小鱼 咱们来这干嘛 蚂蚁就喂过了 小鱼你不用担心他们的 白大虎上前拍了拍一匹神郡飞肠的大黑马 大黑马低下头 温柔地舔着白大虎的手 白大虎从会走路起 就最喜欢跟在他爹的身后侍候马 马好像也特别的喜欢他 你会跟马上鞍子吗 陆仪指着一排排挂在旁边墙上的马鞍 会 我当然会了 白大虎立刻挺起小胸膛 二状也跟着拍胸口 我也会 我也会的 那给 这匹马吧 快点 把马鞍上好 陆仪看中了正舔着白大虎额头的大黑马 啊 那个 小爷 我会是会 我真会 可这马太高 我够不着啊 白大虎仰头看着比他高出半截身子的大黑马 我也是 我也是 二状跟着点头 够不着 你还能会上 陆仪双手插腰 怒目白大虎 白大虎倒着头 小爷 我是说 要是我能够够得着 我指定会上 可我 可我不是够不着吗 在陆仪的陆目下 白大虎的顶气一点比一点弱 说到最后心虚气短 他真会 他就是够不着 陆仪气得连哼哼了好几声 四下看了看 脱了长凳子放到那一排的马鞍下面 站上去 用力弩了半天 也没能把马鞍拿下来 白大虎和二状围着长凳子转着圈 喊着加油 出着主意 除了添乱 没半点用处 柴师傅和孙师傅一左一右的 站在马棚外的阴影中 小咪咪的看着对着一排马鞍 好像蚂蚁拖大象一般的陆仪 陆仪泪出了一声喊 一排马鞍窥然没动 陆仪坐到长凳上喘了一会儿气 站起来 解下那批大黑马 一边往外迁 一边和白大虎告别 你们两个回去接着吃吧 我走了 小鱼 你去哪儿 外面天都黑透了 不是 都半夜了 今年是大年三十二 小鱼 你要去哪儿 白大虎急忙追上陆仪 一边追一边问 二状紧跟在白大虎的身后 伸长脖子不停地附和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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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回家去 陆仪牵着马 脚步坚定 哦 白大虎一声惊叫 小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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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说过 没学成之前不许回家的 小鱼 那个那个 小鱼 你认识陆吗 我认识的 你们回去吧 我是回我家 不是你们家 陆仪转身推了一把白大虎 不行 我爹说过 小鱼走到哪里 我就得跟到哪里 对对对 我爹也这么说 小鱼家不是建长城吗 听说建长城可远了 小鱼 二状往前跑几步 投身到陆仪的面前 我不用你们跟 我要走了 而且以后啊 不回来了 陆仪再次推白大虎 那不行 小鱼去哪儿 我就得去哪儿 二状也是 二状 是吧 白大虎态度坚定 对对对 二状不停地点头 一边点头 一边往前凑 我替小鱼牵马 小鱼 这马咱们又不能骑 牵着马干什么呀 我不用你们牵 也不用你管 陆仪一把推开二状 我不用你们跟着 你别跟着我 陆仪牵着马 一路小跑起来 白大虎和二状跟在后面一路小跑 不说话了 却一步不落 毕竟练了大半年的功夫 又有一匹马状声色 陆仪这一回跑得比以往每一次都远 只跑得这一口堵得气散尽 累得靠着马腿 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白大虎和二状踉呛着摔在陆仪旁边 粗气喘的就差把舌头吐出来一截了 刚喘了没几口气 陆仪靠着的那匹黑马突然浑身抖了一下 接着猛地甩头 将江省从陆仪手里甩出来 掉头就跑 陆仪一个正神 白大虎先反应过来 小爷 你快起来 肯定是有某兽 我跟我爹 白大虎话没说完 两眼圆瞪 直勾勾地看着陆仪的侧前 后面的话硬生生地下了回去 陆仪的侧前 一只巨大的老虎正从灌木丛中不紧不慢地走出来 二状吓得喉咙咯咯几声 浑身发抖 小爷 小爷 白大虎抖着腿 用尽全力才挪到陆仪的前面 往后推陆仪的力气倒是挺大 快跑 这虎好像不咋饿 吃我一个也许就饱了 陆仪紧地抿着嘴 手往腰后摸了几下 抽了一把乌尘尘 万尺来长的狭长的匕首出来 不远出一棵大树之后 柴师爷瞪着陆仪手里的那柄乌尘的匕首捅了一把孙师傅 那匕首 孙师傅正在身上乱摸 那臭小子 什么时候偷走的 我怎么 这小子 别怕 我有刀 你回来 到我后面 我有刀 陆仪伸手去拉白大虎 白大虎张着胳膊 用后背往后撞陆仪 老虎厉害得很 打不过的 小爷快跑 二状快带着小爷跑 你跑后面 要是老虎吃了我一个吃不饱 还有你 我知道 我知道 还有我 我身上肉多 吃了我就饱了 小爷 你快跑 二状抖着腿 用力去拉陆仪 真没出息 咱们三个人呢 杀了他 陆仪握着匕首 杀气腾腾 不行啊 这是大老虎的 小爷你快跑 他吃了我肯定就饱了 小爷快跑 胡大爷 你把我咬死再吃 你别活吃我 白大虎一边说 一边抖着腿呜呜的哭起来 你别拉我 哭什么 都往后退 我要杀了他 陆仪一巴掌拍开死命邋遢的二状 二状揪着陆仪 直直地看着前面 小 小爷 老虎 老虎呢 那头虎跟白大虎说得差不多 不过不是不咋饿 而是一点也不饿 从灌木丛中钻出来 打着哈欠 一眼没看抖成两团的白大虎和二状以及握着匕首准备杀他的陆仪 不紧不慢地走远了 眼看着老虎走远了 白大虎一声羊 腿一软瘫在了地上 二状啊啊了两声 猛地透过一口气 一屁股软在地上 哭出来了 吓 吓死我了 鲁一握着匕首 看了看白大虎 又看了看二状 又恼怒又有几分心虚地嘀咕道 我都说了 我不让你们跟着的 那不行 阿爹说了 跟着小爷就得一辈子跟着小爷 小爷没吃饱钱 我不足先吃 小爷有难的时候一定要挡在前头 小爷活着 我们才能活着 哎呀娘 刚才吓死我了 我娘说 老虎吃人都活吃 活吃啊 白大虎劫后余声 一边发抖 一边还裂着转笑 二状不停地点头 我爹也这么说 幸亏老虎吃饱了 要不然 太吓人了 鲁一手里的匕首一点一点地垂下来 看着瘫坐在地上 一边傻笑一边哆嗦的白大虎和二状 待了好一会 垂着头收了匕首 伸手去拉白大虎和二状 起来吧 咱们回去 好 白大虎和二状急忙爬起来 跟在路仪的一左一右 虽说累极了 却还是连走带跑 往回跑得飞快 不跑快点 万一老虎又回来了呢 柴师傅和孙师傅跟在后面 一脸的稀奇无比 哎呦 自己回去了 这可是头一回啊 这小子 头一回啊 孙师傅嘖嘖不已 好像是乌乌了 柴师傅不敢肯定 这事咱们不管 让老姚问他 这小子 我那把刀呢 孙师傅又往腰上摸了一把 他那把从不离山的刀 这小子到底什么时候顺走的 胆子可不小 柴师傅斜着他 哼 这胆子 你是说顺你的刀 顺刀这胆子啊 我瞧他早就有 没法得手而已 今天对着这虎 这胆气还行 柴师傅看起来比较满意 没怕 也没往上冲 不错 不错 唉 这小子除了折头人 别的都好 孙师傅长叹了一口气 也是 唉 柴师傅也长叹了一口气 陆仪和白大虎二撞三个 走走歇歇 天色大亮前 回到了山谷 白大虎先往马厩跑 冲进马厩 一眼看到那匹大黑马 正甩着尾巴 愉快地吃着早上的干草拌黑豆 呵呵傻笑了几声 抬手捂在肚子上 一个转身跑得更快 到早饭点了 他饿坏了 白大虎和二撞 保持一顿丰盛的大年初一的饺子 倒头就呼呼睡着了 他们俩跑了一夜 累坏了 陆仪也累极了 一往他跑 跑不动都是就地睡着 头一回自己跑 又自己回来了 艳艳地吃了几个饺子 全在床上 大睁着眼 竟然没有立刻就睡着 不过 也没能撑多大一会儿 也沉沉睡着了 山谷里的年 就初一一天放大驾 撒欢地玩 初二一早 就是该练功练功 该念书念书了 白大虎和二撞睡了一天 傍晚醒了再吃一顿 再睡一夜 到初二一早 活蹦乱跳地练功写字 陆仪练了一上武功 午后跟着姚先生 单独在屋里念书 姚先生讲完一刻书 看着拖着腮看着他 明显满腹心事的陆仪 怎么啦 悟到什么啦 昨天夜里我和大虎 还有二撞 遇到了一只老虎 陆仪看着姚先生 神情严肃 大虎和二撞让我跑 说老虎吃了他们俩 饱了就不吃我了 先生 这是因为我姓陆吗 哎 这个呀 姚先生挠了挠头 现在跟你说有点深了 不过呢 不能不时说 你能听懂多少就多少吧 凤哥 你看 我来教你 你到哪儿 我跟到哪儿 最开始 我为什么来陆家 那肯定是因为一个陆子 那时候咱们俩不认识 对不对 我是看到一个陆子上 才到陆家去见你的 陆仪拧着小眉头想了想 点了一下头 阿娘也说过这样的话 他姓不姓陆 天地之别 可是呢 陆家子弟多得很 就是嫡之 就是你嗡嗡嫡亲的孙子 也不少 是不是 我可没教他们 姚先生接着道 陆仪的小眉头拧得更紧了 我为什么教你呢 第一 因为你聪明 则以英才而欲知 这是天下所有先生的梦想 我跟着你一直跟在这荒山野里 为的是什么 是因为你是我眼里的英才 我希望能把你教出来 有朝一日 你明满天下 我这个先生 那得多得意啊 陆仪不拧眉头了 斜着姚先生一脸的 你怎么这样 感谢您收听闲听落花大作圣华 多奖叔叔 后期制作叔叔 欢迎您点赞评论打赏 更多精彩内容 尽在喜马拉雅 替你死 是因为你姓陆吗 姚先生看着陆仪 陆仪紧抿着嘴 带着几分倔强的看着姚先生 大虎说 是因为天天白面馒头五花肉管够 嗯 对 大虎想要天天白面馒头五花肉管够 你给了 他就能挡在你前头替你喂虎 那你要是没有白面馒头五花肉了 大虎是不是就走了 姚先生一句话问出来 一颗心忽悠忽悠的 他拿不准陆仪怎么答 不会 陆仪沉默了好大一会儿 两个字吐出来 直挺的后背一下子软了下来 连胳膊带下巴抵在桌子上 他肯定不走 他肯定眼巴巴的看着我 说他不饿 一边说不饿 一边流口水 哎 那不是挺好 姚先生看着一下子软趴在桌子上的陆仪 更加拿不准了 那我怎么办 二状也是 还有旺钉 还有黑牛 陆仪哭出了声 我太可怜了 咬 姚 先生瞪着陆仪 被他这一句可怜一声哭 污语望天 好吧 高明的先生都是点波为主 污多少全看学生 可他家这学生 这是污的什么 不管污的什么 跟他要说的 肯定差得不止十里八里 这一趟逃跑回来 路易足足蔫了三四天 等到路易重新活蹦乱跳起来之后 柴师傅和孙师傅拧着四根眉毛 一致觉得这小子跟从前有点不一样 可哪不一样又看不出来 这让柴师傅和孙师傅这两颗心 一直提在半空 把路易安安全全的居在山里这件事 是交到他们俩手上的 柴师傅和孙师傅这两颗心 一提就是两年多 转眼进了家幼二十一年 路易进山两年半了 从头一个年三十跑了那一趟之后 路易就再没逃走过 不过这一趟逃走也没有的两年里 柴师傅和孙师傅这两颗心 称得上历经磨难 中秋刚刚过去两三天 路老太爷再次进了山谷 柴师傅正拎着一把木剑和路易对练 听说路老太爷来了 一个正神 路易反应更快 不是刚来过吗 出事了 走 去瞧瞧 柴师傅顺手将剑扔给坐在旁边围观的大胡等人 带着路易大步往山谷一角 算是代客的吊脚楼过去 路老太爷坐在上手 和中秋前几天过来相比 仿佛一夜之间就苍老了 出什么事了 柴师傅看到路老太爷头一眼 神情就凝重起来 凤哥回去练功吧 是出了点事 以后啊 再跟你说 路老太爷没打柴师傅的话 先看着路易 缓声道 路易没接路老太爷的话 看向柴师傅 见柴师傅示意他先回去 转身走了 孙师傅站在吊脚楼上 看着路易回到练功场 和几个教徐重新对战练习起来 才回到屋里 阿吉他爹 走了 路老太爷声音缓慢 满脸悲怅 谁 小师弟 他才多大 路婆子一个正神 完全没反应过来 横死 是谁 出什么事了 柴师傅浑身挺直 一个横死说出来 神情争鸣 屋里鸦雀无声 气氛压抑的 几乎让人透不过气 是 好一会儿 路老太爷才又能说出话来 是太后 走前一天 叫了阿吉他爹到床前 问了几句话 他带路家立过的那个誓言 是不是 无可更改 路家人的誓言 什么时候更改过 路婆子的气势和语调 一起往上冲 听老太爷说 柴师傅用力地按在 路婆子的肩上 路婆子闷哼一声 算是硬了 第二句 誓言不可更改 有没有别的法子 不把路家这把刀 放到金娘娘手里 路老太爷声调里 扣着浓烈的愤奔 第三句 既然不可更改 既然不可更改 又全无办法 能不能在他死前 杀了金娘娘 之后 太后就说 既然全数不能 就请陆将军 先踏一步上路 继续替他先行 打点一切吧 屋里一片静静 好半天 路婆子哑着声音道 他坏了 他坏了规矩 陆家站在生死关头了 京城谁在主理后事 阿吉吗 孙师傅沉声问道 是 阿吉说 他阿爹已经有所觉察 之前交代过他 陆老太爷声音突然耿住 抬手捂在脸上 泪水从指缝中涌出 他这个白发人 连送一送他最疼爱的儿子 都不能 老太爷节哀 不是伤心的时候 得有人去一趟京城 后续千头万续 得好好安置 布下后手 我去吧 孙师傅看了一眼陆老太爷 用环顾众人道 嗯 我也是这个意思 你去最好 成员最好跟你一起去 柴师傅说着 看向陆老太爷 老太爷的意思呢 陆老太爷点头 我来 偷一件事 就是要请几位师傅 去一趟京城的 矮胖的成员成师傅 嗯了一声 京城啊 我最熟 这就起成吧 咱们越快赶到京城越好 后续安排 或是有什么事 及时传信 成员边说边站起来 孙师傅孙永福也跟着站起来 柴师傅欠身嘱咐了一句 安排好了 最后留一个人在京城 只怕一时半会儿 没人能进京城 京城啊 不能没有主事人 好 成员和孙永福应了 和众人拱了拱手 出门收拾 起成去了 凤哥 现在怎么样了 陆老太爷 看着柴师傅 他才七岁啊 柴师傅沉默良久 从陆老太爷起 环顾众人道 凤哥不能慢慢教了 原本觉得至少还有二十年 现在 哎 我的意思 明天就送他到军中吧 留两个看家 其他的都跟着去 才七岁 啊 陆老太爷一声叹息未了 就点头低低的说了个好字 众人跟着点头 去军中 就没有孙永福和成员 去京城那么快捷了 陆老太爷和时来 为老供奉商量到半夜 顶了柴师傅等七八个人 带着陆仪等人去军中 其余人分两部分 一大半外出挑人 陆家建立下一支精锐的时间 比预想的早了差不多二十年 而且 眼下的陆家 必须有更多的人手 更多的精锐 余下的留在山谷 照常训练子弟 柴师傅等人各自分工 有先行往军中准备的 有挑选随行子弟的 有做各种准备的 陆老太爷和猪人忙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 陆婆子将陆仪 领到陆老太爷的面前 陆仪侧着头 打量了一遍陆老太爷 侧过头又打量一遍 满脸狐疑 怎么了 看出什么了 陆老太爷满脸疲惫 看着陆仪微笑道 陆仪看着陆老太爷 没说话 叫你来啊 是要跟你说一声 你该去军中了 过几天就走 你阿娘好好的 你放心 陆老太爷从内到外 浸满了疲惫 陆家 有难了吗 陆仪突然问了一句 陆老太爷被他这一句 问得愕然的 连疲惫都淡了不少 嗯 为什么这么说 你前几天刚来过 现在又来了 你如丧考比 如丧考比这个词 陆仪自觉用得十分恰当 恰当到忍不住得意地 抬了抬下巴 陆太爷却被他这个 如丧考比说得眼泪夺眶而出 有人死了 陆仪看着陆老太爷的眼泪 陆老太爷强忍着眼泪 想笑却没能笑出来 你接着说 还有吗 有 你让我去军中 他们说我是陆家最聪明的 先生说过托姑 到军中是托姑吗 陆仪紧紧地抿着嘴 盯着陆老太爷 我阿娘 他真没事吗 你阿娘啊 很好 节前你母亲去看过他 他去年亲手孵出的鸡子 开始下蛋了 你阿娘 很高兴 陆老太爷不错眼地看着陆仪 那份心内冲淡了他心中的悲伤的无望 都说陆家每到威时必有英才 果然如此 陆仪听陆老太爷说他阿娘养的鸡子下蛋了 明显神才有几分飞扬之意 片刻看着陆老太爷 一脸严肃 是有人死了吗 嗯 陆老太爷沉默片刻 点了一下头 是谁 陆仪神情更严肃了 你觉得呢 陆老太爷看着陆仪 是大伯吗 陆仪紧紧地抿着嘴 好一会儿轻声问道 为什么觉得是大伯 陆老太爷眼里有隐隐的亮光 大哥说你最疼大伯 你很难过 陆仪再次打量陆老太爷 陆老太爷的眼泪再次夺眶而出 伸手按在陆仪肩上 嘴臀抖动了片刻 才说出话来 好孩子 是 是你大伯 我很难过 很难过 我以后 要给大伯报仇吗 陆仪小脸紧绷 好孩子 不用 让你去军中啊 也不是托孤 咱们陆家 陆老太爷一瞬间的犹豫之后 就决定把陆仪当大人看 你大伯 你大伯走得很突然 咱们陆家是站在了危机关口 不过还没到脱孤的地步 让你去军中 是想让你尽快长大 长大到能像你大伯那样支撑陆家 你长大之前 放心 陆家还有翁翁 还有你大哥 还有好多人啊 好 陆仪看着陆老太爷 片刻垂眼道 替我谢谢母亲 好 陆老太爷露出了一丝丝笑容 几天后 柴师傅带着陆仪和大胡等十几人 以及从弟子中挑出来的小一百人 以及姚先生等人 启程赶往军中 一路上天不亮启程 天黑歇迎 走了二十来天 傍晚前面远远一队人马飞奔迎上来 冲在最前面的一个人 挥着胳膊捂着鞭子 一边冲一边叫 是柴师傅吗 最前的陆婆子勒住马 回头看着柴师傅笑道 嘿 是官权 怎么也这么不稳重了 陆仪和柴师傅骑一匹马 两只手撑着马鞍 伸头看着急冲而来的官权和重兵将 哇了一声 哇 有杀气 柴师傅呛的猛咳了一声 一巴掌 派在陆仪头上 那是你官师兄 有杀气也不在这个时候 官权 纵马冲到陆婆子面前 在马上拱手拱身 陆师傅好 诸位师傅好 师傅好 官权 这最后一句师傅好 看着柴师傅 语掉分外的飞扬兴奋 你是他师傅啊 官师兄好 陆仪在柴师傅怀里 冲着官权笑颜如花的招手 官权被他笑得眼前发花 口齿都不利落了 就是 就是 那个小师弟 你他娘的出息点 柴师傅扬起鞭子 虚抽在官权身上 官权身后陆婆子哈哈大笑 官权被柴师傅抽得 哎呦一声 抬手护住了脸 哎呦 小师弟 陆仪在柴师傅怀里 笑得左倒右歪 一边笑一边指着官权 天快黑了 官权被柴师傅这一鞭子 以及周围的哈哈大笑 笑得狼狈不堪 都说小师弟好看 他没想到 好看到这个份上啊 感谢您收听喜马拉雅出品 闲听落花最新大作 圣华 叔叔欢迎您点赞评论打赏 更多精彩内容 尽在喜马拉雅 非常没变 但早上更早了 下午念的课也没少 不过时常少了 中间空出来的时候 是要做每天派下来的拆事 比如清点军械 分发军粮军衣 以及洗刷马匹 大虎二状等人 八九岁十来岁 正是吃饱了饭 就能精力无限的时候 跟在陆仪的后面 领了差事 只干活不操心 点军械 点得一声一声的惊叫 这个是做什么的 那个好厉害 分发军粮军衣时 被那些来领各队 军粮军衣的老兵们 逗着这儿错了 那儿不对 开始心虚 后来据理力争 到争一回对一回 头就昂起来了 军中比山谷中累了很多 苦了很多 不过这帮精力无限的孩子 没决出来 只觉得军中比山谷里好玩太多了 刚刚进了家又二十二年 大事就一件接一件 春末夏初 先正太后给皇上的独子秦亲王 定下的王妃江鹏 热闹隆重地嫁进宫里 因为是独子 虽说梅丽太子 秦亲王还是一直居于宫里 秋末江鹏怀了身孕的险下传来 到年底皇上突然疾病而亡 皇上只有一位独子 继位这事儿极其平稳 半个月后又有一件对于陆家来说 不亚于皇上成了先皇这件大事的大事 传进南边军中 那位刚刚升位做了太后的金娘娘 枕出了蕴脉 已经三个多月是先皇的一副骨血 隔年改年号至平 至平元年 春初江鹏生下皇长子 夏天金太后生下次子 先皇的一副子成熙 每一件事 柴师傅和陆仪说一遍 姚先生再和陆仪说一遍 到金太后生下了先皇的一副子 陆婆子也笑咪咪的和陆仪说了一遍 末了还嘖嘖有声 真是福气哦 是个男人 多好啊 风格好好念书啊 好好念功 真是福气啊 陆仪斜着陆婆子 她已经九岁了 不是小孩子了 陆婆子的这份高兴 可是有点过分 从至平元年起 官权这位后勤官 一下子就忙起来 朝廷拨过来的军须 至少多了三四成 至于赏赐 接二连三几乎没断过 当然 也是因为朝廷的大事 喜事 接二连三几乎没断过 好在陆仪已经正正经经的 能够做她的左右手了 军须赏赐收下之后 清点分发 就几乎都是陆仪带着她那帮小随从 指挥着朱老弱 有条不紊 直到分发离库 秋天官权奉命将这份后勤杂物交接出去 带着陆仪等人转入曹将军所属的威远军中 到威远军中第二天 傍晚 曹将军的大仗前 搭起了半人高的台子 威远军中每五天一回的挑战比武要开始了 陆仪带着大虎二状一群人 兴奋地怪叫着连蹦带跳地先窜过去 站了好位置 兴奋地搓着手 等着看比武 这样的比武 他们在山谷历史就隔三差五地来一场 相比于苦累无比的练功和枯燥的念书 比武这件事简直就是快乐两个字的化身 先上台的是两个小队长 赌洗马 输了要洗对方全队的马 两个小队长在台上 琐霞加起来上百人在台下 一个个简直比台上的队长还要紧张几分 队长输了 那马可是要他们去洗的 陆仪站在大虎等人中间 一只手插着腰 一只手点着台上两人 那位猪队长脚步有点轻浮 马队长还不错 我赌马队长赢 大虎你觉得呢 咱们赌一把 我也觉得马队长能赢 大虎答得极其坚定 他早就明白了一件事 一定要坚定不移的紧跟上他家小爷 但凡没紧跟上他家小爷站队地方的时候 不是输钱就是挨揍 我也赌马队长赢 二壮跟得更快 顺手推了一把旺钉 旺钉 你押猪队长吧 得跟着小爷 押猪队长 你到底傻呀 旺钉斜瞥了二壮一眼 以示他不傻 好在这微远军中的比武 不像从前 赌谁赢谁输 都在他们这一小帮人中间 这会儿旁边已开出旁口 大虎吆喝着收了大家的铜钱和他家小爷的一小块碎银子 几步窜过去买了马队长赢 这边谁赢谁输的铜钱还没点完 台上已经你来我往的打起来了 毕竟是小队长 比起小兵族的揪着拼死力死打 算是有招有事 两个人你一拳我一脚 踢得打得虎虎生风 猪队长个子大强壮 拳脚挥出去 一看就力道十足 马队长瘦小一些 却十分灵活 腾挪躲闪 找准时机猛一脚踹上去 猪队长一个猎阙 连退了两三步 不等他站稳 马队长压啊一声爆喝 跳起来连脚带人 砸在猪队长的身上 砸得猪队长往后仰等 马队长顺势骑在猪队长的身上 两只手死死的按着猪队长的脸 两眼圆等 认不认输 你说你认不认 猪队长被他按的气都透不过来了 两只手乱挥乱打 你小子 你认认 你松手 台下马队长这一边 兴奋的嗷嗷乱叫 头盔帮子一通乱敲 陆仪笑得不停的跺脚 一边跺脚一边推大虎 他们没有张法 大虎你去把那个马队长打下来 站在旁边的柴师傅 斜瞥着陆仪 和笑得收不起笑容的官权 对视了一眼 没说话 大虎兴奋的应了一声 应声没落 手已经高高的举起 我要挑战马队长 我是白大虎 给我彩头 台子旁边主示人 先看了一眼胳膊抱在胸前 看热闹的曹将军 见他点了头 扬声叫道 小云 咱们啥彩头 大虎立刻问陆仪 野骑马 陆仪手一挥 我们野骑马 白大虎立刻叫道 马队长 你看 主示人看向台上已经站起来的马队长 马队长走到台子边 看了一眼蹦来蹦去 跃跃欲试的白大虎 又看了一眼插着腰 高抬着下巴 看着他的陆仪 笑起来 哼 这傻小子 是个能下得取手的 台子搭得很简陋 有成人半人那么高 没搭上擂台的梯子 白大虎毕竟还小 要上去 看来只能爬上去 他也正准备往上爬 陆仪忙踢了一脚二状 你去 给他垫一垫 上台得有气势 后一句 他没说出来 掘着屁股爬上去 多难看 太给他丢人了 二状挨了一声 两步上前 蹲在白大虎的旁边 白大虎踩着二状的肩膀 跳到台上 拉开架势 对着马队长 老马呀 小心 这小子是个练家子 别小看了 刚刚跳下台的猪队长 提醒马队长 放心 看出来了 马队长盯着白大虎 来回挪动 半点轻敌的意思也没有 这个马队长啊 不错 陆婆子看着台上 和柴师傅赞了一句 都是一刀一枪杀出来的 大虎啊 能撑一阵子 不过 肯定不是对手 柴师傅一句话没说完 就笑个不停 白大虎是个勇往直前行的 站稳看好压了一声 弹丸一般的猛冲上去 马队长啊呦一声 动作极快的赶紧往旁边闪 要是让这个一看就结实无比的小胖堆 撞个正着 就他那身板 肯定顶不住 就算不摔在地上 也得往后退上四五步 那可就被这小子一头顶下这擂台了 落下擂台就算输了 马队长往旁边闪身 没想到白大虎这个直撞上来 竟然半路突然一个弯 还是盯着他直撞上来 马队长急忙往后倒在地上 连打了两个滚才躲过去 这两个滚就差了那么一点点 他就滚下擂台了 这擂台可不大 不错 大虎不错 官权给白大虎鼓掌 杜婆子站在柴师傅的另一边 竖起一根手指表示一招过了 柴师傅十分瞧不上的斜了一眼观拳 嘴撇得更厉害了 曹将军也拍了几下巴掌 再看了一眼 胳膊抱在胸前 高抬着下巴 一脸得意的路易 一股笑意冲上来 笑出了声 哼 你这小子不错 马队长已经一个咕噜爬起来 迎着挥着胳膊压压着冲上来的白大虎 身子一矮 弯腰将白大虎抱住了 白大虎两只脚腾空 往马队长的怀里猛的一踹 踹得马队长 哎呦一声痛叫 可马队长叫归叫 却没松开白大虎 抱着白大虎往前扑倒 顺势将它扔到了擂台下 好啊好啊好啊 好啊 好个屁 猪队长一边笑一边骂 跟个奶娃子打架 打成这样 还好 哪来的脸 猪队长这话是 我看哪 算平局吧 曹将军笑得肩膀怂动 愿赌服说 路易一巴掌 拍在灰溜溜 站在他旁边的白大虎的肩膀上 哼 不就是喜马吗 小鱼 他们都是双马 一百多匹呢 网丁哭腔都出来了 他最怕喜马了 一百三十七匹马 联洗五天 旁边猪队长的队伍里 一个年轻的兵组喜笑颜开地补了一句 路易脸都清了 他更怕喜马 禅师傅哈哈大笑 路婆子一脸同情地看着眼开要撑不住的路易 官权上前一步急忙安慰他的小师弟 这擂台刚刚开始 一会师兄啊替你上台游一场 把这堵住转出去 不用 我自己游 路易拍开官权 指着台上看着他笑个不停的马队长 你下来 你让我下来干嘛 马队长前身看着路易 态度好极了 我再上去 就是车轮站了 不是君子所为 你先下来 路易一脸严肃地答道 好好好 马队长一边笑着 硬着 一边跳下擂台 中着路易拱着手 那马 哪舍得 马队长的话还没说完 就被柴师傅一巴掌拍到了一边 没听到小爷说他是君子啊 是是是 马队长赶紧让到一边 马队长刚刚跳下擂台 望丁和二壮两个一起冲前 两个肩膀撞一起 撞得同时裂切两步 赶紧在一起蹲下 路易踩着二壮的肩膀跳上擂台 有人上了没有 路易双手插腰站在擂台上 冷着脸 一丝似有环芜的杀气 没等散到擂台上 就被擂台下的笑声 拍手声 冲得一丝也没有了 老朱啊 上去 快 要去你去 老子可下不了手 你去 你去 我还是算了吧 不是 这少爷太小 我这五大三粗的 欺负这么个泪法 瞧你们这帮怂包 我来 总算有个英雄的 挥着胳膊高喊着 跳上擂台 冲着路易拱手道 小爷啊 拳脚无眼 擂台只有你我 若是伤着小爷 还想见谅 不用你说 我又不是头一回打来 放马过来吧 路易拉开架驶 看着对面的恐怖大汉 冷脸道 那我就都等了啊 汉子退后一步 站稳 看向路易 路易突然笑容绽放 汉子一个正神 顿时觉得胸前一花 对面路易已经飞身跳起 拿出全身的力气 两只脚一起踹在汉子的胸前 揣得被他笑晕了的汉子 往后踉枪了几步 拴下了泪台 柴师傅抬手捂住脸 一声身影 啊 老子这脸 这脸 他这张老脸 被这臭小子丢尽了 路婆子一脸无语的 看着扬着下巴的路易 官权笑得声音都变了 旁边的曹将军 一口气呛着 一边狂笑 一边狂渴 脸都别红了 台上的主事人笑得 一只手撑着擂台 半跪在地上 唉呦个不停 台上台下 除了抬着下巴的路易 和还一脸蒙圈的大汉 全都笑得上气不接下气 你去 给老子揍一顿 把他脸给我打肿了 老子这脸 这脸 柴师傅抹了一把脸 又抹一把 一脚踹在官权的小腿上 官权往前 亮枪了两步 看着站在台上 冲他笑容灿烂的路易 这两步又退回来 师傅 还是您去吧 我下不了手 我真下不了手 老子 柴师傅瞪着笑得春天一样 冲他挥手的路易 一声长叹 老子要是下得了手 还用得着你 这样不行 得想个办法 路婆子一边笑得停不下去 一边发愁 我去找曹将军商量商量 柴师傅一张脸苦巴成一团 背着手 往不停地垂着胸口的曹将军过去 隔了没几天 曹将军部就接令开拔 但当部叛乱 他们和其他几军一起 要去平息这场叛乱 路易还是跟着官权 不过除了他那十来个 跟他差不多大的部下 官权又拨了五十人给他 头一回当小队长的路易 又赶上备战开拔 忍着有点忙晕的感觉 直到黎明启程 走出去一两里路 看着一切妥当了 路易才长长地松了口气 有点空地打量着四周 想想这趟平叛了 路易催马赶上柴师傅和路婆子等人 急到柴师傅的身边 师傅 担当部怎么会叛乱 担当部怎么就不会叛乱了 柴师傅气很不顺地挟了他一眼 担当部根本就没规算过 怎么叛乱呢 路易对柴师傅的气不顺 视而不见 柴师傅对着他 十回至少六七回的时候 是这样气不顺的 这小子 柴师傅牙疼一般地裂了裂嘴 兴皇即位 总得有点喜庆的事 你嗡嗡就稍下让担当部 规个顺啥的 就这事 担当部没理嗡嗡 不听话就是叛乱 就因为这个呀 路易不怎么相信 看向路婆子 这事我不知道 路婆子极干脆地回了一句 他从来不关心这些 也不全是 邀先生捋着胡须 老怀甚畏地看着路易 笑呵呵地道 担当部这个心头人 听说自小就极聪明 十来岁外出游历 在京城也住过几年 考中过秀才 这些我都跟你说过 嗯 先生说他不可小瞧 还说对他十分期盼 路易点头 是个能干 有雄心的 上个月呀 他吞了蓝朵三步 柴师傅看起来 心气平了不少 语调悠然地 接了一句 哦 路易手里的鞭子 挥起 甩了一个响亮的鞭花 那是该打一顿了 你瞧 我就说嘛 凤哥啊 那是一说就懂 姚先生看着柴师傅 得意地夸奖 他懂个屁 柴师傅又想起来 前几天擂台上 路易的那一笑 顿时气又不打一处来 蓝朵三步有铁 有铁匠 出的夹刀锋利极了 担当步拿下蓝朵三步 军械就有了 我怎么不懂了 路易抬着下巴 得意地斜瞥着柴师傅 你瞧他这德行 得好好让你瞧瞧 什么叫山外有山 人外有人 柴师傅真想一鞭子 抽在路易那张 让他看得堵心的脸上 鞭子扬到一半 又落了下来 算了 他下不去守 有下的去守的 有这小子吃亏的时候 感谢您收听喜马拉雅出品 闲听落花最新大作 圣华 叔叔欢迎您点赞评论打赏 更多精彩内容 尽在喜马拉雅 命令歇息的时间 比往常早了半个时辰 军中安营 曹将军带着一对亲卫 赶去见此次战事的主帅黄将军 早了半个时辰安营 明天说不定就要短兵相接 诸军都有些兴奋 营地里吹烟升起时 热闹也迷散开来 陆仪在姚先生的帐篷里写完了今天的字 出来时 大虎和二状大呼小叫着 已经打好架 垂涎欲低的准备开饭了 陆仪坐到陆婆子的身边 刚刚接过大虎递过来的一大碗连饭带菜 营地一侧 尖锐的哨声响 可哨声同时是吼声和惨叫声 行 陆婆子一跃而起 拎起端着碗还蒙着的陆仪 冲向就在旁边的战马 大虎等人紧跟陆仪 简直跟成本能了 虽说陆仪是被陆婆拎着的陆仪 照样紧跟上来 在陆婆将陆仪扔到他那匹马上时 大虎等人也冲到自己的马前 以最快的速度翻身上马 紧盯着陆仪 陆仪往哪冲 他们就往哪冲 陆仪干什么 他们就干什么 陆仪却有些懵 陆婆子把陆仪扔到马上 自己也跳上马 抽出长枪 一边往前冲 一边冲着陆仪吼 别跟着我 抽出刀 正准备跟上陆婆子的陆仪 紧勒着马 在周围的吼声 惨叫 火光刀影的乱象中 头一会觉得自己跟大吼差不多 瞬间就混乱起来的营地里 人吼马丝 刀闪雪飞 根本容不得发呆发愣 陆仪昏头胀脑中 也没分清哪跟哪 挥着刀就冲了出去 总之不能干站着 大呼等人出力不使心 只管跟在陆仪的身后 嗷嗷叫着 挥刀就冲 一道刀光看过来 陆仪凭着本能挥刀影上 再横刀劈缩 血飞溅到她的脸上 说不清是烫热 还是阴寒的雪珠 砸得她清醒了些 不远处 几个帐篷烧了起来 大鱼还有粮草 陆仪看着一处 分外旺盛的光光 下意识的想到了粮草 她周围 却是火光之下的阴暗 她甚至分不清楚 哪是敌人 哪是自己人 人流像是湍急的水 她骑在马上 不知道该往哪去 甚至不知道该往前冲杀 还是往后退避 刀枪不停的 从四面八头 挺过来 扎过来 陆仪很快就什么也顾不上了 她大腿上很痛 好像受伤了 后背也疼得很 大约也受伤 她手里的刀越来越重 喉咙里又丝丝填意 她已经累极了 几滴血点砸在她的头上 不是血点 是雨 倾盆大雨突然狂泻而下 远处近处的火被瞬间浇灭 狂暴的雨点砸在人身上 马身上 砸在刀枪上 砸在地上 将原本刺耳的吼声 惨叫声 刀枪尖锐的碰撞声 都压成了一片沉闷 陆仪全凭着一份本能 不停的挥着道 她那匹马突然一声痛思 扬起前脾 猛往前窜了出去 陆仪猝不及防 从马背上跌到一半 一把抓住马鞍 由骑在马上 成了趴在马上 那匹马不变东西 直往前冲 陆仪死死的 救着马鞍 不敢跌下 师父们说过 战场上跌下马 就是个死字 陆仪手里的刀 不知道什么时候 丢到了哪儿 马仿佛越跑越快 越跑越野 陆仪的手痛不可当 胳膊酸得全无感觉 马不知道跑到了哪儿 好像是一棵树 或是别的什么 猛撞在陆仪身侧 撞得陆仪头盔飞落 晕死过去 陆仪醒过来 睁开眼时 天已经亮了 鱼也停了 他那匹马后腿上 一条长长的伤口 血已经凝结 马正慢慢地甩着尾巴 后腿微瘸 挑三拣四地 吃着嫩轻的 不知道什么草 陆仪仰面躺在地上 蓝天白云 有些刺目的太阳 在他的头边 一簇燕黄的小橱橘 随风摇动 陆仪抬了一下胳膊 胳膊很沉 沉得仿佛不是他的 抬起来 却没能让他支撑起他自己 腿还能动 但是更沉 沉到他要仔细地感受一下 才能感受到那确实是他自己的腿 他的腿还在 一只蚂蚱跳过来 跳到他的胸口 欢快地抖了抖翅膀 再跳到他脸上 从他脸上 往那从燕黄的橱橘跳过去 陆仪看着那只蚂蚱 再也忍不住 眼泪大滴大滴地往下掉 只是不敢哭出声 这是哪儿 周围有人没有 有什么人 他都不知道 他不敢哭 太阳照在身上 暖暖的 又热得让人长刺一般的难受 陆仪一点一点地动着两只胳膊 一点一点地积攒着力气 一个翻身 却扯出一阵剧烈的疼痛 陆仪趴在地上 再次无声地哭起来 现在脸朝下趴着 还不如刚才仰面躺着 小尸地 陆仪晕晕沉沉 努力撑着不让自己昏迷过去 不知道趴了多久 正撑到觉得撑不下去的时候 听到官拳一声小尸地 力气咒声 竟然仰起了胳膊 胳膊仰起 力气也用完了 头一歪 再次晕了过去 陆仪再次醒来 是在帐篷中 睁开眼 先看到陆婆 再看到柴师傅 阴得滴水的脸 柴师傅的身后 官拳伸着脖子 冲着她笑 我的腿还在吗 陆仪看到官拳的笑容 眼泪又往外涌 她在那簇花旁边躺着的时候 有条腿总是感觉不到 她的腿是不是少了一只呢 有 胳膊腿啊 都有 一个都没少 陆婆在看到陆仪的眼泪 松了口气 随即又皱眉叹气 行军打仗的事 老子教了你几年呢 柴师傅先一巴掌 拍在陆仪的头上 不过是个小结营 你说说 你是怎么做的 啊 你的人马呢 听柴师傅问到她的人马 陆仪先是瞪大眼睛 突然一下子窜了起来 大虎 死了 大虎没死 官拳看了一眼柴师傅 死了三个 一将无能 累死千军 老子真是 柴师傅一声长叹 背着手 转身就走 陆仪呆呆地看着柴师傅的背影 片刻 放声大哭 几天后 曹将军部赶到大军驻地 黄将军等举军 已经攻向了担当部的一小伴 曹将军的驻地所在 在黄将军等军之后 算是驻扎在自己家的地头了 傍晚 打累的台子又搭起来 陆仪站在擂台一角 神情沉郁地看着擂台上的 你来我往 片刻 转回头 再挨个看一遍 他挨伤挨债带回来的这些小伙伴 少了三个 可看起来 却像是空落的 一片荒凉 你去 把我那块长汗巾拿来 又看了一会儿擂台 陆仪低声吩咐大虎 大虎哀了一声 跑得飞快 片刻就拿来了陆仪那块擦脸的长汗巾 陆仪接过汗巾 从眼睛往下 盖过鼻 裹在脸上 举手示意 他要打累 往前几步 没理会已经蹲在擂台前 准备拖他上去的大虎 双手撑着擂台 努力地爬了上去 陆仪身后不远 柴师傅长长地输了口气 总算是懂点事了 小师弟懂事得很 官权关切地盯着陆仪 我跟你说过 这小子不光聪明 最难得的是他这份责任心 这一条最难得 我一会儿得给老太爷写封信 这孩子是真好 姚先生赞不绝口 我也喜欢他这一条 把人命当命 多好的孩子 陆婆子不错眼地看着陆仪 那也得有把人命当命的本事 柴师傅紧盯着台上的陆仪 不客气地道 小师弟不过是缺点磨练 再历练几年呢就好了 官权看着台上出拳刁钻 力道十足的陆仪 十分满意 但当部这一战 没什么打头 看着陆仪赢了头一场 禅师傅似有似无地松了口气 往旁边挪了挪 离拥挤热闹的兵将们再远一点 看着跟着他往后挪的姚先生和陆婆子 声音更低 京城的事实在是没想到 陆婆子叹了口气 脸上透出一层压抑不住的悲伤 原本以为正是走后啊 以君士的脾气 京城只怕有动荡 前一年京城就烧了话 未来三五年甚至十年八年 咱们这一代不能有事 以免帝国过于动荡 都清理干净了 谁知道 哎 禅师傅看着姚先生解释了几句 姚先生凝神听着 眉头皱起 和禅师傅同时谈了口气 这场动的 只怕免不了 那现在 老孙快回来了 巧儿路老爷子来过一趟 凤哥得实打实地磨练 担当部这一战不行 老爷子的意思 担当部尽快拿下来 之后 我 你 还有老孙 陪着凤哥 从南往北扫一遍 特别是北地 那才叫打仗呢 把官权带上 禅师傅看了一眼姚先生 又看了一眼路婆 路婆嗯了一声 姚先生咧了咧嘴 作为一个自由自在了 大半辈子的书生 他是真讨厌这军中 更讨厌走一路打一路的独行军中 可是有什么办法呢 玉英才这事 跟成才一样 杰出和安逸 是没办法兼得的 据说担当部夜袭 曹将军部的事 惹恼了黄将军 黄将军以雷霆之势 不过十来天 就将担当部碾压扫荡一遍 一把火烧死了 聚首阻寨 誓死不详的担当部大当家 和他的亲人亲信 重新挑了担当部的头人 担当部正式归入帝国版图 半个月以后 等到从京城赶回来的 孙永福孙师傅歇好 官权领军 柴师傅和孙师傅 亲自挑了一圈精锐 和路婆姚先生等人 带着陆仪和他那九个小伙伴 启程北上 好像就是一黄眼 至凭七年的秋天就到来了 建昌城的秋冬 最宜人不过 暑热散去的秋天 人和城都是一天比一天 自在喜悦 这天一早 城门刚刚推开 一队人马紧促得如同一人一马 从城外风卷而进 人马卷带的风尘 扑得刚刚推开城门的五六个老族 透不过气来 哎呦真是 等老族透过口气 能说出话的时候 那队人马早就没影了 这是建昌城 谁家敢 哎呦 不凭是进贼了吧 往城东去了 另一个老族拍了 叫着进贼的老族一巴掌 你都说了 谁家敢 还能有谁家 咱们陆家呗 不知道是哪位爷呀 这气势 可不得了 老族伸长脖子 看着早就什么也看不见的方向 嘖嘖有声 你姓陆啊 咱们陆家 被他拍了一巴掌的老族 一边一巴掌拍回去 一边笑道 姓不姓陆 都是咱们陆家 咱们是陆家军 哎 想当年呐 多 您打住 谁还没有个想当年 老族的想当年 被其他几个人 异口同声的喊住 各自拿了扫走 说说笑笑 从城门里 扫向城门外 陆仪带着大虎等人 坐马冲到陆家大宅门口 急急的勒住马 大虎一边勒马 一边眉开眼笑的 冲着出来的一群门房吼道 小云回来了 小云 快起禀报 小云回来了 哎呦 好些年没见 您可真好看啊 门房头反应最快 几步跳下台阶 冲上前给陆仪牵马 这一群人都是一个打扮 一身脏魄软甲 头发蓬乱 脸上也不怎么干净 不过哪个是小爷 还是半眼就能认出来 在一群五大三粗 又脏又臭的汉子中间 他们家小爷 怎么就一点也不险脏 怎么就那么好看 越看越好看呢 这是什么话 陆仪已经跳下马 随手扔了缰绳 越过门房头和重门房 说笑着 跳上台阶 急不往里 脚越好看 还要你说 大虎紧跟在陆仪身后 顺便在门房的头肩上 拍了一把 门房头被他拍的肩膀猛往下一矮 哎呦 这位爷 您这手 可真重啊 二壮和旺丁等人紧跟起后 一边脚步积极的往里跟进 一边和门房头叫道 给点喝的 可坏了 哦 都有都有 门房头一边忙着龙马拴马 一边扬声答话 这些马跟小爷带的这些人 简直是一个样 都是五大三粗 细事大 规矩小 人好侍候 马不好侍候 一群门房大呼小叫的往里通传 小爷回来这事 可以不讲规矩 能喊一喊 放肝 周太太也看到路易了 一边急步过来 一边仔细打量着路易 言语里竟有几分不确定 眼前的凤哥 和他上一次见到时的 那个娇花一般的凤哥 大相径庭 母亲 路易往前几步 跪在地上 仰头看着周太太 您还跟从前一样 这些年辛苦母亲了 从前凤哥不懂事 快起来 让母亲啊 好好瞧瞧 周太太伸手拉着路易 仔细地打量着他 只看得眉开眼笑 我们凤哥长大了 凤哥从前也懂事 太懂事了 这是你大嫂 你瞧瞧 这就是咱们家凤哥 是不是好看极了呀 周太太 是已盯着路易 看得简直要半张着嘴的 陶大奶奶 陶大奶奶 哀了一声 迎着路易的长衣 急忙屈膝还礼 真是好看呐 常听你大哥说起 大嫂啊 失礼了 凤哥回来了 在外院书房的陆吉 大步流星地过来 离得老远 就扬声笑道 陆吉身后 陆三老爷陆明化 连走带跑 时不时从陆吉的身后 探出头看一眼 道哥 父亲 陆怡长衣见礼 别在这里说话 赶紧进去吧 给老太爷磕了头 就赶紧去沐浴洗树 你看看这一事 这头发洗干净了 赶紧去给你阿娘请安 给你阿娘请安回来 再好好说话 周太太推了陆怡一把 时宜看起来 一肚皮话要说的陆吉 先别挤 陆吉笑起来 是是是 我算着你啊 还得两三天 没想到你脚冲这么快 三嫂说得对 先去沐浴 你这一生的味儿 这衣服啊 多久没换了 陆吉离得近了 迎着扑面的 那股子酸臭味 失笑出声 哦 一个来月吧 陆怡抬胳膊 闻了闻 没闻出来 赶紧赶紧 你去安排他们 我陪凤哥啊 进去 周太太笑起来 示意陆吉 去安置大湖等人 自己跟着陆怡 急忙往里走 陆怡这一场清洗 足足换了四五边水 才算是真正洗干净了 换了衣服出来 神清气爽的 转个弯 往上房 给陆老太爷 请安 周太太已经重新 给他挑了一处院子 也收拾好了 不过 他还是静止到 陆老太爷的院子里 沐浴洗漱 这让陆老太爷 高兴得哈哈大笑 和陆吉说 他对自己的窝 倒是认得清楚 陆老太爷的东尔屋 还是陆怡住过 住了没多久的样子 陆老太爷 看起来还十分健壮 示意陆吉 扶起陆怡 左看右看 看了半天 哈哈笑起来 哈哈哈哈 你瞧咱们缝根啊 越长越好看了 听说 你上阵都是蒙着脸 好了好了 先不说这些 你赶紧去给你阿娘请安 好好陪你阿娘 说说话 晚了呀 今天就在你阿娘那儿歇一晚 明儿 咱们家在百宴给你接风 快去 快去 陆老太爷 眉开眼笑地 冲着陆仪挥着手 陆仪看向周太太 周太太笑起来 老太爷都吩咐了 你还看我做什么 还不快去 你烧了事 说要回来呀 我就打发人 去跟你阿娘说了 有几样小点心 你替我带给你阿娘 我就不另外打发人了 还有啊 绕到村子后面 悄悄地去 你阿娘那性子 不喜张扬 快去吧 陆仪松了口气 团团长衣别过 三步并坐两步出来 点了大虎和二座 两个跟着 跟着周太太 判出来带路的管事 出门上马 直奔城外的庄子 管事看来是常来常往的 熟门熟路的带着陆仪 绕到那间 坐落于村子 最后面的小院 拍了门 听到里面应了声 将石盒递给大虎 和陆仪笑道 小爷 我就不进去了 这就回去了 明天是小爷的接风宴 好多的事的 小的还要跑 四位姑奶奶家 太太说 明儿请小爷自己回去 多谢 陆仪的声音 有几分不稳 谢了一句 却没看管事 只直直地盯着面前那扇 油漆略有些暗淡的院门 管事退出两步 赶紧走了 院门拉开 沈氏一身寻常农家打扮 看到陆仪 两只手按在门上 傻了一样 阿娘 是我 凤哥 陆仪看着他娘 指着自己的脸 想笑 眼泪 却下来了 阿娘认出来了 除了我的缝根 还能是谁呢 快进来 快进来 进来说话 沈氏想往前扑 想要抬脚肉 急忙收回 赶紧往后退 退了两步 又想起来 门还没全开 又要往前 一片慌乱中 只是两只眼睛 一错不错的 看着陆仪 阿娘 陆仪上前一步 大约是想扑进沈氏的怀里 可是他如今 比沈氏还要略高一些 扑到一半 伸手抓住 沈氏的一只手 阿娘 一点也没变 进来说话 都进来吧 沈氏抹了一把眼泪 越过陆仪的肩膀 招呼了一句 伸长脖子 看着他的大虎 和二状 太太呀 不用管我们 太太只管跟小爷说话 大虎笑的 一张脸像一朵盛开的花 赶紧拱手 一边拱手 一边往里 让着沈氏 阿娘 不用管他们 咱们进去说话 陆仪拉着沈氏 进了上房 沈氏站住 从上往下 一寸一寸的 打量着儿子 抬起手 从陆仪头上的 金冠扶起 扶到陆仪肩膀上 眼泪一串一串的 往下掉 我的风格啊 真是出息了 真是 阿娘 还是跟从前一样 一点也没变 陆仪看着沈氏 心里又酸又软 一时竟然不知道 说什么才好 阿娘从前是不是这样 她不记得了 可太太老了 阿娘肯定也老了 乱说呢 你都长这么大了 阿娘怎么会没变 世人呢 都会老 阿娘又不怕老 你母亲呢 也老了 这些年 老宅这边不容易 你回来就好 你长大了 就好了 沈氏抹着眼泪 笑起来 你坐着歇一歇 前儿你母亲 大夫人说 你要回来了 我就开始准备糯米兹 没想到 你回来得这么快 刚刚想试着做一锅 也不知道味怎么样 阿娘好些年 没做过糯米兹了 你什么时候走啊 只怕来不及了 只怕味不好 你看看我 昨天就该准备好的 你从小就是个急性子 对了 你该渴了 阿娘真是糊涂了 外头那两个 是 来得紧 母亲让我明天再回去 我把接风宴 安排在明天傍晚了 我也不累 城里过来 劲得很 茶也在哪 我给阿娘七茶 我记得阿娘说过 我七的茶呀 比阿娘七的好 路易满屋乱转着 到处看 他阿娘这屋里 简朴却十分舒适顺眼 看着就舒服极了 茶叶在那儿 那个罐子里 是上个月 你母亲打发人 送过来的秋茶 旁边这个是春茶 在那边一个 是龙凤团茶 说是玉刺的 别的还有 那一排全是茶叶 你看看 挑喜欢的喝 我去烧水 绅士已经渐渐的镇定下来 外头 阿娘不用管他们 路易说着 冲着门外一声吼 大虎 来了 大虎应声而尽 自己找地方坐 廊下院里 爱坐哪都行 这茶叶拿着 别的自己找 小心点 别弄脏我娘的东西 路易从那一排茶叶罐里 摸出那罐子龙凤团茶 塞给大虎 玉刺的龙凤团茶 二状喜欢的味 自己切 嘿 小爷放心 大虎接过茶叶罐 再冲着沈氏一个公身 太太放心 在大宅呀 足洗了四五遍 都洗干净了 肯定不会弄脏的 沈氏打量了一遍大虎 笑应了 出来往厨房生火烧水 路易随手拿了一罐 茶叶抱着 紧跟着他阿娘 身后进了厨房 沈氏刚刚烧上水 外面一声招呼传进来 他沈银 哟 家里来客人了 你别出去啊 是前面邻居 你千万别出去 沈氏一把暗主 就要站起来迎出去的路易 将他往里推了推 郑重地嘱咐了一句 才急不出来 在哪 是三嫂子 家里来客人了 哎呦 这两个牙子 可真魁梧 多好的牙子 三嫂子 已经推院门进来了 一只手 托着一只粗瓷大碗 上上下下地打量着 已经站起来 陪着一脸憨笑的 大虎和二状 是 是远方亲戚 知道我住在这儿啊 顺路过来瞧瞧的 沈氏迎上来 笑答着话 这两个牙子好 多好的肩膀啊 哎 昨天阿尼他爹 搂了只野兔子 又肥又大 昨晚上我就咽上了 刚刚烧出来 你尝尝 有点咸 你再会点菜 你一个人呢 这天还热着 没敢给你多尝 还有 今年的咸切菜呀 你别咽了 我今年咽的味儿特别好 你一个人吃的少 别自己费劲了 等两天好了 我拿一碗给你就行了 行 三嫂子烧的肉 可是出了名的 多谢三婶子 沈氏接过那只大碗 谢啥 跟三婶还用客气 行了 我走了啊 锅里还烧着饭呢 回头咱们再说话 阿尼的亲事啊 还得再跟你说说 三婶子将碗递给沈氏 赶紧就走了 耽误久了 饭要糊的 沈氏看着三婶子 出院门走了 掩了院门 端着碗 回到厨房 陆一身出头 看着端着碗 一脸笑转回来的沈氏 急忙跳出来 从沈氏的手里 接过碗 又往院门口 看了一眼 邻居 倒是热情啊 这兔肉挺香的 阿娘怎么不让我出去见见 你看看 你儿子这么好 你怎么也不显摆显摆 沈氏失笑出声 推了一把鹿仪 显摆什么 阿娘啊 有个出色的儿子 阿娘知道就行了 可用不着显摆 怪不得我来之前 母亲交代我 要悄悄的 别惊动了人 鹿仪见水已经开了 忙放下大碗 抢在沈氏的前面 提起铜壶 你母亲说你小时候 仗着自己长得好看 一比武 先上脸 沈氏在饭桌旁坐下 眼睛不错的 看着儿子洗杯子气茶 哪有 我那个手小 孙师傅又一直教我 什么不论手段 后来我拿这句话赌他 他也没话说 不过后来 陆仪的话音一滴 后来我就知道了 母亲跟你说过没有 我上阵都是黑布蒙面 有名的蒙面大侠 是蒙面阎罗吧 不过你母亲说呀 你从不妄杀 沈氏一边说 一边带着 丝丝里里的担忧 看着陆仪 哪敢有妄杀呀 陆师傅最恨妄杀之人 别说是人了 就是猫狗 啊 猫狗还好 就是猪羊 他觉得够吃了 你再多杀 他就说你妄杀 陆师傅这几年 话多得不行 受不了他 陆仪一边说 一边一脸后怕的样子 阿娘啊 你不知道 几个师傅 个个都是怪人 这蒙面阎罗 是柴师傅的主意 他往外放风 说我是因为太丑了 一张脸拿出来 能把人活活吓死 才蒙上面的 还说 我是个能活吃人的 哦对了 他还会生灰色了一段 我怎么活吃人心呢 沈氏听得眉毛扬起 还有啊 有一会 柴师傅和孙师傅 在两个部族之间挑事 跟这边部族 头人的女儿说 他爹找到我做帮手 条件事事成之后 把他送给我做小妾 头人的女儿 吓得快疯了 当天夜里 就带着他娘 留给他的人马 投到那边部族 后来大虎知道了 笑得满地打滚 非让我去见见 那个头人的女儿 陆仪一边说一边笑 沈氏听着听着 眼泪再次一串一串地掉下来 这七八年 他的儿子吃了多少苦 惊了多少险 九死一生了多少回 感谢您收听喜马拉雅出品 闲听落花最新大作 盛华 叔叔欢迎您点赞评论打赏 更多精彩内容 尽在喜马拉雅 我迎上来 牵着三人的马 仰头看着陆仪笑 小爷回来了 老他爷问了好几趟了 府里来了好些人呢 姑奶奶们都回来了 一家不少 门房不错眼地看着陆仪 一边说一边笑得 脸像花一样 来了好些人 都等着看他们家小爷呢 陆仪大不留心地静止进去 刚刚进了二房 突然顿住 举起一只胳膊 闻了闻 又举起另一只 闻了闻 他昨天到现在 早没洗过 衣服更是没换过 汗可出了不少 昨天大哥说他一团酸臭 有没有个地方 我得先洗一洗 陆仪招手叫过一个 想看他 又忍着不敢看的婆子 哎呦呦呦 我带小爷到您院子里呀 您的院子早就收拾出来了 太太亲自看着人收拾的 婆子满脸荣光 一路消跑过来 殷勤得不能再殷勤了 跟着婆子到了他那间院子门口 路一间院门里有人迎出来 先谢了婆子 又笑道 再烦您去跟太太说一声 我一身酸臭 先沐浴 换了衣服 立刻过去给老太爷请安 哎 是是是 婆子连胜硬着 一路小跑赶紧去传话 院子里的婆子小丝迎出来 事后着陆仪沐浴洗漱 换了身新衣服出来 陆仪直奔陆老太爷的正院 离陆老太爷正院还有很远 宁面看到黄嬷嬷 路一脚步顿住 看着黄嬷嬷笑容灿烂 等黄嬷走得近了 长衣下去 黄嬷嬷 哎呦可不敢当 小爷哪能跟老奴行这样的大理 这可就不对了 黄嬷嬷一边还礼 一边上上下下地看着陆仪 看得舍不得一眼 小爷比小时候还好看 这是给您赔礼呢 从前是我不懂事 嬷嬷大人大量 别跟我计较 陆仪再次拱手拱身 不敢当不敢当 那就更不敢当了 小爷那时候才多大 那么大的孩子 哪个不逃的 小爷小时候啊 就可爱得不得了 聪明得不得了 哎 哎 你瞧瞧嬷嬷 老糊涂了 忘了正事了 太太呀 让我来迎迎小爷 请小爷直接去荣福阁 都在那儿呢 小爷还记得荣福阁吗 哎呦 小爷呀 您可是越长越好看了 黄嬷嬷一边带路 一边看着陆仪 兴奋地说个不停 陆仪跟着他 语笑艳艳地和他说着话 往荣福阁过去 离荣福阁还有一设之地 门口 巧艳和巧云 急步迎出来 陆仪站住 看着两人 笑着再次长衣 巧云姐姐好 巧艳姐姐好 凤哥给你们赔礼了 哎呦 小爷这是要 小爷可不要这样 这要吓着人的 哪里当得起啊 小爷这要折了巧云的瘦了 巧云和巧夜 忙不迭地屈膝还礼 再屈膝剑礼 再屈膝 忙得简直要乱起来了 凤哥啊快进来 荣福阁里 明姐提着裙子冲下台阶 一边冲 一边冲着陆仪招手 快来快来 都等着看你呢 让他们瞧瞧 你是不是比花还好看 明姐 有你这么当姐姐的 周太太的斥则声 从荣福阁里传出来 斥则声没落 就被一片笑声压过 明姐说的对 凤哥快进来 好好替你明姐姐 撑撑脸面 年年说你跟花比好看的事呢 小夜快进去吧 咱们陆家姑奶奶啊 从来没回来的这么奇怪 都等着 小夜快进去 巧夜和巧云 忍着忍不住的笑 赶紧往里让陆仪 陆仪倒是十分淡定 被明姐揪着袖子 大步进了荣福阁 先给坐在上手的陆老太爷 见了礼 长衣起来 迎着一圈 全是瞪过来的眼珠子 根本看不到周太太在哪里了 只好团团作医 你们瞧见了吧 我没乱说吧 是不是比花还好看呢 没等陆仪一圈一丸 明姐上前一步 一把拉住陆仪 高昂着头 将它往外推了些 得意洋洋的 推着它给众人看 姐姐看 要不要拿朵花来比着看 陆仪顺着明家的手 转着圈 微微侧头 和明家认真地道 明家扑的一声笑喷了 一下一下地拍着陆仪 我就说嘛 咱姐弟俩脾气最痛 我也是这么想的 快去拿 拿最好看的花来 荣福阁笑成一片 连陆老太爷在内 都笑得几乎差了气 笑闹声中 周太太一边笑着 一边叹气 总算是把众人 安排到各桌上坐下 陆仪坐在陆老太爷下手 抢在丫头之前 给陆老太爷 真酒地快 周太太让人 先给陆仪盛了碗汤 又看着她 吃了半碗饭 示意明姐儿 明姐儿 你弟弟一直在外头 家里别说亲戚了 兄弟姐妹都没见过呢 你带着你弟弟啊 去认认人 弟弟吃了饭没有 明姐儿应了一声 急忙站起来 一边往主桌过来 一边问道 已经吃了 谢谢姐姐 陆仪先应了一句 忙站起来 看向陆老太爷 陆老太爷笑着拍着他 这是你的家 快去吧 明姐儿带着陆仪 也住主桌上的几个人 是陆仪见过认识的 从旁边一桌起 就得一个一个的认了 大嫂陶大奶奶见过陆仪了 挨着陶大奶奶的宋二奶奶 大瞪着双眼 再一次细细地打量了一遍陆仪 拍手笑道 四五年前了吧 我们二爷呀 去送过一趟东西 回来说 他到的时候 老贡凤正骂人呢 说是什么 要不是老子下不去手 非他打他个半死不可 我当时就纳闷 这得长成什么样 让老贡凤气成那样 都下不去手 这回看到了 我家呀 要是有这么个孩子 他把房子拆了 我一根指头 都不带碰他一下的 后来师傅们 把我装麻袋里揍 陆仪苦着脸接话道 这么狠心哪 宋二奶奶一声惊叫 陶大奶奶一边笑 一边猛拍了他一把 想说什么 却笑得说不出来 凤哥别理他 二嫂最会打求人 这呢是三嫂 三嫂的针线活是一绝 三嫂人可好了 你的荷包啊 都是三嫂做的 你得好好谢谢三嫂 明杰一边笑 一边拉着陆仪接着认人 陆家人丁不算太旺 可也有不少人 一圈认下来 天色已经黑透了 陆仪坐回到陆老太爷身边 周太太让人 重新上了热汤饭 陆仪又吃了一碗多饭 陆老太爷看着他吃好了 事宜陆吉 走 咱们到旁边啊 说说话 陆吉应了 站起来 和陆仪一左一右的 虚拂着陆老太爷 进了旁边的小阁 陆老太爷在上手踏上坐了 再次打量了一遍陆仪 欣慰的 常常舒了口气 你总算是快要长大了 陆家呀 还是有福责的 吉根 你先说 是 陆供奉一直在京城调度 这几年传回来的信 说是皇上和先皇一脉相承 陆吉顿了顿 看了一眼陆仪 才接着倒 也和先皇一样 对金孝极是信任 江后所生的长子 已经七岁了 后五 江家有个叫江炎式的 比皇长子年长一岁 陆供奉说 长相不亚于你 聪明不亚于你 为人狠辣 却远胜于你 和皇长子极其相得 苏贵妃所生的双胞兄弟 即得皇上的宠爱 苏贵妃的兄长 已经升任吏部尚书 是金相的举荐 苏尚书长子苏叶 文采出众 风仪出众 以才子文明天下 陆供奉说 苏叶颇有见识心迹 只是失于文人气过重 陆仪神情凝重 听得专注 金太后所生的先皇姨父子 今年七岁 上个月封了秦王 听说是苏尚书的建议 金太后和江皇后不和 宫里不大安宁 详细的情形 一会儿 你身边人还没挑起来 先到我那儿去看看吧 东西都在小书房 一会儿我和你一起过去 陆吉看了一眼陆老太爷 话到此而止 陆仪也看向陆老太爷 你呀还太小 还得历练 陆老太爷看着陆仪 从你到军中起 你大哥就开始替你物色 准备人手 你身边得有些 趁手好用的小丝 明天呢 先去挑人 多挑一些 挑好了人 还要好好地调教 这个得你自己用心 柴供凤说 你身边的人带得不错 可小丝跟白大虎他们不一样 你聪明得很 自己领悟吧 咱们南边啊 也算是个出人才的地方 特别是歪彩 还有些黑暗的地方 也到了清淤的时候了 你去清理吧 还有各县各州 都要仔细地查看一遍 各县州官到底如何 查清楚看清楚 你得学会看人 看事 看事情 是 陆仪欠身答应 不用太着急 明天挑好人 先在建昌城到处走一走 有些地方 你得走一趟 你是陆家人 对建昌城 可不能一无所知 陆仪看着陆仪笑道 你大哥说得对 你这七八年 说是天天走在刀尖上 一点也不为过 先好好歇一阵子 歇上一个月 再动身吧 安排好行程 喇叭之前回来 今年这个年呐 可得好好过 陆老太爷笑着嘱咐 陆仪忙笑应了 第二天 陆仪早起练了功 沐浴洗漱 问了陆老太爷还没吃早饭 忙让人去说一声 他过去和陆老太爷一起吃早饭 陆老太爷早饭清淡 这会儿却摆了满满的一桌子 黄默默和巧夜站在上方门口 一左一右的打起帘子 陆仪忙左右 欠身致谢 黄默默忍不住笑 小爷刚归家的时候啊 也跟这会儿一样 乖巧的 让人心疼 后来 哦 这回不会了 陆仪急忙表态 巧夜笑出声 嬷嬷总说他年纪大了 颠三倒四起来 这会儿啊 真是看出来了 风哥快进来 屋里踏上 陆老太爷招手叫陆仪 昨天我就跟你母亲说 还让黄嬷嬷和巧夜过去 侍候你起居 她非说你长大了 看看 还不是跟小时候一样 早饭也是嗡嗡这儿的 最好吃 是吧 就是啊 陆仪一边答着话 一边坐到陆老太爷的对面 身头看了一遍 用力地吸了一口气 愉快地搓了一下手 看看 全是我爱吃的 真香 你让人传了话 要过来吃早饭啊 老太爷差着 把小厨房催着火 好在啊 正厨头是真聪明 左儿就听他不停地唠叨 小爷爱吃这个 爱吃那个 早就准备上了 黄嬷嬷一边上前递了尸帕子给陆仪 一边连说带笑的道 小爷先盛了一碗青粥给陆老太爷 又盛了一碗鸡汤粥给陆仪 陆仪结果喝了一口 生筷子夹了一只橙皮虾饺 一口吃了 连连点着头 又吃了一个 陆老太爷看得眉开眼笑 他最喜欢看儿孙辈 欢快地吃喝了 刚刚吃完早饭 陆吉就到了 裴说了几句话 陆仪就和陆吉一起往前院过去 从前院的一个侧门过去 宽阔的一大片空地上 占了四五十个十三四岁的年纪 轻衣小帽 小丝打扮的少年 陆吉进了侧门 没多远就站住 示意陆仪 赵常立 你身边的小丝都要出自建昌城 这些呢 至凭元年就开始挑选了 一轮一轮的下来 还算留下了一些 这五十个 学问功夫都不错 也懂规矩 你只挑个性情演员 就差不多了 陆吉交代得很详细 要挑几个呢 陆仪已经打量了一遍 垂手垂眼站着的小丝们 二十个吧 陆吉再解释道 这些是在你身边 健身事后领吩咐的 他们个人都另有小丝 回头我跟你说说 府里通常的规矩 以及 陆吉的话顿了一下 阿爹的规矩 给你做个参考 到底要如何安排 你觉得怎么样最变大 就怎么安排 这个没有定力 好 陆仪答应得很干脆 往前几步 挨个儿细看起每一个小丝 慢慢地看了一遍 又看了一遍 到第三遍 陆仪走得飞快 一个一个地点着 点出了二十个小丝 被点出的二十个小丝 再怎么压抑 脸上身上的喜气 也抑制不住 陆仪扫了一眼 被挑出来的二十个小丝 笑着适宜陆仪 带走吧 余下这些呀 也都是极难得的 得赶紧拨到个处去 你去吧 陆仪拱手别了陆仪 带着他这崭新的二十个小丝 往自己院子里回去 感谢您收听喜马拉雅出品 闲听落花最新大作 圣华 叔叔欢迎您点赞评论打赏 更多精彩内容 尽在喜马拉雅 接着两三个月才洗一回澡 衣服不烂不换 吃得上头倒是讲究一些 不过这个讲究 也是相对于两三个月 洗一回澡而言 这些小丝该怎么用 他十分没底 一会儿大哥会跟他说 至于他的规矩 他只懂军中的规矩 去叫大虎 陆仪呆战了片刻 苗见个婆子从院外进来 刚说了一句 站在第一排最边上的小丝 上前半步 吹手道 小的去请白野吧 去吧 陆仪有一瞬间的意外 立刻示意小丝去请 白大虎他们的院子 离陆仪的院子极近 片刻功夫 白大虎就跟着小丝进来 这是我的小丝 先挑的 你跟他们说说 咱们军中的规矩 以后啊 也都照军中的规矩 陆仪前面的话 是吩咐大虎 后一句 转向朱小丝道 朱小丝垂手应了 陆仪冲着白大虎挥了挥手 示意他把人带出去 没多大一会儿 白大虎就一溜烟的 跑过去请见 陆仪正在陆极的书房里 看这几年从京城递回家里的书信 白大虎一进屋就嘖嘖不停 小爷啊 你能耳吃个小丝 可不得了 军中规矩他们懂 我就是跟他们说了 说小爷的规矩 不叫规矩 小爷的习惯 比如爱喝甜酒 爱吃黏糊糊的东西 迎着陆仪斜过来的目光 白大虎身子微矮 这是废话 我说正事啊 那些小丝 比我和二庄 他们强多了 个个聪明 柴师傅说的 听话听音的那种 他们都是山里交出来的 功夫不错 不是我和二庄这种 上马杀人的功夫 正宗的功夫 那个有个叫子安的 是陆七师傅的徒弟 精于毒 才这么大点人 好像真挺精通的 说是还会欺查 总之啊 真不错 大虎嘖嘖有声 陆仪侧着头想了想 吩咐嘖嘖有声的白大虎 你去把那个 去叫你的小丝叫过来 对对对 小爷啊 自己问最好 都是实书打理 长得也好看 我这就去 白大虎又夸了两句 赶紧去叫人 没多大一会儿 书房门外 一声不高不低的 禀报声传进来 小爷 紫宁 奉命请见 紫宁 陆仪嘀嘀地重复了一遍 紫宁这个名字 扬声较劲 进来吧 紫宁进屋 离陆仪和书案三四步 欠身垂手站住 你是跟哪位师傅学的功夫 陆仪打量着紫宁 面容干净 眼珠污亮 看起来极其清爽和气 多数时候是跟着九师傅练功 紫宁垂手答话 余下的三十人 要去哪儿 你听说过没有 陆仪的话题很跳远 府里的各处商号 谍报 军中 山上 听说还有北边 都是用人的地方 紫宁语调沉静 你听说过白大虎 是 小的门自小挑出来 就是准备侍候小爷的 府里常和小的门 说小爷的事 包括 紫宁抬头看了一眼陆仪 小爷小时候打架的事 先上脸 是吧 陆仪淡定地接了一句 紫宁想笑又忍住了 是 这二十个人 你都熟悉吗 是 都是自小一起长大的 哪几个能得大家信服 有人望的 陆仪看着紫宁问道 紫安 紫敬 还有紫庆 紫宁答得很快 那你呢 陆仪一句话跟得更快 小的性子安静 过于与人和善了 人望不足 嗯 你去吧 让紫安过来 陆仪看着紫宁 好一会儿才吩咐道 一上午 陆仪或快或慢 见过了二十个小丝 心里大体有了数 午后 陆仪安排好 余下的三十个人 进来书房 和陆仪说话 怎么样 听说 你一个个的都见过了 是 每一个都比我想得好 陆仪笑道 不急 慢慢看 余下的 我暂时没安排太远 照着一年两年看都行 陆仪看了一眼 陆仪已经看了一半的那些旧年书信 府里的规矩 这些小丝进来 都是照当地的地支暂时取名 你用好了 确定要留下 要重新给他们取名 他们从人到名 都归于你 陆仪一个正审 突然有所悟 他们的姓 不是都姓陆吗 刚才他问他们时 他们都说姓陆 嗯 挑出来那天起 他们就得忘掉本性 不过 陆仪看着手 整个建昌城 甚至有些前程不好的陆家子弟 都想被挑住 想到你我身边侍候 说到底 还是一个例子 他们忘掉本性 是他们的态度 该照应该给予的陆家 从来没刻薄过 陆仪笑起来 你挑中的小丝中 有个叫紫安的 本性周 是你九堂嫂的本家 连你九堂嫂在内 说起娘家子弟 最出息的就是紫安 刚刚吃中午饭 你大嫂说你九堂嫂 听说你挑中的紫安 已经派过一回历史了 陆仪惊讶得 两根眉毛抬得老高 陆仪抬手拍了拍他 你身边的小丝 不能以奴论制 从前阿爹 阿爹之前 是他们都是当门下幕僚 或是像大虎他们这样家将一样 他们是你的伙伴 顿了顿 陆仪又笑道 还有一桩旧事 这会儿就跟你说了 陆家先祖 其实是高祖的奴仆 有生气的 这里头曲折很多 可高祖从来没视先祖为奴过 人前人后 一直称先祖为师兄 如今咱们祠堂 还供着先祖的这份身气 留着这份身气 先祖的意思 一是让后辈子孙 在万一落魄时 不要自暴自弃 想想想先祖当年 其二也是告诫族中子弟 奴仆 先是伙伴 陆吉说到先祖 陆仪已经站了起来 明神听了 垂首应试 坐下说话吧 吻吻让你歇一个月 这一个月说是歇着 其实急忙 你自外归家之后 就去了山里 这些年更是四处游战 家里猪班 你都得知道 还有几处要紧的地方 都得去看看 祠堂里 还有几本书 先祖笔记 还有一份 先李太后留下的册子 还有几份旨意 都得看清 看明白 有几份 最好背下来 还有明暗两处谍报 哎 阿爹走得急 我只好催着你赶紧长大 辛苦你了 陆吉提到父亲 神情黯然 辛苦大哥了 大伯 陆仪看着陆吉 心里一阵酸涩 他已经知道了 大伯是怎么死的 父亲的事 由我和我处置 你身上担着陆家 已经够重了 你先看这些书信记录 我到祠堂去看一看 要是来得及 你明天就入祠堂 之后 咱们出城 一处一处去看 好 陆仪站起来 将陆吉送到门口 看着陆吉大步走远了 回来坐下 出了一会神 提笔写了成颖 销炼几个名字 提笔想了想 在成颖的名字 小字下写下 紫安两个字 销炼的名下 住了紫宁 其余几个名字 也依次住了 拎起来看了看 扬声较劲 垂手立在门口的紫安 将手里的纸 递给他 这是我替你们几个 想的名字 这二十个小厮 暂时由你同走 有什么事 你和销炼他们 三个商量 人你比我熟 该怎么安排 你和销炼他们 先商量商量 紫安如今叫成颖了 眼里身上 满是掩不住的惊喜 是 谢小爷 小爷放心 是 其余人的名字 我这几天都想出来 大哥说 现在的名字 不能常用 路易看着 惊喜雀悦的成颖 忍不住笑 这是他未来的伙伴 像大虎他们一样 一个月以后 路易带着成颖 和白大虎等人 离开建昌城 开始他这一趟的 肃清茶坊 整顿之行 二月里 南安城最热闹的地方 是离北城门 不到一里路的 北地庙 阮石漆转着折扇 沿着北地庙前 长长的台阶最边侧 一边不停不慢地往上走 一边打量着身边 形形色色的人 这小一年 他发现看人 是一桩大乐趣事 比如这会儿 从他身边过去的人群 就去味无穷 那个小女人 脸上的粉 呱呱得有两三斤吧 红袄紫裙子 像屎一样 可是瞧他那份拿捏样 大约觉得自己是 天下少有的美人 他居然拿捏出浑身的羞涩 给他抛妹眼 幸好他见多识光 不然那一眼 他就得吐了 这人哪 不管没丑 先得有自知之明 人身发夫 父母给的 美不必知 丑也不必知 何必多想 坦坦荡荡的多好 可这坦坦荡荡 真是凤毛麟角 前面那老太太就挺好 瞅成那样 一张脸除了眼 全是皱纹 眼睛也是皱纹 不过是有光会动的一条 可这也是好啊 透亮 笑得多让人舒心 身体健康 也让人舒心 挺好 阮实七一边走一边看 看到北地庙的门口 进了山门 沿着东侧的游廊 避开中间正殿前 挨挨挤挤挤的 上香磕头的人群 往庙后面去 走到最后一重 阮实七的目光 落在跪在离大殿 最东边角 都有几步距离的 一个女子身上 阮实七顿住步 仔细看了两眼 眉毛扬起 又往后退了两步 再看 再往前走几步 再看 看得眉毛落下抬起 抬起落下 折扇拍在手上 黑黑的笑起来 阮实七往后退了十来步 愉快的跳下几几台阶 几步就走到 那个女子的身边 微微弯腰 再次仔细的打量她 女子一身 乡下因食人家女孩子的打扮 垂头缩肩 看起来懦弱胆怯 可这张脸 是真好看 阮实七 咯儿的笑出了声 腰弯得更深了 折扇拍在女子的肩上 嘿嘿嘿 哎 兄弟 刚说出兄弟两个字 女子猛转头 看向阮实七 阮实七被她凌厉的目光 盯得一个正神的功夫 就被人从后面抱住 再被人抬手卸了下巴 从软石漆身后 站在廊上的五六个小丝 也被同样抱住卸了下巴 推过最后一重大殿 推进了一处供相克租用的小院 你认得我 一进小院 路易一边抬手乱揪着头上的发簪 一边盯着软石漆 冷声问道 成颖抬手推上软石漆的下巴 韩光忙上前替路易换装 软石漆半丝怕意也没有 连他那五六个小丝 也都是一脸淡定 软石漆上上下下的打量着路易 惊叹的嘖嘖有声 这位兄弟 你长得这么好看 想干点什么坏事上脸就行了 还犯得着使出这样的手 给我揍 路易弯腰洗脸前 打断了软石漆的话 我来 站在成颖身后 白大虎话音没落 已经一巴掌拍在软石漆的脸上 这一巴掌下去 软石漆脸上立刻就将起了四根手指头印 老子秀软秀软 堵住嘴 路易头也不抬的吩咐了一句 成颖摸了一块不知道什么布 利落无比的塞进了软石漆的嘴里 路易洗好脸 挽好头发 换了衣服 接过销炼地上的折扇 抖开 转身看向软石漆时 软石漆已经被白大虎揍得一脸的血 浑身的脚印 在地上抱着头 紧紧团成一团乱滚 路易是一成颖抽出软石漆嘴里的 不知道什么布 软石漆猛抽了一口气 看着路易 深吟了一声 你是 路易 路易 那位小爷 哎呦老子 不是 我快被你打死了 看样子 没挨过揍 路易像刚才软石漆看他那样 弯下腰 仔细地打量着狼狈不堪的软石漆 小爷真聪明 软石漆刚要笑 嘴唇一动扯得脸上一阵巨痛 哎呦 除了你 谁敢揍我啊 上这样的狠手 哎呦 给我吐点药行不行 哎呦 疼死了 我不认得你 你到了南安城 难道不认得我 都是亲戚 你下这样的狠手 白大虎可没怎么留守 这一顿揍实实在在 软石漆从头到脸到身上 无处不倾子 无处不疼痛难当 早就听说你凭着小聪明 成事的时候没有 净坏事 果然 陆仪抬手在软石漆的肩上 点了一下 软石漆疼得哎呦连声 哎呦哎呦 哎呦 我哪知道 南安城没听说有什么银贼 要是有啊 我看到你 我指定 可你扮那样一点也不像啊 浑石杀气 你往那一跪 上这铁骑铃 哪有扮点美人样 这都怪我 我看你 还是欠揍 陆仪的眼睛微微眯起 哎呀我错了小爷我错了 可你那美人 小爷 你还是个厨吧 你根本不知道 再揍 陆仪错牙道 不能再揍了 哎呦 我错了 软石漆听到再揍两个字 一声尖叫的同时 一个前扑紧紧抱住陆仪的腿 哎呦 有话好好说 你不能再打了 陆仪瞪着紧紧抱着他两条腿 顺便蹭了他一衣服写的软石漆 简直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白大虎跟的一声笑出了声 二状干脆捂住了脸 小脸赶紧再去拿衣服 把他捆起来 给阮架送过去 陆仪用力踢了好几脚 才把阮石漆从他腿上甩开 等等 我有几句话 就几句 小爷 你刚才办 那个啥 肯定不是好玩 你是射套吧 哎 这上头我熟啊 说不定我能帮上忙 这是南安城 这南安城里里外外 没有我不熟的 一个好坏也得三个包 你说说 我肯定能帮上忙 阮石漆想陪笑 可是一笑就脸疼 陆仪换了衣服 邪腻着他 片刻示意成影 给他许许 上点药 出品闲听落花最新大作 圣华 叔叔欢迎您点赞评论打赏 更多精彩内容 尽在喜马拉雅 一把挪了挪嘴 坐着吧 阮石漆挪过去坐了 呼着气哀忧了两声 年前小爷回了建昌城 这事我知道 怎么到南安城来了 也没 小爷你先说 你跟他说说 陆仪示意销炼 是 这案子最早是从隋安县 觉察出来的 正月时期那天 小爷到隋安县 正巧遇到一桩退亲案 隋安县城外无礼的姚家锦上 一户姓赵的和姓孙的人家 都递了状子 赵家递状子说 孙家姑娘失真不检点 求判断亲 退回病理 孙家则说 坏了他家姑娘贞结的是他家儿子 求判赵家取尽他家姑娘牌位 把他家姑娘葬进赵家的祖坟地 阮时期眉毛微扬 陆仪斜着谈 嘴角扯了扯 传说中的聪明确实聪明 可混账也真是混账 两家够壮事都是哭成一团 跟来的邻居说 两家几十年的交情了 真跟兄弟一样 赵家儿子和孙家姑娘青梅竹马长大 多好的一顿如何如何 小爷就起了疑心 细问了两家之后 亲自到孙家查看 孙家姑娘头天去赶城隍庙会 是和住在一条街上的唐嫂 以及另两位邻居家的小姐妹一起去的 赵家儿子也去了 一直不远不近地跟着 中间说过话 赵家儿子还给孙家姑娘她们 买过一回冰碗 一回蒸糕 城隍庙离姚家集不远 孙家姑娘和唐嫂她们看完了戏 天黑透了才回去的 赵家儿子和几个邻居亲戚 一路跟着平平安安地到家 孙家娘子说 孙家姑娘回到家 洗洗就歇下了 说是夜里睡得很沉 可第二天早上 日上桑干也没见她家姑娘出来 她隔着门掉了半天也没应声 推开门 就看到她家姑娘 赤着下半截身子 吊死在房梁上了 阮世七高挑着眉毛 看向路仪 路仪看了她一眼 低头喝茶 笑脸接着道 小爷去查看的时候 孙家已经把孙家姑娘床上的 被褥什么的早就火化了 人也封进了关里 后来悄悄开了关 孙家姑娘非处子 不过下身没有血 小爷让人悄悄查访 在孙家姑娘之前 还有两起 都是庙会之后 吊死在屋里 下身惊齿 非处子 夜里没有动静 有一家姐姐就在隔壁 也没听到动静 死的几个姑娘都十分清秀 小爷让人盯着下一处庙会 不过晚了 到现在死了几个了 任世七轻轻地抽了口气 查到的五个 路仪接话道 我从隋安县沿着庙会 一直追到这北地庙 让你给坏了事 小爷您呢 这是个狡猾的 一旦惊动啊 只怕就再也找不到了 软石七煤梢烧飞起 兴致十足 你说说 路仪还是写着软石七 不过语调客气多了 这五家 只有一家告了官 还是因为葬在 谁家坟地这种破事 软石七下巴抬起 想翘起二郎腿 刚刚翘起一个脚尖 就疼得吸了口气 又老老实实地落回去 哎 那位兄弟 你下手也太狠了吧 说正事 之所以啊 都没告官 只怕是都以为是早有奸情 这奸夫 孙家以为是和他家姑娘 定了亲的赵家小子 那别家 必定以为是族中 或是亲戚中 哪个不成才的子弟 总之 觉得不是他们家姑娘 做了没脸的事 就是族中出了没脸的事 姑娘自己吊死了 反正人已经死了 不一再多生肢解 影响了家里族里的脸面 这事自然就胡了提了 嗯 路易吹着眼皮嗡了一声 五家中 除了告状的孙子 之前的两起 咬死说 他们家姑娘是病死的 我让人半夜挖出来看过 又埋回去了 没再多事 之后的两起 有一起姑娘的母亲说 她闺女被人害了 要报官 家里人不肯 说这事传出去 几个妹妹就没办法一亲了 另一起 父母兄弟一口咬定是病死的 我让人当场开了关 抽了爹娘和几个兄弟 一顿鞭子 也就抽了几鞭子 没敢做别的 怕惊动了凶手 该的 阮实七催了一口 那五起全是赶在庙会之后 嗯 陆一看着阮实七 最后一家 我赶去的及时 屋里还没怎么动 屋里和床上都很整齐 被褥枕头什么的 都好好的 没有挣扎打斗的痕迹 没有血迹 人是死后掉上去的 五个都是 那怎么死的呀 阮实七上身前叹 应该是用被子捂死的 没出血 凶手应该是个身强体壮的 能压着捂死 一点动静都没有 得有几分戾气 陆一眉头微醋 这是他从家里出来 碰到的头一个案子 就这样缠手 阮实七捏着下巴 刚一碰 就又是一声痛苦的嘶嘶声 哎呦你这煞手也太狠了 明知道我姓 说正事 那家都是急上的 四个急上 一个震上 陆一正眼看阮实七了 阮家这位小实七 传说中极聪明一句 挺实在 没查到什么陌生人是吧 阮实七接着问道 陆一嗡了一声 跟着庙会走 应该是个以赶庙会为生计的人 比如杂耍 货郎 算命打挂的 对于这五家急镇来说 就算是陌生人 前两家不提了 事情过去一个来月 后三个都说没看到什么可疑的陌生人 要做什么的 才能让人不当他陌生人 或是看不到一样 这可难说呀 阮实七挠着头 他这头脸 就头皮不疼 货郎 杂耍这些 包括算命 都不大可能 这样的人出现在镇子上 动静太大 动静不大 他也做不了生意 跟着庙会走的 除了正经做生意的 还有小偷这些 得从这些人中间找 你有什么办法没有 陆仪看着阮实七 不客气地问道 办法呀 暂时没有 你办美人这事 我说的瘦事 你刚办上 是吧 阮实七一句办美人出来 见陆仪要翻脸 急忙白手解释 他说的真是重事 陆仪盯着他 勉强点了一下头 他刚刚装扮好 出来跪到店前 阮实七就凑上来了 那你得谢谢我 我说的是正事 你听我说完啊 我跟你说 这种算是走江湖的 走江湖的人 眼睛好使得很 就你办的 那什么 我一眼都能看出来 能瞒得过那些老江湖 你这个耳啊 钓不上来鱼 说不定还得把鱼给惊跑了 你看你这样 一看就不是平常人 那凶手看到你啊 指定立刻就跑了 这事你不谢我也就算了 还把我打一顿 陆家小爷 你这威风可不得了啊 陆仪斜着他 片刻站起来冲着阮实七 长衣到底 对不起 是我莽撞了 哎呦喂 阮实七两只脚来回跺阵 两只手撑着椅子扶手 一幅成黄成空的模样 屁股却在椅子上坐得稳稳荡荡 哎呀 小爷可真是 当不得 我就是说说 咱们兄弟 咱们俩的辈分是兄弟吧 咱兄弟不是外人 您看您 这客气的 陆仪长衣直起 看着一下一下 撑着椅子扶手 稳坐不动的阮实七 拍了拍手 我赔了礼 你受了礼 这事 可就掀过去了 哎 你那药可再给我两罐啊 我这脸得有你们陆家的药 别万一破了像什么的 阮实七不客气地伸手要药 陆仪斜着他看了片刻 示意成名 给他 南安城不比隋安县这样的小地方 这北地庙会 一热闹又是半个月 只怕他又犯了案 而你我都不知道 陆仪看着成颖 将药给了阮实七的小丝 皱眉道 你我 阮实七声调上扬 小爷 你可真不客气 这是你的事 不是 当然 阮实七话没说完 迎着陆仪微微眯起的眼 立刻改口 这是南安城 南安城的事 当然就是我的事 再说了 我这个人最爱凑热闹 最爱解个谜什么的 小爷真是动心人心 可不就是你我吗 不过这事挺烦 非常烦 阮实七皱眉 皱得嘶嘶有声 我知道很烦 也很挤 要不是挤了 也不会出刚才那样的下策 陆仪头痛无比 这事儿吧 你有刑军图没有 把几桩案子摆出来看看 阮实七一边说 一边扶着腰 嘶嘶嘶有声地站起来 你说你明知道是我 你下这么重的手干嘛呀 你把我打成伤成这样 我疼成这样 都不能专心 那个啥 我是说疼得这样 更专心了 更专心了 陆仪示意成颖 成颖搬了一只小沙盘出来 放到旁边的桌子上 诶 沙盘都做出来了 你也过来看看吧 阮实七一步一步 挪到桌子旁边坐下 仔细地看沙盘上的示意 这是庙会 这是姑娘的家 都不远 路程都差不多 陆仪也坐过去 指着沙盘和阮实七道 这是北地庙 阮实七指着沙盘 照之前这五条人命 都在急上 最多镇上 那南安城不用管 这一圈 急阵 还真不少啊 阮实七又嘶嘶了几声 不过这一回 不是因为疼 而是因为这一圈的急阵 实在太多了 要是三五个 我让人盯死就行了 这一圈 二三十个 怎么盯 陆仪更是一肚皮的烦恼 以及焦躁 他就怕耽误一夜 就又是一条命 你带了多少人手 阮实七趴在沙盘上 看来看去看了半天 抬头看向陆仪 我手里呢 有点人手 我们府上呢 也能调动一些 打着你的旗号 跟我阿爹说一声就行 这一时半会儿的 我真想不出办法 等明天想出什么办法来 就怕又一条人命没了 南安城外的急阵 都繁华 人少盯不住 我也就只能盯 四五个阵子 陆仪听阮实七最后一句 就怕又一条人命没了 神情顿时缓和了许多 叹气 苦恼道 我手里的 我家的 家一起 不行 还是盯不住 要不守在山门口 天黑之后回家的 年轻漂亮的 都让人追上去 这个行 人手肯定够了 阮实七愉快地拍着手 这北地庙 有几条路上下 陆仪斜着阮实七 挺多 半边山都能上下 不过 你别忘了 我可是地头蛇 这荣野 我去找庙住 就说 就说有毒蛇 回头就说你来了 在后山木蛇的时候 蛇跑了 就说我是我 让人把半边山都封上 只留山门进出 小姑娘们胆子小 一听说有毒蛇 不看着 也不会往山上乱跑 就这样 阮实七见路易点了头 手撑着桌子 哀忧连声地站起来 指着自己的脸 你看看你这手重的 我这脸 被你打成这样 我还得替你当差 我 哎呦喂 陆仪站起来 胳膊抱在胸前 斜着他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这是南安城嘛 咱俩谁跟谁呀 你今天刚到是吧 晚上住我家 我九婶啊 成天夸他娘家侄子 怎么不得了 你不去给他撑撑脸面 阮实七话转得极快 先把这案子办下来 路易放下胳膊 示意阮实七 你这样 能去吗 能能能 这算什么 没事 你等着 一会儿啊 就能妥的 阮实七转身就出去了 没多那一会儿 阮实七就回来了 妥到了 我让南海留下看着 南海是个机灵人 你放心 再烦恼你一趟 打发个人 或者你亲自走一趟 跟你父亲说一声 悄悄地通知 这二三十个镇上的管事人 只要出了人命案子 不管是怎么死的 都立刻报上来 没等阮实七坐下 路易又吩咐道 嗯 东山 阮实七接着坐下来 一边落座 一边一声吼 东山应声而尽 阮实七将刚才 路易的话吩咐了 又加了一句 这事交到你手里 第一钉紧 第二不许惊动了人 东山欠身硬了 出来带着人 先急急地赶回阮府 在这儿敢坐着 还是四下走走看看 阮实七接过 杭光地上的茶 抿了两口 上下打量着路易 话没说完就笑起来 算了 你长成这样 还是别出门了 外头那么多 小娘子小媳妇 别看出了事 路易连邪都没邪他一眼 只淡定地抿着茶 抿了几口 放下杯子 看着阮实七道 找个适宜好的地方 最好能看到山门的 去看看 阮实七再次打量着路易 都说路家小爷怎么怎么的 还真是 哟 走吧 路易也不多问 跟着阮实七出了院门 沿着游廊后面的一条暗像 一直往前上了一座高塔 这儿啊 从前有座寺庙 老早以前了 兴旺一时 这塔呢 是那些僧人放骨灰用的 后来寺庙没了 盖了这座东地庙 这个塔当时挺破的 修官帝庙的道士就找到 好像是我曾祖 要不就是高祖 反正我家出的钱 重修了这座塔 后来这东地庙里的道人 修了墙把塔圈了起来 似时供奉些鲜花水果什么的 对这座塔和塔里的骨灰 照应的十分用心 也很敬重 都是出家修行人 僧道什么的 其实都是一家 这边呢 从这儿能一直看到山门外 阮世青一边说着 一边沿着螺旋的 极陡的楼梯盘旋而上 一直上到最顶层 感谢您收听喜马拉雅出品 闲听洛花最新大作 圣华 叔叔欢迎您点赞评论打赏 更多精彩内容 尽在喜马拉雅 请不吝点赞评论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